误人之道或见仁义之路皆有可称焉会以公账簿 后至于放处并解法登朝出入三代中享路为不妖性 盖其任心而行不为搅事之所致也 PG996 列传第21 卢凯 卢凯自常人卓俊范洋人也妇柔终于为中书奸凯 性孝有神情爽物略涉书记颇解蜀文周王献引为济世 其后席绝荣成伯一千亿百户从宪法凯说伯度正下之 千小利布大夫增一七百户染公上世王神欢者常以路自尽 总载于文护卓为记部下带夫凯建约古者登高能复可为 带夫求贤审官李须祥盛精神欢出自然公更无疏途 以家父自通岁与静生并列十孔为之刺文之外静护 静请其事件得中增益二百户岁与转内时下带夫无敌 在云阳宫赤猪屯捡老牛寓以享是凯静建约席田子方 属老马君子以为美坛相奉明赤玉以老牛享是有亏人证 帝美其言而止转礼布大夫为聘臣使父先是行人多从 其国礼及凯为使义一本朝成人莫能屈四年秋礼幕公 把纸观伯牙二正命凯作漏布地独之大悦约卢凯文 张大静寻警欠故事令君之子寻受襄州总管司路转至终 大象元年争败东京立布大夫开黄初加上以同三司除上 书立布侍郎静爵为侯人设上书左臣美有夫奏坎然正色 虽逢喜怒不改其长地加凯有力干四千二十万并赖杂 三百匹加散其长世八年上清考百辽以凯为上凯故让 不敢受高祖约立布情干就所闻西经折上考千亿忧 批局九百九十七同仁不让何愧之有皆在振兴无劳是让岁于拜 礼布尚书设立布尚书是惠国子博是何妥与又仆设苏微不平 奏微应是凯作与相连上以凯属立献丝奏凯曰房公义 这欲持窘之党不适近微凯二人区相见达类转为海 周四使幼立布遇选者胜多凯不及受官阶注色而浅微之 从腹地撤宿二人并以乡镇真义立布撤文状后置而先任用 宿左足卵简采用无算凯以微固受朝请郎凯之彭氏 圣明白上大怒约凯敢将天官以为私会凯免官遁守 约皇太子将以通事摄人苏魁为摄人魁及苏微之子臣以 魁为千顾其而止臣若与微有私起如此上约 苏微之子朝廷供知卿乃固执以较身性质所不知者便 行彭赴奸臣之行也于是除名为百姓为己促于家字 周四以降选吴清卓及凯舍利布与薛道横路验尸等甄别 是留故社故之赠遂及于此子一公寺 令狐熙 令狐熙自长溪顿皇人也代为西周豪又赴枕士周 官智大将军时封二周次实习性严重有雅量虽在私事 中日俨然不忘通宾客凡所交给毕一时明示博览群书 游明三里善其设颇知应律起家以通经为利布上市 寻寿都督府国将军转下官府都上市具有能名以母忧去 直代不胜丧其父借之约大孝在于安清义不绝似无 经见存辱又止力合得过耳悔顿已无忧也惜自恃稍加 瞻周福却除小架不负丁负幽非账不起人有闻其哭声 莫不为之下弃何因之意照令莫虽从事还受职方夏大夫 席决盆阳县公义二千亿百户及五地平以留守公增义 六百户敬畏以同利私勋利布二曹中大夫甚有时之欲 高祖寿禅之纪西以本官行纳言是寻除司徒左常使加上仪 批之九百九十八 同静觉河南郡公使徒御魂寇边以行军常使从元帅元协讨 之以恭敬畏上开辅会属王秀出镇于属刚纪之选属镇 仍以西为义州总管常使为之官拜苍州赐史实山东城 之必户口名部及类部以时西小玉之令自归守智者一万户 在植树年封较大恰称为两两千十开黄四年上姓洛阳 西来朝利明孔其千亿卑弃于道及西附海百姓出镜营业 欢叫银路在周白屋白加甘路降于亭前柳树八 年喜为河北到横台渡之上书立明追思乡与立悲诵得及 刑台废寿并州总管司马后甄为雍州别驾巡为常使千宏 卢清后以本官兼立部上书网判武曹上书是号为民干上 圣人之急上慈泰山还次遍周二其因甚多有奸侠于事 以西为遍周次使下车竟由十亿工商民有向皆开门者度之 船客停于郭外新居者乐为巨洛侨人逐令归本其有至于 并决遣之令行竟只称为梁正上文儿家之故卫是陈曰 夜兜天下南里处也赤湘州赐使斗卢通令习西之法旗 年来朝考祭为天下之罪赐伯三百匹班告天下上已领南 一月术为反乱真败贵州总管十七州诸君是许以便宜从事 四十亿下官的陈智补寿给帐内五百人赐伯五百匹发传颂 其家类改封武康郡公西至部大红恩信其西洞取帅更香 为约前十总管皆以宾微相携经者乃一首交相遇我被其 可为忽于是相律归附先是周献生耿长力多不得之官 继正于总管辅西西前之为建成义开设学校华以赶进 称为大化石有宁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日身自言貌有贵乡 在陈日以聚南海平城后高祖婴儿辅之及拜安周赐使 然交据是其祖先为长参业西首书欲之身以交友之分 其母有西父以以药物猛力敢知义府请业不敢为非 西以周献多有同名者于是奏改安周为青周周为丰周历 PG 999 周为至周德周为欢周东宁为荣周上皆从之在植树年 上表约成田记领表四载于资全马之年六十有异才 亲任重愧巨尖身长愿收桌壁闲烧免官傍然锁管辖矿 随府由南虽未能顿格以风颇意见识黄化但陈塑换消可 比更增胜精力精神转救衰卖习再壮游不如仁矿经 年级巨青其可由众计请解所任忧照不许赐以医药 西奉赵令交周瞿率理佛子入朝佛子欲为乱请至众东上道 西亦在鸡弥碎从之有人意却送西受佛子路而舍之上闻而 故疑之计而佛子反问至上大怒以为信然遣识者所惜意 却惜信宿刚欲欲不得至行至永周忧愤发病而猝十年 六十三上怒不解于是梅其家才及行军总管流方请佛子诵 于经师言希时无脏或上乃物于是照其四子听欲试焉 少自得分罪之名 薛咒 薛咒自少玄和东坟因人也负端周蔡周次使咒少 聪明美兰书便小奇异常探训诸者不会胜人生指折矣 亦便知诸如墨不称善信 慷慷智立功名周明第十席诀 闻成郡功内签上以同寻拜司金代辅后加开辅高祖受禅 卓拜鲁周次使卫之官简孝鲁周总管事寻处演周次使集 道关系求数百咒 否断寻日便了灵与空虚有成周人向道 立者为座高平郡守将之官咒 玉珠图查其有将留节 之司马王军赴顾见乃听义郡 继而悔之及遣逐步追进道 立有不仁徐聚罗者常任海陵郡守 先是以为道立为代之 笔至至满公司不误聚罗 遂与君妇约向道立以经代聚罗 为君使君其荣夷之君妇以聚罗所成又故请咒咒喝君 妇约无以查之此人诈也司马容兼连其作君妇乃 只遂网收之道立聚而隐为其发兼斋福皆此类也识人 批之一千 未为神明先是眼周城东一四二水河而南流泛滥大则中 咒碎基实验之始绝令西柱杯则静为良田又通转运力静 怀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封眼驱咒以天下太平登峰告禅 帝王胜列岁浮博士登泰山观古记转风禅图及遗上之 高祖遗兹 高祖遗养不许后转引周四四十前后具有慧正真败魏魏卿 循转大礼青持法宽平明为称之后千行步上书十座仆舍 高炯烧被书记及王氏姬之珠也炯事与香连上因此欲成炯 最昼明雪之正义其欲游是五指谢系之久而得免俭 孝乡周是甚有能明慧汉王亮作乱并周浅伟将其良东略的 公逼此周次史上观正请缘于咒咒为亮兵风不敢惧良有 隐兵公咒咒欲以忌确知遣亲人鲁氏犯说良曰天下侍卫 可知咒为人臣去就须得其所贺惧相公也良于事事去 净途离阳及良为史祥所公弃君归咒朝廷以咒怀二新所 意大利乡周历人肃怀其恩义却里咒者百余人咒静作除名 佩芳领南道并促有子并之名 宇文弼 宇文弼自公府河南洛阳人也齐先与周同出祖之礼 敬畏据路太首富贞周当周次使必慷慨有大劫博学多 通市周围礼部上市长奉使邓治国及黑水和珠腔前后 将副三十余部及海奉照修定五礼书成奏之次宫田 十二请诉百十类千少利不拙八人为县令皆有基石 以为之人转内使都上市五帝将出兵和阳以罚谋及陈下 毕竟策约是建国于金类叶虽约无道翻平之际上 有其人经之用兵须则其地和阳冲要经兵所具尽力功 唯恐难得至如臣所见笔坟之驱数小山平功之一拔 用五之地莫过于此愿必下降之地不纳施尽无弓箭 得五年大举伐促用必记必于世目三府豪侠少年数百人 批据一千零一 以为别队从地攻拔进周身被三创苦战不惜地其而壮之 后从地平以攻拜上以同封五威献功一千五百户赐物 千五百断奴必百五十口马牛羊千于头拜四周总管四路 宣帝四位千左手庙大夫时突厥寇甘州地令侯莫成场率兵 及之必为监君为场曰狭辱之事来如鸡使去若决贤 若欲追涅良为难及且已选经其直驱其连之息贼若收军 必自了全之北此的险爱肩负下师度其人马三日方度 缓配追讨和律不及比劳我亦破之必已若妖此路真上 侧野场不能用之吸取和离大军行持鲁已出塞其年 必又率兵从梁氏燕宫跋售阳巡改封安乐县宫增益六百户 四五六百断加以口马除快周次使而转南司周次使后司 马骁南之奔臣也必追之不及玉城将凡一战于张口自弹 即五三战三截鲁三千人除周次使循转南定周次使 开皇初以前攻封平昌县公家亦一千二百户入为尚书又成 十膝腔内副兆必持节安及之志则蒲昌二郡而还迁上 书作成关镇色为百辽所但三年突厥扣干州以行军 司马从元帅斗荣定及破之海除太扑少轻转立布侍郎平臣 知亦阳肃出信州道令必持节为诸君节度人领行军总管 留人恩之破臣将屡重肃也必有谋焉家开辅浊败行不上书 领太子于后律上长清灵式殿必与博士论议词至清远观 这属目上大跃顾位是陈约镇京都州公之治理建宣尼 之论孝时为振兴于是班次各有差时朝廷以静阳为重镇 并州总管必属亲王其常使司马义一时高选前常使王韶醋 以必有文武干用初为并州长使而以赴坚去直循赵启之 十八年辽东之义受元帅汉王府司马仁巡领行军总管军 还之后历术带吴三州总管皆有能名阳帝即位真败 刑部上书仍迟洁寻省河北还除全州次十岁于腹败刑部 批据一千零二 上书寻转礼部上书必记已才能著称立直显要声望甚重 物易时谈多见推许地颇计之时地见好声色由情远略 必为高炯曰习周天远好声色而国王以金方之不易胜乎 又言长城之意信非即悟有人奏之敬坐诸死十年 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者慈父二十余万言为上书孝经 住行于十佑子简院 张恒 张恒自见平和内人也祖一位和阳太首赴光周 万周次使恒又怀至上有骨梗之丰年十五亿太学授业 严经坛思维同辈所推周五帝居太后幽与左右出横楼 发于乘参寇马切剑地加烟刺一一席马一匹拙败汉王氏 独恒又旧审仲寿寿三里略揪大之类千掌朝代府高祖 受禅拜斯门侍郎及晋王广为河北邢台恒例行步度之耳 曹郎后以台费拜并周总管院及王转木扬周恒赴为院 王胜亲任之恒一节律进城市之夺宗之既多恒所见也已 母忧去之遂于启寿扬州总管司马四物三百段开黄中 西州里因邻聚众反属至百官以恒为行军总管律不齐五万 人讨平之败开辅赐奴币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经营杂处 称是吉王为皇太子败恒幼数子人领给侍门侍郎扬帝 四位处给侍门侍郎敬位迎亲光陆大夫而迁御史大夫 圣见亲众大业三年帝信于邻郡海至太原位恒约阵 遇过公宅可为阵座主人恒于是持至河内与宗族俱牛九 地上太行开直到九十里以地其宅地月其山泉流燕三日 因为恒约网从先皇拜泰山之使徒经洛阳瞻望于此身 恨不得相过不畏今日的邪夙愿恒服辞谢凤湖上寿 地一欢赐其宅榜田三十请两马一匹金带兼采六百段 一一席玉石器一句横顾让帝曰天子所致称信者盖 批至一千零三 为此也不足为此横复时于地地令般赐公亲下智慧 事无不沾洽恒以翻底之旧恩宠墨语为比颇自焦贵名 年帝信焚羊公宴从官特赐券五百匹十地域大焚羊公 令恒与纪红枕剧图奏之恒臣间静见约比年劳亦凡多百 信疲必服愿留神烧家者损地亦胜不平后长目恒卫世 承约张恒自卫尤其既令我有天下也实亡蓝施爱 于上帝密令人求蓝罪师有人赠蓝为至将依确令皇府许从 知焚羊公宥陆前姓卓俊及此横跃时父老夜见者衣冠多不证 地浅恒以献司皆不能举证出为于林太守明年帝父姓焚羊 公恒都义驻楼凡尘因而夜地地恶恒不损受以为不念旧 因为恒曰公圣肥则已且还俊恒复之于林儿而赤恒 都义将都公有人义恒送公间者恒不为礼还以送书复间 其人大为奸所困礼不上书阳选感使至江都其人义选感称冤 选感故以恒为不可及与恒相见为有所言又先为选感曰 薛道恒真为王死选感巨上其事将都成王室冲又奏恒平 简顿据地于是发怒所恒意将都市将斩之久而乃是除 名为名放海田里地美领亲人掺恒所为八年帝自辽东海 都恒切言恒愿望傍善朝政静次静于嘉陵死大言曰 我为人作何物是而望久活坚行者赛尔促令杀之以宁 终以死非其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事约终有子西玄 杨汪 杨汪自原渡本红农华因人也曾祖顺喜居和东赴 称宁童三思及汪贵追赠平乡县公汪少凶书好与人群 斗权所欧及无不颠簸长更折解情学专经左侍传 通三里解贺周济王氏独王胜众之美约阳氏独德 夜幽生姑之木生也其后问礼于沈仲受汉书于 刘真二人推许之约吴福如也游氏之名类签下官府 批据一千零四 兜上市及高祖居相引之兵士签掌朝下代辅高祖受禅 四绝平乡县博弈二百户立尚书司勋兵部二曹侍郎秦周总 广长使民为民干签上书左臣做事免后历经落二周掌 使美县镇之辖必延伸图讲授时人称之数年高祖未见 一代父王达约亲为我秘义好左臣达遂私于汪约我 建君为左臣若是果以良田相报也汪以达所言奏之 达尽以罪促败汪为尚书左臣汪明习法令果于剖断 十号为称职阳帝即位首大理清汪逝世二日帝将清审求 徒其实系求二百余人汪通宵节朝而奏屈尽侍秦 亦无一物帝圣家之遂于拜国子祭九帝令百辽旧学语 汪讲论天下通如朔学多翠烟论南风起皆不能屈地令狱 史书其问答奏之审而大阅赐两马一匹大业中为迎清光 陆大夫及杨选赶返河南赞志陪红测出失欲之战不利红 测出还遇汪而平仁交与稷而留守凡子盖斩红测以撞奏汪 第一支出为梁郁通守后李密以逼东都企图平扣梁郁汪 乐兵巨之平措其瑞阳帝崩王是冲推越望动为主真败力 不上书颇见清伟及是冲见浩汪赋用是是冲平以凶 诸词 诸词 史臣约卢凯剑说可称令狐兮所居而至薛咒直线平允 语文必申望幽规章横以耿正立明阳汪以学业自许然皆有 善始先刻令终久任之机具倾于一窥习灾夫中为令得 是非其人上或不可旷托族邪境而又不得其人者于与约 无为全首将受其旧又约无始或无照乱张痕 计照乱元时为全首动不以顺其能不及于此乎 批至一千零五 列传第二十二 卢丝道从父兄昌恒 卢丝道自子刑犯洋人也祖洋巫为秘书兼赴道亮 隐居布氏丝道聪爽郡便通脱不积年十六玉中山流松 松为人作悲鸣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于是感激 庇护读书诗试和坚行子才后思道父维闻以示留松松又 不能胜解思道乃愧然探约学之友一起图然栽因旧 未收戒书数年之间才学 兼者然不持操行好轻无人 天宝中卫使未出思道先以送之由世代被吃乳前 后旅饭因而不调其后左仆设阳尊艳见之于朝解赫司空行 参军长间园外散其侍郎职中书审文宣帝崩朝文士各 做晚歌时守则其善者而用之为收阳修之祖孝真等 不过的一二首为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狼后 谢审宗审宣称为宫兴 谢审宗宇初为陈向西和继九历太子舍人 司徒陆世参军 美居官多被遣辱后以善用库前免归于家长于继北怅然 感慨为五言师为建一人以为公术年赴为金基主不力 主客郎给侍门侍郎呆兆文陵馆周五帝平寿宜童三 司追附长安宇童辈阳修之等数人做听禅明篇司道所 为此一亲切为时人所重新也与信辩懒诸童作者而生叹 美之魏己以母及还乡玉童郡祖英伯及从凶昌旗送户等 举兵作乱司道欲焉周遣驻国语文神举讨平之罪法义 批据一千零六 在死中神举诉文其名引出之令作漏布司道远比历程 文吴家神举家而幼之后除长教上市高祖为丞相千五 杨太守非其好也为孤弘父以继其情曰 于智学之岁自相理由经师便见史之应立寿群功之卷 年灯若冠府就朝列谈者过物岁 且虚名通人扬令君行 特径以下皆分庭至礼道喜相皆减幅吹虚长期光价而 才本奴捉信实书懒势力或直淡然不淫虽龙伴朝事且三 实在而独网之心未使去怀抱也设深喘何有少气及分服 作孝作守东元红河之眉沃也迷忘消雾寄平于鸟为灵 有离群之鸟为罗者所也人训养共之鱼于智珠池亭 朝夕赏完即用萧幽间以清及大意称鸟见鱼路 与夷盛也阳子约红飞明明千柱高也怀南云 东归结实为入属也平子父约南欲衡扬币其寒也 若其雅不清因远兴高至已将寒见其仇而杀何强因 偶引独立煞蝶批败鸟为五不亦伤乎于五十之年乎 焉以至永言身世凯然多续乃为之父辽以自卫云其词 曰 为此孤红善其宇重拾丙清高之气远深了结之东容 毛江落和鸣顺风撞冰云后脚赤排空出岛屿之绵渺范 双路之鸣蒙金夸鱼之密网位落雁之须公若其斗饼冬止 女仪思月乃遥及于寒门遂清举于玄阙至如天高气素遥 落在时季孝愁于怀溥一弄坑于将眉磨赤销以灵力承担 气之威移逆商标之鸟鸟丸养仰景之池池蓬离方春洞停出 绿里何整汉群浮屡履郁震雪雨儿灵凤眼双毛儿后续艳 江湖之经早遇原野之书塑形离离而高是想庸庸而相续 结果之兵丸号密山之华玉若乃成木清漏安止徐步细 西方周延景成流为寒敬竹服远水素避暑言归绝墨云 批至1007 非望玄而为吕比诸而相依卷天渠之名末将何主之 方非忽直罗人设网于者玄机永辞辽阔导际重为使则 炯树龙凡幽弹刀阻弥驱绝命恨施其所中乃迅霞圆 西脱池遇到梁为惠自其荣语于世西语晚景摒弃消身 灭烟霞之高响闷江海之忧情何时相守愤意上灵太清迁 驻古五远薄层臣恶情侍而不贵小鸟固而相侵安孔的儿 无耻其冲天之父荣若浮屠难之语为而去献七劫之虫 为而不见各岁信于天壤福气怀以交战不听贤池之乐部 想太劳之见匹陈姬儿供应偶也福以同善匪扬生以显文 宁孝体而求见疗欲行忽找止且疑心于唐殿荣如以艳如 成君子之于免 开皇初以母老表情解直幽照许之思道自是才的 多所灵力由世观图伦至继而又者劳生论止切时 其词曰 庄子曰大快劳我已生成灾丝严也于年五十 雷老云至追为习情已决生乃者滋论因言时云儿 霸君平居有刻造愚者少选之请虚恒而言约生者 天地之大得人者有生之最灵所以作配两仪称贵群品言 吃鱼至之便天玄壤阁杭几利生之入海登山今无子生 于幼帝九叶青族天寿郡才万夫所养学宗流略目孔门 之由下此穷则拟汉日之清云行藏有洁净退以礼 不产不交无运无一眼养贵贱之间从容与莫之计何其遇 也下走所心献焉 于婉儿而笑约为之思乎何所言之过也子其亲儿 请为左右臣之夫人之身也皆未若无身在于之身劳一情 指完起之年福音教义归行举步从善而登经官之后 卓英寿鼠将所仁义龙半朝世诗窍录制本性丧江湖之远 批至1008 秦伦此风波逆于道至幽老总至是非一叙何则的咒 高华记至贤于管库财时美貌易受集于于拥堵学强记 龙骨于烟策木清盐何谢木那所以旧新企图重袭春江吃 令府属香江兜而永探赴长沙而不归故意卤之脏仓处逢 尽上照依为之哀歌张身于是痛哭有之计不欲修明 申斗旧央平纪无地断章让经被逝世假密郭怀 心骚可厌隐形已逞获竟持于耳听恶来之禅足见逢之 写周世末夜人直辟网脸护身皆汉流加倍举克之种基 娇元匹兹飞显人之手直马尾方此味为若乃阳长矩 助之道具安政策五落基田之外置封目宇三巡九时 不敢称彼此之为意盖其小小者而经太运照开四门以目 免留私契于上奎左命于下其博善卷持讯悠悠变 随悟光辉从目时于年在秋方已破之命请礼仪退步 燕安一夜从风无损邓灵之攒之双福退非不窥薄泻之 有永耕田早景晚席成兴后南山之潮云览北堂之明月 泛圣九古之书观其节至摧十四人之令凤以周旋成和缩 立白乌观之五系谈古驾瞻体图足之轮浊九银尊高 歌满西恍兮呼兮天地意指此也人之乐也子或以事献于 呼 课约无子之事即闻之以他人有心又请论其梗概 于达约云飞尼省悲高等原刑方指动习书之事 以魔霄运海清卫罗于守则五驱四照呼金府于山林于晚 直昌尘岁其若上官人士之允堵十路之战为玄冬休夜 静言长想可以泪探到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醋已盛 奔居留殿不可为此顾目周章数计之内穷通融辱是无 足道而有使者先无使者多贬 爱凡尽清险造薄居佳则 人面心不孝不易出门则产于产命无愧无耻退身之足 批剧一千零九 望博扬之窘界成立旧猎气周人之格言悠悠远古思幻矣 机器于静待此度游身范清总让之风静深不似下书 昏殿之最执政所安朝路为西小车引懂时之向细阳且 落造盖田言斗之礼皆如之如为斧楼仆福但恶求美 势至自清美言产效助其余乐诈气宁哀续其丧即尽通 至九远共闻蛇燕姬美女为如脱喜惊玉华气同一计 即邓通师路易三之会无于良计就诸武侯之贵将其向之 求官买之晚夜城区四处望尘之旧游依忧上堂之夜刻史 则亡魂齿破若牛兄之欲星战色举四夜宫之见而 抵掌阳梅高是阔不解屡气连宫之地吸首哭圣清之门华 古生辰来如鸡史雀罗赞设去等绝嫌疑密非干山川位 祖千变万化鬼出神入围此者皆依官士族或有意能不 此不仁不畏不亦迷溃有棚墨残妻子外城后茂内运百 心咒事则于钦佩子木舟典郡官则截人后自封直言歌 妙五列顶状中耳眷思同口欲真旨虽素论以为非而实 宰之不则莫俗痴痴如此之必于则为时薄患秉席穷居 圣此驱持身为甘眉心若死灰不淫事利家无担时不费 囊前偶隐连关将数十载奴捉至孝亲生所以告老也真 人欲语酌雕为仆人之荣辱时反雍兮丰利上载内夫文 教方少众仲臣外养武劫备之大道恰以唇风举臂以财 绝无烂寿秉丝手术不欲一簪阿党比周扫地巨近轻薄 知愁灭隐窜记历时变成于锦良有化为之蓝囊之善俗脚 时亥尔惠目今兮不闻不见墨于敢无一约圣人 作而万物赌丝之谓乎 遂于被真凤照焦劳臣使请之遭母忧为己起为 散其侍郎奏内使侍郎逝于十亿至六卿将除大理斯道上 奏曰审有驾不似刘太铺审有行不似除大理斯则众 批至一千零一时 处而渐行明成为为可幼臣殿廷非账罚之所朝成饭吃 遂请以俗论上西加纳之事遂足于经诗时年五十二 上盛袭之前使调记焉有及三十卷行于十子赤松大业 中观至河东长矢 昌恒自子君父道前卫尚书仆设昌小字子封神 但雅荣只可法博设经使公草行书从第四道小字是奴 宗中据称因妙故幽周为之与约卢加千里是奴子 年十七位继英王元徽夜照补太尉参军世间外兵参军 世受禅力平安令太子社人寻为仆社祖孝珍所见签尚书 金布郎孝珍美约吾用卢子君为尚书郎自卫无愧忧周以 其后兼散其侍郎迎劳周始五帝平寿私欲中世与大 宗伯胡思珍修礼令开皇初拜上书辞部侍郎高祖长大集群 下令自成功继人接近近昌恒独魔所言左仆设高窘木儿 之臣使贺彻周喷香继来聘朝廷美领昌恒皆对之位己 初为徐州总管常使圣有能名利部上书苏微考之约得为 人表行为是责论者以为美谈长行致郡以所成马为他 牛所处应致死牛主臣谢求还价值昌恒为之约六处 相处自官常理此起人情也均和谢聚而不受性宽厚 不孝皆此类也转授周总管常使总管语文术圣进之位已 周五岁于千金周次使人受中奉赵持结为河南道寻审大 使及海以奉使称指寿以同三思次物三百段昌恒自已 年载玄车表其海谷幽赵不许大业出征为太子左树子 行义洛阳道促时年七十二子宝宿宝印 李孝珍 李孝珍自原操照郡伯仁仁也复习李姓周次使 视为这姓孝珍少好学能属文在世贺司徒府参军事件 进步望通宾客与从兄姨曹郎中骚太子设人 即结伯林催子 批据一千零一十一 午饭羊卢寻祖为断金之气后以设侧甲颗拜给世忠于十 门侍郎高干和清药用事求婚于孝珍孝珍聚之游是游戏 因赠之初为太位府外兵参军后立中书设人柏林太守司 周别嫁妇兼散其常事聘周始复还处给世门侍郎周五 帝平寿宜同三司少点四下代福宣帝即位转立部下大 夫高祖为丞相为炯作乱香周孝珍从为孝宽及之以攻守 上夷同三司开皇出拜逢义太守为范妙会于世称字后 数岁千蒙周次使利明安之自此不负留意于文彼人问其 顾凯然探约五十之年书烟而过病垂肃发经历已衰 换义文情一时尽以悲夫然美侠日折影宾客贤歌对酒 中日为欢真拜内使侍郎与内使李德林参典文汉然孝珍无 干据之用颇称不理上浅怒之赤玉使和其事由释出为经 周次使促观所者文集二使卷行于是有子允欲 孝珍帝孝威亦有雅望大业中观至大力少清 薛道衡从地如薛道衡自玄清和东坟英人也祖聪 未继周次使父 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岁而孤专经浩学年十三讲座 是传见紫乡镇之工作国桥赞颇有词至见者其之 其后才名义者思周目彭尘王游引为冰曹从事尚书左仆 设红农阳尊艳一代伟人见而皆赏受奉朝请立步尚书拢 西兴术语与探约正公业不亡以和东陪燕幕之约 自顶迁和朔无畏关系孔子汉执其人 经赴玉薛君以武臣 坐相照为济世及及位类千太位府主不遂于奸散其长 是阶队周成二使武平出照与诸如修定武礼除上 书左外兵郎臣使父曾聘以到横尖主克郎阶队之曾赠师 武时运到横河之南北称美魏收约父曾所谓以影头于 而呆赵文林管于范阳卢斯到安平里得灵明有善父 批据一千零一十二 以本官职中书审寻拜中书侍郎仁参太子侍读后主之时 渐渐轻用于识婆有父会之机后与试中忽律孝亲参与正事 到横距成被周知策孝亲不能用吉王周五引为御使二命 事后归乡里自周主步入为思路上市 高祖座乡从元帅梁瑞及王谦涉灵周次使大定中寿 以同涉穷周次使高祖受禅座世除名和兼王洪北征突厥 照典君书还除内使社人其年间散其尝试聘尘主使道 横音奏曰江东最尔异于剑善遂九十游永家以后华夏 分崩流时扶摇慕荣赫连之辈望妾名号寻异灭 王位是自北除南位黄远略周两立物在兼并所以 将表不诛及有年寺陛下胜得天挺光阴宝座比龙三代 平一九州启荣史区区之臣久在天网之外臣经奉使请则 以称藩高祖约正且涵养智之度外物以言辞相辙 时正一焉江东亚好篇时臣主由爱雕重道很美有所作 男人无不迎送焉及八年罚臣受淮南到横台上疏立布郎间 掌门汉王师林江高炯夜坐墓下位之约经断之举客 定将东以布军事言之道横达约凡论大事成败先须 以至理断之语共所在九州本世王者风玉厚瀚之计 群雄敬其孙权兄弟遂有无储之地敬武受命循及吞并 永家南迁众此分割自尔以来战争不惜否忠思太天道 知恒郭普有云江东偏望三百年海与中国合金树江 门义以运树而言其必刻意也有得者昌无得者王自古 心灭皆由此道主上宫履宫简幽劳术正书宝俊宇雕墙 憨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奋其必刻二也为国之体在 于任记彼之公亲被援而已把小人诗文庆为以正式上书 令江总为是十九本非精略之才消磨喝任蛮奴是其大将 义夫之用而其必刻三也我有道而大比无得而小量其甲 批据一千零一十三 是不过十万兮自乌侠东至沧海分之则是玄而力若具 知则守此而师比其必刻四也席卷之事其在不宜窘心 然曰君言成败事理分明无精或然以本以才学相其 不亦筹略乃尔还除利布侍郎后座抽着人物有言其党苏 微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方领表进王广时在扬州英领 人逢道横从扬州路江奏流之道横不乐王府用汉王亮之计 岁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赵真还直内使沈静王游是贤之然 爱其才有颇见礼后属岁寿内使侍郎加上一同三思 道横美至构文必饮坐空踏壁而卧文户外有人便怒 其审思如此高祖美约薛道横做文书称我亦然界之矣 于但后高祖善其称职位杨素牛红约道横老已驱使 勤劳已使其诸门臣己于是敬畏上开辅次物百段道横 此以吴公高祖约而酒劳皆毙国家大事皆尔宣行起 飞尔公也道横酒疏要才名义显太子诸王真相宇交 高炯阳素雅相推众声明及圣无尽一时 仁寿中阳素专长朝震道横迹于素扇上不遇道横酒之 机密应出简孝乡舟总管道横酒蒙驱策一旦为离不胜碑 炼言之耿叶高祖创然改荣约尔光阴碗目是奉尘劳 正欲令尔将设肩辅蒙俗经尔之去正如断一臂于世赖 悟三百断九经代并十福一席马十匹未免遣之在任 清简利明怀其会 阳帝四位转翻周四十岁于上表求至世帝位内时世 狼于世姬约道横江至以秘书兼呆之道横迹至上 高祖闻皇帝宋其辞约 太史太素荒芒造化之初天皇的皇咬明书契之外其 道爵其既远言谈所不易而目所不追至于入血登朝 居隐不疏于羽族取类于毛群义贺贵于人灵和用于心 批据一千零一十四 十夕宣以将元祭唐于则甘相而施法度官人文而化 天下然后帝王之位可重圣者之道为尊下后英州之国 与汤文武之主公祭申明申刘雅宋燃灵替于三 武残德于干戈情居润魏任行名为正本汉直灵图杂霸 道尔为夜图兴而三方至典五 墨尔四海乱九州风欲枯 血经泥之群五都移离促踏戎马之族虽玄行定松落木 运据小寒卫镇沧海之流据席昆山之辽携千枝弹幕 万叶之一朝者其在大随乎 月若高祖文皇帝诞圣将林则赤光照世韬神会记则 紫气腾天炎日剿之旗玉里诸横之者在屠戮张乎仪 表儿地系灵常神机虫郡类兵其之类得丰沛之伯 祈福音历世纳魁兵们为长六清望高百辟游仲华之为 太尉若闻命之刃司空苍立将尽律土弥废玉弩金天金 芒兆也兼雄挺或巨河朔而连海带华长纵恶渡百马而赛 陈高雍鼠逆命平铜梁之险云被弹引金灵之寇 三川以震九鼎江飞高祖岳奉祥如足授手印赤福之福 授玄弧之路命百下百胜之江洞九天九的之师平贡功而舔 吃游减犬气宇而鹿凿不凡二十八将五甲五十二真层 位于十妖逆舔阔分物渔区渔出离远渔图探天助青儿 海正的围绝而更扭书方击扫十牛马之内向月师伏地 据忠实之变身万幸所以乐推三菱于是改步坛场以备游 红五让之心依照南为方从四海之请光临宝座展礼交丘 五六代儿将天神臣四归而想上帝乾坤交太平物亨浊 前王之令点改一辉号因树蒙之子来一创都一天文上 诸鸟地里下距黑正为辩方奎隐于日月内宫外作曲 法于丞相玄正教于魏雀朝群后于明堂除旧不兴以封意 俗天皆之表地迈之外熏险孔赤其来自久横行十万 批据一千零一十五 凡怪于是诗词提步五千里灵所以现墨周两圣境节 矛头拼敌后于墨北魏族席其倾扰清珍藏于山东不能止 其滩暴严陵起坐圣黄玉与运天侧于为以波神威于沙朔 柳氏瞻求之长皆为成立汉海跌龄之地静冲池苑三 五百月九江五湖的芬南北天阁内外谈其子盖之气 是盘踞之险横有建伟之君望怯帝王之号十经五代 年夷三百元将皇秦永怀大道明比离独为匪人经上 历见在唐泽哲居代的平臣及天纵神武受胜出车一举 平定于是八荒无外九父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乃修 牛散马眼无修文 自华夏乱离眠几年代人造战争之巨加习交尾之风 圣人之遗讯莫存先望之旧点缀圆命至宗刊定五里 身赐太子改正六乐玉伯尊祖之遗节闻乃被金石袍阁之 奏亚俗时分而流星正树垂神听懒早朝燕霸费请望时 由百姓之未安据遗物之师所行先望之道夜思待但隔百 王之必朝不及细见一善事喜张于荣指纹一千范探生 于在宇伯父亲摇雾农重古苍岭有红辅之姬黎蒙无祖姬 知律天性红慈圣心侧隐恩家情胎卵于是全人瞻 草木牛羊所以物建置于宪章重点行明大辟身法而屈情 绝断于额寝固能一轮优续上下宿左右绝产于之路径 身无势力之门小心翼翼尽逝于天地终日干干戒甚于抗 吉桃黎蒙于德化至风俗于太康公青树影霞尔岳目迁 以天平地成千载之家会登峰降蝉百王之圣典以其经尼 欲见斩礼借秋飞深藤时常为称守天子为而不适臣而 不拘充止宁秒故此福许而虽修物修上得不得更乃劫 陈黛月训谢千旧方之六十四卦千总之道为尊七十二君 告成之意为小微微荡荡无得已称烟而生臣至得感达于 批至一千零一十六 穷壤和其勋风充益于宇宙二一将腐百灵剑指日月星 向风云草树之祥山穿玉石灵界与毛之锐岁见月章步 可圣既至于正古所谓有图及所不载目所不见而所谓闻 古语称圣人作万物赌神灵资百宝用此其效矣 继而由新姑舍脱禧之志以身住顶金山升天之驾岁远 凡在离聚为帝尘目深考彼哀禅弓剑图山幽俊无负 玉博之礼长林及墨空见衣冠之游若乃将金飙怒飞明帝 路开运卧图创业锤统圣德也拨乱反正继国宁人柳 和八红同文贡鬼神功也选酒逃跑云和孤竹因似上帝 孙吉佩天大孝也演伯吉歌正理财勒纳明寿玉屈俗福 林志正也张四维而林万宇谋三皇而并武帝起执资诸州 汉摩摩未敬而已虽五行之五美成于清妙久德之歌 无绝于岳府而玄公唱恰不拘于行弃异夜远大起敬于于 阳 陈青生多性命偶心运驱世子陈驱持丹毕一词天阙 眼阁顶狐空有攀之星图怀入已知艺术瓶豪汉感兮赞 树袭英海之情不增于大地契合之事非亦于洪流尽其心之 所存望其力之所及哲愿思亦不觉斐然乃座颂约 忧灾岁谷鸟已济世四海九州万王千第三代之后 其道于替元带今行不胜其必荣敌华夏群凶纵特切号 赢明时有于国护威城报被里乱得五月成非三项误赛 玄京其力发迹幽方并吞扣尾独善雄强宰四二百笔座 前王江湖上祖区域为康据吴敏月和朔卫四九线瓜分 三方顶至居炸不惜干戈尽其东下虽平乱离末已无韵 夜齐千年照但贺以高祖人灵忧赞胜得炯身神谋独断 但二张善宜兄敬南宗伯传一太史恋日孤竹之管云和 知色斩礼上玄非烟太一臂朝会山川望至战魁心井 批剧一千零一时期 一剑帮击下平赤壤上叶子围部阵驱逝选法相位地宅 天府顾本崇威凶河汉海荒狼望种落陆粮食饭亭障 黄威远设地德侠唱鸡嗓龟臣称臣内向吴越提风斗牛 新象鸡有年代自称君长大风味脚长金漏网寿月天人 豁然清荡代日带斗太平泰盟礼教周背书鬼大同赋语 知迹沉顺之功礼以安上乐以一封忧劳数鸡金欲前首 三面解罗万方引救那名鬼物驱逝人寿神话龙平生灵 西附前心供给奉天室的邪气横流修真绍至谈场望性 云庭虚位推而不拘盛道迷粹记基文登发四盛道类 汉光传装保命之来藏网玄缆幽静顶叶灵长红基龙盛 空洞问道焚射咬然欲遍辖侠尘云上鲜哀蝉绿土痛感 穷玄流则万叶用教百年上响锐土永为圣则道恰悠险 人瞻洞直遥向不成乾坤将席为成座送用身网集 地懒之不悦故为苏微约道恒至美仙朝此于早 知意也于是拜私利大夫将至之罪道恒不悟私利刺史 防焰迁速相善之必及或劝之度绝宾克杯词下气而道恒 不能用会议心令酒不能决道恒为朝是约向史高窘步 死令决酒行有人奏之地怒约如意高窘邪腹 执法者堪之道恒自已非大过促现思早断记于奏日记地 设之赤家人俱传以备宾克来后者及奏地令自尽道恒 殊不亦未能引决献思重奏一而杀之妻子喜且末时年 七十天下冤之有及七十卷行于世 有子五人收罪之名出祭族妇如如清真孤戒不交流 俗舍立经史有才思虽不为大闻所有诗永辞至清远 开皇中为世遇使扬州总管司公参军 每一方职自处辅寥 多不便知己满转清阳令乡臣臣郡怨促官所经并有会证 与道恒偏相有爱收出生即与如为后养于如宅至于成长 批据一千零一十八 带布什本身太长城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如借刀子割爪假如 以仲操非雅士静不予知其不肯妄交亲借独行皆此类也 道恒兄子卖官至选布郎从腹地道时官至礼布侍郎 离时太守并知名于侍从子得应有卷才起家为由其位 左卫但修卫使使臣千著作左廊及月望洞称至东兜 王氏冲之剑号也军书于习皆出其守侍冲平以罪浮诸 所有文笔多行于时 使臣约二三子有之际皆以此早者文元利周随 见推众李称一代俊伟靴则时之令望卧灵蛇以据造成 一族已并驱文雅纵横经身欲正静炎阳雀却如居二子之右 李靴于清托子思道官徒辽落虽穷通有令亦亦不互细行 之所致也批据一千零一十九 列传第二十三 明刻让 明刻让自宏道平原利人也富山兵梁市中刻让少 好如亚善谈论博社书时所揽将万卷三里理论由 所言经策立向德奇妙年十四世贺乡东王法曹参军 十社人珠在宜贤堂讲老子客让玉焉堂边有修竹 令刻让勇之客让蓝笔哲成其促张约非君多爱赏谁贵 此真心圣其知事立司徒记九尚书都官郎中散其事 郎兼国子博士中书士郎梁灭归于长安周明帝尹为林 指殿学士额寿著作上市转外时下大夫出为为王有利汉 东南城二郡守五帝即位赋真为漏门学士令与太史官署 镇定心力拜以同三思类千思调大夫四决力呈现博弈 百户高祖受禅拜太子内设人转律更令静爵为侯太子 以施道处之恩礼圣后美有四方真为者以赐之于石东宫 圣真天下才学之事至于伯悟洽文皆出其下赵与太长牛红 等修礼义乐朝典故多所财政开皇十四年以及去官家 通知散其常世促年七时上圣商席烟赴物五百段米三 百时太子又赠卷布两千匹前十万朝福一具给官国者 孝经一书以布古经地带记一卷文类四卷序 明森记一卷及二十卷 子于庆官至斯门郎月望洞称至为国子祭九 批至一千零二十 魏旦 魏旦自艳申聚录夏区洋人也祖魏光周赐始父 季景大司农卿称为者姓氏以文学自叶旦年十五而沽 专经号学博社经史善属文词彩善意博陵王继闻其名 尹为继世吉郎邪王眼为京姬大都督以旦为凯曹参军转殿 中世玉史寻宇上书左仆设未收立部上书阳修之国子博士 雄安生同修五里又与诸学士传预览书成除殿中郎 中中书设人赋予礼得邻聚修国史周五帝平寿那言中 世级高祖寿禅出为邢台礼部侍郎寻为散其尝试聘臣主 史还除太子设人废太子永生礼遇之旅加优息令助语 信吉父传校院慈灵吉士称其博物数年迁著作 狼人为太子学士 高祖以为搜索传书包贬诗时评会为中兴书是不伦续 照旦别成为史旦自道五下及功地为十二级七十八传 别为史论吉利益卷并目录和九十二卷弹之益力 与未收 多所不同 其一曰 成文天子者 祭天立即终始绝明故古良传 曰太上不明屈里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声明 诸侯上不声明旷天子忽若为太子必须书明良有子者 对父身称父前子明礼之意也是以还公六年九月丁卯子 同声传约举以太子之礼杜玉助云还公子庄 公也十二公为子同是狄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故事 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臣君而不明春秋之意圣人之 为止也致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明汉之处两句没其会 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切未虽利此理恐非其意何者 春秋里记太子必书明天王不言出此众疑之褒贬 皇王之称为非时与戴岁为幽烈也颁故饭也承受 批据一千零二十一 王颖审约参丝不同尊卑失序至于未收惠储君之明书 天子之自过又圣燕经所传史惠皇帝明书太子自欲 以尊君悲成衣春秋之意也 其二约五帝之圣三代之英姬得类公乃文乃无贤 圣襄沉默过周氏名气不及后继追是止于三王子及前代 知冒时后人之境也未是平稳以前部落之君长尔太祖 远追二十八帝并及崇高为尧顺县张月周公典礼但道五 出自杰神卫失点告须难懂止比才而正之反更是非 言是观过所谓绝博泻之水腹去提防相邻之灾未可免也 但立为天女所但邻爵是尊为始祖的理智一平文昭 陈雄聚赛表英封建成屠南之夜姬自此使掌孙经之乱也 兵骄御座太子受命招臣免道五此时后明方生宗庙 附存设计有主大功大孝实在明此之三是称是可也 自资以外位之感闻 其三约成以为南朝杰王穆也咒灭斩以月选守白 其幽王死于离山立王出奔于智卫常隐会指笔书之语 以劝善成恶一界将来者也而太武文并皆非命前实力 既不天年言论之间颇漏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信 逆臣贼子和所惧灾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原首方族赎 不沾仰旷复兵骄御座史及王乌尔可迎莫者呼经所转史 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还之死敏昭杀竹丘明巨石 旭于今下旷复玄阁带而至一为灾 其四约周到临迟不胜其必处子轻问九鼎无人来真 百劳无君之心十章行路夫子勘经皆书约促自尽得补 竟宇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属至其生日聘使往来 略如敌国及其中也书之日死遍同数人存梅顿书能无 怀溃经所转使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约促痛之无 批据一千零二十二 处 其五约胡遂发问马迁达之义已尽以后之术者人 未领悟董众书司马迁之义本云上书者龙平之典 春秋者拨乱之法新衰礼制作义书制定则直续轻 明世乱则此间显惠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到费 春秋作烟谣顺盛尚书载之事也汉兴以来 改正朔异辐色成立宋盛德仍不能尽于所谓数故使而 君比之春秋谬灾然则寄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 秋名以儿范叶云春秋者文迹总略好诗是行 经之拟作所以为短记传者史般之所遍也网罗一代 是一周西事之后学此焉为幽故记而述之官业此言 岂知非圣人之无法诱施马迁之一子孙圣自卫钻养具体而放 之卫收云鲁史记修达者一则子长自居记传不存诗 表盖全员所由的非器及虽负训 此卫圣亦为司记传所 由来也 但又以为司马迁创立即传以来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 唯利论既在身形既具在证书是既无其不足成券再数 诈同名宋重续为绝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 君子曰者 无非圣太其间寻常直书而已经所撰使 且 有目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诗其无损意者所不论也 但所者为书圣简要大脚收惠之师上懒而善之 为己促十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姓言 颇知名 但地验选有文学立扬州总管府寄室为周司马友子 满行 陆爽侯白 陆爽自开明为俊林张人也祖顺宗为南清周刺史 批至一千零二十三 覆盖之或周刺史爽少聪明年九岁就学日送二千余言 上书菩舍阳尊贱而之曰陆世代友人焉年时期 思周牧卿和王岳照为主部着殿中世遇使而兼致书类 转中书侍郎即灭周五帝文其名与杨修之原书得等时 于仁惧珍入关诸人多将资众爽独宰书数千卷至长安寿 宣纳上世高祖寿禅转太子内职尖寻千太子喜马与左述 子宇文凯等传东宫典计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学有口便成 仁至敬常令迎劳开皇十一年促官十年五十三赠尚仪 童宣周四十四伯百匹 子法严敏学有家风是赫尘凤郎出爽之为喜马长 奏高祖云皇太子朱子为有家名请依春秋之意更吏 明子上从之及太子废上追怒爽云我孙志明宁不 自解怒爽乃耳多是善或于永义由此人其身虽故子孙 并以平处终身不法严禁作除名 爽同俊侯白自君素好学有劫才性滑稽 犹便俊举 秀才为如琳琅通脱不适威以好为匪邪 杂说人多爱辖之所在之处官者如是阳素圣辖之素常与牛红退炒白未素 曰日之戏以素大孝曰以我为牛阳下来邪高祖 闻其明照与于圣月之令于秘书修国使美江卓之高祖 则曰侯白不胜官而之后给五品十月余而死时人伤 其搏命者经济十五卷行于是 杜台青 杜台青自绍山柏林区洋人也复辟魏魏魏清台青 少好学博览书记解蜀文是凤朝请立司空兮何记久 司徒护曹著作郎中书门是郎姓如素美意雅道自居 集周五帝平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开 黄初被征入朝台青常采阅令处类而广之 为书名语 批之一千零二十四 竹宝典十二卷制式奏之四卷二百匹台青幻龙不堪力 执请修国史上许致败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请制式式 以本观海地数载中于家有及十五卷转即二十卷 并行于是无子 有凶蕊学也不如台青而干局过之事至开周四始子 公善少好学有家风促于安阳令公善子之松大业中 为起居设人 新德园 新德园自孝基隆西迪道人也祖墓为平原太首富 子父上书又臣德园沈静好学年十四解数文及长博 揽书记少有重名上书蒲舍阳尊艳殿中上书心术皆已时 明世见德园并须经理尽因痛见之于文宣帝起家奉朝请 后为监援外散其侍郎聘良史父后立逢一华山二王济世 中书侍郎留替上表见德园约若好骨晚节于立枕即六 经于百世文章起艳体调清华宫胜表于闺千总者 时后尽知词人经之雅气必能孝节一官成足迁 理由是除园外散其侍郎类千笔布郎中复兼通直散其长 事聘于臣及孩呆照文林管除上书考功郎中转中书舍 人及蔑氏周围宣纳上市应取及一厢周会为窘作乱 以为中郎德园辞不免岁王去高祖寿禅不得调者久之 隐于林律山玉玉不得志者幽居父以字迹文多不载 德园肃与武阳太守卢斯道友善时相往来为周次使催艳无奏 德园前为交捷孔其有兼济游士则令从军讨难宁岁于儿孩 秘书兼牛红以德园才学显著奏与著座郎王少同修国使德园 美于物系传集著春秋三传三十卷著阳子法言二十三 卷属王秀文其名而影之居述岁奏以为怨后转资亦参军 促冠有集二十卷又转资训内训各二十卷有子素 批之一千零二十五 陈正成并学设有文艺 六巧言 六巧言自顾言本和东人也永家之乱喜家襄阳 祖坛梁氏中复徽都官上书便少聪明解数文好读书 索兰江万卷是梁氏贺著作左郎后消窃据荆州以为适中 领国子继九吏部尚书及梁国费拜开府通直散其尝试 寻谦内使侍郎已无力干去直转进王姿意参军王好文雅 招隐才学之士诸诸葛隐于试南王咒诸等百余人以充学试 而变为之官王以诗有处之美有文识必令其润色然后试 人长朝经诗还作归翻覆命便为续词圣典出 王属文为语性体积渐变以后文体遂变人受出引变为 东宫学士加通直散其尝试俭孝喜马盛见清呆美照入卧 内语之咽血便由菌便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想 姓幼氏酒言杂斐邪游氏弥为太子之所倾侠以其好内典 令传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懒而大跃赏赐忧 恰柴被墨语为比扬帝四位拜秘书兼锋汉南县公帝退 朝之后便命入阁炎焰讽读中日而霸帝美与平后对酒 时逢新会者浅命之志与同踏共习恩若有蓬帝有恨不能 夜照于世命将克木偶人施机官能做起拜福以向于便 帝美在月下对酒则令工人置之于做与香仇作而为欢笑 从信扬周玉集促年六十九地商习者酒之赠大将军事 约康传近往北伐纪十五卷有及十卷行于世 许善兴 许善兴自物本高扬北新成人也祖茂梁太子忠树子 使平天门二郡守散其常世父亨世良智给世门侍郎 在陈与与林坚太中大夫为为清领大著作善心九岁而沽 为母范氏所居养幼聪明有私理所闻折能诵祭多闻末时 批据一千零二十六 为氏所称家有旧书万语卷阶便通设十五解书文件上 附有徐玲玲大旗之位仁约才调及高此神童也起 家除兴安王法曹太子詹是江总举秀才对策高地受度之郎 中转侍郎补传时学是真名二年家通直散其常世聘于 随遇高祖罚臣礼臣而不返命类表情词上不许留职 宾馆及臣王高祖遣时告知善心衰浮豪哭于西街之下集 草东向经三日赤书宴焉明日有照旧馆拜通直散其常 世次一一席善心哭敬哀入房改福复出北面立垂涕在 拜寿赵明日乃朝福气于殿下悲不能心上顾左右约 我平成国为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是我臣臣也赤 以本官职门下审赐物千段造马二十匹从信泰山海寿 于不示郎 十六年有神阙将于韩章踏高祖赵百官赐宴告以慈瑞 善心于座请止笔至神阙送其词约 成文官相则天干缘和其德官法省地域大表其尊语 诗云行四十所以身沙川流月立万物于世才尘出阵成离 知君祭焰私奉之后欲垂欲斗而降金板金腾以传并逃也 信林含蓄动止秒玄珠于赤水即明镜呼须唐末不景福音 云家矿吉池深南董月响云哨月我皇帝知君灵 产大方抗太极父凤底巨图不言行烟射提建止步 肃清烟喉陵起必阔的腹下解海减商旧望体其尊登 昌其慧眠屈家宇侠制尔安藤时非生直唱棒师无体之 李微一步阵之公无声之乐罪照总章之官上祥阳老公 问百年夏土字明星为百姓月七日遇热板寒门吹灵梅 语之荒斥蛇轻马之意解辩请立消任成风起指呼喊北场 跳乐郎居之秀席盛南静静表不奈之尘故使天福爱道地 宁令宝川月展幽名孝林辖宿游称团高树礼伴景清 批据一千零二十七 赤姿力窥银足足怀人斑斑扰义降幼之来若此生龙之 话如笔儿登丰盛典云亭住百简之一致致成功柴辽弥玄 知告虽奉常定礼武其草文天子义而未行推而不有 允功克让其在似乎七十二君性灭如也故神情显奔玄 应特招白觉主铁制之其赤诀弦弦丹书之贵般故神觉之 宋旅五代文曹直家觉之偏七亭及有位若于非五丈 来贺文宗刷采清蒲江熬赤济玉己朝玉取完宣笋之间 金门淡开尖流晕迪之箭中古旷世卫或前文福照明珍 得知资日遂赐上张绿邪大吕玄宵会节玄英统时至尊 为名求依诚心于韩章之殿远有锐觉翱翔而下载行载制 以名而许前来即来以臣宣持而故不复锐者福也民主 知修真确者觉也圣人之大宝景暗考尤云轩远 有觉赤头利日棒占云土经之应又礼机命争 云祭四合其以则觉及习汉及太之殿位下文昌 之宫一见雍秋之祠三入屏东之府并旁观回主事漏人为 西族称以亦又闻之不哭胎抖卵则奉训名不入境焚园 则吃盘弯士之陛下指杀故非走宅新皇祠好生而扶钱 欲得臣面凤伦扶锤士修祥欲臣家艳不慎早月礼前辟 处西土路积少长东于为臣残于往贤逢时圣呼囊带折结 勇敢送云 太素是赵大德滋生公玄不弃道要无名指纹顶格 言习英臣祥图锐使赫赫明明天宝大定于朔我君无异 乃武文教为文恒塞宇宙旁宁设坟宣物重造摇风载 熏幻发王策昭章帝道遇的七神非天武老山之土秘 和灵运宝黑羽身谈清灵浮灶丹乌流火白至从风七阿 德少明其座龙位如神绝敬赫王公武林何有百福幽同 孔徒赤询文表白结结其英形形锐计划玉府已闲 批剧1028 避己上天之命名神所格随应在瞻一臣御烟永迹为宿 方流管弦宋歌部族导武无宣臣拜击首亿万丝年 宋臣奏之高祖圣月曰我见神却供皇后官之 金旦赵宗公等入世述此事善心于坐始之即能成诵文不佳 笔不停豪长文此言经见其事应刺悟二百段时期 年除秘书成于十秘藏图及上多小乱善心放软笑续七路 更致七零各为总续关于篇首又于步路之下名作者 知义区分其类力烟又奏追李文伯禄从典等学者时许人 镇定经史错谬人寿元年设门侍郎二年加设太长少卿 与牛红等异定李月秘书成门并如故四年留守经师 高祖崩于人寿公阳地秘丧不发先亦留守官人出除严周次 史逢汉王亮反不知官 大业元年转礼部侍郎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 凯禄得民主挥鲁士达之辈并加品质受为学官齐年 赴纳严阳达为纪州道大使以称指四误五百段作为大将军 宇文远远借本部兵述十人以公司一长半日而罢涉玉十大 夫良皮奏何之上方以复兴尾述出复法推迁于人皆称被译 经二十余日法官后四上亦乃言亦不满日其数虽多不合 通计纵令有十亦无罪诸兵士文之更云出不被译上 欲试之父亦须十百辽亦为须善心亦为数于帐位之所抽 宾思亦虽不满日却于素未予长亦所不勤状乃书又兵 多下翻散环本辅分道追至不谋同辞经代一月方十番 复兼状分明辞何可舍苏微阳汪等二十余人同善心之 亦其余皆亦免罪阳帝可免罪之奏后属月数赠善心曰 陈书宝促善心与周罗于世基元冲蔡真等同网送葬 善心为继文位为陛下敢于今日家书宝尊号召问有时 自远古历世的士尔帝圣恶之右太史奏帝即位之年雨摇 批至1029 十佛和善心亦以国哀福而不宜称赫树讽玉使和之佐 迁给侍郎将品二等四年转方物质奏之七年从至 卓骏地方自欲荣以东讨善心上风是五至免观其年赴珍 为首给侍郎九年设左翼未尝使从渡辽寿见结位帝长 言极高祖寿命之福音问鬼神之事赤善心与崔祖训转灵 祭时卷 出善心腹转住良使未救而莫善心术臣妇至修 序家书其序传莫术制作之一曰 谨暗泰肃将蒙洪荒出盼甘一滋使成像所以正时穿 载后生品物于烟波器参三才而遇得萧二统而降临友人 明烟树之君常有贵见以为其宗吉保上天之眷命阴下 土之乐推磨不值大方阵长策赶赵风云驱持英俊干戈 依让曲之也书攻顶欲浮沉之也一致革命创至竹塑 知道烧张纪世纪严比末之关键者严农以往存其名而漏 其继宣以来会其文而显其用灯丘纳路具训告及点魔 灌卯入房传下阵与英四纪辩方阵位论时训攻南北左右 兼四明之别逃悟成车善一家之称国恶虽惠君举毕书 故贼自乱臣天下大巨猿远明静昭然可查及三交地席 武圣相言据称百古之主并以四海自认崇光类得何事无 灾 歹有良之君临天下将左建国莫斯为圣寿命载于义军 继统传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载于坐五十六年五皇帝出自诸 申元申宝利诊百王之必就万幸之为返交继之莫留登 上皇之独到朝多君子也无疑显礼月必被宪章举红 申辞于不杀记大忍于无形荡荡微微可为称手术因融入 隐劫胡青落沸腾沉三纪所谓闻扫地滔天一元之巨 恶狼庙有续剪成糊涂之场伯有一岁夫犬羊之首福 PG一千零三十 善机而身或仁义在而国王起天道与起人事于常别论之 再续论之卷 先君席在前代早槐树作梵传书为五十卷梁 书记传随是乐成 急阙而为旧者目录柱为一百八卷 梁氏交丧坟及消禁种必皆残不准磨所到为囊铜毁成 农河以求情如记坑先望之道将坠汉成图请口寿之文义 绝所传之书一时王散有成初见照为史官补却时宜 新时口寿依旧目录更加修传且成百卷已有六至五十八 卷上密格器 善心早因涂了符合新构太监之末平抗表文至得之 出蒙受使人方愿游素采访门庭记录府力若采养成仙 至而丹宗少强尽须世类原言退平抹所交由七尺不求 尽亦甲班四支书图文其语给王尹之笔未见其人家以 雍良能孤陋墨学舔直郎鼠尖转成史至此书言时 未及陈旭真名二年以台郎入聘职本一轮赴他乡拨迁 行人诗时将命不复望都停而常痛迁别管而玄弧加使旧 书在后坟荡经只有六十八卷在右并缺落诗次自入经矣 来随见补契略成七十卷四地计八卷后非一卷 三太子录一卷为一至十卷宗室王侯列传一至十卷 据陈列传二至二十卷外七传一卷孝德传一卷 陈臣传一卷文怨传二卷如灵传二卷一鸣传 一卷数数传一卷翻成传一卷和一至十卷指足 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全性传一卷劫贼贼传二卷 逆臣传二卷判臣传二卷续传论数一卷和一至 十卷凡称使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称明暗者并善心不阙 别为续论一篇托于续传之末 十年又从至怀远镇加受潮散大夫突厥为燕门涉佐 批据一千零三十一 清卫五奔狼将领江南兵宿卫殿审驾姓江都郡追续前勋 受通义代夫照还本平行给侍郎十四年化及杀逆之日 随观敬一朝唐叶赫善心独部致许红人迟告之约天子矣 丰宇文将军设政和朝文武末不及天道人是自有待中 何欲于书而低怀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随去红人返走上马 弃而言曰将军于书全无恶意呼自求死岂不痛哉害 告唐凤义以壮白话及遣人就宅直至朝唐话及令氏之善 心不无道而出话及目送之约此人大负弃命捉将来 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其折千叶因碎害之 十年六十亿级月望称致赠左光路代夫高阳县公事约文 结 善心母范是梁太子中设人孝才之女少寡养姑博学友 高阶高阶高阶组织之赤上十美十星长遣分次长照犯入内 是皇后蒋独风永乐俊军及善心欲获犯年九十有二灵丧 不辜负旧约能死国难我有而已因卧不食后食于 日益中 李文博 柏林李文博信贞借耿直浩学不眷至于教义明里特 所留心美读书至至乱得失忠成烈士未尝不反复迎完开 皇中为与其卫特为利布侍郎靴道恒所知恒令在听世为中 批简书使并查己形式若欲致正善事及超传记录如选用 书谬即为之赃否道恒美得其语莫不欣然从之后直觅书 内审典孝坟及首道居平燕如也虽衣时罚绝而轻操于 利布望通宾客横以礼法自处柴被莫不尽但焉道恒之奇 平美言于家给以资费闻伯商略古今至正得失如指珠 掌然无力干烧千教书郎后出为现成岁的下考树岁部 调道恒为斯利代福御之于东都上书审慎皆明之岁奏奏为 批据1032 从事因为王司马里刚约今日岁遇闻伯德奏用之 以为欢笑其鉴赏之因如此在落下曾一房玄香送于渠 陆玄未知约公申平至上为在正值经济得为从事 故应有会塑星比来积着阳青所为多少文薄碎分必立身 约夫倾其留者必结其原正其末者须端其本经至原混乱 虽日免时贪俊首亦和所亦其鼓直及恶不知济会皆此 类也于时朝政静坏人多赃会为文薄不改其操论者一词 贵之遭离乱拨千不知所终 出文薄在内教书于世姬子亦在其内盛世荣福而为 有所却文薄因从荣问之年纪达云十八文薄乃未知 约习甲亦此之年议论和世君经图世已荣故何为者 又秦孝王妃申南高祖大喜班次群官各有差文薄家道 屡空人为其月乃云赏罚之社公过所归今王妃申南 于群官何事乃望受赏也其寻名则十路过季功必史赏 法布烂功过无影者皆尔文薄本为经学后读史书于诸子 即论有所该恰性常议论亦善署文者至道及时卷大 行于是 史臣约明克让魏旦等或博学恰文此早善意记称 燕照之郡时约东南之美所在建宝取鹿魏虽无往非命 盖意道有存烟弹之魏书时称简正条立祥秘族传于 后此外诸子各有技术虽到或小大街至在立言美意 批据1033列传第24 扬三子 扬第三南宵皇后申元德太子昭王兰宵平申照王稿 原德太子昭阳帝长子也申而高祖命养公中三岁时 于玄武门弄时 诗子高祖宇文后至其所高祖是患妖痛举 守平后招应必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探约天生长者谁 父教忽由是大齐之高祖常为约维尔取父招应 生儿弃高祖问其故对约翰王为婚时恒在至尊所依 朝取父便则出外拒将为离世以提耳上叹其有致性 特中爱焉 年十二历为河南王仁寿出喜为晋王拜内使令间 左卫大将军后三年转拥周牧阳帝即位便姓洛阳公昭 留守经师大业元年地遣时者立为皇太子招有武力能引 强弩性千充颜色寻寻 为常愤怒有身险可责者 但云大 不是所善不许多品为习 给予减速成立有老父母者必 请问其安否岁时皆有会赐其人爱如此明年朝于洛阳 后蜀月将还经师院的少留地不许拜请无数体肃肥 应治劳及地令乌者士之云房陵王为遂为己而轰 赵内使侍郎于士基为哀策文曰 为大业二年七月鬼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轰于行宫月三 年五月庚陈朔六日将千座于庄陵里也胜浮消载观小 批至一千零三十四 辟宿文物以聚成衍兵从其如席皇帝到离方之云会接阵 公之窥向故守器以偿怀陵灯郡而心想先远借日战某云 从庭一彻祖阻阶所收众抗明经已起路动徐轮于阵容葵 行度明内得张士元兆史册尺尊典至彼俊哲之徽游波 长久呼天地其词曰 陈姬俊及地续会昌体元席圣遗要重光气秀春露 神华少阳居周易宋处汉涛桃装有纵身之但因维瑞信道 昔日几身起岁将继大臣府情多亿数倾建国命义作藩 微蕊仙鹿戏义渠门雍府有祭分契为尊丰高楚殿雅慎 梁元睿后因楚天人邪顺本茂条远姬虫体骏改王参须 眼有唐靖在贵能千居冲一圣风鸡千里昌和九众神 周王化静吕君荣瞻眼眼草高是折充为以亲密亲贤允 蜀范景风兰飞华吃玉辉汉权永敷眼早入世事变凡 思谋起沃红为姬德风眼凡指月自天孙光申元子绿车 歹是翠阴凤四肃穆满荣宜行让礼乐交唱爱尽兼资 悠有养德功己成疑南山聘隐东旭尊师有翠神疑深目 其度显显观德温温省玉窘戒真流连王妇入兼出府 日旧月将冲勤玉玉令问金香以随景福永坐原良神礼 明末天道难究人不必受善或千佑巨山之颓坏乎贵 功之悔构痛结幽冥悲惨宇宙痛黄情之声闽催俱了其如 旧乌乌哭哀哉哉回气朔仁染居珠沾陵露鱼为下身霜 于玉除夜露静西空皆属小月玄熙为殿须乌乌哀哉江宁 辅长为望愿度位似于造舟尊长平之修版望驾而不 追顾楼而日远乌乌哀哉哉哉永隔存梅长分古今去荣华 愚人士及前岁至幽生非细烟而烧起惨落井而将审听 哀晚之七处杂灌木之碑迎分图玉而流媚兮便已沾金 乌哀哉哉久的全千年白日虽今时之能久中天壤忽长 批据一千零三十五 感图方于转速永非生而腾食 帝生追悼 有子三人为非生公皇帝大流良帝 身燕王潭小流良帝 身月望动 燕王潭自仁安敏慧美姿宜阳帝于诸孙中特所中爱常 至左右幸好读书游众如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帝 早中美至继日莫长不留替乌夜帝游士亦以其知语文化 即是逆知记谈绝便欲入奏孔漏其是英语良功效拒签 牛语文小等川芳林门侧水斗而入至玄武门鬼奏曰陈醋 中恶命献而倾倾的面词死魔所恨迹以见地为私工 这所恶竟不得闻而而难作为贼所害十年十六 岳望洞自仁景美姿宜宽后大业二年立为岳望 地美寻信洞常留守东都阳玄感作乱之际与明不尚书凡子 盖剧之级玄感平朝于高阳拜高阳太守而以本官赴留守 东都十三年帝信江都赴令洞与金子光陆大夫断达太府 清元文都赦明不尚书为金幼五位将军皇府无义等总留台式 与文化及知识逆也文都等意以动元德太子之子赎罪为敬 于是乃共尊历大赦改元约皇太是帝约明妙号是祖追 尊元德太子为孝臣皇帝妙号是宗尊其母留良帝为皇太后 以断达为纳言又义为大将军设立部尚书王氏冲义纳言 左义为大将军设立部尚书原文都内使令左萧为大将军 卢楚义内使令皇府无义兵部尚书又五位大将军郭文义内 使侍郎照常文门侍郎尾以积物为金书铁券藏之公耶 于是洛阳称断达等为七贵 为给予文化及立秦王子号为天子来赐彭尘所经诚意 多从逆洞据遣使者盖从马公镇昭怀礼秘密遂遣使情 将军大阅礼其使圣后即败密为太尉上书令为国公 批据1036 令句话及下书曰 我大随之有天下鱼资三十八载高祖文皇帝胜略神功 载造屈下是祖名皇帝则天法的混义华容冬季盘木西通 细柳前于丹角后月幽都日月之所临风与之所致元首 方祖摒弃时貌末步进入提风皆为臣妾加以宝矿集 林瑞贤真作乐至李一风一俗至周环海万物受其次 道祭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网英立世统灵南福自居皇 即顺滋望性所已网遂审方斩李四敬廷拦住弊案驾清 道八屯如席七翠不宜起义性起非常逮于宣必栽生部 一言即免留奉会之日无情崩允潘号屠独不能自胜 且闻之自古代有屯包贼臣逆子无事无知智如语文 话即是传拥品其附数网属时来早瞻后遇赐以昏苟 智之功辅为尊九命路众万中理及人成荣官式表图臣 海月之恩为有捐臣之义化及以此下财宿蒙故判出入外 内奉望皆持席陪帆国统领敬畏及从申皇座陪列九卿 但本性凶狠自其贪惠或交结恶或侵略或财势重行篇 壮淫欲减在上不宜三缕恩家草芥应至死孤美蒙庶免 三经除解寻副本职在喜边艺人及追还生辰之恩浩天 网及讲卓之艺人士喊文化及宵禁为心情不弱纵毒 心或亲父行公诸王兄弟一时残酷痛暴行路是不忍言 有穷之在下时犬容之于周代信辱之极意味是过正所以 刻骨崩兴隐胆肠血沾天是地无处容身 金王公亲是数了百辟以大宝鸿鸣不可颠缠元凶 巨华须早已舔一代正宫四守宝位固为寡宝至不歹词 金者出府以儿仗毛月是摔麻而换甲咒咸渊是众人类至兵 指日传真以平大道且化极伟立秦王之子幽恶比于求居 其身自称霸香专善拟于九五旅见境欲具有功为昂首阳 批剧一千零三十七 霉出无蚕色衣冠朝望外具凶威致是臣臣内皆奋愿 以我一师顺彼天道消以丑族匪夕一朝 太魏尚书令魏公丹臣内发红略外举律秦王之师 讨为天之逆果亦真仙雄皮静竹筋骨镇折若火焚毛锋 任纵横如汤卧学位公志在匡计投媚前驱镇清御六军 心严寂静以此重战以丝顺举破山可以动射时可以入 旷拥此人徒皆有离得京都市卫西义乡家江左纯明南 斯邦义笔来表书若义人性相寻若王师义灵旧章赞赞赌 自应解假导歌兵宵夜散且文化及自自天夺其心杀戮部 孤错辱人世末步道路测木浩天聚的正经复仇学耻消 患者一人整腻就焚所哀者是数为天见孔应又我宗舍 一照敢一句会振兴萧露元凶侧熏影至四海交太称政 一焉兵树军机并受未功节度 密见使者大悦北面拜扶城李圣公密碎东句话集 七贵颇步邪因有相图之际为己原文都如楚郭文 一照常文等为是冲所沙皇府无一顿归长安是冲一动所成 谢此情哀苦动以为至臣命之上殿被发为蒙是无二致 自是动魔所观欲动心不能平碎与济世录世纪谋途是冲事 不果而止即是冲破李密众望一归之岁自为阵亡总百魁 加九西被法务动不能进也断达云定心等十人入见于洞 约天命不偿震王功德圣圣愿陛下依让告禅尊唐于 知即动文之怒约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东都者士祖 知东都若随得未衰此言不可发必天命有改义赫论于禅 让公等或先朝旧陈姬宣上代或秦王历劫申服宣免呼 有思言正负和所望神色凛然是为者莫不留汗继而 退朝对梁帝而气势冲更使人未动约经海内未定须的 长军呆四方亦安抚子民辟弱前蒙亦不为父动部 批至1038 得以讯位于是冲碎被忧于寒良殿是冲建伟号封为路国 公益五千户 岳于宇文如同陪仁姬等谋诸是冲父尊利动是谢 并见害是冲凶是运鹰劝是冲害动以决明望是冲浅其执行 本正义动所曰愿皇帝引此久动之不免请与母相见 不许遂不习焚香礼佛咒约从今已去愿不申帝王尊贵 之家于是养要不能时绝更以博弈之事冲伟是为公皇 帝 王兰自是哭小字阿海美容遗书眉目少为高祖 所爱开皇忠立为豫章王一千户即长颇设金使游宫 其设出为内使令人寿终拜扬州总管延怀以南诸君释阳 帝即位晋风王增议四千户大业二年帝出入东都胜 陈布兰为君导寻转玉周木儿而元德太子轰朝也助望 以兰四帝又赤利布上书牛红妙选官署公亲游是多镜子 帝明年转雍周木寻喜河南引开府以同三思元德太子 左右二万余人犀利于蓝宠玉一龙自乐平公主及诸七属进来 智利百官称叶田燕道路 蓝颇交字逆境小人所行多不法浅桥令则留前安 陪该皇府成库敌众以成智伟等求生色狗马令则等因此 放纵仿人家有女者者脚蓝命呼之在入蓝宅因缘葬影 自行淫秽而后浅之众以智伟二人一龙西窝蜘蛛胡则 其名马德树匹以晋于蓝令海主众以等诈颜王赐江归于 迦兰不知之也又乐平公主常奏地言柳氏女美者地位有 所达九之主妇以柳氏进于蓝蓝席纳之其后地问主柳氏 女所在主约在王所地不越蓝于东都营地大门 无故而崩听是福中者使者以为不祥其后从地信于陵兰 都后君不齐五万痕与地相去数十里而舍惠地于焚羊公大 批至一千零三十九 赵兰已迁其入围蓝大迷路以而地位有得也乃怒从观 皆言围蓝左右所恶不得前帝于是发怒求蓝罪师 实至宪令无故不得出境有依却令皇府许姓于蓝为尽疆 知焚羊公又经赵人达西通有妾王氏善歌贵游艳巨多祸药 至于是斩转意出入王家御史为德御西指荷兰帝令甲是迁 于大索兰帝英雄至其是兰妃为侍者名不上书冲之女也 早促兰岁与非解缘是富通岁亦女外人皆不得知阴影 乔令则于地内憨艳令则称庆托兰茂以为欢乐照相宫令辩 事后亭相公只非解约此子者为皇后王贵不可言 诗国无处妇兰自卫赐北历又以原得太子有三子内长 不安因写左道为艳圣之士至世世皆发帝大怒斩令 则等数人非解刺四兰府辽皆知之边远时照王稿游在海如 地位是陈约正为有兰一子不然者四诸是朝以民国 现野兰自是恩宠日衰虽为经营不复官御时阵地恒令 五奔郎将一人兼其辅士兰有为师五奔折奏之地一长绿兰 身便所给左右皆以老若被援而以兰美怀为巨星不自 安幼帝在江都公园会兰巨法服将朝无故有写从长中而 下右座中建群属数十字前而死世皆无头兰亦胜恶 之鹅儿话及作乱兵将范碧帝文固为萧后约得非阿 还写其剑书记如此话及父令人捕兰兰时尚卧为其贼 既静兰经约是何人莫有报者兰有为地令补之音 约照使且缓而不复国家贼于事业之皆而斩之极其 二子亦遇害兰静不知杀者为谁时年三十四 有一父子正道与萧后同入突厥处罗克韩号为随王中 国人末入北藩者西配之以为部落已定相乘处之 及突绝灭 归于大唐寿园外散其侍郎 赵王搞小字继子年七岁以大业九年封赵王寻寿光 批据一千零四十 陆代腐败河南影从信淮南照行将都太守世搞聪令美 荣一地有所致辞赴稿多能诵之信致孝常见地风动不尽 善稿意终日不时又消后九稿先请示住后不许之稿 契请约后所服要皆蒙常之经九愿听长住悲宴部 以后静为其停九游是游爱之后欲化及返稿在地策号 痛不已赔钱通使贼斩之于帝前写监御服十年十二 使臣约元德太子雅信仅重有军人之量将年不永哀 灾王敏慧可称至不及远破怀交见顾阳帝疏而寄之 心无父子之亲茂斩君臣之境身非击善国有余央致令照 即燕月皆不得其死悲夫 批据一千零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五 崔仲芳 崔仲芳自部柏林安平人也祖孝分为荆州赐史 傅宣游周小司徒仲芳少好读书有文武才干年十五周 太祖建儿之令与朱子痛就学时高祖意在其中游士与高 祖少乡款密后以明经为进宫与文护参军事寻转计事千丝 郁大夫与胡思珍柳明等同修礼律后以军功受屏东将军 迎亲光路大夫四绝时呈现南亿三百户十五帝应有灭之 至仲芳二时策地大齐之后与少内使赵分山定格事寻 从地宫靖州之雅江崔景松请为内应仲芳与段文正等登臣 应接岁夏之寿以同靖绝范阳县侯后以行军长使从谭公王鬼秦城 将吴明彻与吕梁仲芳计策居多宣第四位为少内使奉使 怀南而海 惠帝崩高祖为丞相与众芳相见握手及欢众芳一归 新燕其夜上便宜十八世高祖并加纳之右见众望有归因 劝高祖应天授命高祖从之吉授禅上照众芳与高炯义正硕 福色是众芳约靖为金行后卫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 沉目的天之统又圣公载弹之初有赤光之锐车伏其身 并移用赤幼券上除六官请依汉为之旧上皆从之境 为上开府寻转私农少清静绝安固县公令发丁三万余朔 批至1042 方陵五驻长城东至和西驻随周南至博出领年更期 百里明年上赴令众方发丁十五万余朔方以东元边险要柱 数十臣以恶狐口 丁赴兼去职位其起为国周次史上书论取臣之策约 臣锦案靖太康元年岁在庚子靖五平无至今开黄六年 岁赐丁五和三百七载春秋宝甘图云王者三百年依 捐法今年三百之旗可谓被以臣氏草窃起于丙子制 金丙五又子五为冲阴阳之记习史诏有言约成专须 知足为水顾岁在火一灭又云周五王克商丰湖 宫满于臣至鲁昭宫九年臣灾必造约岁五及火而 后臣王储克之储祝荣之后也为火正故覆灭臣臣 臣顺后顺臣专须虽虽太岁左行岁心又转火之岁臣足 在王务五之年归于运镜与记虽书考试无别皇朝无运 湘臣赶火得而王国浩为随与楚同分处是火正无为 火卫为首身为时省有为大梁济周勤尽兆之 分若此分发兵将的碎之柱已经量古城灭不宜成为 五位身有病是树即盖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何况 主圣陈良兵强国父动直回新人神业气成祭祖昏于上 明督于下险五百二之故众非九国之师下鬼因心上不能 力督此岛一而积天讨福度朝廷自有红魔但除饶所见祭 身赢绝今为虚武昌以下其和除方五海等周更贴 精兵密营度记忆信香金姬影等周塑造周极多 张行是围水战之巨属汉二江市其上流水路冲药壁 真知所贼虽于流头金门沿周公安八陵影机下手 其口盆尘至传然中巨汉口峡口以水战大绝弱贼必以 上流有军令经兵复原者下流诸将即需则变横度如雍众字 为上江水军骨行以前虽是九江五湖之险非得无以为故 批据1043 徒有三五百月之兵无恩不能自立 上览而大跃转机周次使征入朝众方应面成经略上 善之次以御袍库并砸采五百段禁卫开辅而遣之极大举 伐臣以众方为行军总管率兵与秦王会及陈平坐示免 为己众定后属载转会周总管时诸枪由卫兵附赵令众 方级之羽贼三十余战子组四陵望方设提干雕小 铁围山白南王若水等诸布西平赐奴币一百三十口金 三十金杂物称是 仁寿出寿代周总管在植树年被征入朝会上崩旱 王亮于党距旅周不下阳帝令周罗公之中流史醋乃令众 方代总其众月于拔之敬畏大将军拜明部尚书寻转礼部 尚书后三载座事免寻为国子继九转太常清朝廷以其 衰老出败上军太守卫己以母忧去执岁于其为姓兜太 手上表起海骨忧照许之寻足于家十年七十六子民寿 官制定陶岭 于众文兄凯从腹地 于众文字赐武剑平公义之兄子父十周大左府宴 国公众文少聪明条就学丹岳不倦其父之约词 而必兴吾宗已九岁长于云阳公见周太祖太祖问约文 而好读书书有何是众文对约资父是君忠孝而已 太祖圣皆探知其后就博士李祥授周一三里略通 大义及长替躺有大志气调英拔十号为名公子启家 为赵王属寻千安顾太守有任度两家各师牛后的义牛 两家聚任周俊九不能决一周掌时 韩伯俊约于安顾少聪 查可令决之众文对约此一解而于是令二家各区 牛群至乃放所认者遂相认是群中又因使人为伤其牛认 是皆宛度加自若众文于是喝节度是度是服罪而去始周 批至1044 四史区突上于文护之也先作是下欲无感神者众文志 郡穷智遂尽其玉鼠中为之与约明断无双有余功不必 强玉有刺五位己真为玉镇下代福封严寿修郡公义三千 五百户数从真伐类熏寿以同三司宣帝实为东郡太守 高祖为陈相为炯作乱浅将谈让收河南之地赴使人有 至众文众文具之炯怒其不同己前一同宇文威功之众文 迎击大破威众斩首五百余及已功受开辅炯又浅其将与 文咒度实际宇文威邹少自白马二道具竟赴公众文贼 事于圣人情大害郡仁人赫连森家静子哲律众印炯众文字 度不能知气妻子将六时于其开尘西门溃为而顿为贼 所追且战且行所从其战死者十七八众文景而免达于 经师炯于仕途其三子义女高祖剑之引入卧内为之下气 四采五百断金二百两敬畏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 给以鼓吹持传义洛阳发兵以讨坛让时为孝宽聚炯于永桥 众文义孝宽有所记忆时总管语文心颇有自宜之心 因为众文 约公心从经师来官职正义和如也为囧成不足平正孔 适宁之后更有藏公之律众文具心身便应为之约成 相宽人大度明时有于苟能结成必心无二众文在经三日 平见三善以此为官非寻常人也心约三善如何 众文约有成万敌者心从贼中来及令其地难敌赵目相取 从军讨贼此其有大度意也上市送千奉使勾剪千元此别 求他最成相则之约入网者自可推求何须别仿以窥大 体词其不求仁思二也言及众文妻子未尝不删炫此其 有人心三也心自此岁安 众文君志便周知东尼物与炯江流子昂流玉德等相遇 竟疾破之君赐了低去梁郡七里让雍众数万众文以雷失 挑战让西众来据众文伟北让君颇交于是浅精兵左右意 批据1045 吉之大败让军升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进攻梁郡种 守江流子宽气成顿走众文追及请斩数千人子宽景已生免 出众文在了低诸江街约君自远来是马匹必不可决 圣众文令三军去十列镇大战继而破贼诸江街请约 前兵匹不可交战境而克圣其继安在众文校约五 所部将士皆山东人果于肃静不以持久成事即之所以致 圣诸江街以为非所及也静姬曹周炯所属赐使李仲康 吉上宜同房静谈让已于众屯成五别江高市如以万人屯永昌 众文诈宜书周县约大将军至可多激素让为众文未能 促至方垂牛响是众文之其代选经其席之一日便至随 拔城五炯江席皮罗众十万屯于佩县江公徐周其妻子 在京香众文遣人诈为皮罗使者为京香臣主徐善敬约谈 让明日五十道京香将宣署宣令赏赐将士京香人为为姓 然皆喜众文简经兵为剑炯其致辈道而尽善尽望将众 文君且致以为谈让乃出营业众文职之遂取京香诸江 多劝图之众文曰此臣是皮罗起兵之所宽其妻子其 兵可自归如己图之彼望绝以众皆称善于是皮罗是众 来报官君众文被臣结证去军术里设服于马田中两政才 和服兵发巨业柴鼓造成埃张天皮罗君大溃众文臣之 贼皆投诸水而死为之不留谈让剑宋经师河南西平 皮罗逆营阳人家指展之传手却下乐实际公术于寺上 入朝经师高祖引入卧内宴响及欢赐杂采迁于断祭 女诗人拜祝国河南道大型台鼠高祖受禅步行为己 其书父太为一座事下狱众文义为力所部于狱中上书 曰 陈文春生下长天地平分之公子孝成成人伦不易之道 囊者为迥逆乱所在隐从承认处官和的居冲要尝胆 整个事已必死窘时构成为大将军亦万户成不顾妻子 不爱身 批据1046 命貌白任溃重为三男一女相继伦末披露肝胆持妇 却亭蒙陛陛下受臣以高官伟臣以兵隔于十河南凶寇狼骨 痴张臣以雷兵八千扫除分昆摧流宽于梁郡破坛让余了 低平曹州赴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伯周围舔徐州 贼西匹十万之众一战土东河南以拒之徒应时堪定 群兄问鼎之计离原法主之臣臣第二书一先在幽州总预演 照南陵群寇北汉矛头内外安抚的免罪历臣第五书制 见由黑水与王谦为林氏厄满邹正随属到臣兄以坐牧槐 南座至秦敌臣姬绞定传守经师王谦妾巨二将判换三 属臣第三书一寿圣庙庭行天讨自外父书兄弟皆文 武众计或贤命为难之见或侍卫钩成之策和门成款计有 可明福愿下弃孤之恩将云语之师追草妹之始禄涓滴之 公则含辉更然枯骨身肉不胜区区之志谨冒死已文 上揽表并一句是之 为己诏众文帅兵屯白狼赛已被胡明年拜行军元帅 统十二总管以及胡初福远正欲鲁破之斩首千余吉柳 处巨万纪于是从金河出白道遣总管新名警员康赫兰志 旅处断邪等二万人出圣乐道驱纳邪山至护军穿北雨炉 相遇克含见众文均荣素不战而退众文律经其五千余 山追之不及而还上以上书文不凡杂力多监纪令众文刊 陆审中士其所发至圣多上加其名断后加劳赏烟上美忧 转运不给众文请绝位水开草渠尚燃之史众文总其事 即法臣之意拜行军总管以周师自张山出汉口成尹周刺史 寻法上鲁山城主弹法臣邓沙米等请将秦王俊接令众文以 兵纳之高智慧等作乱江南复以行军总管讨之时三军伐石 米肃永贵众文思跳军梁坐除明明年复官绝帅兵屯马 亦以被狐树寻而罢 批至一千零四十七 晋王广义众文有将领之才美常鼠义至世奏之乃令都 晋王军俯世后突厥范塞晋王为元帅以众文将前军打破 贼儿还仍受出败太子又为绿阳帝即位谦又一位大将军 参长文武选室从地讨图玉魂敬魏光露代福圣见清姓辽 东之义众文帅君直乐浪道君赐乌古城众文简雷马驴数千 智于君后继而绿众东过高出兵演习资众众文回击打 破之至压绿水高将以之文德乍降来入其营众文先奉 秘指若欲高原籍文德者必请知智士文德来众文将执 知时尚书又臣留是为为辅使故指之众文遂舍文德询 毁浅人代文德约更有言亦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 既众文选其渡水追之美战破贼文德以众文施约神策 揪天文妙算穷地里战胜功继高之族愿云指众文达书 欲知文德稍诈而顿时语文术以良静欲还众文意以精锐追 文德可以有功数顾指之众文怒约将军杖十万之众 不能破小贼何言以见地且众文此行也顾无功以数英 立身曰何以之无功众文约习周雅夫之为将也见 天子均荣不辩此决在义人所以功成名遂经者仁各其心 何以赴敌出帝以众文有记令诸君资丙捷度故有此 言由世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与文术以兵内 退归失岁败祭地以鼠立诸江皆违罪于众文帝大怒事 诸江读戏众文众文优惠发并困赌方出之足于加十年 六十八传汉书刊凡三十卷掠览三十卷有子九人 清明罪之名 以字远五身长八尺美须梅周大总载宇文护建而弃之 七以继女巡以赴勋赐决心也俊公义三千户受大都督签 车骑大将军以同三司其后类以军功受上开辅力左右 公伯颖周次使大象中以水军总管从为校宽金略怀难以 批之一千零四十八 绿开府袁绍桂上以同毛蒙等以周师自引口入淮城房主攀 生气乍而走进于校宽宫拔寿杨复引师为侠十首江许约句 而将以乃拜东广州刺史 为炯之反野时总管赵文表语以肃部协议将图之音卧 阁内炸的心即位左右约我见两三人至我前者折大惊 即欲浊之不能自治也其有宾客后问者接令去左右以 建称为赌文表往后之令从者至大门而指文表读至以所 以弥然而起抽刀浊杀之音畅言约文表语为囧通谋所 以斩之其挥下无感动者时高祖以为窘位平律以赴身边 幻因而劳勉之即拜吴州总管辰江前茂和绿数千人席江阳 以逆及走之臣父前将臣继周罗燕和尔等席以以聚之 而退次采采数百断高祖受缠闻表弟义却称兄 无罪上令暗其事太妇斗斥 等亦以死上以门者薰姬特元之贬为开府后席决宴国 公益万六千户循以及免开黄七年拜则周四十数年 免职促于家子事前四 自伯伏复义士周围上驻国幽州总管任国公高 祖为丞相为炯作乱遣人又意义所其时 诵之长安高祖 圣月及高祖受禅义入朝上为之将踏握手及欢数日 拜为太位遂于促士约目 少有弃干世周启家又世上世巡受以统领又与灵 千少须复五帝十从王县破施于洛阳以攻赐绝封宁县 紫义五百户循从地平家开府改封离阳县攻一千二 百户受职方钟代府及宣帝四位转右勋曹钟代府寻领又 中义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及受禅禁为大将军拜汴州 赐使圣有能名上文而善之忧照包扬赐伯百匹寻加上 大将军静绝郡公传少周赐使在周数年圣有恩惠后检 批据一千零四十九 孝江陵总管周人张怨等数十人一阙上表请留上加叹 两九令海哨周父老乡贺寻千骆周赐使父为雄周赐使 并有惠镇以及真海经诗人受莫促于加世约尽有子制 本 段文镇 段文镇北海其原人也祖受魏苍周赐使父为周陶 和甘魏四周赐使文镇少有履历胆气过人性刚殖民 达时悟出为宇文护亲信护知其有干用着受中外府兵槽 后五帝公海昌王位相跪于靖州其雅江侯子清崔景松为内 引文镇抗正书与崇仲方等数十人先登文振随景松志向 贵索拔配刀劫之香贵不敢动成岁下地大喜刺物千断 竟拔文侯华谷高壁三城皆有利焉及功并周县东门鹅 入安德王严宗聚而出降陆前后勋将拜高智以禅会 浅因受上以同次绝香国县公益千户敬平叶都有次起 罗两千匹后从藤王游及几湖泊之丽乡周别驾扬州总管 长时入围天官都上市从围校宽津略淮南 而而为窘作乱时文正老母妻子聚在夜城窘前人又知 文正不顾归于高祖高祖尹为丞相院领诉为票其司马骁 南之奔臣也高祖令文正安及淮南还除未未少清间内时事 狼巡以行军长使从达西镇讨判满平之家上开府岁于 千红卢亲卫王爽北珍突厥以文正为常使作勋步不实免官 后为时和二周次使圣有威会千兰州总管改封港县公 突厥范塞以行军总管及破支主北至居严塞尔海九年大 举罚臣以文正为元帅秦王司马别领行军总管及平江南 寿阳州总管司马巡转并州总管司马以母忧去职位几起 令氏事故此不许后属年拜云州总管巡为泰铺青十九 年突厥范塞文正以行军总管巡之欲达头克汗于我野籍 批至一千零五十 破支文正先与王士基有救出文正北珍士基以以陀马 比海士基以罪被朱文正座与交官公遂不露明年律众 出陵州到以备狐无辱而还越习满判文正及平之次奴婢 二百口人寿出家州辽作乱文正以行军总管讨之隐军出 古兼为贼所习前后祖险不得相救军遂大败文正复收 散兵及其不易禁破之文正姓宿刚直摩所降下出军 四亿周夜属王秀帽不恭秀圣贤之吉此奏文正师徒 丧拜佑菩舍苏微宇文正有戏因而赠之座事除名及秀废 处文正上表自申理高祖魏御之寿大将军寻拜灵州总管 阳帝即位真为兵部尚书代玉慎重从征土玉魂文正 都兵屯雪山连营三百余里东接洋溢成西连张寿 何为魂 主于傅元川以恭敬位又光路代府地姓江都以文正行江都 郡是文正建高祖时荣纳突厥起名居于塞内七以公主赏赐 众吉大业出恩泽弥后文正以郎子也心孔为国患乃 上表约成文古者远不渐进一步乱华周宣外壤容敌情 地驻成万里盖远途良算福可望也窃见国家荣受起名资 其兵使甲以帝力如成于妓妾又为安和则以敌之性 无倾而贪弱则归头强则反是盖其本心也成学非博览 不能远见且文静潮流要良代侯景静世之艳众所供之 以成量之必为国患如成之计以时遇潜令出塞外然后 明社丰厚后原边镇防务令严重次乃万岁之长测野石兵 曹郎胡思镇专长兵士文镇之镇显薄不可谓以基要屡言于 弟弟并福那 吉辽东之义受佐后卫大将军出南苏道在道极度上 表约成以雍为信逢盛世烂蒙蒋浊草荣棺材武而智慧 无取刀窃以多颜念国恩用望请时长思笑其名费以报 万分而涉养乖方及换岁赌报此生愧永归全壤不胜于 批据一千零五十一 恨清晨管血窃见辽东小丑未浮衍行远将六师清劳晚 承诞一笛多诈身须防拟口成将款心怀背叛鬼扶多端 雾得便受水疗方将不可淹持为怨言乐诸君心迟速发 水陆距前出其不易则平壤孤成是可拔也若清其本根 于臣自客如不时定托玉丘陵身为尖祖兵梁又劫强敌 在前华科出后迟一步绝飞上侧也后属日足于师 帝审表碑探九之赠光路代福尚书又蒲舍北平侯士曰 香、刺悟一千段、素两千十、威夷鼓吹、宋至目所有子十人 长子全官至五牙狼将刺轮少以侠气文文阵地文操 大业中为五奔狼将信圣刚言帝令都秘书审学士时学士 颇存如雅文操者鞭榻之前后或至千数十亿者比之 使臣约众方兼资文武雅有仇算罚臣之策信为深远 以身机客举夫企图严栽众文博社书记以音略自诩为 囧之乱岁立功名字资绝后屡推古辽东之一时丧失 图斯乃大树将颠盖一非占人之罪也文正少以胆略见重 中怀壮夫之志时尽党言平称量值其取高位后质量有矣 也 批据一千零五十二 列传第二十六 宇文树云定兴 宇文树自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性破野头一数鲜卑 四斗归后从其主为宇文是赴盛周上驻国树少骁瑞辩 宫马年十亿时有乡者为树约公子善自爱后为吉人 陈州五帝时以赴军公起家败开辅述姓公井省密州 大种载于文护圣爱之以本官领护清姓及帝清总万机兆为 左宫薄类千因果中代辅四爵薄陵俊公寻改封蒲扑阳俊公 高祖为陈相为炯作乱香周术以行军总管律不齐三千 从为孝宫秦至军至何阳炯前将李俊公怀周树别及郡军 破之又宇珠将即位敦于永桥树先锋县政府国慎重评委 炯美战有功超败上驻国境绝包国公赐歼三千匹开黄 初败又为大将军平臣之义父以行军总管律众三万自流 何而继时韩秦赫若必两军去丹阳树竞聚石头以为申源 陈主继秦儿萧萧严聚东吴之地雍兵聚首数领行军总 管缘弃契张莫延等讨之水路间静落从宫燕荣以周诗字海志 易寿数捷渡上下赵约公鸿熏大叶明高望重奉国之臣 九所知兮精灵之寇既以清荡而无惠之地东路为遥霄 延霄并在其处宫绿江戎吕府为比方镇阳国威宣 不朝话以功名略成圣儿网峰行殿扫字机服弱实干 歌不用离树安方复正怀公之力也成永兴侯成军反 批据1053 自静灵奔并军和事件树均且致距立诈于静灵城东 幼绝堂道流兵巨树自一心入太湖土掩树后树竟破旗 炸回兵及大败之斩司马曹勒插前军赴吾州 以于重宝包山燕荣及破之树竟致奉公代消炎成军犯等 以会积请将树许之二人面赴陆左吴会西平以公败义子 开辅赐悟三千段拜安州总管 时静王广镇扬州圣善于树玉树竟己应奏为寿州赐使 总管王时应有夺宗之志请济于树树约皇太子师爱义 九令德不闻于天下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树经将领 身有大公主上之于内公所中爱四海之望时归于大王 然费力者国家之大事处仁父子骨肉之间成非一谋也然 能以主上者为阳素尔素之谋者为其帝约树雅之约请 朝经师与约相见共图费力竞王大约多金宝兹树 入关树树请约圣尘气丸与之憨畅音儿共博美阳不慎 所经宝敬书之约所得计多稍一谢树树英约此竞王 知赐令树与公为欢乐而约大金约何为者树英约 王生亦约然其说退言于树树一从之于世树美与树谋事 竞王与树请好意秘命树子是及上南阳公主前后赏赐不可胜 即即竞王为皇太子以树为左卫律就令律官第四品上 以树树贵遂境律品为第三其见重如此 阳帝四位拜左卫大将军改封许国公大业三年加开 辅仪同三司美东镇朝会者给鼓吹一步从信于林时铁勒 弃毕哥伦公拜土玉魂齐步携散岁浅请将求救地令树矣 兵屯西平之灵枪成辅那祥复土玉魂剑树雍强兵巨不敢将 遂西顿树岭羊狼将梁园里张俊崔施等锥之至慢投尘 攻拔之斩三千余及陈胜至赤水尘复拔之其余走屯丘 泥川树禁极大破之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前后 批至一千零五十四 鲁男女四千口儿还混主男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地大月明 年从地西兴巡至金山登燕之树美为赤后十魂贼复寇 张叶静姬走之海至江都攻赤树与苏薇常点选举参与朝 镇树时贵众委任与苏薇等其亲爱则过之地所得远方共 即四十口味则剑般刺终时相望于道树善于供奉抚养 则炫荣纸便辟苏薇者取则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装饰 皆出仁义表述以其服务进宫耶犹是地迷月燕石树柜 信言无不从事清朝廷左卫将军张景与树联官场有评议 偶不重义数张目赤之景黄巨儿走文五百辽莫感为五然 信贪彼之人有真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甲吉隆又诸胡子 帝树皆皆以恩义乎之为尔游士进加溃以金宝累积后 亭叶罗启者数百家同千余人皆控两码被扶金御树之宠 御时莫语为比 吉珍高树为福于道君将临发地位数约里期 使者行义以妇人从公义以家累自随古称妇人步入君卫龄 战时尔至于银垒之间魔所商也向吉于积及其故事 树与九君致压绿水梁静亦预班师珠江多同树又不测 第一会以之文德来一起迎树先语于众文具奉秘指令又直 文德继而缓纵文德桃归雨在众文传树内不自安 遂与珠江渡水追之时文德见树均中多鸡色玉皮树种美豆 遍北树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是昼佑内逼群亦于嗜碎 近冬季萨水去平壤成三十里因杉为银文德副浅时为将 请树约若宣施者凤高原朝行在所树见氏族疲毙 不可负战又平壤显故促难至利岁因其诈而还中半计 贼及后军于世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继一日一夜孩制 压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出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孩制 辽东成为二千七百人地大怒以树等属立至东都除名 批至一千零五十五 唯明明年地有事辽东复述官决呆之如初从至辽东 与将军阳亦臣率兵赴灵压绿水会阳玄感作乱地赵树班师 令持义附和阳发朱俊兵以讨玄感时玄感逼东都闻树军将 智据而西顿江图关中树与刑部上书为选左御卫将军来 护而五卫将军驱突通等涅之至闻襄黄天元与玄感相及 术与来护而列镇其浅浅驱突通以其兵及其后大破之随 展玄感传手行在所赐物数千段赴从东征至怀远而骸 突厥之为燕门帝巨树请溃为而出凡子盖固见不可 帝乃指即为解车架似太原意者多劝帝还经诗帝有南色 树英奏约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变道向洛阳自同官而入渴 也帝从之世岁至东都树又官妄帝一劝信江都帝 大岳树于江都御集中始相妄帝将清陵世之群臣苦见乃 指岁浅司公卫世问树约必有不惠欲何所言树二子 华吉至极时并得罪于家树英奏约华吉臣之长子早 欲翻底愿陛下哀怜之地闻绚然约无不忘也吉 轰帝为之废朝赠司徒上书令石郡太守班见四十人 晕金车前后步鼓吹是约公帝令门侍郎陪举计以太劳 红卢监护桑氏子化级别有传 云定心者父会于述出定心女为皇太子永招训即永 废除名配少辅定心先的招训明珠落障思路于数字世数 共交由定心美食节必有路一并以音乐干束束束好者祈福 炫耀时人定心为至马尖于后脚上缺方三寸以漏白色事 轻薄者真放学之位为许宫缺事又欲天寒定心约入内 宿为碧尔冷树约然乃至夹头金令申帕尔 又学之名为许宫帕氏数大跃约云凶所作必能辨俗 我闻做事可法故不须也后地将是四仪大造兵器数件 之因赤少辅工匠并取其节度数欲为之求官位定心约 批据一千零五十六 凶所致气障并合上心 而不得官者为常宁兄弟犹未死尔 定心约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术 应奏约防灵珠 子年并成立经御动兵征讨若将从架则手掌为难若留 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帝从之因正纱长 宁幼浅以下七帝分配领表人浅兼使于陆境纱之五年大 岳军十帝称甲仗为加数奏约并云定心之功也着手 少府陈征循带何仇为少监转位为少青千左御为将军人之 少府是十一年寿左屯为大将军 凡数所见达皆至大观照行书以太常乐护家才一计 数位为兄多寿其会称其消永起家为辙冲廊江 郭衍 郭衍自艳闻自云太原界修人也赴以设人从未武帝入 观其后观至世中衍少骁武善其设周臣王纯颖为左右 类千大都督时世未平衍奉照于天水墓人以正东境的 乐喜千于家屯于陕城拜使持劫车其大将军一同三思 美有寇至哲律所领域之一岁数告解颇为人所诞亡义 亲任之见得中州武帝出信云阳眼朝于行所时亦欲罚 眼请为前锋公和英臣受以同大将军武帝为靖州律兵 来源令眼从城王守千里靖又从武帝与主大战于靖州追 师至高必败之人从平并州以攻加授开府封武强献功 一一千二百户赐姓赤罗氏宣正元年为右中军雄渠中大夫 为炯之其逆从为孝宽战于武至近战于湘州仙世炯 浅弟子秦为青州总管律青之众来驻炯炯败秦与炯子 敦又等于东奔青州眼将经其一千追破之之又于正秦碎 顿走而敦一桃一眼至季州入聚其成又及其余党于季辈 类战破之直送经师超寿上驻国风武山郡工赏雾七千段 密劝高祖沙周氏诸王早行禅代游世代被轻易开黄元年 批至一千零五十七 赤腹旧姓为郭氏突厥范赛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 数岁鲁不入征为开曹渠大肩不律水攻凿渠影为水晶 大新城北东至于铜关曹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约赴 明渠五年寿迎周四十玉丘陵大水旗属现多飘眉明街 上高数一大家眼清被传罚并两拯救之名多计 眼先开仓阵序后使文奏上大善之选寿朔州总管所不有 横安镇北街翻进长老转运演乃选沃饶的志屯田岁盛 宿万余十名免转书之劳幼住桑甘镇街称指十年从境 王广出镇扬州玉江表购逆命演为总管领精锐万人仙屯金 口于贵州南与贼战败之声秦魁帅大州及两处已冲 军使乃讨东阳勇家宣承依涉识诸栋敬平之寿蒋州 四十 眼灵下盛巨市上奸产敬王爱逆之燕赐龙后千鸿州 总管王有夺宗之谋托眼心腹浅与文术以情告之眼大喜 约若所谋是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邪亦须拒怀海 傅良辰之旧父君九克其如我贺王应照眼应共计议 又恐人以无故来往托以眼妻幻影王妃消逝有数能之矣 壮奏高祖高祖听眼共七象将都往来无度眼又诈称贵州里 反王乃奏眼行冰桃之游士大修甲仗阴阳士族即王入围 太子征寿左肩门律转左宗位律高祖于仁寿宫将大建太 子宇阳宿角兆令眼宇文术领东宫兵铁上台宿为门禁并 游之急上奔汉王其逆而经师空虚使眼持海总兵居首 大业元年拜左五位大将军帝信将都令眼统左军改寿光 陆大夫又从讨土玉魂出金山道纳将二万余护眼能揣上 一阿余顺子帝每位人约为有锅眼心雨震痛又长 劝帝取乐五日一世事无的孝高祖空自取劳帝从之一称 其孝顺出新令行眼封绝从立除六年以恩信封针定侯 批据一千零五十八 七年从网将都促赠左卫大将军奉赐圣后誓约相长 子真五牙郎将赐子四本校昌宪令 使臣约减减匪公为臣之高结合而不同是君之常道 宇文树郭眼以水济水如之如为便辟足公柔眼取悦君 所谓可一约可燕君所谓不一约不燕磨所是非不能轻 众莫莫苟荣偷安高位甘肃餐之则受笔己之姬此故君 自所谓不为一丘明之身池也 批据一千零五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自子向自云太原近阳人也是居金赵祖邪元 周次使父亮早促少幼儿方亚颇好奇结有识者之 在周类以军功官制车其大将军一同三司赴转军政无地计 拔进周一御班师韶剑约师济刚于资磊是天讲王 是一战而二其侯家以主婚于上名聚于下取乱无王阵 在今日方御是之而去已成于故身所谓解怨陛下图之 帝大跃次间一百匹及平氏以公敬畏开辅封禁阳县 公义五百户次口马杂处以万计千内始终代辅宣帝即位 拜封周次使改封昌乐县公高祖寿禅绝向陈俊公义儿 千户转临周次使家卫大将军 静王广之镇并周也除行台幼仆设次采五百匹骚信纲 直望圣诞之美式咨询不致唯于法度骚长凤使简行长城 其后王川持起三山骚记还自所而见王谢儿霸之高祖文 而家探次金白两并后宫四人平成之义以本官为元帅府 司马帅师去和阳宇大军会计致受阳宇高炯之度军机 摩索雍至吉克金陵韶及震燕王广班师留韶于石头房 二伟以后世几岁于真海高祖为公卿约晋王以幼智 初翻岁能克平吴岳随晋江湖子相之力也于世敬畏 诸国赐奴婢三百口年卷五千段 批据一千零六十 开皇十一年上姓并周以其称职特加劳免其后尚 为韶约自证至此功虚并见白无乃忧劳所致住时致望 唯在于公努力免之韶慈谢约臣彼衰目书不解作官 人高祖约是何一也不解则是未用心而韶对约 臣席在婚季有且用心旷逢明胜 敢不庆节但神话经为 非奴俭所歹家已今年六十有六桑于云晚彼于习昏旺 又多其敢自宽以宿生类恐以衰目窥吻朝纲而上劳 而遣之秦王俊为并周总管人为常十岁于迟已入京 劳碧而促时年六十八高祖圣商席之位秦王使者曰语 尔王我前令子乡缓来如何乃浅迟已杀我子乡岂不由辱 邪言圣七创始有思维之力宅曰网者何用宅为旦 亦表我身心而又曰子乡受我违继时有余年终时不 亦宠章未及舍我而死忽发言流涕因令取子乡封世述 十指传世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必亦甚多五美批循 魏常世守阳帝即位追赠司徒尚书令令兵等十周刺史 魏国公子世龙四 世龙略之书记游辩公马慷慨有赋封大业之士颇见 轻重官至辈申将军改封耿宫树令讨吉山贼往往有劫 月望动称帝是龙绿树千兵自江淮而至慧王室冲建好胜 李仲之属尚书又蒲舍是龙幽愤居发辈簇 原言 原言自军山河南洛阳人也赴珍魏夫周刺史言好 读书不至张巨刚耿有气局已明洁自许少于渤海高窘 太原王韶同志友善是周氏贺宣威将军武奔给世大总载 宇文护建而弃之以为中外济世类千内始终代辅昌国献博 宣帝四位为政婚报经兆郡臣乐运乃于称义朝堂臣帝八师 严慎切至帝大怒江陆之朝臣皆恐惧莫有救者言为人 批至一千零六十一 约赃宏同日尚可惧死其旷彼干忽若乐运不免无将 与之巨必一格请建言于帝约乐运之书奏必死所以 不顾生命者欲取后世之名 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落其数 内尔不如劳尔浅之以广盛度运免后帝将诸乌丸 鬼言不肯属兆欲正言之一切剑不入言禁忌之脱金顿嗓 三败三禁帝约乳欲党乌丸鬼邪言约成非鬼 正恐烂诸师天下之望帝怒使烟树薄其面碎废于家 高祖为陈相家为开辅明布中代辅及受禅败兵布上 书竟绝平昌郡公益两千户言信严重明达事物美有奏 一坎然阵色亭正面折磨所回避上及公卿接近淡之 十高祖出即为美臣周代诸侯为弱以致灭亡游是分王诸子 全谋王氏以为磐石之故遣进王广正并周属王秀正一周 二王年并幼幼至于是圣选真良有众望者为之了 左于十言与王 韶具以古耿之名物一称二人才具谋于高炯游是败言为一周 总管常使稍微河北到横台又仆设高祖为之约公宰相大 弃经屈服我而如曹参相之意也即言到官法令民宿 立名称燕属王姓好奢侈长欲取了口以为燕人又欲生否死 求取胆为要言皆不奉教排阁切剑王者谢而止但言为 仁美寻法度属终欲送言所才断莫不悦服其有得罪者 相为约平昌公语无罪无贺愿焉上圣家之赏赐优恰 十三年促官上道喜九之一周父老莫不允替于金丝之 言促之后属王进行其至剑至非法造魂天一丝难车记 礼古凡所被俘拟于天子又共飞出以谈但人多不删 辽以冲患者辽左无能见止急秀得罪上约缘言若在 无而其有事忽子红似势力给侍郎司朝业者北平通手 流行本 流行本配人也复归是良力直清显行本起家武林 批据1062 国常事欲萧修以良州北赴岁与叔父同归于州欲居经兆 知心丰美以讽读为世经历望皮虽衣时罚绝艳如也信 刚列有不可夺之至周大总载宇文护影为中外府济世无敌 清总万机转玉镇中世兼领起居住类千长朝夏大夫周代 故时天子林宣长朝点彼宴持智玉作则成玉大夫取以敬 知己行本为掌朝将近彼于帝成玉富玉取知行本抗生畏 成玉约彼不可得帝经事问知行本言于帝约成文 设官分执各有私存成继不得配成玉刀成玉一焉得取成比 帝约然因令二思各行所执及宣帝四位多师德 行本切剑五指出为何内太守 高祖为陈相为炯作乱进攻淮州行本律立明具之败 以同次绝闻安宪子及剑作真败建议大夫简孝至书是玉 使为几千门侍郎上常怒一郎于殿前吃之行本禁约 此人肃清其过幼小院陛下少宽甲之上不顾行本 于是镇上前约陛下不以臣不孝至臣左右臣言若是 陛下安得不听臣言若非致之于礼宜民国法起的清臣 而不顾也臣所言非思应至护于的而退上脸容谢之遂 原所吃者于时天下大同寺一类附行本已向枪密尔风雨 最为后福上表和其使者曰臣闻南蛮尊孝未知统兮玉养 兜户之威彼见西枪属窃狗道不父不子无君无臣类书 方于思为下不物积迷之会拒之涵养之恩郎立为兴毒 乖镇朔使人尽致请妇推科上其旗致燕雍周别嫁元兆 言于上约有一周历受人愧前三百文一律和账亦百然 臣下车之使与其为约此利固为请家徒一年行本驳之 约律令之行并发明照与明约束经照乃敢众其叫命 轻乎献章欲申己言之必行望朝廷之大幸亏法取威非人 臣之礼上家之赐卷百匹 批至1063 在直述年拜太子左述子领志书如故皇太子须经浸淡 十堂令则亦为左述子太子逆侠之美令以贤歌教内人行本 则之约束子匡太子以正道和有必逆房为之间斋令 则圣残而不能改时配国留真平原明刻让魏俊禄爽并以文 学为太子所清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位三人约亲等正解 读书尔时左卫律常使下侯服为太子所逆偿于阁内与太子 系服大校声文于外行本时在阁下文之呆其出行本术 知曰殿下宽容赐乳颜色乳贺物小人敢为谢漫英 复执法者至之数日太子为服至请乃是之太子长的两码 令服成而观之太子圣月应御令行本复承之行本不从正 色而静曰至尊至臣于数子之位者御令服导殿下以正道 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残而指负以本官领大兴令权贵 但其方直无敢至门者犹是请脱路绝法令清简利明怀之 为己促官上圣伤席之及太子费上约皆忽弱始流 行本再永不及于此无子 凉皮凉皮自井河安定乌世人也祖月未经遇落三周 次使河阳县公赴茂舟苍衍二周次使皮信刚简婆友 学舍周五第十举明经类千步县下代辅平之以以皮 为行军总管长史克并有力烟除为别嫁加加一同三司 宣正中丰义阳县紫义四百户千五藏代辅高祖寿禅 绝为侯开皇初至御史官朝廷以皮耿正败至书士御史 名为趁直御转大新令千雍周暂至皮记出现私附点经义 直到而行魔所回避颇失权贵新游释出为西宁周次使改 丰寒丹县侯在周十一年先是满以酋长皆福金冠以经多 这为豪郁郁由此地相邻夺美巡干戈边境略无宁碎皮换之 后因诸酋长相律以经以皮于是至今作策对之痛哭而未之曰 批据一千零六十四 此物积不可食寒不可依如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经 将此来欲杀我协议无所纳稀以孩之于是满以感悟 遂不相攻及高祖文而善之真为散其尝试大理清处法平 允时入称之遂于敬畏上开服 疲见左仆设阳素贵宠善全百辽震慑孔为国幻音上风 是约成文成无有座微福臣之座微福其害忽而家凶忽 而国妾见左仆设阅国公诉信欲越重权是日龙敬深之 图属其是听武艺者言双下灵阿指者高与东树荣枯有其 沉稳费心后其指挥所思皆非中党所敬贤是亲戚子弟部 列间周连线天下无事荣习图四海烧于必为祸时 夫间臣善命有见而来往莽兹之于基年环玄积之于义事 而醋田汉寺中清静坐祭孙专鲁田是窜接载点告非 诚意说陛下若以肃为阿恒成恐其心未必依影也服愿奎见 古今量为外至比鸿鸡永固绿土信盛侵犯天言福听福 经执高祖大怒命有私禁止亲自劫之脾及炎约素 既善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幼太子及属王罪 废之日百疗无不正耸为素羊眉份肘喜剑容色利国家有 试以为生性疲发炎减减有成量之节高祖无以屈也乃 试之素自此恩宠剑衰弹素刃济隆众多所折措时潮事 无不设服莫有感于相是非瓷器不挠者独皮与柳玉及上书 又成礼刚而以后上部副专尾于素盖油茶皮之眼也 阳帝即位千行部上书并设御史大夫是奏合与文述斯 亦不兵帝亦免数罪疲故正因五止碎令张恒代为大夫 疲忧愤数月而促地令利不上书牛红吊之赠间五百匹 子敬真大业之事为大理斯直时地狱成光路代夫于拒 罗之罪令尽直至其欲碎西指献之即行为己敬真有吉 见据罗为之利数日而死 批据1065 六欲 柳玉自幼文和东解人也七世祖酌随进南迁玉居 襄阳父重礼为梁江败归周父家本土玉少号学婆社 经史周大总载于文护引为中外府济世久而出为宁州总管院 五帝清总万基玉一却求是帝之以为司五中式转正令 平之后地大赏从官流经者不欲遇上表约经太平告 史性赏移民愁勋报劳务先有本土城破一出自圣归 斩江千奇避由神略若父哥换甲真汉取劳至于政府国家 素未为重巨秉承算非专辑能流从事同功劳须等皇太 自以下时有守宗妙之功习销和流守毛土先于平阳目之 居中梅后游蒙幽策不胜管剑凤表以文于是流守并家 泛吉 高祖寿禅类千尚书于布侍郎以母幽去职位己起为 屯田侍郎故让扶许十至三品以上门接列几座菩社高窘 紫洪得封印国公申迭请几欲判约菩社之子更不拘 富之几朔以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必富之礼其容外门 济社内何又施势进步行窘闻而叹服后迁至书士御史 朝政色胜为百辽之所尽但尚加其性职位预约大帐 夫利明于是吴荣荣而以赐钱十万米百石 于十次使多任武将类不称职遇上表约方惊天下态 平四海亲密共治百姓虚任其财席汉光武一代明哲起 自不一被知情委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及定天下及功臣之后 摩索执任福建赵书以上驻国和干子为起周次使其人年锤 八十中明露镜前任赵州案于职务镇由群小会陆公行 百姓欲皆歌摇满道乃云老何不早杀于种会良田 古人有云根问奴之问必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 公马武用士其所长至名利直非其所解至尊私至无望 批据一千零六十六 请兴如为优老上年 自可后赐经薄若令赐举所损书大 承死而后已赶不结成上善之干子敬免有应周次使堂 君明居母丧取雍周掌使库迪士闻之从妇媚玉合之曰 承闻天帝之位即分夫妇之理思者 君卿之意申焉尊悲之教 优舍是以孝为行本礼时生姬自国行家律游司到窃矣 爱尽知情因心至切丧忌之众人伦所先君明钻岁虽改 再闻无便忽取劳之痛尘燕耳之清茂此居虽命彼于敌 不亦不逆春秋载其将亡无礼无遗失人遇其传死事 闻赞悟神周明卫通显整风教四方式则弃二性之重品 为六礼之鬼以请禁故终身以成风俗二人静坐得罪随 成桑乱之后风俗颓坏欲多所矫正上圣家之幼见上情愚 听受百聊奏请多有凡岁音上书见约成文自古圣地 莫过唐鱼相的则天不正师化不为从所示为清明语 约天和颜灾四时行焉故之人均出令戒在凡树市 以顺任武尘尔姚资四月设官分之各有私存垂拱无为天 下义至所谓劳于求贤亦于认识又云天子木木诸侯 黄黄此言君臣上下体才有别比见四海一家万机物广 是无大小贤官圣听陛下留心至道无但疲劳意犹群官聚 罪不能自觉取叛天子文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 给轻为之物一日之内愁达百思至乃日干望时夜分为请 动以文不忧劳圣功福愿思成至言少减凡物以以神为义 以养性为怀思武王安乐之意念文王晴忧之礼若其经国大 是非臣下才断者福愿详绝自于系物则成所思则圣体 尽无将之受臣下蒙富玉之次也上懒而加之后以武之勉 为己赴令世事应为玉约无改而心以其家平赤友 思维之住宅因约柳玉正直是国之宝也其见众如此 幼蒲舍阳素图显贵百辽舍但无感无者常亦少钱 PG1067 赤宋南台素是贵座玉床玉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 护枕荣为素约奉赤至公之罪素具下玉具案而作例 素于庭辩解释状素由士贤之欲十方为尚所信任 故素位 有意中之 欲见近代以来都亦百姓美至正月十五日做脚底之戏 地相夸境至于弥废财力上奏请敬觉之 约成文习者名 王迅明治国律旅法度动有理点非法不服飞道不行道 路不同男女有别方骑邪屁纳诸鬼度窃见经一元即外 周美以正月望夜冲街赛莫巨系朋友名古锅天聊巨照 得人待面男为女服唱忧杂技鬼状行以慧慢为欢 鱼用笔屑为孝乐内外共官层不相避高棚跨路广木林 云炫浮量装车马田耶姚许四尘私竹繁慧劫之破 尽此衣食尽是病奴无问贵贱男女混杂资素不分会行 因此而生道贼游私而起尽以成俗时有游来英雄必封 曾无先诀非异于化石损于民请搬行天下并极尽断康 灾亚宋祖美圣得知形容古副行歌字表无为之志 乐感有犯者请以故为赤论照可其奏誓岁迟节寻审 河北五十二周奏勉长立赃乌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周献肃然 墨布证据上家之次卷布二百匹沾三十领拜一同三思 遂于家园外散其尝试制书如故人寿出复迟节寻审太原 到十九周级还赐卷百五十品 寓长的柏林李文博所传至道及十卷属王秀遣人求之 寓宋之于秀秀父赐欲奴婢十口即秀得罪阳宿奏欲以内成 交通诸侯除名为名配树怀远阵行达高阳有赵真还志 静阳执汉王量作乱遣史池兆欲将与济世欲为史所逼 初步之量反将入城而量反行遗漏欲度不得免遂诈中恶部 十字称为赌量怒求之极量拜阳宿奏欲心怀两端矣 批至一千零六十八 后世便既虽不反兴时同意作喜敦煌阳宿奏后乃自身 理由赵真还经施促于道友子少为戒修令 赵错 赵错和东人也信志直刚毅在周初为天官府使一功 警克勤着授下官府下是稍以明干剑之类转内始终是父 兼去之哀悔鼓励是称其孝既免丧又为长教中士高祖 为丞相知其清阵营为陆室参军寻千长朝代府从行军总 管事云辉及判满以公拜以同赐物千段高祖寿禅寿大礼 陈处法平允考记连罪转大礼正寻千尚书都官侍郎位 几转刑部侍郎至梁侍燕等于赐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马耳 十匹没有奏验正色侃然上家之剑剑青虫上已到贼部 当众其法错禁建约陛下行遥顺之道多存宽佑 旷律者天下之大幸其可施呼尚欣然那之因为错约 若更有文件 一数臣之也千大礼少清故臣江萧摩赫其 子势略在江南作乱摩赫从座上约势略年未二十亿 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而应赦摩赫错故剑部 可尚不能夺欲错去而赦之故命错退时错约成奏欲 未绝不敢退朝上约大礼其为正特赦摩赫也应命 左右侍之刑部侍郎心诞长依非依君俗云立于官上已为 燕谷将斩之错约据法部死臣不敢奉赵上怒胜 为错约倾袭心诞而不自习也命左仆设高炯将错斩之 绝约陛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心但至朝堂解一斩 上使人为绝约静何如对约执法一心不敢惜死 上服依而入良久乃是知名日谢绝劳免之次悟三百 断时上进行恶前有二人在世以恶前一好者五后之以闻 上令西斩之错禁见约此人作杖杀之非法上约 不关亲事错约陛下不已成于暗志在法司欲望杀 批据1069 人起的不关成事上约和大幕不动者退对约 成望感天心和论动目上赴约错跟者热则致之 天子之威欲相错耶错败而亦前喝之不肯退上岁路 智书是欲使柳欲赴上奏切剑上乃指上已错有成直之心美 引入河中或欲上与皇后同踏及呼错作评论得失前后赏 四万计其后禁为开辅赠其父为蔡周刺史时和东靴咒为大 礼清具名平树然咒断欲以秦而错守法具为称直上美 为错约正于清摩所爱惜但清古香不贵而仍受忠促 官时年六十三上为之流涕中使调记红炉监护桑室友 二子元方元席 裴宿 裴宿自神丰和东文喜人也附辖周明布大夫宿少 刚正有局度少与安定良皮同志友善是周是贺给是中是 内千玉镇下大夫以行军常使从为孝宽 真怀难属高祖为成相 素文而探约五帝以雄才定六合坟土为干而一朝千格 起天道于高祖文之圣不悦由是废于家开皇五年寿 善布侍郎后二岁千朔周总管常使转备周长使具有能名 仁寿忠宿建皇太子永属王秀佐蒲舍高炯俱备处浅时尚 书曰成文士君之道有犯无隐于情所怀感不闻奏切 见高炯以天亭良才元勋佐命陛下光宠亦以幽龙但鬼看 高明氏私君侧目求其长短者其可胜道灾院陛下陆旗 大公望其小过程又闻之古先圣地教而不诸陛下致辞 度月前圣二数人得罪以九宁无格心愿陛下红君父之辞 故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千善见更增益如 或不圈扁消非晚经者自新之路永绝溃毁之心莫见起步 哀哉书奏尚未阳素约陪素忧我家世此意至尘也 于是真宿入朝皇太子文之为左数子张恒约始永自新 批至一千零七十 欲何为也恒约观素之意欲令如吴太伯和东海王尔 皇太子圣不悦请之宿至今师见上于韩章殿上位素约 吴贵为天子父有四海后宠宠信不过数人自永以下 并皆同母妃为增爱亲世费力因言永不可复收之意计 而霸遣之位己上崩扬第四位不得调者九之素一度门 不出后执政者已领表荒辖岁息只受素永平俊成圣的名仪 新岁于促十年六十二以辽思之为立妙于张江之谱 有子尚贤 使臣约蒙之处山林离获为之不采政臣之立朝廷 奸邪为之者谋皆至在北宫一行于色起为钢纪由其龙体 异议设计系已存亡者也尽属二王帝之爱子善已全宠 莫居县令求其公诉不亦难呼原言王韶任笔香柄 见言但莫敢为非减恶之风有足称已行本正色于房陵 凉皮抗言于阳素直辞梗气领烟可想照错之居大理领雨 无冤柳欲之处现台奸邪自肃然不畏强欲良脾其有烟 方之思执行本柳欲净之已裴素朝不作厌不欲中成康 凯范武林顾之离妇宗周之王处女卑太子之少非图 与野方诸前载有言转之风烟 批剧一千零七十一 列传第二十八 樊子盖 樊子盖自华宗庐将人也祖道则梁月周次使妇如 侯景之乱奔于关智仁周次使子盖解贺五星王行参军出 为圣县令东辱北城二郡太守原外散其尝试丰富阳县侯 亦五百户周五帝平寿宜同三司至尹周次使高祖寿禅 以亦同领香兵后除葱阳太守平臣之义以公家上开覆改 封上蔡县博十亿七百户赐物三千段宿九千湖百城周次 使额转松周次使母忧去职位及启寿周次使故让 不许其年转循周总管许以便宜从事十八年入朝奏岭 南地图赐以两码杂物加统四周令还任所浅光路少清流 简之鉴于坝上 阳帝即位珍还经师转梁州次使使子盖言于帝约成 义居领表示载于资全马之情不慎恋恋怨怨驱走却停晚 死无恨帝赐物三百段位欲遣之寿迎清光路代夫五威 太守以善政文大业三年入朝地影之内殿特蒙包美乃 下诏约社官之道必在用贤安人之术莫如善政 即正德化于前章度锤清风于后共至天下十资两守子 盖干局通明操履清洁自剖福西服爱慧为先辅道友方 宽猛的所处之高不论其执着贪权起于其性故能至机克章 恪罪之首凡决在位莫匪王承若能人私奉执各斩其笑 批据一千零七十二 正将免留垂拱和幽不治灾于是敬畏金子光路代夫赐物 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车架西巡将入土玉魂子盖以比多 张气清木香以玉物漏极地还未知约人道宫清顶 如此不子盖谢约成安敢言清指示小心不敢纳惠儿 由此次之口味摆于狐右下赵约导得理时为共致 陈恶劝善用明处致正清巡和幼官省人封锁力郡献坊 采至姬汉遵法度多岛形网而金子光路代夫武威太守凡 子盖直操清洁处念不于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会兼举 宽猛相资故能为而爱之不言私至十字人之圣鸡有国之 良辰宜家包险以红奖励可又光路代夫太守如故刺 兼千匹素两千胡子盖又自成约成自南一级是西锤 常为外臣位居内职不得陪属车奉丹必客死边臣没有 以恨为陛下查之地约公事正则一人而以为以西方 则万人之敌仪时此心六年地必属隆川公又云玉姓和 西子盖清旺鸾于愿寻郡靖地之之下赵约倾诉怀宫 顺身直臣新闻正西寻欣然旺姓丹款之至甚有可嘉 以保此存城客中其美是岁潮于江都公地位之约 富贵不还故乡 真衣秀夜行尔赤卢将郡设三千人会赐米 六千十十夜坟墓宴故老时荣之海除名不上书时 处罗克汗及高昌王款赛傅以紫盖减孝武威太守应接二番 辽东之义真设左武威将军出长层道后以宿位步行 尽售左光路代辅上书如故其年地海东都以紫盖为卓俊留 首九年车架附姓辽东令紫盖为东都留守属阳玄敢作逆 来逼王臣紫盖浅河南赞至培红策逆及之反为所败碎斩红 策以训国子继九阳汪小游不攻紫盖又将斩之汪败谢盾 首流血九乃是免于是三军末不战力将力武感仰式悬赶 美敬锐功臣紫盖徐社被遇至折摧破故九不能克会来户 批至一千零七十三而等旧致玄敢解去紫盖反所诛杀者数万人 又简效河南内使车架至高阳追一行在所寄而引荐 地逆劳之约习高祖刘萧何于关西光武伟寇寇寻以何内功 其人也紫盖谢约承认重器小宁可窃辟两贤但已毕 夏威灵小道不足处尔敬为光露大夫封建安侯尚书如 故赐尖三千匹女乐五十人紫盖故让幽赵不许帝故为 紫盖约正浅阅望流首东都是以黄之磐石设计大势中 以为功特以持重割甲五百人而后出此意勇夫重必之意也 无赖不轨者便诸除之凡可施行无劳行计经为功别遭遇 灵符以戴童幼子月戴二王约经以二孙为功与为 闻生尔以选真良素得有方福者教习之动静之节一丝岂可 于是赐以良田甲第十年东车架还东兜地位子盖曰 玄感知反神明故以张公赤心而惜静觉已有令魔 是日下诏静觉为继功严其功继天下特为利明无此郡国 也赐尖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后与苏微与文术裴燕姬翠婷 帝清以经碑属子盖九约良算加谋四公后动机以此碑 四公用为永年之锐并起罗百匹 十一年从驾焚阳公至于燕门车架为突厥所为平战 不利地狱已经其溃为而出子盖建约陛下万臣之主旗 遗清脱一朝狼狈虽毁不追未若守成以错其锐四面真兵 可立而待陛下意何所虑乃欲身自突为阴锤气怨赞 停辽东之意以为众望圣公轻出魏府后为勋阁人心自奋 不足为幽帝从之其后援兵烧至鲁乃引去那严肃威追 论勋阁太众一再斟酌子盖执奏不宜失信帝约公欲收 悟情邪子盖默然不敢对从驾还东都识将军贼近盘陀 柴宝昌等组兵数万坟净苦之兆令子盖净讨于十人物因 父子盖善恶魔所分别坟水之北村物净坟之百姓大害 批据1074 相律为道其有归守者无少长溪坑之雍数万之重经年部 能破贼有赵真还又将兵及义养贼以及停促于经地时 年期时有二上悲伤者九之故为门侍郎陪举约子盖灵 中有何语举对约子盖并堵深恨燕门之耻地闻儿 叹习令百官就调四间三百匹米五百湖赠开府一同三思 是约警惠葬者万余人五威名利闻其死莫不皆痛立悲诵 得 子盖无他全略在军池众位常腹败林明明察下莫感 欺然严酷少恩果于杀戮林中之日见断头鬼前后重踏为 之力云 史祥 史祥自是修朔方人也赴宁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 才干是周太子车又忠是席爵五岁县功高祖建作拜一同 领交周是敬爵杨陈俊功祥在周婆友会正后蜀年转票期 将军罚臣之意从以阳功王氏基以周施出九江到先锋雨 成仁和战破之境拔江周上文而大跃下赵约阵以臣 书宝是为建议山岳声明顾命诸君就彼图探小寇狼狈 故事江湖之险碎敢犯周及拟抗王氏公清律所不应激奋及 沈逆浮绝公圣茂又文帅吕竟取江周行军总管乡义公 赫若避寄金口新义公韩秦寻克孤首票期继度将暗所在 横行进王兵马集入建业清荡吾越旦夕飞远票期高才 壮志士阵所知善为经略以取大赏使富贵公民永垂竹伯 也敬畏上开府寻拜其周总管卫己争拜左领左右将军 后义行军总管从晋王广及突厥于林武破之谦又为将军 仁寿终帅兵屯洪化已被胡扬帝实在东宫遗祥书约 将军总荣赛表葫鲁清晨莫马修兵游士孝族使礼 广残勇未尚溃能官比二贤独在无子席于滥举推古志 批据1075 兵镇黄陵于塞外驱犬阳忽大漠于石同行军旅气阔容瞻 望尘而冲冠免郎居而发奋将军因徒步式猛气无前弹 物不遂兴免从事每一丝此我劳如何将军速兴速至 早同交期久而尽之方尘与水尽者陪随鸾驾严炫上京 本集述直南翻轩条下国步物黄剑驱发被为少阳战战京 金如灵兵谷至如剑节边境征伐四方千为座目随腐败 信上秉承归下静尘节时所愿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 树的自孝谬其入手神器原良万国身轻负重何以克堪 所望故人匡其不歹比坚国多侠养及贤功宴北革之端居 霸男皮之池射博望之愿祭发明贤非盖之远里乖忠宴 清彭远以情书既然想望无贤枕如棘手 详达书曰 行人力只奉所赐旷恩继筹谋行于文莫不悟非雪增 兵之地忽宰三阳翠目违背之相而文久奏惊骇思悦莫 知其处想少不学军旅常欲生平信以仙人续于背之宿位 巨奴俭无致远致用朽薄非折充之才其欲追踪古人与其忧 列囊者王师薄罚天人寿圣绝莫阳今微震海外此之 使猛将如云谋夫如雨至若想者列于醋五欲闻止踪之 归得免斗六之则寻崖揣分时为信圣元以情欲雷成 世方留格信圣人之躯己非雍人之拟义何则穿则之大 乌辽幽归松波之高鸟罗斯托为新眷眷孟侯所知也意 为体原良之德患众离之灰三善克修万邦以正思故道高 周宋企业商号起在管理所能窥策浮沉坚国多挟养得宜 神举绝六经逍遥百世追西元之爱克眷南皮之出游 习之恩无望造次祥自舔是恶载离寒暑身在边于琴池 为却美至清风系起朗月孤照享名家之起路斯托成于后 车赛表京华山川幽远瞻望福云福增山节 批据一千零七十六 太子圣卿欲知 阳帝即位汉王亮发兵作乱遣其将其梁自辅口训离阳 赛白马金于公里自太行下河内地以祥为行军总管军于河 因久不得祭祥为军立约于公里清而无谋才用素不足 称幼心得志为其众可视视众必交且河北人先不习兵 所谓庸是人而战以无仇之不足土也乃令军中修工具 公里使叠之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已被祥祥于是已传南岸 公里聚甲乙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前度公里律重聚之祥 至虚水两军相对公里为陈列祥纵及大破之东去黎阳 讨其梁等梁列镇已带兵为接梁弃军而走于是其众大溃 祥纵兵臣之沙万余人敬畏上大将军赐奸彩七千断女计 十人两马二十匹转太扑青帝长次祥诗曰博囱朝祭重 夏侯清玉生桂尔为文古建木剧之金枣芽尽荆荆之久有备 怀兴扫逆离山外镇吕何之英公以书王府刘勤太扑真 详上表辞谢帝将首赵曰 习岁劳功问罪和朔贼尔日赛 两官之路据仓组和百姓 邪从仁义众以公结成分永依 举客定师不云呼桑乱 既平既安且宁非应财大略 其熟能语于此邪故聊是所怀意赫谢也 寻千鸿卢青石突厥起鸣客汗请朝地遣祥迎接之从真 土玉魂祥律众出奸道及鲁破之福 男女千鱼口赐奴婢六 十人马三百匹敬畏左光路代腐败 左校尉将军及辽东之 一出踏顿道不利而还由是除名为名 而败燕俊泰守辈 贼高开道所为祥称即不适世即呈现 开道圣礼之会开道 与罗易通和宋祥于桌郡促于徒 有子亦隆永年令祥兄云自是高帝威自是一并 有干局云官至来周四十五平 县公威官至五奔郎将五 县公 批据一千零七十七 袁寿 袁寿自长寿河南洛阳人也祖敦位是中少林王 富宝周梁周次使寿少姑姓人孝九岁丧父哀悔古力 宗族相知世母以孝文及长方直颇射今十周五 陈出风龙陈献侯一千户保定四年改封以龙献侯受疑 同三司开皇初一罚臣已受有司礼奉使于淮浦兼修传建 以强济建称四年参都曹渠之一寿上书主爵侍郎八年 从晋王法城除行台左城兼领元帅府属及平城拜尚书佐 陈高祖常出院官社文武并从燕开府消磨喝七换且死奏 请浅子相将难收其家御使建而不言受奏何之曰 陈文天道不言功臣四续圣皇锤拱刃在百思玉使之 官义存纠察之神莫局限点谁祭今月五日鸾鱼洗壁 清灵社院开府以同三司消磨喝性测潮行玉官圣礼奏称请 浅子事略赞网江南众收加七安玉患迷流有日安若常事 事略不合此行切以仁伦之意抗力为众之爱之道乌鸟浮 窥魔喝远念之才竟妄匹好又命其子舍为错之母为巨脸 知行一言才发明教顿静而兼殿内事欲使成寒为之等轻 所闻见静不但纠若之非不举世舍阿纵如不以为非其 官礼时谨案以同三司太子左术子简孝至书是遇使成流行 本出入宫审被蒙任遇设直线台十月烧九术能整肃英 免臣清风教而在法司窥施县体平庆雷齿和索桃迁 陈谬英朝记舔居左侠无荣秦莫锦以撞文其行本为之 等请赴大礼 上加纳之巡寿太长少清数年拜基周次使在仁有功 连之称入为太府少清敬畏开府阳帝四位汉王亮举兵反 左仆设阳肃为行军元帅寿为常使寿美裕贼为士族先矣 公寿大将军迁太府清四年拜内使令从地西讨土御魂 批据1078 受律众屯金山东西连营三百余礼以为魂主及海拜右光 陆大夫七年间左翼将军从真辽东行至卓郡玉急促 十年六十三帝到席烟窟之圣痛赠上书又蒲舍光陆大夫 誓约锦 子敏婆有才便而清险多诈受醋后地追思之卓敏 为首内使设人而交通博图树漏洩沈宗宇化及知返也命 创其谋尾受内使侍狼为沈光所杀 杨逸臣 杨逸臣代人也本姓玉池是傅崇氏周围怡同大将军 以兵镇恒山时高祖为定州总管崇之高祖相貌非常美字节 纳高祖圣清呆之即为丞相魏炯作乱崇以宗族之故字 求于欲遣使请最高祖下书魏欲之即令迟义入朝恒至左 又开皇出风秦新县宗宇从行君总管达西常如及突厥 于周盘力战而死赠大将军御周刺始以义臣习重关绝 时义臣上又养于宫中年魏若冠奉赵素魏如千牛者数年 赏赐圣后上场从容颜及恩旧故义臣皆叹九之音下赵曰 郑寿命之初群兄未定名时之事有足可怀畏一臣与未 炯本铜骨肉即狂被作乱夜臣其父重拾在长山典司兵甲 与炯灵皆幼是至亲之逆顺之礼时天人之义及承担款 绿染恶徒自知有私请归向府及北宜内清衡割至敌清 申重义马阁严炫操表存王室冠悠险虽高官大赏严吉 于是卫族表松云之至章节义之门义臣可赐信阳氏赐钱 三万冠九三十湖米各百湖边之属即为黄丛孙位 几拜闪周次使义臣信仅后能持设有将领之才游世上 慎重之旗后突厥达头克韩范塞以行军总管律部其三万出白 盗羽贼御战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边燕门马亦多 被其换亦成吉之鲁岁出塞因而追之至大金山与鲁乡 批据一千零七十九 御时太平宫十万岁军亦致亦臣与万岁和军及鲁大破之 万岁为杨素所限而死亦成功进步路人寿出败朔周总管 四以御甲 杨帝四位汉王量作乱并周时代周总管理警为汉王江桥 中奎所为赵亦臣旧之亦臣绿马步二万叶出西行驰民行 数十里中奎参见亦臣兵少西众巨之中奎亚江望拔萧永 善用茅舍之者不能中美以数其献正亦臣唤之木能拔 者车其将军阳思恩寝之亦臣见思恩气貌雄永固之曰 壮世也赐以之九思恩望奖拔萧于正后投伤于的侧 马复之在往不刻一臣复选其是十余人从之思恩碎突击 杀树人直至拔灰下短兵方皆所从其是退思恩为拔所杀 拔碎成之一臣军北者十余里于是购得思恩施一臣哭之甚 痛三军末不下气所从其是皆邀斩亦臣自以兵少西取军 中牛驴得数千头赴令兵数百人人持一股前驱之见骨肩 出其不亦亦臣不后赴予中奎军战兵出和命驱牛驴者极尽 一时鸣鼓尘埃张天中奎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婴儿大溃 纵即破之以恭敬位上大将军赐物两千段杂彩五百段女 继时人两马二十匹寻寿乡周四十后三岁真为宗正卿 为己转太铺青从征土玉魂令一尘屯琵琶瑕霞莲银八十里 南阶元寿北连段文正合为魂主于傅元川齐后傅真辽东 乙君将止速胜道质押绿水与乙之文得赞美为先锋一日 七劫后与诸君拒败尽作免儿而重定明年已为君父 与大将军宇文树去平壤至压绿水会扬选赶作乱班尸检 孝赵俊太守妖贼向海公聚众作乱寇扶封安定监义成凤 赵吉平之巡从帝富珍辽东近卫左光陆代辅实伯海高士达 清和张经称并相聚为道众以数万宫县郡县地遣将军断达 讨之不能克照义成绿辽东海兵数万集之大破士达斩金 批据一千零八十 称又收和将贼入豆子讨阁千秦之乙状文奏第二期 威名俱追入朝贼游士傅盛义成以恭敬魏光陆代辅寻拜 礼部尚书为己促官 魏玄 魏玄自闻生河南洛阳人也祖月魏司农亲父提飘 市中左五魏大将军玄少有气时周五帝在翻影为济世 签给世上市习决心室宫十亿四千户转宣纳下大夫五帝 清总万机拜一周总管长使次以万丁宝代烧签开辅一同三 司太府中大夫至内使世人领经照影称为强继宣帝时 以武至免官高祖座相俭孝雄州市和州满反选以行军总 管吉平之吉高祖寿禅淮州总管靖丰同轨郡工作事免 魏己拜兰州赐使会起长城之意照玄间都之而俭孝硕州 总管事后为魏魏少清人寿出山寮作乱出为赐州四十亿 政府之玄祭道官时寮工为大劳正玄丹其造其营卫群寮 约我是赐使贤天子赵安养如等物经巨野猪贼莫感 动于是说以利害取帅赶月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余万 口高祖大月赐兼两千匹除岁州总管人令建南安抚羊 帝集位赐贼为魏魏卿一辽攀炼数百里不绝玄小之曰 天子赵真不可久住英语之爵一辽各挥涕而去 遂于千公布尚书其后拜魏郡太守尚书如故帝魏玄曰 魏郡明都冲耀之所明多奸鬼是用凡公此郡去兜道 李飞远移树往来寻谋朝政赐物五百段而遣之魏己 拜右后卫大将军简孝左后卫士大业八年转行部尚书辽 东之一简孝右欲卫大将军律师出增地道时诸君多不利 选都权重而还拜金子光路大夫九年车架信辽东史选宇 代王右留守经师拜为经兆内史上书如故许以便宜从事 赤代王呆以师父之礼 批据一千零八十一 慧阳玄感违逼东都旋律步其七万元之至华阴绝阳素 种焚其骸骨以其淫欲士士族已必死寂出同官义者恐 小汉有福兵请于陕县沿流东下直去和阳以攻其背玄 约以无度之此即非数子所及于是谷行而静即度寒 谷促如所量于是浅五奔狼将张俊为宜军于南道悬以大兵 直去陈北悬赶逆拒之且战且行屯军经谷于军中扫地儿 继高祖约行不上书经诏内使臣为文生敢昭告于高祖文 皇帝之灵自皇家启运三十余年武功文得见被海外扬 玄感辜负圣恩公为蛇始风非以聚犯我望略成二世寿恩 一心是主动绿熊皮至肖兄逆弱设计灵长移令丑图冰碎 如获大运去以姓使老陈仙死瓷器一阳三军末不体验 实众寡不敌与贼凭占不利死伤大半玄感敬锐来攻玄苦 战贼稍雀阵囤北盲会宇文树来护尔等援兵制选赶拒 而西顿选潜通义大夫胡思万善尖门直隔欲前锋追之急 于文湘与宇文树等和急迫之车架至高杨真一行在锁地 劳之约社稷之臣也使政无息顾之忧乃下赵约靖 这腰分充斥扰动官和闻生律利益勇印姬享富表礼分 即摧破凶丑一身荣命是红赏点可又光露代夫赐矣 良田甲地资物巨万孩正经师帝位之约官佑之任 义伟于公公安设计乃安公为设计义伟出入须有兵位 坐卧横移自劳永夫重避此奇异也经特给千兵已冲侍从 赐以玉陵府十一年照玄安府关中时到贼封起百姓姬 景玄境不能就绪而官方坏乱或会公行玄自已年老上 表其海谷地史内史舍人封得以持玉之约经师国本王爷 所积宗庙园林所在即攻其旧卧以政之政为国际义无 相许顾遣得以口臣旨意选乃旨意师入官自知不能守 优据称即不知正是陈县归于嘉义宁中促十年七十七 批据一千零八十二 紫孝则官至通事舍人兵部陈雾郎早促 刘全 刘全自势略彭陈丰人也祖鬼罗周次使权少有 侠气众然诺葬王爷死利不敢过门后更折捷好学洞寻 法度初为周主部逝世贺凤朝请行台狼中击灭 周五帝以为贾淮州次使高祖寿禅以车骑将军领香兵后从 晋王广平臣以恭敬受开府以同三司赐物三千段诵国恭贺 若必胜礼之开皇十二年拜苏周次使次绝宗成献宪宪宪宪宫于十 江南出平物情上扰全府以恩信圣的明和阳帝四位拜 魏魏清敬魏迎清光陆大夫大业五年从征土御浑泉律众 初一无道与贼相遇及走之主北至青海鲁迁于口城 圣至福四城地赴令权过漫头赤水至河源郡基石正大 开屯田流正西静在边五载珠枪怀赴共赴岁入土御浑 于静远顿道路无庸争败司农清家为金子光陆大夫寻为 南海太守行至婆阳慧群道岂不得静照令权照目讨之 权帅兵兵与贼相遇不予战先承担葛义贼盈说以利害群贼 赶阅一时降父帝文儿家之际至南海甚有阵数岁 遇到贼群起数来公郡豪帅多愿推权为首权尽尽力固守意 拒之子释彻又密遣人书意权称四方扰乱英雄并起时 不可施逢令举兵权召集左辽队斩其使径无土守之 以死促官十年期时 释彻替躺不羁颇为十人所许大叶末群雄并起释彻 所制之处则为所计多居竟之后竟为衍周贼帅徐元朗所杀 权从复列自子将美容以有弃局官至羊郎将有 子得威之名于世 使臣曰子盖雅有干局直信严敏建议而永灵机能断 保全都亦情亦冒灾阳亮干计使详者独克之校群道侵扰 批据1083 亦臣至三杰之公此皆明众年生流后业者也原受弹奏行 本有一存夫名较然奇迹公称法由居亦臣之后端魁之赠 不以幽忽闻生东都解为颇意宣丽西京居首阵以会成 彼哉彼哉夫和族树流全怀处族族早这雄民属扰攘之臣 居魁陀之地遂能聚子邪寂摩所寂于虽谢秦王之谋族为 首节之事已 批据1084 列传第29 李元通 李元通经召京阳人也父亲以军事立武元皇帝英语 家同黑女私生元通警部之刃由氏孤建给史高祖加吉 为随国公着授参军事出高祖少时美艳宾客横领元通 兼除元通性严整左右必谱所尽但为世子如母是宠亲之 兵客为公美有干请元通不许或者持去元通大怒斥除 人窝之术时教乎之声彻于河内辽力左右带其尸色兵去之 后高祖拒之之赵元通命作次时从此独善之以为堪 大任高祖坐相赐封怀昌南九之寿帅都督尽决心安子 为以心旅元通多力竞节长于武用周氏诸王肃但高祖美 四高祖知系图为不利赖元通保护免者数以高祖深赶 之游是参与正式受向国外兵曹人领佐亲信寻寿上一同 高祖受禅拜内使侍郎领佐未尝使径绝为薄力左右数子 给侍门侍郎上书左臣设行部上书身被任性后以左臣 领佐一位票齐将军罚臣之意元通以行军总管从阳宿出信州 道义公敬魏大将军进封万安县侯拜扬州总管常使循转 并州总管常使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断绝辅中是多绝于元通 入围司农轻至宿内使签行部上书后属岁复为并州长使 孝王以奢侈得罪元通义坐免观巡俏行部上书是仁寿中 以勋就静绝郡公阳第四位拜兵部上书帝信扬州以元通 批据1085 留守经师判于文树田以海明树宿其受陆地怒而征之见 地于洛阳座市免观园通幽巨发及而促赠住国风决西如 顾子孝长大叶末为华英令 陈茂 陈茂和东一世人也家世韩为职职公警为州里所尽 高祖为随国公尹为辽左域呆与元通等美令点家世未尝 不称指高祖善之后从高祖与师战于静州贼圣圣高祖 将挑战茂固止不得因捉马控高祖分之拔刀着其而流 血背面瓷器不挠高祖赶而谢之后家里尽其后官至上市 高祖为丞相伟以心履及受禅败给世门侍郎封位陈县 南美点机密在官十余年转一周总管司马迁太府清静 绝为伯后属载醋官子正四 郑自宏道替躺有文武大略善中绿汴宫马绍养宫中 年十七为太子千牛被申食京师大侠流居士重镇才气述从 之由元通子孝常与郑相善并与居士交结及居士夏玉珠 郑即孝常从座上以功臣子踏之二百而设之游士不得调 阳帝时受邪律狼迁通事业者冰草成雾狼帝美其才胜 众之与文化及之乱也以为太长清后归大唐族于梁州总 管 张定和 张定和自处密经兆万年人也少评见有志杰出为 是官慧平臣之义定和从真无以自己其妻有价实依福 定和将玉之妻禁固不与定和于是遂行以功拜以同自博 千匹岁弃其其妻事后属以军功加上开辅票其将军从上驻 国礼冲及突厥先登县阵鲁赐之中景定和以草赛创而战 神器自若鲁岁败走上文儿状之遣使者要持一定和索 劳问之敬畏驻国锋武安县侯赏雾两千段两马二匹经 批据一千零八十六 白两阳第四位拜以周四时寻转和内太守颇有会震遂 于真拜左屯卫大将军从地真土玉魂至赴元川石土玉魂 主与树其而顿其名王诈为魂主保车我真山地命定和律师 吉之既与贼相遇倾其众少呼之令将贼不肯下定和部 被甲挺身登山贼伏兵于阎谷之下发始终之而避其雅江 柳武剑及贼西斩之地为刘涕赠光禄大夫时旧决立除 于是赴封武安侯氏约状武赠卷千匹米千石子势立四 寻拜为光禄大夫 张云 张云自文艺自云清和人也家于怀因好读兵书游 便刀笋舟是香仁锅子一密尹成寇晕妇双御帅子弟吉之 犹豫未绝云赞成其谋境以破贼游是以永绝之名其加州 主部高祖座相受大都督领香兵赫若碧之镇受春野痕 为间谍平臣之意颇有功焉敬畏开府以同三司封闻安县 子义八百户赐物二千五百断肃二千五百十岁于绿水 君破逆贼则子由于金口靴子建于河州征入朝拜大将军 高祖命申御座而宴之位运约清可为正而正为亲父经 日剧集市无外野其后赐起罗千匹律审甲文剧庄 寻从阳宿真将表别破高智慧于慧姬无视华于领海敬畏上 大将军赐奴婢六十口尖采三百匹立府显三周四十 具有能明开皇十八年为行军总管从汉王亮真辽东诸军 多物故运中毒权高祖善之次物二百五十段人寿中签 谭州总管在职三年促有子孝莲 铁杖 铁杖使新人也骁勇有履历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 信书但使九号交由重信义美以于为是不至夜城 太监中节聚为群道广州赐使欧阳伟扶之以美为官户 批据一千零八十七 佩直御散美霸朝后行百余里夜至南徐州于成而入行 光火节到淡海及时人又止散如此者十余度物主时之 周已壮奏朝事件铁杖美但恒在不知性也后数告辩尚书 蔡真曰此可艳尔于帐下十够以百经求人送赵书语 南徐州赐使铁杖出印木赤而网名弹及奏士帝曰 信然为道明以习其永结界而示之 陈王后喜居清流县域江东返阳宿浅铁杖头戴草树 叶福渡江山贼中消息巨之海报后赴更枉为贼所请义 帅李伦浅兵杖三十人为之父宋高智会行致庆庭为者气时 哀其哪劫手已给其参铁杖取贼刀乱斩为者杀之接近 西哥其比怀之已归宿大齐之后续战勋不及铁杖欲速 迟一归于京师铁杖不追之美业则同宿宿建而勿特奏寿 以同三司以不实书放还乡里成阳公里撤称其销五开黄 十六年征至京师除车其将军人从阳宿北征突厥加上开 辅阳帝即位汉王亮返于并周右从阳宿集之美战先登 竟为驻国寻除来周次使吴志明后转辱南太守烧习法令 群道平纪后英朝及考公郎斗威朝之约是何姓铁 杖印口对约斗布书那忽相怪威难然无以应之 识人以为敏慧寻除又屯为大将军帝呆之余秘 铁杖自以何恩申众美怀洁命之志及辽东之意请为前 封顾为依者无景贤约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其能亦住酒 恶瓜地喷鼻至不差而握死而女手忠呼将度辽味 其三子约阿奴被浅塞山无贺国恩今世死日我计 被沙尔富贵为臣与孝尔其勉之极技巧未臣去 东岸上树杖贼大致铁杖跳上岸与贼战死五奔狼江前 侍雄梦经差一死之左右更无及者地为之流替购得其失 下赵约铁杖志气消果诉者薰庸培辉问罪先登陷阵 批据1088 捷高益烈身允公存心严至尘追怀伤道依赖殊荣用章 适得可赠光禄大夫诉国公事约五列子孟才四寻寿 光禄大夫孟才有二帝仲才继才拒败正义大夫奉赠据 万次晕凉车给前后不与宝骨吹平壤道拜将宇文树等百余 人皆为直伏王公以下宋至郊外侍雄赠左光禄代辅幼屯尾 将军五强侯士约刚子结四金叉赠右光禄大夫子善意 习官 孟才自治冷果裂有妇封帝以孟才死结江子恩赐书后 拜五奔狼将即将都知南凯然有复仇之志与五牙狼前结束 交友二人相为约五等事和国恩门者成杰金贼成事逆 设计轮王五节可计和面目是习世间灾于是流涕二万 遂相宇谋究和恩旧欲于显福宫妖及与文化及世灵发成 藩之子千知其谋而告之与其党沈光具为化及所害忠义之事 哀焉 沈光 沈光自总持无心人也父君道士成立不侍郎成灭 家于长安皇太子永隐属学士后为汉王亮府愿亮拜除名 光少霄杰善系马为天下之最略宗书记为有此早长目 立功名不居小杰家圣平具父兄并以雍书为世光独拓持 焦通清霞为经师二少年之所彭妇人多善仪得以养清美 至甘时美伏未常困溃出见禅定四旗中翻甘高时于仗室 欲神绝非人力所及诸森幻之光剑而为森约可持神来 相为上耳诸森惊喜应取而语之光以口弦所拍甘而 上直至头忌神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聚得到 行术时不关者亥月末不皆十人号为肉飞仙 大叶中阳帝真天下消果之事已伐了左光玉焉同类数 万人皆出其下光将一行在锁宾客送至坝上者摆于其光 批据1089 类久而是约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死于高不负 宇珠君相见以及从地宫辽东以冲梯及城甘长十五丈 光生其端临城与贼战短兵皆杀十数人贼进及之而坠 为急于的是玉甘有垂环光皆而赴上帝望将壮之池 赵宇宇宇大悦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两码痕至左右轻 故贱密魏己以为辙冲廊将赏玉幽众帝美推十解一以赐 知同辈墨与为比 光自以和恩申众司怀结结即将都知南前购义永江 为帝复仇仙士帝宠逆官奴明为给始于文化及以光骁勇 方人之令其总统淫于境内时梦才前结等因图化及因 为光约我等和国后恩不能死难以为社稷司则古人之所 此也今又俯首是仇受其驱律有勋念目何用身为无 必欲杀之死魔所恨公义事也肯从我呼光气下瞻经 约时所望于将军也扑领给始数百人并贺先帝恩御经 在化及内营以此复仇儒之主鸟雀万世之功在此依 举愿将军免之梦才为将军领将怀之众数千人其以营 将发十成其习化及光与谢成千告其事化及大据曰 此铁杖子也及省光者并永绝不可须避其封事也 及与复兴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堪等前领兵马代捕孟才 光红营内宣声之事发布及被甲及习化及银空磨锁 直射人缘敏术而斩之欲得堪兵入四面为何光大呼溃为 给十份斩手术时及贼皆披靡得堪折腹其其持功弩 义而设之光生无戒咒遂为所害挥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依 无将者十年二十八状势闻之末不为之允替 来护儿 来护儿自崇善将兜人也幼而着鬼好力其结出毒 施至极古奇唐踊跃用兵高求暴是恐无有力 批至一千零九十 舍书儿探约大丈夫在世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 安能区区九世隆群被经其炎而壮其致护儿所住白土 村密尔江案于十江南上祖赫若碧之镇受周也常令护儿 为间谍受大都督平臣之意护儿有功焉竟未尚开辅从 阳塑极高智慧于浙江而贼聚案为营州更百余里传见被江 古灶而禁肃令护儿绿树百青蝶竟登江案指掩其迎破之 使贼浅与肃战不胜规模所拒因而溃散智慧将逃于海护 而追至泉州智慧穷促顿走敏月竟未大将军除泉州刺 史时有盛道严雍兵作乱侵扰周近护儿竟急破之又从 蒲山宫里宽破汪文静于伊社静慧驻国仁寿三年除淫州 此时次决县公义三千户巡加上驻国除幼御魏将军 阳帝即位千又萧魏大将军帝盛轻仲之大业六年从驾江 都赐悟千断令上仙人种艳父老周李荣之数岁转幼 亦为大将军辽东之义护儿绿楼船指沧海入自坝水区 平壤六十里与高湘玉禁机大破之城盛直造城下破 其扶国于世纵军大略烧师部五高原地见五目赶死士五百 人邀及之护儿英雀屯银海埔以待其会后之宇文树等败 岁班师明年又出沧海道师次东来会扬选赶作逆离阳 进逼拱落护儿乐兵与宇文树等急破之丰荣国公益两千 护十年又率师渡海至卑奢成高举国来战护儿大破 之斩首千余即将去平壤高原镇具浅使之判成胡思镇 一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地许之浅人持节照护儿炫尸护儿 即中约三度出兵位能凭贼此海也不可中来荆高 困壁也无清草以我重战不日刻之无欲进兵尽为平壤 取其为主节而归打表请行不肯奉照常使催君诉故 真不许护儿约贼是破以专一相认自足扮之无在 捆外是何专爵启荣千里并听成规而请之间动施机会 批据一千零九十一 劳儿无功顾其宜也无宁针的高原孩儿遣舍此成功 所不能以君诉告众约若从元帅为巨赵书彼文走 皆最野诸将具竞劝海方使奉赵十三年转为左翼 卫大将军敬畏开府以同三司认为于密前后赏赐不可胜计 将都知难与文化极济而害之 长子凯以赴军功受散其郎朝散代府凯帝红氏治果 一郎将金子光禄代府红帝诊五奔郎将右光禄代府诊 由肖永善辅仲讨讨及群道所向皆皆诸贼圣诞之为作 歌曰长白山头百战场时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十万众 只为荣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为少子恒祭勉 于聚罗 于聚罗逢一下帮人也身长八尺屡立绝人身气雄壮 严文数百步若冠为亲卫类千大都督从晋王广平成以功 拜开府赐物一千五百段位及审玄位高智慧等作乱江南 杨素以聚罗壮永请与同行美战友功加上开府高堂县功 拜周总管以母忧去植海制服峰会杨素率兵将出临周到 及突厥路逢聚罗大跃岁奏与同行及狱贼聚罗与树旗 奔及田木大虎所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非以恭敬 为驻国拜丰周总管出突厥术入境为寇聚罗者请斩之 自是突厥未聚平纪不敢畜牧于赛上 出阳帝在翻聚罗帝赞以左右从类千大都督及第四 未拜车其将军赞信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至肉欲不忠 亦以千次瞎其眼有温酒不适者立断其舌地以赞翻底之 旧不忍家诸未敬臣约帝既如此凶异可知因赵聚 罗谴则之初赞于御令自为济赞至家隐要而死地恐 据罗不自安律身边患转为安周次十岁于千赵俊太守 后因朝及至东都与将军梁博颖有旧树相往来又从俊多 批据一千零九十二 将杂物以供地部寿因以权贵玉使和聚罗以郡将交通内 陈帝大怒与博颖聚作除名 为几月习飞山蛮作乱侵略郡进赵聚罗白衣领江柄 绿鼠郡都为断中奎讨平之大业九年重征高以聚罗为节 十岛军将及海江南流原境作乱召聚罗将兵向会积诸郡竹 补之于十百姓撕乱从道如是聚罗及贼帅诸谢管虫等 战无不截然贼是尽胜败而复聚罗度贼非岁月可平诸 子并在经落又见天下见乱中恐道路隔绝于时东都激紧 古时永贵聚罗浅家扑将传米至东都跳之一世才获钱迎诸 子朝廷为之之恐其有至发始案厌使者至前后查问 不得其罪地赴令大理斯直良靖珍就所将一东都聚罗向表 人目有众同音为帝之所寂靖珍惜只奏聚罗师徒败女 于是展东都市家口即眉 陈伦 陈伦自长威如江湘安人也祖朔已于吊自己赴献 少骁勇勇士张大宝为帐内部驱告大宝反受乔州刺史沉灭 废瑜加高智慧汪文静等作乱江南卢江豪杰一举兵相应 以献就将共推为主献欲拒之人为献约众乱纪作剧 知或且己己不如伪从别为后继献然之时驻国里撤军 制图献前使人至撤所请为内应撤上其事拜上大将军 宣州刺史丰乔郡公义一千户照撤应接之撤军为致谋 谢为其所杀人仅以免上以其父之故拜开府巡领 湘兵阳帝即位授票其将军大业三年拜五奔狼江后三 遂与朝请大夫张郑州发东洋兵万余人字役安泛海及琉球 国粤于而至琉球人初见船舰已为商旅往往一军中贸易 人律众登岸潜郑州为先锋骑主欢斯可拉兜潜兵巨战郑州 平级破之人静至低梅坛洞其小王欢斯老魔帅兵巨战人籍 批巨一千零九十三 败之战老魔其日物与会名将士皆巨人行白马以继海神 继而开季分为五军去其都亦可拉兜律众数千亿巨人浅 郑州又先锋及走之人承盛主北至其诈可拉兜被诈而诈 人静瑞及之从臣至为苦斗不惜可拉兜自以军脾引入诈 人遂填茜攻破其诈斩可拉兜其子倒垂鲁男女数千亿 归帝大月静人为右光禄大夫五奔如故郑州金子光禄大 夫辽东之意以速为千左光禄大夫明年地赴贞辽东人 为东来留守阳玄感知作乱也能律众万余人及平离阳展玄 赶索数次使原物本人寻奉赵于江南营战建制彭臣贼帅猛 让众将十万巨兜梁公祖怀为故人前于下流而继至江兜 帅兵席让破之以恭敬畏光禄大夫赐决姓安侯后帝姓江 兜公鹅儿李子通俱海陵左财相略怀北渡辅威屯六合众 各数万帝浅人律宿卫兵及之王网克杰超败又欲卫将军 富渡清江及宣臣贼鹅儿帝以士风与文化及隐军北上兆 人守江都能集中稿宿为阳帝发丧被移位改葬于吴公台 下衰账宋桑痛感行陆论者生意之冷后为李子通所献 奔渡福威福威忌之寻而见害 王辩胡思万善 王辩自谨略平易蒲成人也祖训以行商致富威士 出宿助给军粮为贾清和太守便少席兵书游善其设慷慨 有大志在周以军功受帅都督开皇出千大都督人寿中 千车其将军和王亮之作乱也从阳肃讨平之次绝武宁县南 亦三百户后三岁千尚舍奉玉从真土玉魂拜朝请大夫 数年转阳郎将辽东之义以公家通义代附寻千五奔郎 将集山东盗贼起上谷畏刀而字号立山非重十余万劫略 燕照地影变身欲踏问以方略辩论取贼行事地称善 约成如此祭贼和足优也于事发从刑部其三千几百 批至一千零九十四 之次今二百两明年渤海贼帅高士达字号东海公众矣 万数复令辩级之旅措其锐帝在江都公文而持照之急 引荐李次圣后复令网信都经略是达于是负战破之忧 照包险十贼帅好笑得孙宣雅实济康斗剑得卫刀尔等 往往屯具大致十万小致数千扣略和北辩禁兵级之所 往皆皆身为群贼所担及敌让寇徐遍禁凭击走之 让寻与李密屯聚落口仓便与王氏冲讨密组落水相持经年 便绿珠江公拜密英宝其营战破外炸密珠营已有愧者臣 盛将入城市冲不知孔将士劳眷于市民角收兵翻为密图 所成官军大溃不可救止便至落水桥已坏不得肚碎 涉水至中流为逆人所引坠马便时申被重甲败兵前后乡 岛基不能赴上马尽逆死焉十年五十六三军莫不痛惜之 河南胡思万善骁勇果一语便明大业中从未玄讨 杨玄感平占有功及玄感败走万善与树其追击之玄感囧 破自杀游士之明拜五奔狼将突厥使之为燕门也万善 奋及之所向揭破美贼智折出其封祸下马座的影墙 公社贼所中皆意游士突厥莫敢逼成时许日进退万善之 立也其后平讨群道类公至将军时有将军陆院范贵逢 孝辞据为将帅数从征讨并有名于是燕士皆王师故史 官魔所述焉 史臣约楚汉未分将冠所以宣立曹流进竹关 张所以立明然则明立资草未知出立宣后经轮之会潘复林 亦是有之以原通护而之背定和铁杖之轮皆一时之 壮士困于平见其寓意未寓意安之其有红之至灾中 能正拔污泥之中藤月风云之上辅马阁之愿快生平之心 非欲其时焉能置于此也 惧罗玉家之罪非其旧盼王辩允 深情敌制时秦王成冷搞速发丧哀感情路易之所动故 批据一千零九十五 以身乎梦才前节省光等感恩怀旧灵难忘身虽公无 所称其至有可称矣 批据一千零九十六 列传第三十 周罗 周罗自公部九江巡洋人也赴法号是梁冠军将军 使心太守通知散其尝试南康内使灵针县侯罗年十五 散其设好苟刃辖放荡收据王命因袭兵书从祖景宴 戒之曰无事公警辱独放纵难以保家若不丧身必将 灭无足罗中不改成宣帝时以军功受开远将军聚荣 令后从大都督吴明彻与诗战于江阳为流始终其左目 诗为明彻于肃玉也诸君相顾莫有斗星罗月马突进莫 不披靡泰铺倾消磨喝因而复之斩不可胜济尽失徐周 与周江梁氏燕战于彭尘磨喝林阵坠马罗敬就拔磨喝于 重围之内永关三军明彻致败也罗权重而归败光远江 军中离太守十一年寿使持杰都督获州诸君士平山贼 十二栋除右军将军使安县博弈四百户总管简孝阳州内 外诸君士赐金银三千两进三支将士分赏枭雄成轩地生 探美之初为靖林太守靖爵为侯增丰一千户除泰铺倾 增丰并前一千六百户寻除雄姓将军使持杰都督御章时俊 朱君士御章内使御宋庭绝不官吏守明怀其会立悲诵 得烟至得忠除持杰都督南川朱君士江州司马无事兴 密奏罗胜的人心雍众领表意在南侧城主或烟消磨喝 鲁广达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劝其反罗拒绝之君孩 批据一千零九十七 除太子左卫律信任于众时参宴席成主约州左律武将 师美前陈文士和维后也都官上书恐犯对约州罗职 笔致师还如上马入镇不在人后自示意见清理出都乡 周朱君士还拜散其常事 晋王广之伐臣也都督八辖园将朱君士以拒擒王郡君 不得度相持于越狱丹阳县城主被擒上将由不下晋王 广前城主守书命之罗与朱将带领三日放兵事散然后乃 将高祖为玉之许以富贵罗垂弃而对约成何臣事后 玉本朝伦王吴杰可祭陛下所赐权为幸富贵荣禄 非臣所望高祖圣气之贺若必为之约闻攻隐汉捉兵 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达约若得语 宫州玄圣父未可知也齐年秋拜上以同三丝鼓吹语仪 送之于宅仙是臣皮将阳祥归祥于我使为乡岛位至上开 辅班在罗上含情于朝堂戏之约不知机便立在阳祥 之下能无愧呼罗达约袭在江南九城令问卫宫 天下节是今日所言书斐辰辰之论情有愧色其年东 除兵州赐使而转经州赐使母忧去职位其父起寿兵州 赐使并有能明 十八年起辽东之义珍为水军总管自东来泛海去平 壤城遭风船多飘煤无功而海十九年突厥达头克寒犯 赐从阳素及之鲁众圣圣罗白素约贼正未整请及 知宿许烟与清永二时其直冲鲁镇从身至有短兵旅街 大破之敬为大将军仁寿元年为东宫又于后律次决一名 郡宫十亿一千五百户俄转又为律阳帝即位寿又五后大 将军汉王亮反照赴阳素讨平之敬寿上大将军齐年东 帝姓洛阳城主促罗请义林窟帝许之虽迭送至墓所 藏海市府而后入朝地圣加上市论称其有礼时亮余据 批据一千零九十八 靖将等三州为下赵罗行将靖旅三州诸军士靖兵为 之为流史所中足于失时年六十四送旧海经行数礼 无故于马自指侧之不动有飘风玄绕烟将州掌使郭雅基嗓 咒约公恨小寇未平斜寻及除舔无为恋恨于是封境 马行见者莫不悲叹其年秋七月子众影梦见罗约我 明日战其林座所有弓箭刀剑无故自动若人代持之状 将州臣县世其日也赠助国又一位大将军是约状赠物 千段自众安官至上开府 州法上 州法上自得迈入南安城人也祖邻起良职和将军 易阳太守卢贵二州次使父迥定州次使平北将军法上 少过境有封盖好读兵书年十八围城时新王中兵参军巡 加福波将军其父促后坚定州市都赴本兵术有战功迁 使池节争议将军散其长室领昌郡市封山阴县侯义 五千户以其兄武昌县功法森代为定州次使 法上与长沙王书间不相能书间延其将反成宣帝直径法 森发兵玉取法上旗下将力皆劝之归北法上由玉未绝长 使英文则约悦意所以词宴良由不由已是是如此请早 财之法上遂归于周宣帝圣忧宠之败开辅顺周次使 封归一县公益千户赐两马五匹女记五人财物五百段 加以经代臣将反蒙即将讨之法上前部驱都含明诈为贝己 奔于成为告蒙约法上不兵不愿将北人皆窃意尽预判 还若得军来必无斗者自于震倒戈而蒙以为燃影 施及进法上乃阳为位具自保于将驱蒙成兵挑战法上先 扶清葛于浦中又扶精锐于古村之北自张旗志淫流拒之 战术和尾退登案头古村蒙舍周族之法上又及走行术 李宇村北军和赴前吉蒙蒙退走赴传继而浦中服葛取其 批据1099周族见周旗志猛于世大败 仅已申免鲁八千人 高祖为臣相司马骁南作乱因浅上开府断帅兵羊为主 首应欲夺其成法上绝其诈壁门不纳遂为之于石仓 促兵散在外因律力士五百人首居二十日外无救援自渡 力不能之遂把所领弃成盾走萧南鲁齐母帝及加累三百人 归于成高祖寿禅败八周次使破三叛满于铁山赴丛主 国王一级走成寇千恒州总管四周诸军事改封乔郁郡公义二 千户后尚姓洛扬兆之籍引荐赐金殿九中一双彩五百 断两马十五匹奴帝三百口给古吹一步法上 故词上曰 公有大公于国特给古吹者御令公乡人之镇之宠公也 故语之遂于转州总管上将密诏使经略江南伺候 动静及罚臣之意以行军总管立秦孝王律州诗三万出于凡 口臣城州次使雄门超出诗巨战及破之情超于正转二州 次使循迁永州总管安吉岭南次歼五百段两马五匹人 给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成贵州次使前寄清南康内使留 西横州次使邓昊阳山太守毛爽等前后一法上将成定州 次使吕紫阔巨山洞反法上引兵于领子阔兵众日散于千余 人走宝阎显险其左右斩之而将次采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 赢宝带两马十匹十年寻转贵州总管人为领南安辅大 使 后蜀年入朝以本官宿位次采三百段米五百十卷五 百匹为几贵州人李光氏举兵作乱令法上与上驻国王氏姬 讨之法上持往贵州发领南兵氏姬出越州甄领北军居 会与颖州光氏来逆战及走之氏姬所不多欲仗不能进 顿于恒州法上读讨之光氏帅进兵宝白石洞法上补得其底 光略光度大家口其有来将父者以妻子孩之居寻 日将者数千人法上补兵列阵以光氏轻律其兵毕临 批据一千一百 社府两阵使交法上持及其乍乍中人接走散光氏大溃 追战之次奴婢百五十口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惊人寿 中岁周辽叛父以行军总管讨平之习周乌 满判公县周臣 照令法上辩道及之君将至贼弃周臣散走山谷监法上补 不能得于是遣十位欲甲以官号尾班师日行二十里军 在社前遣人掺之之其首领竟规诈具影相合法上选步其 数千人袭及破之其取帅数千人鲁男女万语口刺奴婢 百口物三百段数码二十匹君海俭孝陆周氏 阳帝四位转云周次时后三岁转定湘太守敬畏金子 光禄大夫时帝信于领法上朝于行宫内使令元寿言于帝约 汉武初赛经其千里经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 潜一军发相去三十里其至相望征骨相闻首尾连柱 千里不觉此一出师之圣者也法上约不然兵更千里 洞尖山穿簇有不于四分五裂复兴有是首尾位之道组 且长难以相救虽是故是此乃取败之道也地步一约 轻易以为如何法上约结为方正四面外拒六公吉 百官家口并驻其间若有便起头分抗内引其兵出外奋 集车为壁垒众设勾成此与巨成李毅赫若占而截抽 其追奔或占不利屯营自首尘位牢固万全之策也地约 善应拜左五位将军赐两码一匹卷三百匹 明年前安宜向斯多反杀将军陆愿为太守削造法上 与将军李锦分陆讨之法上级斯多于清江破之斩首三千级 还从讨土玉魂法上别出松州道主补王散至于青海赐 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马七十匹出为敦煌太守巡领惠宁 太守辽东之义以周师指朝险道会扬选赶返于将军语文 述来护而等破之以恭敬又光路代辅次物九百段石友 郡人王宝梦让等举兵为道众十余万宝长白山平赞美 批据一千一百零一 错其瑞赐奴婢百口明年赴林沧海在军及圣位常史崔 君夙约吾在林沧海未能力设时不我与将辞人势力 至不果命也如何言而终十年五十九赠五位大将军 是约西有子六人长子少姬林寿令少子少犯罪之名 李景 李景自到新天水修官人也赴超周应荣二周刺史 景荣茂其伟履历过人美须然消勇善设平之以婆友 立焉寿宜同三司以平位窘敬畏开辅次绝平寇献功以 千五百户开黄九年以行军总管从王室姬伐陈县陈有功 敬畏上开辅次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极高智慧等作乱僵 南赴以行军总管从阳宿姬之别平仓岭还受陆周刺史时 七年辽东之义为马军总管及海培市汉王高祖其其壮 武史坦而官之约倾向表位及仁臣寻从十万岁及 突厥于大金山别路妖贼大破之后与上名公阳记颂议成功 主于突厥至恒安御突厥来寇时代周总管韩红为鲁所败 景律所领数百人员之力战三日杀鲁胜众赐物三千断寿 寒州刺史已是亡顾不知官人寿中简孝代周总管汉王 量作乱并周景发兵具之量浅刘昊喜景战于成东升楼舍 之无不应贤而到选状势及之斩略尽量赴浅兰州刺史 乔中魁律竟勇三万公之井战士不过数千家以臣池不顾为 贼冲及崩毁相继景且战且驻士族皆疏死斗屡错贼风 司马逢孝辞司法参军屡遇并骁永善战以同三司侯莫臣亦多 谋公聚首之术景之将士可用其后推陈于此三人磨锁 关欲为在阁池众时出辅巡而已跃于朔州总管阳亦臣亦 兵来源河及大破之仙是景府内景中上升花如连柄 有剑时变为铁马甲式又有神人长树杖剑于城下其继长 四尺五寸景问巫对曰此事不祥之物来时人写而 批至一千一百零二 景大怒推出之巡日而兵至死者数万烟景巡被征入京 敬畏驻国拜佑五位大将军赐歼九千匹女乐一步加以征 五 景致略非所长而终直为时所许地圣性知及判蛮相思 多破之赐奴婢八十口明年及土玉魂于青海破之境 为光禄代府赐奴婢六十口兼两千匹五年车架西寻至 天水景时余地地约公主人也赐座王篮之上 至隆川公帝将大景与左五位大将军郭眼具有难言为人 所奏地大怒令左右报之境以座免遂于众定与语文 数等参长选与明年功高武力尘破之赐决院邱侯武 一千段八年初魂迷到九年复出辽东及选尸以警为 殿高追兵大致紧急走之赖悟三千段禁决华国公养 选赶之反野朝臣子弟多欲焉而警独无关设地约公臣 直天然我之梁洞也赐以美女帝美乎李大将军而不明 其见重如此十二年帝令锦营辽东占据于北平赐玉马一匹 明师子及惠幽州贼杨仲旭律众万余人来攻北平景都兵集 破之斩仲旭于十道贼封起道路隔绝紧碎兆目已被布 与五奔狼将罗易与警有细碎乌警将返帝遣其子未遇之曰 纵人言功亏天阙据今师无无疑也后为高开道所为 独守孤城外无申缘碎于士族幻角种而死者十将六七警 抚循之亦无离盼辽东军资多在其所述博山姬计逢离乱 警魔所思燕及地崩于江都辽西太守邓号帅兵就知遂归流 陈后江还幽州再盗狱贼见害契丹瓦科宿赶齐恩文 之末不留替幽艳人事于经商席之友子是魔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艳人也赴少宗尚书佐蒲舍东南道大行 台三藏又聪明多武略颇有富丰适适适赫太魏府参军 批据一千一百零三 是寻千辈申都督武平出席绝燕郡公益八百户齐年 拜周师于孝水又破陈师于寿阳转五位将军又拜周师于和 阳寿五位大将军又转又为将军别风范阳县公十一千户 周师入夜野后主师守东顿尾三藏等留守夜公之王公 以下阶将三藏由律徽下抗拒周师及平武帝引荐恩礼 圣后赵约三藏父子臣结着文宜嘉荣至寿开府一同 大将军齐年姬胡叛令三藏讨平之开黄元年寿吾州赐 十九年奉赵池节梁州到处至大使齐年领南酋长王仲轩 返为广州照令驻国襄阳公为晃为行军总管三藏为父 至广州与贼交战晃为流史所中促赵令三藏简效广州道 行军是十年贼众四面公为三藏故守月于城中两少使尽 三藏以为不可持九岁自律肖瑞夜出突围及知贼众拜散 广州全已公寿大将军赐奴婢百口家以金银杂物时尔 年寿阔州赐使州及西界与土御魂灵皆奸鬼犯法者皆迁 佩比州流人多有桃义及三藏至招纳随辅百姓爱乐强 赴日智利明歌颂之高祖闻其能屡有劳问其年周处 凡兹提湖奉赖物百段十三年周界连云山响称 万年者三兆班郡国人遣史教于山所其日景云浮于上至 坚兔训坛策史还具已文上大月十五年寿州总管 向枪时有翻盘三藏随便讨平支部内一下闲的安吉人寿园 年改封河内县南大业元年寿和周四十三年转任淮南 郡太守所在有惠镇齐年改寿金子光路代福大业七年促 三藏从紫霞为产水城汉王反抗杰部从以臣杰文 薛世雄 薛世雄自是英本和东坟英人也齐先欲居关中赴回 自到红世周关至今周四始开皇出封五英俊功领曹渠 兼以年老至是忠于家世雄为儿童时与群备游戏者 批至1104 得为成郭令珠而为宫守之士有不从令者是雄者踏之珠 而为但莫不整其附建而其之位人曰此而心无家 以年十七从周五帝平以功拜帅都督开皇时数有 战宫内迁以同三司又轻位车其将军阳帝四位藩于宜 辽相聚为乱赵世雄讨平之千又尖门郎将从地征土御魂 敬畏通义大夫 世雄信连锦凡所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地由世家之 帝常从荣为群臣约我欲举好人为之诸君实不群臣 约臣等何能策圣心帝约我欲举者薛世雄群臣 皆称善帝父约世雄连正结盖有古人之风于世超败 又义卫将军遂于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起民可 汉联兵及一无师赐玉门起民可汉被曰兵不致世雄孤军 肚气一无初位随军不能致阶不设备及文世雄兵以肚气 大巨请将义军门上扭九世雄岁于汉旧一无成东筑成好 心一无流营青光路代府王威以甲促千余人数之而还天子大 岳敬畏正义代府赐悟两千段辽东之义以世雄为我举道 君将与语文术同拜祭于平壤还赐白石山为贼所为百余众 四面使下如与世雄以雷师为方阵选尽其二百先犯之贼烧 却因而纵及碎破之而还所亡师多尽作免明年帝赴 真辽东拜佑后卫将军兵只踏顿道君至乌古城会扬选感 作乱班师帝至柳城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 正怀远于石突厥颇为寇道远边朱俊多苦之赵氏雄发十二 俊是马循赛而还十年父从地至辽东千左御位大将军 仁领卓俊留守卫及李密逼东都中原骚动赵氏雄律悠 既精兵将及之军赐河兼营于郡城南河兼诸县并及兵衣 士雄大军为营玉陶斗建德建德将加口顿自选精锐数百 夜来习之先犯和兼兵溃分士雄赢食玉分物会明末相辨 批据一千一百零五 时军不得陈列皆藤炸而走于士大败士雄与左右数时期 顿入和兼臣残惠发并归于卓俊未己而促时年六十三 有子万数万书万军万彻并以萧武之名 王仁公 王仁公自圆石天水上归人也祖建周奉周赐使父 猛善周赐使人公少刚义修井公旗设若冠周补竹部 秦孝王颖为继事转长道令千车其将军从阳肃及突厥于林 武以功拜上开辅赐物三千段以票其将军点数王军是三 辽作乱蜀王命人公讨破之次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费 官蜀多离其患上以人公宿制直至而不问阳帝四位汉王 量举兵反从阳肃及平之以公敬畏大将军拜吕周赐使赐 博四千匹女祭时人遂于转位周赐使循改为吉郡太守 有能明征入朝帝呼上殿劳免之次杂彩六百段两码二 匹千姓都太守级俊立民寇马豪哭于道数日不得出近旗 得人情如此辽东之义以人公为君将及地班师人公为殿 欲贼即走之境受左光路大夫赐卷六千段马四十匹名 年父以君将指服于道地位之约网者诸君多不利公读 以义君破贼古人云拜君之将不可以言永诸将其可认乎 经纬公为前君父所望也赐两码十匹金百两人公 遂禁君至新臣贼数万倍成结证人公率近其一千及破之 贼因臣聚守人公四面公为帝文而大悦遣涉人一君劳吻 四以真物尽寿光路大夫赐卷五千匹慧阳玄敢作乱其凶 子武奔狼将仲伯玉燕人公由事作免寻而突厥吕为寇换地 以人公宿将平友战功照赴本官领马亦太守其年史 克韩帅其数万来寇马亦赴令二特勤将兵难过时郡兵不满三 千人公减精锐逆及破之其二特勤众一溃人公纵兵臣之 数千及并斩二特勤帝大悦次歼三千匹其后突厥复入 批至1106 定乡人公率兵四千眼及斩千余及大六处而归于十天 下大乱百姓积累道路隔绝人公婆改就接受那或会有 不敢折开苍岭正序百姓其挥下校尉留五周与人公事必兼通 孔氏谢江为乱美宣严俊中约父老妻子栋哪田为沟合 而王府军必仓不救百姓氏核里也以此激怒众利明颇愿 知其后人公正座事五周律企图数十人大呼而入阴害之 十年六十五周于是开仓正给郡内皆从之自称天子属制 百官转公邦郡 权武 权武自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周赐使父习庆 周开辅从五元皇帝与施战于并周被围百于众习庆栗战 使尽短兵接战杀伤胜众刀矛接折咒直的向贼大骂 约何不来着头也贼碎杀之五以忠臣子起加败开辅 席决郡公一千二百户五少果尽永利决人能中甲上马 长到头于警卫集权赴月而出其权截如此从王谦破辅 等五成增益八百户平之一公献少周别下六成以 公增益三百户宣帝十拜静杰左旅上代辅境卫上开辅高 祖为丞相尹至左右即受禅增益五百户后六岁败西周 赐使罚臣之意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初六和海败玉周赐使 在职数年以创业之旧敬畏大将军简孝谈周总管齐年 贵州人李氏贤作乱五以行军总管于五后大将军于庆则吉平 知庆则以最诸恭敬不陆赴还于周多造经代以领南囚 领其人父达以宝物五接纳之游士致父后五晚生义子 与清客宴及九憨岁善射所部内欲求五常以南越边远至 从其俗物是便宜不依律令而美严经法及官不可为 上令有私按其室皆宴上大怒命斩之五于狱中上书言 其父为五元皇帝战死于马前以此求哀由释除名为名人寿 批至一千一百零七 中父拜大将军封义如旧位己寿太子又为绿阳帝即位 拜佑五位大将军做事免受贵州赐使而转使安太守九之 真拜佑屯为大将军寻坐事除名簇于家有子红 土万序 土万序自长序帝俊先卑人也赴通州引州赐使序 少有五略在州起家辅军将军席绝缘受献功述从征伐 内千大将军少司五高祖受禅拜湘州总管进封古城俊功 一二千五百户寻转清州总管颇有致名遂于突厥寇 扣边 朝廷已续有威略喜为朔州总管胜为北夷所但其后高祖前 有吞臣之至转徐州总管令休战聚集大举计将已续领行 军总管与西河公戈斗林红锦屯兵将北极臣平拜下周总 管进王广之在番也颇见清御即为太子尹为左于后律 扬帝四位汉王亮时正并周帝孔其为变拜续靖将二周次 使持船之官续未出官量以浅兵巨蒲板断和桥续不得 靖赵旭率兵从阳肃急迫之败 左午后将军大业出转光路 清贺若碧之遇禅也引旭为正旭名其无罪游逝免关税 于守东平泰守卫己帝信将都陆经其进营业到傍地 命申周旭应遁守陈谢往事帝大跃拜金子光路代福泰 守如故辽东之意请为先锋帝加之败 左屯卫大将军律 马步数万只盖马道及班师刘正怀远近 为左光路代福时 刘元靖作乱江南以兵公论周帝 甄旭讨之旭律众至阳子经 元靖自毛浦江渡江旭乐兵及走旭 英纪将被水为炸明弹 元靖来公佑大错之贼 结论周围而去旭径屯区阿元靖赴 劫诈继续挑之元靖出战 正未整旭以其突之贼众碎溃 赴江水而死者数万元靖 挺身夜顿归宝齐累为蜀仆射诛蟹 管虫等屯于毗林连营百余里 以续陈氏进击妇破之贼退堡 山旭进军为之贼穷促请将元靖诸 卸井已申免于证 批至1108 战管虫及其将军路易等 五千余人收其子女三万余口诵将兜 恭敬解惠机为原靖赴剧建安地令靖讨之序 以氏族疲蔽 请习甲呆治来春帝不悦密令求婿罪师有私奏婿妾怯为赵 于是除名为名配房建安寻有赵真意行在所续郁郁不得志 还致永家发疾而促 董纯 董纯自得后隆西陈纪人也组合为太子左卫律父 申州驻国纯少有履历变弓马在州市立私域上市典域 夏大夫封故实现南亿二百户从五帝平以公拜以同 靖诀大兴献侯增亦通前八百户高祖寿禅靖汉曲县弓 类千票其将军后以军功进位上开府开黄末以劳旧卓拜左 魏将军寻改封顺阵县弓和王亮作乱并周以纯为行军总管 河北道安府副使从阳肃及平之以公拜祝国进爵为郡公 增议两千户转左背申将军赐女继十人兼采五千匹数年 转左销魏将军蓬城留守王兰之得罪也纯作与交通地 挺遣之约汝皆元素未以至大官和乃富邦无而欲相离 兼也纯约臣本为剑下才过蒙蒋浊先帝查臣小心 宠于衙芬陛下众家收采位至将军欲捷于年报国恩尔 笔数亦王者图已先帝先后往在仁寿公至元德太子及 王于西上位臣约汝好看此二而勿望无言也臣奉照 之后美于修辖出入魏常不亦王所臣臣不敢望先帝之言 于时陛下议是先帝之策帝改荣约臣有私止于事舍 之后数日出为问山太守岁于突厥寇边朝廷以纯宿将 转为于林太守鲁有致敬纯哲及阙之会 彭臣贼帅张大标 宗室摩等众志数万宝玄宣宝山寇略许掩帝令纯讨之纯 出壁营不予战贼旅挑之不出贼以纯为切不设备纵兵大 略纯选精锐及之合战于昌律大破之斩首万余及诸为 批据1109 金官贼为麒麟众万余人聚丹复纯禁机又破之及地众 真辽东赴以纯为彭臣留守东海贼彭孝才众数千略淮仁县 转入以水宝无不及山纯以精兵及之秦孝才于政车列之 于各散时百姓撕乱到贼日益纯虽平战克节所在风起 有人赠纯切诺不能凭贼帝大怒浅时所纯意东都有思见 帝怒甚碎西指至纯死罪尽扶诸 赵财 赵财自孝财张叶九全人也祖魁魏迎清光陆大夫 勒浪太守复寿周顺正太守财少销五遍公马姓粗汉 吴威移周氏维于镇上市高祖寿离以军功迁上移同三 思佩是晋王及王为太子败右于后绿阳帝即位转左辈 申票其后迁右销魏将军帝以财番抵旧成剑剑清呆才矣 克勤匪谢所在有身遂于转右后魏将军从征土域魂矣 违行军总管律魏魏清流权兵部侍郎明雅等出河河道与贼 相遇及破之以恭敬魏金子光陆大夫及辽东之意再出劫 时到还受左后魏将军而迁右后魏大将军实地没有寻衅 才恒为斥后素恶兼非魔所回避在屠宇公亲妻子有违禁者 才者丑言大骂多所缘即时人虽唤其不遜然才守正无儒 之何十年驾信焚羊公已才留守东都十二年帝在洛阳 将信将都才见四海土崩孔为设计之幻自已和恩生众无 荣作看王拜于是入见约经百姓疲劳辅葬空节到贼风 其禁令不行愿陛下海经师安照述臣虽于必敢以死请 帝大怒已才属立寻日帝亦颇解乃令出之地岁信将 都待遇于逆时将都良静将士离心内使侍郎于是机密 书间缘充等多券帝信丹阳帝挺义其是财及陈入经之测试 基盛言渡江之遍地漠然无言才与是迹象愤而出语文化及 事逆之际才实在愿北化及遣销果席德方缴照追之财文照 批据一千一百一十 而出德方命企图执之以义化及化及未才约今日之事 指德如此信物为怀才漠然不对化及愤才无言将杀之 三日乃是以本官从事欲欲不得制才常对化及宴引请劝 其同谋逆者一十八人杨士兰等九化及许之财值被约十 八人只可一度做物负于处更为诸人漠然不对行治疗成 欲及额而化及为斗剑得所破财富见鲁心迷不平数日而 促师年七十三 人寿大业兼有蓝兴玉贺兰藩据为武后将军刚言 正值不必强欲贤以称职之名 使臣约罗法上礼锦士雄慕容三藏并以消五之 自有事之日至资富贵自取之也人公出在极郡以轻 能显达后居玉以贪令拜王先克有忠习以图万序 董存各以利孝年取思高秩序请习兵建则存遭赠毁备诸 大业之际道可敬呼吟行报成能不及焉罩才虽人而无疑 志在强直顾巨士雞之意可谓不苟同以权武肃无形简步 居行献中取处如遗灾 批据一千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三十一 礼恶 礼恶自是徽赵俊人也好学解蜀文士为中书舍 仍有口便美皆对城使周五帝平拜天官都尚是恶简 高祖有其表身自杰纳及高祖为丞相圣建清呆访以得失 于时兵阁旅动国用虚号二上众古论以讽焉高祖申纳 知己受禅力比不考攻二曹侍郎次觉南和博恶性攻方 明达事物为时论所推迁至书是遇史上为群臣约正习 为大司马美求外执礼恶臣十二策苦劝不许正遂决意在 内经此事业恶之力也次悟两千段 恶见礼教凋毙公亲轰王其爱妾是必子孙折驾迈之 遂臣风俗二上书曰臣文追远盛中明德归后三年无改 方称为孝儒文朝城之内有父祖王梅日月为九子孙无赖 便分其妓妾嫁卖卖取才有益于资时损风化妾虽为渐轻 陈一吕辅展三年古今通世起荣巨池虽必强腹千华气 慈灵姬之前宋父他人知事凡在见者游至伤心旷呼人子 能堪私忍父有朝廷众臣未望通贵平身交旧情若弟兄 及其王梅咬同行路朝闻其词细归其妾方便求拼以的 唯献无连耻之心气有朋之意且居家理智可宜于观济 不正思何能赞物上懒而家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教 始于此也 批据一千一百一十二 二又以蜀文之家体上轻薄地相失笑流荡望返于世 上书曰 陈文古仙哲王之化名也必变其是听房其是欲赛其邪 放之心 是以纯河之路五教六行为殉民之本师书里 亦为道义之门故能家父孝辞人之礼让正俗调封墨 大于此其有上书父智累捐明皆以包得续贤明 苟非臣劝亦不突然降级后代封教剑落位之三族更上 文词呼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意下之从上有同影响 尽成文华岁尘风俗江左良其弊弥圣贵见贤余为 乌亦永永远处以礼存寻须须逐运运之其真一字之巧 连篇类读不出月漏之行积暗淫相为是风云之状是俗矣 此乡高朝廷据资着是陆立之路即开爱上之情月赌于是 屡里同昏贵有总矿位亏六甲仙至五言至如希黄顺 语之典依附周孔之说不负关心何常入耳以傲誕 为清虚以原情为熏姬指如素为古捉用词赴为君子顾文 彼日凡其正日乱良游弃大圣之鬼魔构无用以为用也损 本逐末流遍华攘地相失祖九儿月山及大随寿命圣道 欲星平处轻浮恶指华伟自非怀金报纸至道依人不得 隐欲晋深参测应免开黄四年普照天下公司之汉病夷 时录其年九月四周次使司马佑之文表华艳妇所思至罪 自是公卿大臣贤之阵陆末不钻养焚及气绝华起则先旺 之令典型大道于滋事如文外周远县人中必封选利举人 为尊典则至有宗称孝相取归人学必点魔交不苟合 则并洛斯门不加收其学不击谷竹俗随时做轻薄之篇 张杰鹏而求玉则选冲立直举宋天朝盖游宪令刺史 为航风教游邪私情不存功道成绩填献私直纠察若 文风集合孔挂网者多请勒诸斯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句 批句1113 撞颂台 二又以观者好自经伐附上奏曰 陈文顺界与云辱为不经天下末与辱真能辱为不乏 天下末与辱真功延延又云是君术私辱以朋友术 私书以此皆先者之格言后王之鬼者然则仁臣之道成 立即时虽请彼大与公如师忘义不得后自经伐上要君赋 旷赴公无足即情不补过而敢自成熏机轻干听懒世之丧 道极于周代下无连尺上使之然用人为信其口取事部 观其行经夸字大便以干继蒙着千功进退多以田莫建仪 事已通表成成先论己之功状成言夫奏意道成最用心字 炫字眉都无残尺之色强干狠请为以干眉为能自随受命 此封顿改根夫泛妇无不隔心旷乃大成人遵避俗如文 四时入京朝静乃有自成勾简之功宣素皆持之策言辞不逊 高字称欲上免留特为难述凡如此被巨状送台名家 最处已成风归 上以恶前后所奏班是天下四海迷然向风声隔其避恶 在植树年物存大体布上严猛游士无刚俭之欲而前有框 正多以批公苏维以领道殿舍乃求利之徒事业乌杂飞敦 本之一岁奏高祖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所在周县路赴市 即人撤毁旧殿并令远道县以十日正值东寒莫敢陈塑 二应别使见其如此以为四名有业各父所安逆履之与其 亭自古非痛一概及父是及于礼不可且行旅之所托起 荣义招而废图为老扰于是非一岁专绝之病令依旧使 还义确然后奏文高祖善之约体国之臣如此以 以年老初拜通周次使圣友会证明一岳福后三岁促冠 有子四人大体大军并官至尚书郎是自大放习绝罪有 财品大业初畔内使涉人地方遇人之遇促 批据1114 暴虹 暴虹自润深东海潭人也富姬以财学之名是梁 官至至书是玉使洪七岁而孤为胸权之所爱玉年十二能 蜀文长河湘东王一诗一阶赏不以尹为中继是千镇难辅 资亦上书水布郎转通直散其侍郎将灵即平归于周明 帝圣礼之隐为灵指殿学士类千岁博下大夫与杜子辉聘于 陈谋法也陈岁出兵将北以清帝常问聚集取之策聚集 对云我强弱势不相谋主逆境小人阵行日稳志 尊人会词述法令严明氏等建林何忧不克但先皇往日出 师洛阳比有其辈美不克截如成绩者进兵坟禄之眼 静阳出其不予以为上策地从之及定山东处少御镇 四绝平遥县博弈六百户加上以同高祖座相奉使山南 慧王千举兵与蜀陆赐同周围千江达西其所执逼宋成都 静不屈结千拜之后持传入经高祖家之赐以经代棘手 禅家开府除历周次使静觉为公传穷周次使至梦海经 时有为一臣者其父从不从未窘后赴予突厥战死上加之 将次姓为京士访及群下红队曰习相伯不同项与汉高 次姓刘世秦真父能死难为五次姓曹世如臣于剑请赐以 皇族高祖曰善因赐亦臣姓为阳世后受军周次使 以牧及缅族于家时年九十六出周五帝赤红修皇世谱 一部分为帝序书数次姓三篇有及时卷行于 是 裴正 裴正自得表和东文喜人也高祖寿孙从宋五帝喜家 于受阳历前军长使卢江太守祖遂梁氏中左卫将军 欲州大都督父之李廷位清正又明明博文强计达于时 正为时所称年十五辟少林王府法曹参军士转起步狼 批至一千一百一十五 之将令乡东王之林荆州也照为宣慧府寄逝寻除通直散其 侍郎侯仅坐乱家壮武将军帅师随见宁侯王林静讨之情 贼律宋子先于荆州及平侯仅先封入剑业以军功连罪 封仪林侯征寿给士门士郎副帅师傅王林拒销计破之于 辖口家平岳中郎将镇南府长使及周师为荆州林自贵州 来复难赐于长沙镇请从监道先报原地至百里周为周人 所削妾为正约我五皇帝之孙也不可为耳君忽耳义 何凡训生于欺负若从我记责贵及子孙如获不然分邀领 以正轨约为命切所知诵至臣下十位原地约 王森便闻台臣被为以字为帝王林孤若不负能来政 许之继而告臣中约原兵大致各司自免无以兼使贝勤 以遂申报国奸者及其口中不亦辞怯命去行路 蔡大叶建约此名望也若杀之则荆州不可下以应得 世会将临县与城中朝市据送于京师周文帝文其中授援 外散其侍郎隐士向府令与卢变一周里见六亲舍公亲 大夫士并转次朝移车福气用多尊古礼格捍卫之法 士并施行寻寿刑部下大夫转少私县证明席故事又餐顶 周律能饮酒至数斗不乱不按饮己捕绝如流用法 宽平无有冤烂囚图犯即行者乃许其妻子入狱旧之至东 将行绝皆约裴大夫至我于死死魔所恨其处法相平 如此又善中律常与常孙少远论乐语在英律至宣帝 十以五至免值 高祖设证照赴本关开黄元年转律更令家卫上一丝 三丝照与苏微等修订律令正才卫进行典下质量 严格轻重取其辙中同赚注者时有余人凡一致不通皆取 绝于正尽为散其尝试转左术子多锁匡正见称纯雀东 公凡有大事皆已为之右术子流荣性盛专故十五直交番 批至1116 通事社人赵元凯作词见帐位及陈太子有旨在三催促容 与元凯云淡耳口奏不须造帐及奏太子问曰明 障安在元凯曰秉承流荣不听造帐太子及以杰荣 荣便聚会云无此与太子赴正推问位及奏状有赴荣 这先言于太子曰正欲献荣推示不识太子赵则之正 奏曰凡推示有两依查情一句正审其屈指已定是非 陈查留荣为高任重纵令时与元凯盖是欠戒之谦祭礼 而论不须隐慧又查元凯受至于荣其感以无端之言妄乡 类二人之情里正相似元凯隐左卫律催欠等为正欠等款 壮兮与元凯福同查情记迪须以正定成为荣与元凯势必 非须太子亦不罪容而称正平直 正好面哲人短而退无后言时云定心术入世太子为其 福气敬奉后宫又愿女宠来往无节正术切剑太子部 那正因为定心约公所为者不合理度又原非报轰道 陆吉吉此于太子非令明也愿公自隐退不然将即获定 心怒已告太子太子一书正由释出为乡周总管妻子不知 官所受至奉散给辽利明有犯罪者因惜之之或禁遂不 发至在三犯乃因都会使于众中召出轻案其罪无人处 死留习者慎重何禁皇设令行禁止小明苏习称为神明 而后不休灵与代无征送促官年八十九者成慎降路 十卷及太子费高祖追忆之曰向浅培正流行本在共 匡必之由应不令至此自南京士至善不狼 柳庄 柳庄自私敬河东解人也祖祭远良司徒从世中郎 妇辖或周次使庄少有远量博览坟及奸善辞令祭阳采 大宝有崇明于江左时为岳阳王萧窃姿意见庄便探约香 羊水净附在于资以大宝岁以女妻之鹅而妾辟为参军 批据1117 转法曹及妾称帝还属中书舍人立给侍门侍郎立步狼 中红卢青及高祖辅正萧窃令庄奉输入官时三方够难 高祖巨窃有志及庄还未庄约姑息已开辅从一江陵 深蒙良主书卷经主又时间为蒙故托中叶自省时怀残聚 梁主义夜崇光伟臣朝廷而经以后方见松云之结均还本 国姓申姑此意于梁主也遂职装首而别时梁之将率前 请兴师与魏炯等为连横之事尽可以尽节于周氏退可以席 卷山难为亏以为不可会装置自长安具身高组解脱之意 遂言于窥曰习袁绍留表亡灵诸葛但知徒并一时之 雄杰也极具要害之地雍孝看之群工业莫见而获不炫种 这良由魏武尽誓邪天子宝京都障大义以为名故能取 威定霸经魏炯虽曰就将昏帽以圣骁南王千常人之下 这非有匡合之财旷山东庸属从化日静周氏之恩为恰 在朝江向多为生寂静孝节于杨氏以成料之炯等忠父 灭随公必以周国为若保静习民以观其便亏生以为然 众义岁只为己霄南奔臣炯及千香赐旧路窥未装曰 静者若从众人之言设计以不守矣 高祖建座庄又入朝高祖身未免之即为静王广纳飞于 梁庄应是往来四五反前后赐物数千断销从四位千太府 清及梁国费受开府以同三司寻除给侍门侍郎并赐以 田宅庄民习旧张亚达正式凡所博震地莫不称善苏微 为那严重庄气时常奏地云将男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事 物习事物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于柳庄高迥异 与庄圣后庄与陈茂同官不能将义茂见上及朝臣多数亿余 庄星美不平常为庄为清己地与茂有旧区被引诏树成 庄短经历数载赠运颇刑上书审常奏犯罪人依法和留儿 上处以大辟装奏约成文章是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 批至1118 共也经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明星方今海内无是 正是是信之时服愿陛下私事之之言则天下信圣地不从 由是五指而属上要尽完要不称职茂因密奏庄不清间灵地 遂怒十一年许等返于江南以行军总管常使随军讨之 平吉受饶周次使圣有志明后属载促官年六十二 原诗 原诗自建言河南洛阳人也赴文宗有崇明于开 黄初终于举周次使师早有声望起家司空府参军事烧签 上书左外兵郎中又设词布后属梦下以剑请于石高阿 那宫为香魏珍出见大惊喜问所在师整容报曰 此事新出见 依礼于济交谈 非魏珍别有所降阿那 公愤然坐色约何乃干之心秀既进步行师出而窃探约 国家大势在四宇荣里寄费也赫能久忽亡无日矣 七年周五帝平寿司父上市高祖寿禅除为周掌使 入围上书考公侍郎人设立步朝张国县多所参定十七年 立上书左右陈以明干著称时属王秀颇违法度乃以师为矣 周总管司马俄而秀被针秀孔金师有便将谢并不行师术 劝之不可为命秀作色约此自我家世何欲卿也失垂 替对约失和国后恩典参抚目辽力之节赶不尽心淡 彼年以来国家多顾秦孝王请及演致轰卒数人二十年态 子乡赐轮沸胜上之情何以堪处而有赤追王已焉十月 今乃千言为去百姓不时王兴躺生意内外遗害发雷霆 之兆将一介之始王何以自明愿王自继之秀乃从真 秀废之后一周官署多相连作师以此免后加一同三思 阳帝即位拜大礼少清帝在显仁宫赤宫外卫是不得哲理所 首有一主帅司令卫是出外地附大礼神之师据律奏图 帝令斩之师奏曰此人罪成难恕若陛下出变杀之自可 批据一千一百一十九 不关文末既富有思议归横点托宿未尽是者更有此范疆 何以家之地乃至转型布是狼师居直强名有口辩而 无连平之称谓己促官有子昆宇 狼帽 狼帽自卫之恒山兴世人也富姬尹川太守帽少 敏慧七岁宋骚日千余言十五师是国子博士和 兼全会寿师一三礼及玄向行名之学又救国 子助教常乐张绿礼寿三船群言致望请十家人恐冒成病 横杰其登竹籍常称为学者颇解蜀文年十九丁复优 居桑过李氏杰赫司空服行参军会成使父曾来聘令茂 接队之后奉赵于秘书省刊定载集迁宝成令有能明百姓 为立清德宋级周五平上驻国王意见之寿臣周护曹 属高祖为伯周总管 见儿岳之命长书记十周五帝为相经 高祖从荣为茂曰人主之所为也敢天地动鬼神而向 经多纠法将赫以致致茂窃探曰此言起常人所及也 乃因自洁纳高祖一清理之后还家为周主保高祖为臣 相以书赵之言及习圣欢受为周思路有能明寻除 为国令使有戏求二百茂亲自纠审数日誓免者百于人历 年辞宋不义周省为周次使元辉为茂曰常使言为国民部 敢申诉者为民府而茂敬曰明有水也法令为低防 低防不顾必至奔突苟无决意使君和患灾辉无以应之 有名张元玉宇从父帝斯兰部幕臣为请家言法茂曰曰元 玉兄弟本相增及又做得罪迷意其份非化明之意也 于是浅县中其就更往敦玉道路不绝元玉等各生敢回一线 顿手请最冒小之以一岁相亲目称为有替 冒自言周长使转太长成千名部侍郎时尚书又蒲舍苏薇 力条章每岁则民间五品不逊获达者乃云馆内五五品之 批至一千一百二十 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于梁布拟有无相善贸易 为凡于不及皆奏罢之数岁以母忧去职位其其令逝世 又奏身死亡逝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减的揭发于茂茂 姓明敏剖绝无致时以利干件称人寿出以本官领大兴 令阳帝即位千雍周司马巡转太长少清后二岁拜尚书 左臣参长选世茂公法李维氏所称时公布尚书与文凯 又一位大将军于众文静和东营窟茂奏何之曰成文贵建书 李氏农业所以人之局分家时连耻与文凯未望以龙 路次幽后拔魁去之际尔无闻求立下交层无愧色于众 文大将宿未尽臣驱世皆亭朝夕文道于瑞之风以儿 不目分诸之力之而必争何以一范树辽世名鬼物若不 揪神将窥阵教凯与众文静作得罪冒传周郡图经一 百卷奏之刺博三百段以书复密府 于时帝美寻姓王刚以吻法令多师茂季先朝旧成名 习世事然善自谋生无减恶之节见地即刻不敢错言为 窃叹而以以年老上表其海骨不许会地清真辽东以茂 为敬阳公留守其年横山赞至王文童与茂有戏奏茂棚 附下网上召浅纳严苏威玉使大夫培运杂志之茂素与二人 不凭因声闻巧底臣其罪壮帝大怒及其帝私利别嫁处之 皆除名为名喜且莫俊茂怡然受命不以为优在徒作登 拢父以自谓此意可观父父表自臣帝颇悟十年追孩 经召岁于儿促十年七十五有子之年 高狗 高购自肖姬北海人也姓滑稽多致便给过人好 读书公立是若冠州补主部是河南王参军是利徐州 司马兰陵平原二郡太守流灭后周五帝以为徐州司马 高祖寿受馊转转离帝有能名争贝比布侍郎寻转名部 批据1,121 时内使侍郎静平东与兄子长茂贞迪上书审不能断嘲成三亿 不绝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召入内殿劳之曰我闻上 书郎上应列宿观清才十方之古人之言信以敌数者礼教 之所众我独卿叛蜀辩此礼切意所不能及次米百石 由氏之名寻千雍周司马以名断剑称遂于转利布侍郎 好为称职父喜雍周司马座是左转周非令圣有致名上善 之父拜雍周司马又为利布侍郎以公式勉扬帝立照令 重定时为利布者多以不称职去官为购罪有能名前后点 选之官皆出其下十人以购好聚谈颇为轻薄然其内怀方 亚特为利布上书牛红所重后以老并解之红十点选凡江 有所着用者遣人就地问其可不合东靴到横才高是美称 购有轻见所为文笔必先以草成购而后出之购有所抵合 到横尾长不接福大业七年终于加十年七十二所举度如 会防选等后接自治功辅论者称购有之人之见 开皇中昌离斗炉时为门侍郎称为圣密河东陪树为 又臣多所纠正河东市谢平原东方举安定皇府遇道具 为刑部并执法平允洪农流氏清河房山基为考工河东 裴靖民为兵部并称民干经兆为坤为明草履靖党言南阳 韩泽为严州长史胜有会证词等事行仪却皆有力干为 史所称 张前威 张前威自原近清河东武成人也赴宴之北徐州次 史前威信聪明社群书其是附松之位人约前威吾 加千里居也年十二州补主部十八为太尉中兵参军后 内千太长城及王室周围宣纳中室高祖的镇影为相府 点千开皇初晋王广出镇并周胜选辽左以前威为行御参 军类千为蜀王胜美其才与河内张横巨见李仲敬底称为 批据一千一百二十二 二张燕及王为太子千元外散其侍郎太子内设人阳 帝集位受内使设人以同三私巡以番底之旧家开辅巡 拜业者大夫从信将都以本官设将都暂至称为干李前威 常在图建议以囊孔其主求师因令左右复之而行后属日 务主来任兮以复之怀南太守阳身长与时余人痛来夜见地 问前威约其首立者为谁前威下殿就事而达约怀 南太守阳身帝位前威约轻为业者代辅而乃不实参见 人和也前威对约成非不实阳身但律不审所以不 敢轻对十剑属马族盖圣之至也帝圣家之其连圣皆此 类也于十地数寻信百姓疲蔽前威应上风是以见地不悦 自此见书未己促官有子爽视至兰玲玲 前威帝前雄义有才气情孝王俊为秦州总管选为法曹 参君王常清暗囚图前雄悟不持壮口对百余人接近世情 同辈末不探服后历寿春阳城二县令具有至姬 荣皮凶剑戌 荣皮自子臣北平无中人也赴权位兵不上书皮少 刚耿有局量社群炎市周氏赫汉王济市转内使下市 开黄中类千殿内监时以华英多道贼妙选常利阳素贱皮 为华州长史氏浩为能素之田宅多在华英左右放纵皮 以法神之魔所宽带皮英朝及素位之约素之举青事 以自法也皮达约奉法一心者但孔类公所举素孝 约前者系尔卿之凤法素之望也时尽王在扬州美 令人密掺经师消息浅章痕于路赐王往至马房以序幕为辞 使给斯人也周献莫敢为皮独恶绝其世上文儿家之赖卷 百匹转仆周司马汉王亮之反也和东豪杰已成应量刺史 丘和绝顿归关中常史柏海高一名为皮约和东要害国 知东门若失之则为南部戏城中虽赴凶患非西反也但 批据1123 收捷侠者十余人斩之自立定尔 皮然之一名持马追合 将与协计致臣西门违反者所杀皮翼被执即亮平败致 殊氏欲使地位之曰今日之举马房之事也无改入心 第一进之皮在朝坎然阵色为百辽所淡后以母忧去职 遂于其令世事寻促官赠红卢少清 皮凶剑序信盛量之间有学业是周围载施下代辅仪 同三司及平之史刘正业成因者计三十卷剑序 与高祖有旧即为丞相加为开腐败习周拉史将之官时 高祖应有禅代之计应为剑序约且愁除共取富贵 剑序自以周知代辅因一行于色约明公此只非仆所闻 高祖不悦剑序遂行开皇初来朝 上位之约轻易悔步 剑序积首约成为非徐广秦类扬镳上校约正虽步 解书语意知青此言不逊也历史红二周次史具有能名 陆之命 陆之命自重通吴俊赴春人也赴熬成散其尝试之 命性好学通识大体以真戒自持是赫尘时新王行参军后 历太学博士南玉镇及成灭归于家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 左近王广镇将都以其三无之望照令讽御反者之命说下 贼十七成德齐渠率成正续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以公拜以同 三思次以田宅附用其地刻为迁阳令之命以刻非白理财 上表成让朝廷许之时见天下一统之命劝高祖都落阳阴 上太平诵以粉烟文多部载数年不得调义朝堂上表 请使高约成文圣人以物色除饶匹夫奔地或成 狂谷福愿赞错流矿揽成所夜席轩缘玉立即缓速杀之珠 于顺卧图游积有苗之法陛下百代之墨英千载之其四 海阔青三边底定为高小树狼顾雁锤王渡寒红美怀 尊养者良由扼杀好身欲欲之以德也成请以一节宣世皇 批之一千一百二十四 封使彼君臣面赴阙下书奏天子之碎于受浦宁镇 将人或延其正职者犹是呆赵于玉使台阳第四位拜志书 是玉使坎然阵色为百辽所淡地圣境之后做事免遂于 复职时王兰颇骄纵逆小人之命奏何之兰境得罪百 辽正立辽东之义为东一道受详使者足于施时年六十七 赠欲使大夫 房燕迁 房燕迁自孝充本清和人也七世祖臣是燕太魏院 随慕容是迁于子孙英家焉是围着信高祖法寿魏清 继二周次使状五侯增祖伯祖俊平原二俊太守祖义 宋安太守并世席绝状五侯父雄氏贺州主步行亲和广 川二郡守燕迁早姑不时父为母兄之所居养长兄燕循 亚有清见以燕迁天性隐悟美其之清教读书年七岁送 数万言为宗所十五出后书父子真是所祭母有余 本身子真哀之福养圣后厚丁所祭母忧少影步入口者五 日式伯父乐林太守报竭尽心力每四十真果口福先长 欲其功之七必书时中李宗从取则燕其后受学于博士隐灵 首不式眷穗通涉五经解蜀文功草丽雅有词遍封盖高 人年十八蜀广宁王孝衡为周次使辟为主步实境网书 阔周郡之直游多纵持及燕迁在职清俭守法周竟肃然 莫不敬旦即周师入夜主东奔以燕迁为周至中燕迁 痛本朝亲父将究律中意前谋匡辅士不果而指王归 于家周帝遣驻国新尊为周次使为贼帅府待见所值燕迁 以书欲之待见残据宋尊海周诸贼并各归首及高祖受禅 之后遂悠由相取是无事兴 开皇七年赐使为义故见之不得已而应命力不上书庐 凯一见众之着寿陈凤狼儿千兼察玉使后属成平凤赵安 批据一千一百二十五 辅全阔等十州以贤命称只赐五百断米百十一一席 奴婢七口千秦州总管陆市参军长英朝及十座扑舍高炯定 考课宴千位炯曰书称三载考祭处至幽名唐于乙将 带有其法处至合理包贬无亏便是禁必得嫌退皆不孝 如获传谬法乃虚设比见诸州考孝直见不同进退多少 参差不类邝父爱曾四亿至乖平坦清借姑职未必高明 悲惨巧官翻居上等职为真伟混淆是非冒乱载贵 为不知被退右四方悬远难可详细为量准人数半破半成 图计官员之少多莫顾善恶之众寡欲求允其道无犹名 弓箭达幽为平心欲物经所考孝必无阿网托有钱见术士 卫省何以财之为愿远不儿目经家财访包秋毫之善贬借 借之恶非只有光智智义足标奖闲能辞弃坎然官者数 目炯为之洞容身见皆赏英利问何兮拢右官人谨行宴 千对之如想炯故为诸州总管赐史约与公言不如读语 秦州考史与后属日炯言于上上福能用以致满千长 格令圣友会化百姓号为慈父人寿终上令持节使者寻行 周献查常力能不以燕千为天下第一超寿若周司马利明 豪枯相畏约防明府京去无属何用身为其后百姓司 知力悲诵得若周九无次使周悟皆归宴千名有证 内使侍郎靴道恒一代文宗未望清贤所欲交结皆海 内民贤众燕千为人身家有进及奸乡周总管辞汉往来 交错道路扬帝四位道恒转目翻周路经燕千所流连数日 谢涕而别门侍郎张恒意与燕千相善于实地迎东都穷 即使天下失望又汉王够逆离罪者多燕千见恒徒儿 不能匡旧以书欲之约 窃闻赏者所以劝善行者所以成恶故书见之人有善必 批据一千一百二十六 赏尊贵之妻犯恶必行为有罚则必清赏则一见者也经 诸周次使受伪彩目善恶之间上达本朝社但宪章不敢 怠慢国家之臣灵命做明父母行赏区直升闻于天吟位 赵灵义以谨诉故闻王云我其素业为天之威以辞 而论虽周国有书高下选渺然幽名胜法其礼义也置如 并周叛逆须有真名若杨亮时以赵命不通律宗社为逼真 兵据众非为干记则原其本情意其刑罚上父圣主有余 知意下小于名疑惑之心若审之内外无于四后转统而好 乱乐或忘有记于则管菜之诸在余量同恶相即无 所逃罪消玄奴陆国有常行其间乃有情非邪同力不自顾 或被拥逼沦陷凶微碎使及眉流以孔为冤烂灰灰灰天网 其其然忽罪以从轻思义安在习书向致欲欲之死尽国所 家世之断饭必知行汉文称善阳蛇宁不爱地亭为非苟为 君但以执法无私不容轻重且圣人大宝是约神弃狗非 天命不可望的故吃游相即知萧永依引火光之权势 李老孔秋之才智吕望孙武之兵术无储连磐石之巨 陆尘母后之机不应利运之兆中无帝王之未旷呼罪而 亦于风扇以聚阳亮之余比群小之凶特而欲平临积殿 既信非望者灾开辟以降书气云及帝皇之计可得而详 自非基德类人封公后历熟能到恰优险亦感灵只是一骨 知者王媚但批险吕冰在念玉朽近怀歹书是交荒曾无 借据四于名上聘事奔御不可惧载侵略成之 乡者成二国并居大魏自卫于天地和得日月明 网念忧于不续行政静尘怀宠称善而隐恶使官驱闭眼 霞儿路美是以明术呼阶中闭塞于是听宫清须欲日浮沉 于左右法网严密行辟日多姚亦凡心老幼疲苦习正有 自有宴应处有书敬有事会凡此小国上族名臣 批据一千一百二十七 臣之将其无良左旦以执政拥毙怀思训屈望国幽加 外痛内计设有正直之事才堪干持于己非移极加并压 躺欲禅令之背行多会逆于我有一岁蒙见举以此求贤 何从而致夫贤财者非上屡利其系文华为虚正身负债 却呼不动辟动之处污辱骨之在身所谓动两骨梗之财也 臣不认骨耿性敬禅于天高厅碑歼歼其迎屁故总收神 弃归我大随向十二国之敬上玄慧续观寡为任方之赤 远浮华碑非为心侧引为物和朔强腹江湖险格格宝齐 夜明不思乱泰山之故府可动也然而请卧鸡心艳安正 独碎使和鼠身妙物漏瞻一调影福星和阶级已故诗云 因之为丧师克配上帝一件于英俊命不亦万机之事 何者不须熟律栽 福为皇帝望云旧日人孝宿张熙设分大成规矩集 总统怀海胜得日心必知福侠而迁属赞立福而宽人 以布绿土苍生俏族而喜并周知乱便起苍族只有阳亮 鬼或挂物利明非有购愿本朝气得从贼者也而有私将帅 称其愿返非止诬陷良善一孔大黄游族下宿众计早 欲兴旅月字翻抵柱十件之方书名足博传方万古计 弃依旅彼独核人既署名时需存减恶力士之大戒 作将来之县犯起荣屈顺人主以爱窥行又使邪从之图横 以罪浅填盟眸遇者写为尘也仁于古不知忌讳 横得书叹席而不敢奏文 燕迁之王刚不正遂去官隐居不适将结构蒙山之下矣 求其智慧至私利官慎选天下之名之士朝廷以燕迁公方诉 这实望所归征受私利次使燕迁一凯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凡所见举皆仁伦表示其有弹射之者曾无怨言私利别 驾流诈陵上五下结已为直次使但之皆为之败为燕迁 批据一千一百二十八 执致不挠抗礼常依有时加之 诈意不敢违恨大业九年从嫁度辽间浮渝到军旗后 随政见乱朝廷迷然末不便捷燕迁直到首长戒然孤立 颇为执政者之所及出为经阳令未己终于官时年六十九 燕迁居家美子执定省常委讲说都免之为匹部倦家 有就业资素引诱前后居官所得奉禄皆已周续亲友 家无于裁车服器用物存速减自少及常亦言亦行未常 摄思虽至屡空宜然自得偿从容独孝顾为其子玄约 人皆因路父我独以官平所依子孙在于清白而所有 文笔辉阔显雅有古人之身至幼善草利人有得其耻读者 皆保完之太原王少北海高购条县李刚和东柳玉薛如 皆一时知名亚旦之事燕迁并与唯有虽官盖陈列而门无杂 兵体滋文亚申达证悟有识者显已远大许之初开荒 中平成之后天下一统论者云将至太平燕迁思未所清 赵俊李绍通曰主上信多即刻不纳见真太子卑若诸王 善威在朝为行刻库之正为师宏大之体天下虽安方优为 乱少通出为不然及人寿大业之计其言皆宴大唐语 与追赠徐州都督林兹县宪室约定 始成约大厦云构非一目之之帝王之公非一事之略 长短书用大小一滋滋捉动良莫可弃也里二等货文 能遵义或财族干时时用险于年故使留于台阁餐之友 随多士取其开悟成悟皆郎庙之催绝亦北辰之众心也 批据一千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二 于士姬 于士姬自贸士会基于姚人也复立成太子中树子 士姬又审静喜运步行于色博学有高才兼善草立成中书 令孔幻见而约南京之贵属在私人少妇徐灵闻其名 照之士姬不往后应公会灵一见而其之故为朝事曰 经攀路也应以帝女妻焉士臣 士贺见安王法曹参军 士吏辞辞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设人千中树子散其常事 上书左臣臣主藏于莫府山孝令士姬座蒋五复于座 奏之曰 夫完居藏者未可论匡计之功应便通者然后见帝王之 略贺则画有文直径让书讽事或交纯解张内物虽附 顺计和服之后望云旧日之君且修战于版权亦致兵于丹普 士之文德武功盖因时而并用金帮创至故与俗而推移所 以树鸿鸣锤大训拱一百灵包举六合其为圣人呼 火之遂皇上玉宇之四年也万物交太久有亦安俗 几人寿名资日用然而足十足兵有载怀于吕宝可久可大 上领呼于玉朽至如昆吾远近肃盛其称使不觉舒服无须 岳被骤雍湖至用西渠雀鹊拱之因驻民建于上方机雕割于 五库雄匹百万匹报千群立近五才威加四海园于农系 有市春搜舍决策洞观使臣之以礼举劝赏罚乃是名以之 批至一千一百三十 净盛以灾性百王之不义千载之一时也习上林从信乡 如于是颂得长阳孝子云退而为父虽则体悟原情不同 年而与以因身貌时盖可得而言焉其词曰 为则天以击谷统资始于群分因路途而出阵数思目以 为君既既宽而既猛义乃武而乃文北院劳乎英旅难乏胜 于唐勋比舟干于下七月可得而前文我大臣之创业乃波 乱而为武刊定奸南平一驱与从叠叠之乐推原苍苍而在 不顾类人以姬得量重归而习举为皇帝之修裂体训之 瑞哲夫久而续掩四海而有节迹搜扬于帝南有文思 知安安幽明请立俊逸在关玉而期政变朝玉伯而万 国欢媚但批险为民思至道藏网而之来攻参天而两地 运圣人之上得尽声名之能是于是礼畅乐和行亲正肃兮 寄西之东剑盘木沁土蝶而笑止漏川泉而知福在灵矿而 必争亦赫斯而不服虽致致之龙平游借国而强兵选与灵 于六郡赵诀张于五营兼折冲而于永众义而轻生碎乃 因农戏以教名在春搜而习占命司马义是法帅长故而清殿 岛寻使以前驱拂沟沉而后殿抗鸟金于西于是于文于被炼 而乃格轩暗配玉求央屯左举以其行及右中而传响交 云汉之眼应分剑其而来往只涉体于斗吉洞昌河之红场 跨选武而东陵款山而北上隐元雀之条地界方则之凯爽 于思时也青春晚后朝阳明秀日月光华烟云土秀陈波 蓝于江海静分哀于宇宙成于乃玉太义之玉唐寿军令于子 房运韬之妙算是五履于荣场瑞金言于雍鼠令铁骑鱼 于阳构神弩而持满绝天狐而并张叶红旗之镇镇镇魁谷 知堂堂八成素而成列六军演以相望聚非踢于迎带耸楼 车鱼五缸或吊秧而直指炸焦随而扶伤才应变而舍极鹅 倒立以阳中小之鱼己任彻蹲闸鱼甲长辽七纵于梦 批据一千一百三十一 乃两情于卡庄时轩轩而举碎离里以燕航阵穿骨而横八 表荡海悦而要三光亮咬明之不测枪进退而南长亦有头 石康顶超臣斜周冲关耸剑铁顺同头雄躯带凶武勇操 牛虽任彼于奔玉故无得而为丑九功继绝三略以周 明拙正享风卷殿收于世永绝般经奏设登远凯而陪位 命方少儿就列三世续八音位却五干七而有欲听鼓 丙儿载月笔邪旷与头牢望躯而迅捷方席卷而横行剑 王师之友真登燕山而陆风使灵汉海而展长经望云亭而载 毕礼身中而告诚时皇王之神武姓荡荡而难明者也 陈主家之赐马一匹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使神 平无夜美雍书养亲样样不平常为五言师以建议情理 妻妾是以为工作者莫不应勇为己拜内使舍人 阳帝即位顾遇迷隆礼书兼和东柳顾颜博学有才喊索 推卸至世与世姬相见探约海内共推此依人非无柴 所及也额迁内使侍郎以母忧去直哀悔鼓立有照其令 世事拜见之日代不能起地令左右扶之哀其累及照令 净肉世姬时哲悲梗不能下地使为之约方相委任 为国习生前后敦劝者数以地众其才清理于后专点击 秘语纳严苏威左翼为大将军与文树门侍郎培举御史 代夫培运等参长朝政于十天下多世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地 方宁重视不停决入河之后使赵世姬口寿节度世姬至审 方为赤书日且百指摩索移谬其精神如是辽东之意境 为金子光禄代府后从信雁门帝为突厥所为战士多败事 积劝帝众为赏格亲自抚循又下赵亭辽东之事地从之师 乃赴阵阵即为解勋阁不行又下伐辽之兆由誓言其诈众 朝野离心 帝信将都赐拱献士姬以盗贼日盛请发兵屯落口仓 批至1132 以背部于帝部从但达云清士书身定由匡切于十 天下大乱世姬之地不可见只幼以高迥章痕等相继诸禄 巨祸及己虽居竟是为诺取荣不敢无意盗贼日盛俊献 多眉世姬之地恶树文之后有告败者乃亦损表状不已实 文士后外间有遍地福之之也长浅太铺扬一尘补到于河北 将贼数十万列撞上文帝探约我初步文贼顿如此一尘 将贼何多也是姬对约属妾虽多位族为律一尘克之 拥兵不少久在捆外此罪非以帝约清言士也拒 追忆成放其兵散又越望洞浅太长城元善达奸行贼中一将 兜奏是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京都贼聚落口苍城内无时 若必下宿海屋何必散不然者东都绝眉英须西屋夜地 为之改容是姬见地色幽静约月望年小慈悲狂之弱 如所言善达何原来质地乃勃然怒约善达小人敢听 如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善达遂为群道所杀此后 外人渡口莫敢以贼闻走 是姬茂省省言多何意是以特见亲爱朝成无语为比 其既是孙是信交迎是姬或之字其奢迷雕是弃福无负 素是之风孙父携前夫子下喉眼入是姬舍而晚彼无赖为其 据脸欲官卖欲贿赂录公行其门如是金宝银鸡其帝是难 素国事而清贫不利未曾有所善游士为论者所积朝野 共集愿与文化集杀逆也是积乃见害焉 长子素好学多才艺时人称有家风若贯枣梅素帝西 大叶末为福郎赐子柔惠并宣亦郎化即将乱之戏宗 人于丹吉之而告西约世事已然无将计清难度且的免获 同时何亦希为丹吉约弃妻负负贝君求生和的敢尊之 怀自此爵以及难做兄弟尽请先死刑行人于是先士姬 杀之 批据1133 培运 培运和东文喜人也组织平良位将军负记成兜官 尚书与吴明彻同梅于周次爵将下郡公再随时于年而促 运姓名便有力干在陈势力执格将军新应令运以其附在 北英奉表于高祖请为内应及陈平上西越江南依官之事 四至运上以为素有象化之心超寿以同左仆设高窘步物上 指径建约培运无功于国宠于伦被成为见其可上 幼家运上以同窘付近建上约可家开辅窘乃不敢赴 延及日拜开辅以同三司礼赐优恰立阳直立三周次时 具有能明大业出考纪连连阳帝闻其善政争为太长少清 出高祖步好生计浅牛红定乐非正生清商及九步四五之色 揭霸浅从明至世运揣之地意奏阔天下周梁成乐 家子弟皆为乐护其六品以下至于名术友善音乐及唱幽 百戏者皆直太常试后继营生翠岳府皆至博士弟子 地相较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地大跃千名部侍郎 于时由成高祖和平之后进网书阔户口多漏或年吉成 丁游诈为小位至于老义免租赴运立为次时速之奇情 应是调奏皆令茂月若一人不时则官司解直乡正礼长皆 远刘佩又许名相告若揪的一丁者令被揪之家代书复义 世岁大业五年也诸俊记账近丁二十四万三千新赴口六十 四万一千五百地灵朝懒状为百官约前代五好人致词 网茂经敬名户口皆从使者全由培运一人用心谷语云的 贤儿致艳之性已由世间建清伟拜经召赞至发至先豪 黎明射诞 为己着受御史大夫与培举于世姬参长机密运善后 四人主为义若欲罪者则屈法顺情断成其罪所欲诱者 则父从清典因而世之事后大小之欲皆以赴运献不大礼末 批至一千一百三十四 敢欲夺避秉承禁止然后决断运一击便所论法理言若 玄和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明时人不能至节阳玄 敢知反野地遣运推其与未运约玄敢一呼而从者十万 亦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道而不敬家诸则后无以劝 运游是乃郡法治之所录者数万人皆及每其家地大称善 四奴必十五口私利代辅削道恒以五亿浅运之地恶之乃 奏曰道恒复才是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复非思 亦推恶于国妄造或端论其罪名似如隐内缘其情义 身为被逆帝约然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义亲我同志 共高窘贺若必等外善威权自知罪污总及我即位怀部 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而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于是 诸道恒有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威不愿帝复行且御令帝之 天下多贼乃鬼答约经者之意不愿发兵但照射群道 自可得数十万遣官内奴贼及山东立山非张经称等投别为一 军出辽西道诸河南贼王宝梦让等十余投并给周籍扶仓 海盗必喜于免罪尽物立功一岁之间可灭高一帝 不亦约我去上游为克蜀妾安能纪呼威出后运奏约 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勿约老阁多奸将 贼携我欲搭其口袋隐忍之臣及难耐运之上一浅 张行本奏威罪恶地父运推居之乃处其死地约未忍辩 杀岁父子及孙三世并除民运又欲众己权士令于世积奏 罢斯立赐使以下官署增至欲使百余人于世影至奸侠共为 彭俊县有不负者因忠之于时军国多物凡是兴师动众 京都留守及与诸帆户是皆令欲使兼之兵克复利便于俊 国侵扰百姓地府之之也已渡辽之意敬畏迎清光陆大夫 及司马德勘将为乱江阳长张会少业迟告之运共会少谋语 缴照发郭下兵民进取荣公来护而节度收在外逆党与文化级 批至1135 等人发与灵殿缴遣犯妇楼等入自西院取良公消聚及燕王 处分扣门原地谋义已定遣报于事迹事迹已反者不实 意其既须于南座运探约谋及波郎禁物人誓碎 见害子因为尚免职长亦同日死 裴举 裴举自洪大和东文喜人也祖他未都关上叔父呢 知太子设人举强宝而孤及长浩学颇爱闻早有智术 是父让之为举曰官辱神十足成才是欲求换达资感 是之物举使留情是是北平王争为四周目辟为兵曹从 是转高平王文学及王不得调高祖为定州总管兆部 即是圣清静之以母忧去执高祖座相遣使者持兆之参 向府即是是即受禅迁给侍郎奏设人是罚臣之以领员 帅继世纪破丹阳静王广令举与高窘收成突击明年奏照 巡抚领南卫行而高智慧汪文静等相聚作乱无跃倒闭 上南浅举行举请宿静上许之行至南康德兵数千人时 李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为东恒州举与大将军 陆怨复之贼立九诈屯大于领共为申援举境急破之贼 巨是东恒州巨原长领又急破之碎展师举境军自南海 原广州众宣宣逐而溃散局所随即者二十余周又臣至属齐渠 率为次使宪令及海报上大岳命申殿劳苦之故为高窘 杨素约为晃江二万兵不能早度领正每换其兵少培举 以三千币促进至南康有承若此正义贺忧以功拜开府 四诀文喜县公赖物两千段除名部侍郎寻千内史侍郎 十突诀强盛兜兰克汗七大义公主及宇文氏之女也由 世述为编幻后因公主宇从胡思通长孙圣先发其事举请出 史说兜兰显露宇文氏上从之静如其言公主见沙后兜 兰宇突立克汗购男女范廷张照太平宫十万岁为行军总管 批至1136 出定相道以举为行军长使破达头克汗于塞外万岁被诛 宫进步路上以起名克汗出赴令举辅慰之孩为尚书佐臣 其年文皇后崩泰长就无疑驻举与牛红驻里参定之 转立步侍郎名为称职阳帝即位迎建东都举职修府省 九旬而旧时西域诸帆多至张叶与中国交世帝令举掌旗 事举之地方秦远略诸珠湘湖智者举又令严齐国俗山川显议 转西御图记三卷入朝奏之旗续曰 陈文宇定九州岛何不于基石秦间六国设防止及临桃 故知西湖杂种辟居侠义礼教之所不及书典之所喊传字 汉氏兴基开拓和又使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旗后分立 乃五十五王人至校尉都互以存招服然叛服不衡屡经 征战后汉之士平废此官虽大碗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 山川未有名目至如信誓封土福张物全无转路试所 福文赋以春秋帝谢年代九远兼并诸讨户有新王获得 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英习习名肩负不明交错 封江以改荣迪英书是南穷艳于田之北冲岭以东考于 前十三十余国旗后更相途灭仅有十存自于伦墨扫地 距境空有秋须不可济时皇上因天欲物无格华一律土 前离墨布木画风行所及日入以来直供皆通无远不至 陈济英书那间之官室寻讨书传访采湖人或有所移籍 降众口依其本国服侍仪行王及数人各显荣旨及丹青魔 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和四十四国人别造地图 穷其要害从西请已去北海之南纵横所更将二万里量 由富商大甲州游经涉顾诸国之事往不变之父有幽荒远 得促仿南小不可平须是以制阙而二汉乡种西域为传 沪明术时及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时经者所编接于 千沪历境西海多珍其山居之属非有国民及部落 批至1137 小者多亿不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经代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布突厥克寒亭渡北流河水制服 领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烟其资书勒渡聪领 又经伯汉苏对沙纳国康国曹国河国大小安国穆国 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善善于田珠聚波喝盘陀 杜聪领又经户密土火罗亦达范炎曹国至北婆罗门 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 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的达顾之一无高昌善 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皇室其咽喉之地以国家威德 将士肖雄泛蒙四儿杨金月昆仑而月马亦如反掌和网布 至旦突厥土魂分领枪湖之国为其拥恶故朝贡布通经 并因商人密宋成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盛情涵养则吉普 天福而辅之物存安吉故皇华遣史福洞冰车珠番吉从 魂诀可灭混亦容下其在资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微化之 愿也 帝大跃次悟五百段每日引举至欲作轻问西方之事 举盛盐湖中多珠宝物土欲魂亦可并吞地游士甘心将通西 欲四宜经略以为之转名部侍郎为侍士千门侍郎 帝父令举网张叶影致西藩智者时于国大叶三年帝游士 于横月来驻祭地将巡河又复令举网敦黄举浅史说高 昌王伯雅及伊吾吐屯舍等但以后立岛史入朝及地西巡 四燕之山高昌王伊吾舍等及西藩湖二十七国业于到左 揭令佩金玉被锦记焚香奏乐歌舞宣造复令五威张叶 侍女圣侍纵观其成田燕州更数十里以侍中国之圣地剑 而大跃境破土欲魂拓的数千里并浅兵数之每岁为书具 亿万纪珠番舍巨朝共相续地位举有随怀之略敬畏迎亲 光禄大夫其东地至东都举以蛮夷朝共者多讽地令都下 批据1138 大戏真四方其记忆成于端门皆依景其而精粹者已时 数万又乐百官及名士女列作彭格尔纵观燕皆被浮仙中 岳乃罢又令三世殿四阶设为帐胜列九十前掌帆绿满以语 明貌义所致之处西令妖言就作罪宝而散满以皆探位 中国为神仙帝称其制成故为宇文树牛红约培举大师 正义凡所臣奏插阵之臣算未发之请举折以文字非凤 国用心熟能弱势帝前将军薛士雄臣一无令举共网精略 举奉玉西玉诸国约天子为藩人交易玄远所以臣一无耳 以为然不负来晋及还赐前四十万举又白状令反 兼涉溃前弓处罗宇在突厥传后处罗为涉溃所破镜 随时者入朝帝大跃四举以雕囚及西域争气 从帝循于塞北信启明仗石高浅时先通于突厥启明 不敢隐隐之见帝举应奏壮约高之帝本孤竹国也 周代以之风于姬子汉氏分为三郡竟是一桶辽东今乃不成 别为外遇故先帝及烟欲真之久以但以阳亮不孝师出吾 公陛下之时安德不适使此官代之境人为满墨之相忽 经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其明和国从话必具皇陵之远唱 律后福之先王邪令入朝可治也帝约如何举 约请面照其使放海本国遣与其王令诉朝官不然者 律突厥即日诸之地那烟高原不用命使见真辽之策 王师林辽以本官领五奔狼将明年赋从治辽东兵部侍郎 胡思郑王入高地令举兼长兵士以前后度辽之意尽未有 光陆代府于时黄刚不证人皆便解左翼位大将军与文术 内使侍郎于世姬等用士文武多以慧文为举首长无脏慧之 想以是为是所称 还至卓郡帝以阳选赶出平令举安吉隆又应知会宁 存问和萨纳部落浅阙达度设寇土玉魂平有卢部落致富 批据1139 孩儿奏壮帝大赏之后从师至怀远镇照护北藩军事举意 使克汗部重剑陈策分其是将以宗女驾其地赤吉射败 为难面克汗赤吉不敢受史文而剑院举又严于帝约 突厥本纯亦可离间 但由其内多有群胡静皆结辖教导之 而成文史属胡西游多监济性于使请又杀之帝约 善与英遣人告胡西约天子大出真物经在马易遇 共藩内多座交官若前来者及的好物胡西贪儿性之部 告史律其部落近区六处星池真进济先护士举浮兵 马易下诱而展之召报史约史属胡西忽领部落走来志 此云贝克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共 沙金以展之故令网报史一知其壮游士不朝十一 年帝北巡寿史帅其数十万为帝于燕门照令举于于世 姬美朽朝堂以待顾问及为解从至东都属涉贵克汗浅其 由子律西翻诸胡朝共照举燕皆知 巡从信将都攻十四方到贼封起郡献上奏者不可圣祭 举言之地怒浅举一经师接后翻课以及步行及一兵入关 地令于世姬旧宅问举方略举曰太原有变经姬不敬遥 为处分孔师世姬为怨鸾与早孩方可平定举付起世事 而而萧卫大将军驱突通拜问至举以文帝师色举诉情景 未尝五物又见天下方乱孔为生或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 故虽至思义皆得其欢心时从驾消果树有逃散地幽之矣 问举举答约方经车驾留此已经二年消果之徒尽无 家口人无匹何则不能久安城请听兵士于此那是地大 喜约宫定多至此奇迹也应令举简孝为将士等取妻 举照将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阶及公兼幼兆将帅及兵等自其 所去应听自首先有兼通妇女及拟女官等并及配之由 事消果等月相未约陪宫之会也 批据1140 与文化及之乱举臣起将朝至房门遇逆数人控举 马逸梦景所贼皆约不关陪门继而化及从百于其至 举迎拜化及为遇之令举参定一注推秦王子号为第一举 为室内随化及至河北及建地位以举为尚书又蒲舍加光 陆代夫封蔡国公为河北到安府大使及与文士拜为斗剑 得所以举随代旧陈玉之圣后赴以为立部尚书寻转上 书又蒲舍专长选士建得起自群道为有杰文举为制定朝 以循月之间宪章颇被拟于王者建得大跃美资访烟 即建得渡河桃孟海公举于曹丹等于明州留守建得败于武劳 群帅未知所属曹丹常使礼公烟大唐使人魏珍等说但极善 行令归顺旦等从之乃令举与真公烟岭丹及八举山东 之地归于大唐寿左树子转瞻士明部尚书 使臣约是基初以亚旦驻民间以文华建众亡国积履 特蒙任御参机恒之直御帷幄之谋国为魏常司安军昏部 能纳建方更欲观卖欲或无厌颠允决生意其所也赔 运速怀奸显巧于附会作威作福为历世世灭亡之祸其 可免呼陪举计学社经使颇有干局至于克勤匪谢塑叶在宫 求诸古人代位之友宇文正是多历岁年岁处为乱之中 为亏连景之节美已然成望风指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 依无得聚良且莫失出欲门官又骚然颇一举之友也 批至1141 列传第三十三 宇文凯 宇文凯自安乐起国功兴之地也在周已功臣子年 三岁次绝双拳伯七岁进封安平俊公义两千户凯少有 契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公马自达凯读浩学博览书记 解蜀文多记一号为名副公子初为千牛泪千玉镇中大夫 以同三司高祖为丞相加上开辅中大夫及建座诸宇文士 凯初亦在沙中以其宇宙本别凶兴有功于国使仁池设之 锦儿得免后拜迎宗庙赴兼太子左树子庙城别丰赠山县 公义千户及千都上以凯有巧思照领迎兴兴都赴兼高窘 虽总大刚凡所归皆出于凯后绝为水达河以通运曹 赵凯总督其事后拜来周次使圣有能名凶兴被诸除名于 加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到久绝不行令凯修复之计 而上见仁寿公访可认者又蒲舍阳素颜凯有巧思尚然之 于是俭孝将作大将遂于拜仁寿公兼兽以同三思寻为将 作少监闻皇后崩凯与阳素迎山陵世上善之父绝安平 郡公义千户阳帝即位千都洛阳以凯为迎东都赴兼巡 千将作大将凯揣帝兴在红尺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帝大 岳之敬畏开腐败公布上书及长城之意照凯规渡之时 帝北巡欲夸荣帝令凯为大帐旗下作数千人帝大岳次 勿迁断幼造官风行殿上荣室为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 批至一千一百四十二 轮轴推移疏忽有若神功荣敌剑之末不惊害地迷月焰 前后赏赖不可圣祭 自永家之乱名堂废绝随有天下将复古至义者芬然 皆不能绝凯博考群及奏名堂义表约 陈文在天臣向房兴为不振之功在地臣行秉武居镇阳 之为官云告月顺身杀之序武士九宫统人神之计经口 木蛇发令赵明玉从事严宗四何尝不惊装以宁静 妙思于规模宁罪免留至子来于举约 福为皇帝陛下提衡卧气欲变成干简五登三副上皇 之话留兄去报批下五之序用百姓之心驱一代以同欲 康哉康哉明无能而明以故使天福的宝土里非干燥物资 深沉远返谱久违亲密四表靴平息我依观其文贵 茫茫上玄成碧之境速速轻妙感双路之城震惊奏九 勺六经之乐定时取五官三雍之礼乃不禅惜原谋 落实变方面是养禀神谋夫土俊川为名利及监狱尊仙 言表致明唐元照下成占星魁日于世彩松山之密简批 问水之领土仿通义于残王购东关于散义总及重论 乐成一家习章横魂像以三分为一度培锈于的以二寸为 千里成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眼之际轮换有序而 经构之旨意者疏图或以其井为重乌或以原梅为龙洞各 以义说是不经见经路其疑难为之通事皆出证据以乡 发明一约 陈凯景暗淮男子曰习者神农之至天下也甘雨 以十五谷藩直春生下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中遂贡 以时长谷似于明唐明唐之至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习 造师不能商千言而入之陈凯以为上谷普略创立典型 上书帝命宴曰帝者臣天立武府以尊天众相赤曰 批据1143 以不经修十四步其博意以四分修之意则明唐伯十七 不半野承凯按三王之事下最为谷从直上闻里应见 旧宽大和阴下是乃大阴唐相行为论里恐不尔寂云 唐修七博四修一若下度已不择应修七步驻云经 唐修十四步乃是增议即闻因周二唐独无家自辩 是其一类力不同山东里本哲加二七之字和的因无家 循之闻周却增言之意言和其去或是不然愁效古书柄 无二自此乃桑兼俗如性秦家简图义云下后是义 其唐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名唐义为两柱兼马公之言 只论唐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唐基并方的为上元之志 诸书所说并云下方正柱周官读为此义非直语古为 义乃乃乖乖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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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离祭明堂未曰 天子之庙副庙众严正驻云副庙众乌也驻愈 早云天子庙吉漏请皆如明堂至礼图云于 内侍之上起通天之官官八十亿尺的宫之树其身卓君 知相也大代理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世一世 有四户八有以毛盖上缘下方外水约避雍赤坠户百坠 有唐高三尺东西九任南北七延其功方三百步凡人名 及六处亦五谷灾生于天道部顺天道部顺生于明堂部 批据1144 世故有天灾则是明堂周书明堂约堂方百一 十二尺高四尺皆伯六尺三寸是居内方百尺是内方六 十尺护高八尺伯四尺座落约明堂太妙漏请 贤有四阿众抗众狼孔氏驻云众抗类洞众狼类乌也 李图约秦明堂九世十二阶各有所居吕士春 秋约有十二堂与月令痛病不论齿障成凯案 十二阶虽不与离和一月一阶非无理司图约 堂方百四十四尺法昆之侧也方向的乌圆梅境二百一十 六尺法干之侧也原向天太世九宫法九州太世方六丈 法因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护法及因之变数七十 二有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向八封法八卦通天台境九尺 法前以九负六高八十一尺法中九九之数二十八柱向二 十八素堂高三尺上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十 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不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态式 三之二圆高无闭目之兆有六尺其外背之殿圆方在水 内法的因野水四周于外向四海原法阳野水阔二十四 障向二十四汽水内境三障印境里经五地原封二 年历明堂问上无是其外略依此至泰山通义京王 不可得而遍野 原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一 殿原四面门八关水外周低壤高四尺和绘著作三巡 五年正月六日新卫史交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海 宗四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亲世有义者 于是至而济之亲福三老五根坦而歌声贵而尽之音般时 令宣恩则诸侯王宗世四宜君长兄奴夕国世子兮 奉贡助记 礼图约建五三十年座明堂明堂上元下方上元 批至1145 法天下方法的十二堂法日乘九世法九周世八有八九 七十二法一十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 内唐正谈高三尺土街三等胡博史著汉官云古清 庙盖以毛经盖以瓦瓦下及毛以存古至东京赴约 乃银三公布正班长赴妙重乌八达九房造周青池 为水泱泱薛宗助云赴重六父为乌平赴重栋也续 汉书记四至云明帝永平二年四五帝于明堂五帝座 各处其方帝在位皆如南郊之位光五位在清帝之南少 退西面各一读奏乐如南郊成楷暗诗云我将 四文王于明堂我将我想为牛为阳 据此则备太劳之计 经云一读孔宇古书自尽以前卫有为其原墙壁水衣 依本图尽其居住陪伟一曰尊祖佩天其一名这庙 与之至礼具未分之可为一殿以重颜四其余砸碎一阶 除之成楷暗天垂向圣人则之辟雍之心既有图状 净唐方够不合天文既却众楼又无碧水空堂乖武士之意 直殿为九阶之文非古七天一合过圣后位于北台城南造园 墙在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四三 三乡重部一谷至世间通向为传处多其世皆用鸡类及 陈匾漏后为乐至约孝昌二年立明堂一者获言九世 获言武士照断从武士后原差执政赋改为九世遭乱不成 宋起居住约孝五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强与规范 拟则太庙为十二间以应其数一汉问上图一摄五帝 为太祖文皇帝对享顶祖福贵一一庙里两五即位之后 移送十太极殿以为明堂无事十二间里一亿云记 用纯七组瓦尊文鱼交植于妙纸移用清酒平成之 后尘的墓关碎量部数计其尺帐由建基内有焚烧残柱 毁浊之鱼入的一帐俨然如旧柱下以张墓为夫长帐于 批至1146 扩四尺许凉两两乡并瓦安树众工程处所乃在锅内虽丘 爱卑陋为何规模祖宗之灵的重颜四周二代却而 不修大祥之典于焉弥陀 自古明堂图为有二本仪式宗周刘西软臣刘昌宗等 作三图略同仪式后汉剑五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祥 转人陈远寻经转棒求子使研究众说总转经图其样以 目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世上为元官官有四门 地可其奏会辽东之意事不果行以度辽之功敬未经 紫光陆大夫其年促官十年五十八地圣袭之事约康传 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一二卷是一一卷渐行 于是子如同游其位少子温岂不成雾郎 盐皮 盐皮于林圣乐人也祖敬未本郡太守父亲周上柱 国宁周总管皮七岁席绝石宝献工一千户集长一卯 经言颇好经史寿汉书于肖该略通大智能转书工 草力由善为十之庙周五帝建儿月之命上青兜公主 宣帝即位拜以同三司寿千牛左右高祖寿禅以济一世东 宫术以雕之物取悦于皇太子游是圣剑青呆美称之余上 寻拜车其宿为东宫上长浅高炯大悦于台泽诸君部武多 不整为皮一君法治肃然炯炯之余上特蒙刺伯额奸态 子宗位律常使循加上以同太子福丸之物多皮所为吉态 子废皮作杖一百与妻子具配为官奴婢后二岁放免为名 阳帝四位圣修君弃以皮信巧安恋旧事照点骑之寻寿 朝请郎皮立一年路车于多所增损于载于福智着 拜起布郎 地长大背法驾嫌暑车太多顾为皮约开黄之日数 车时有二胜于是亿的经八十亿乘以牛驾车不足以一文 批据一千一百四十七 物证欲减之从何为可皮对约成出定数供与文凯 参详顾时具汉胡博使蔡庸等一属车八十亿乘此起于情 遂为后世故张恒复云属车九九世也次及法驾三分减 亦为三十六圣此汉至也又据宋孝剑时有丝奏义进迁 江左为赦五圣上书令剑平王红约八十亿乘以兼九 国三十六圣摩索准凭江左五圣简步中里但帝王文物 其流之术元吉免玉皆同十二经已准此赦十二圣开 黄平成应以为法经宪章网古大嫁依情法嫁依汉小嫁 依宋以为差等帝约和用情法呼大嫁依三十六法 嫁依用十二小嫁除之皮严金固使皆此类也 长城之一皮总骑士及帝友士横跃照皮盈利潭场循 转殿内城从姓张叶俊高昌王朝于行所照皮池结营劳碎 江户入东都寻以母忧去职位其起令逝世将新辽东之矣 自落口开渠达于卓俊以通运曹皮都其一名年间领佑 亦为长使银剑林朔公及真辽东以本官领五奔狼江点宿 卫时众军为辽东臣帝令皮一臣下轩欲贼公弩乱法所臣 马中流使皮颜色不变瓷器一阳促逝而去寻拜朝请大夫 千殿内扫监又领江做扫监事后父从地真辽东会扬选赶座 逆地班师兵部侍郎胡思镇奔辽东帝令皮帅齐两千追之 不及镇聚高薄衙成皮公之二日有赵真还从至高阳 豹足十年五十地盛到席之赠殿内间 何愁流更更地滚 何愁自贵林国子继九妥之兄子也父通善酌欲愁 性觉巧有至思用一经为年十余岁欲将林献随妥入常 安氏周玉氏夏氏及高祖为丞相照补参军兼掌戏作数 开荒出售都独类千玉府兼利太府成仇博览古图多时 旧物波斯长金棉锦袍组之书上命仇为之仇仅继继成 批至1148 于所折上圣月时中国九角流离之作将人五感错一仇 以律词为之与真不寻家园外散其侍郎 开荒莫贵州里里光是聚众为乱兆仇兆木讨之师刺痕 领遣使者欲其驱率动主莫重解兵将款贵州长史王文彤所重 以一筹所仇诈宣言约州县不能随养至边民扰叛飞虫 知罪也乃命是知影虫共作并从这四人为设九十而浅 知虫大跃归动部设备筹至五根掩入其洞西法里兵 以灵于贼向州逆帅度调辽罗州逆帅靖等相继降款分浅 见州开府梁逆讨判夷罗受罗州刺史逢宣讨贼帅里大谈并平 知传守军门城至属首领为州县官而海众接岳辅有青州 四十年猛力率众营军出猛力绝将山洞御徒为逆致事 黄巨请深入朝筹以其极度应是无猜二岁放海州与之 约约八九月间可亦经师相见仇海奏状上亦不亦 其年十月猛力促尚未筹约如不前将猛力来精进死矣 筹约猛力共成为约甲令生死前子入世约人性直 其子必来出猛力临终借其子长征约我与大使为约 不可施信于国事辱葬我气及以上路长征如言入朝上 大约约何仇者姓满以乃至于此以薰寿开服 仁寿出文皇后崩与语文凯参点山林制度仇姓少言 善后上旨游是渐渐轻逆及上级赌位仇曰辱祭曾藏皇 后今我方死以好安置属此何意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 知相见于地下上英兰太子警卫曰何仇用心我父 以后事动尽共平章 大叶出阳帝将信阳周未筹约经天下大定阵成红 叶福张文物却略犹多倾可讨阅图及营造于福与遗颂 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清筹于是银辉三万六千人账 及车于碾路皇后不百官遗服依其而就送于江都所 批据一千一百四十九 一公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据一级地使兵部侍郎明雅宣布 郎薛麦等沟河之数年方近毫厘无传仇参会经古多所改 创位近以来疲变有因而无稽倒仇曰此古田之福 也经浮已入朝以便其智故便师向崖三倒自愁时也 又从省之福出无配寿仇曰此乃会说小朝之福安有人 陈夜帝儿去应寿兼无配玉之劫乎乃家头小寿及配衣 指就至五路于圆上其乡天子与参成同在乡内酬曰 君臣同所过为乡逼乃广为盘于别够兰顿是成立于 其中于内附其须弥平坐天子独居其上自于灰状文物增 损及多士建威复制地附令仇造荣车万臣 勾成八百连 地善之以仇守太府清后三岁兼领少府兼辽东之一社 幼屯卫将军领域引弩守三万人时公布上书与文凯造辽水桥 不成师不得济幼屯为大将军铁杖因而遇害地浅仇造荣 二日而就出仇至行殿及六合成至逝地于辽左与贼相对 叶忠师之其陈周回八里陈及女缘和高时任上布甲势力 仗见其似于智却面别一官官下三门持名而高望 建卫若神公是岁家精子光禄大夫明年设佐屯卫将军 从至辽佐十二年家幼光禄大夫从信将都欲语文化及作乱语 为公布上书化及拜献于窦见德见德复以为公布上书书 国公见德拜归于大唐寿将作少将醋 开皇时有留者和奸人也信强名有巧思后主 知之令修三绝台圣称只因而立直通险及高足见作大 建卿伟拜又为将军兼将作大将千都之始于高窘参长制 杜代号为能大叶时有更者不知何许 人也及其地滚具巧思绝人阳帝美领其兄弟至少福将作 于时改创多物更滚美餐批至一千一百五十 典骑士凡有所为何仇先令更滚利样时工人皆称其善 莫能有所损益更官至朝散大夫滚官至散其侍郎 史臣约与文凯学一间该司理通善规局之妙参纵般 而时制度取则焉其其人寿公营见络意要求实性 穷齿及史文皇师德阳帝王身为乱之原意意此之由 至于考揽书传定名唐图虽亦过其通有足观者疲 丑巧思过人剖习旧世姬前王之彩章成一代之文物虽失 至于华盛亦有可传于后焉 批至一千一百五十一 列传第三十四 也有 王少自军茂太原近洋人也赴松年通直散其侍郎 少少沈莫好读书若冠上书仆设未收辟参开辅军事类 千太子舍人呆兆文灵管实祖孝珍未收阳修之等长论骨 是有所遗忘讨悦不能的因忽少问之少俱论所出曲书 厌之亦无传物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薄物后千中书舍 人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寿禅寿著作左郎以母忧去 执在家著书时至静思传使为内使侍郎李元曹所奏 尚怒浅使收其书懒而悦之于是其为缘外散其侍郎修起 居住少乙骨有钻碎改火之意尽代废绝于是上表情变火 约臣锦暗周官四十变火已旧时即明火不属变 时即必兴圣人做法起突然也在尽时有已落阳火度将者 代代誓之相续不灭火色便清袭失矿时泛云是劳心所窜 净平宫时事之果然车网金温酒及制肉用石碳柴火竹 火草或麻该火气味各不同以此推之心火就火理应 有福愿远尊先圣于五十取五目以便火用功甚少就义 方大纵使百姓喜酒未能顿痛上十内厨及东宫诸主食厨 不可不依古法上从之少又言上有言带干之表指示群 陈上大约赐物数百段拜著作狼少上表言服命约 习周保定二年岁在人五五月五日清周和便清时 批据一千一百五十二 李靖彻是以为己瑞改元约何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使 作随周四十历年二十岁果大兴陈锦案亦昆灵图约 圣人受命瑞先见于何何者最着未能清也切以灵况 修祥礼无须发何清起圣时属大随五为火以明火得 仲下火王以明火得月五日五何天树的树记得寿命之臣 允先见之召开皇初少周人阳令哲敬河的清时屠一子 时屠一阶引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洲 幼的时屠颇为两段有阳树之行根子叶入水的神 附下有文约天补阳心安逸绝得的古铁版文约 皇室天年赖养铁券王兴同周的时文约天子言 千年大吉成以前之三十不图何以用时时体久 故意与上名符何复七字何以这一久故间是神 灵之悟孔子叹何不出图落不出书经于大随盛士图书旅 初见得六年博州大州村有豆白者圣黑者死大象园 年夏焚羊遍水北有豆初见白气属天自东方立阳五而来 吉至白野长时许丈有黑尘云而至两香薄炸和炸 离自五至深白升天黑坠地井暗君向野前 豆于博州州村者盖向至尊以豆之岁为博州总管岁代周有 天下后豆于营养者盈自三火明火得之圣也白从 东方来历阳五者盖向至尊将登地位从东地入自重阳门也 西北升天者甘为天门昆灵图约圣人杀 不可得而杀皆盛弃也又约太姓商民公色长八尺 六时是何以真月成见白与五黑豆白铃固太人 有命仅按此言皆为大随而发野圣人杀者前后死 世也姓商者皇家与五姓为商也民公者五元皇帝会与五 身为公色者随色上长八尺者五元皇帝身长八尺 何以真月成见者太真月挂见之所于金师为成的白 批据一千一百五十三 与黑豆者博州银阳斗士也盛所以白者阳性那阴 为商至尊又心有碎身为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所以 黑者周色黑所以称武者周明明武宣进凡武帝 照成带月藤武王一时福法一五数百灵者 灵游圣也正玄说灵为除凡都能去迪约除成以太 人有命者太之为言通也大也名其人道通得大有天命也 甘早度约太表代干正玄柱云表者人形体之 张实也干顿也太人之表代干成福建至尊有代干之表 一知太人之表不爽毫离昆灵图所云自自皆验尾书 又称汉四百年中如其言则之六十世亿必然以席宗周 博士三十经则备之 激懒图云太平时阴阳和和风雨同海内部 偏得有祖险故风有池及虽太平之阵有有不能均同为 平均乃不明条故遇风雨薄薄者陈流也仅按此言盖 明至尊者为陈流公是自伯州总管遂受天命海内军痛步 偏部党以陈太平之风化也在大统十六年五元皇帝改封城 流公是十国有秘迹云天王陈流入并周王高 扬为是诸陈流王彭乐其后五元皇帝果将兵入并周周五帝时 望弃者云伯周有天子弃于是沙伯周次使歌斗灵公至尊代为 之幼尘流老子此有枯伯是传云老子江渡是云呆枯伯升东 南之回旨有圣人出无道复行至枯伯从下升之东 南上纸业有三童子相语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壮儒 散圣主从此去集至尊目伯周清至此树之下自是伯之 回报其枯枯之见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重视太平主出于 伯周陈流之地皆如所言基缆图又云制道的则因 物变为阳雾正玄柱云聪变为九亿市井案自六年 以来远近山石多变为玉石为阴玉为阳又左位圆中聪 批至一千一百五十四 皆变为九 上揽之大跃次悟五百段位己少父上书约 一干凿度约随上六居系之乃从为之王用响 于西山随者二月挂阳得诗行翻绝难解万物随阳而出 故上六居九五居系之为池之名被阳化而因随从之也意 基缆图昆六月有子女任正一年传为赴五月平 之从东北来立大起土意西北地动心坠阳未屯十一月神 人从中山出照地动北方三十日千里马树至井案 凡此一伟所言皆是大随扶命随者二月之挂明大随 以二月即皇帝为野阳得诗行者名阳是之德教诗行于天下也 翻绝难解者名十番章皆是通绝显难皆解散也万物随阳 而出者名天的兼万物随随阳是而出见也上六居九五居系之 者五为王六为宗庙明宗庙神灵御令登九五之位帝王居 明以礼系明以义也居明以礼系明以义此二居意 是干凿肚度之言维持之者名能以刚维持正天下也备阳 化而欲阴随之者名因类备复阳是之风化莫不随从阴未成 下也望用想于西山者盖明至尊常以岁二月信西山人寿公也 凡四称随三称阳玉美随阳丁应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 在位六月见位言至尊以六月深也有子女认证者言乐平 公主是皇帝子女儿为周后认里内政也一年传为父者父 是坤之仪式挂阳契出身严周宣帝崩后一年传为与阳世也 五月平之从东北来历者平之为真人自知物也 严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在此时至尊谦让而逆天意 故于年乃立席为定州总管在京师东北本而言之故约真 人从东北来历大起土意者大起及大兴盐盈大兴臣亦也 西北地动心坠者盖天意去周寿随故变动也扬畏者炎阳 世的天位铸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者此挂动而大亨作故 批据一千一百五十五 至尊以十一月备受伯州总管将从中山而出也照之时停留 三十日也千里马者盖至尊就所成又留马也屯挂阵下坎上 阵与马坐足坎与马为美己事故又留马己有肉安行则先坐 弄四足也属智者盐力属智也 和图地通济约行锐出便举横斥印随夜灵黄 和图黄参迟约黄辟出尘元气道无为至绿被 遂举细座树开黄色卧神日头府提相不绝立皇后 亦不格道终使得幽列帝任正和区出夜辅稀烂可恕 仅按凡此和图所言亦是大随扶命行锐出便举横 这举法也横北斗心明所谓欲横者也大随受命 行赵之锐使出天象则为之便动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举横 亦为福系举横神正玄柱亦以为法御横之神 与此和图举横亦同赤印随者言赤地降经感应而生随也故随 以火得为赤地天子夜灵黄者夜和也言大随得和尚灵天 皇大帝也幼年号开黄与灵宝经之开黄年香何故曰也 灵黄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位至尊受命 出为天子也成元气者言成周天元中气之运也道无为至 律者至下托一字言大道无为至定天下律从被遂举系 作树者举法也席穗黄沃基举福系作八卦之树言大随 被伏三黄之法树也穗黄基举与建议为开黄色者言 开黄年亦福色也沃神日者沃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开黄 以来日渐长议其一头府提者言头受正是于辅佐使之提 妾也向不觉者法向不废觉也立皇后亦不格者格志 也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后四而其辅意之人不能至于善也 道中使得幽列者言前东宫道中而得列金皇太子道使而得 幽也帝认正和驱出者言皇帝轻认正是而少周和兵的时 土也也辅稀烂可树者也和也稀兴也言群成和兴 批据一千一百五十六 辅佐以兴政制烂然可计数也所以于皇参池帝通计 二篇臣大随服命者明皇道帝得尽在随也 上大月以少为至尘宠夕日龙时有人于奉全玉的 二百十婆有文理岁复至其文以为字复言有诸物相而上奏 约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月及二零双凤青朱雀 邹于选五个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臣之名凡 二十七字又有天门的护人门鬼门闭九字又有却非吉尔 鸟其鸟皆人面则报仆子所谓千秋万岁也其小玉 亦有五月却非求息之相二玉具有先人玉女成云控之相 别有壮诸神不可敬石盖世风博与诗山经海若之类 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座钩成北斗三公天将军 吐司空老人天苍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秀凡四十 五公诸字本无形五然往往偶对于大玉则有皇帝姓名柄 陵南面与日字镇顶足复有老人心盖明南面向日而长寿也 皇后二字在西上有岳行盖明向月也于赐玉则皇帝名与久 千字赐彼两阳字与万年字赐彼随与吉字正并盖明长久吉 庆野少父回护其自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为陈赐 博千匹少于世采民间歌摇影图书称为依约福命郡之佛 经传为皇随陵感至和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 少及诸周朝即使洗手焚香闭目而独之屈折其身有儒歌 永经设寻朔便而后霸上一喜赏赐优恰 仁寿中文皇后邦少父上言曰佛说人应身天上 即上品上身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祭乐来迎之 如来以明星初时入涅槃福为大行皇后圣得仁慈福善征服 被诸密记皆云世妙善菩萨成景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 内在与金银之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 十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阵满虚空至夜五更中俨然 批据一千一百五十七 如昧便及生辖与经文所说是皆福燕成又已予亦死之 皇后谦化不再仁寿大行公者盖壁至尊长居正处也在永 安公者向今师之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后生辖后二日愿 内夜有终生三百余处此则生天之应显然也尚懒而且悲且 喜 实属王秀以罪费上故为少曰皆呼五有五子三子 不才少静曰自古圣地名王皆不能以不孝之子弟 有二十五子同性者二于各得摇十子顺九子皆不孝 下有五官周有三间上然其言其后上梦遇上高山而不能 得摧彭彭脚李圣福走得上因为彭曰死身语而聚 少曰此梦大吉上高山者名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 由彭祖里由李老二人服侍时为长寿之真上闻之喜 剑荣色齐年上崩位己催盆异促 阳帝四位汉王亮作乱帝不忍家诸绍上书曰成文 帝灭炎盖云母帝周公诸管姓一天伦书向陆书于众 尼卫之遗旨时西沙时后秋明已为大义此皆经及明文帝 王长法经陛下至此逆贼度月前圣寒洪宽大位有以谢天 下锦案贼量独被申明者也是知骨者同德则同性德则 性故帝有二十五子齐的性者时有四人为青阳遗骨 与帝同为基性量即自觉请改其世少以此求媚第一 为不从千秘书少兼数载促观 少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传随书八十卷多路 口斥又采于怪不经之语及伟象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 此意繁杂无足称者遂时随带文五名成列将善恶之记 因梅无文初传至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书记传一 百卷及凭贼记三卷或文此比也或不轨不误害人士 听大为有时所吃彼然其采至今时谬误为读书记三十 批至一千一百五十八卷十人福其经博源自治学记忽目睹好经时遗落事 试用思记专性颇恍惚美智对十碧目凝丝盘中之肉 折为仆从所但少福之绝为则肉少数罚除人除人以情白 少少依前必目似而知除人方免吃辱其专故如此 原冲 原冲自得福本陈俊阳下人也其后欲居丹阳祖昂 父君证据为梁氏中充少进雾年十余岁其父党至门时 东初充上一格山客系充曰元郎子子兮麦兮其其以丰 充应申达约为子与麦福之无数以士大见皆赏试 陈年时期为秘书郎立太子设人静安王文学立布侍郎 散其尝试集成灭归国立盟路二周司马充信好道数 颇解战后由士领太使令时上将费皇太子郑穷至东宫官署 充见上亚信服应应兮止境约比官悬向皇太子费 尚然之冲赴表奏随心以后日影见长约开黄元年 冬至日影仪帐二尺七寸二分字耳见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仪 帐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策影仪帐二尺八寸八分 二年夏至影仪持四寸八分字耳见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仪 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归之法正日影日至至影尺有五寸 正玄云冬至至影仪帐三尺今十六年夏至至影短于久 尹五分十七年冬至至影短于久尹三寸七分日去及近则尹 短而日长去及远则隐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及近外道则去 及远摇点云日短星矛以正中冬聚矛星昏中 则之摇时中冬日在虚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黄以来冬至 日在斗十一度与唐瑶之带去及并进锦岸春秋元命包云 日月初内道的长天地丛林圣王祖公金房别 对约太平日行上道深平行四道霸市行下道浮为 大随起运上杆干圆影短日长正谷未知有也上大月 批据一千一百五十九 告天下将作义公英家成克丁将苦之人受出充严上本 命与阴阳绿履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音上表曰皇帝宰旦之 除非只神光锐气家祥应敢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 与天地日月阴阳绿履运转相符表里和会此诞生之宝 立之元经与物更新改年人寿岁月日子还共诞生之时病 同名和天地之心得人寿之礼固之洪积长蒜永永无穷 上大月赏资幼崇贝末之彼 仁寿四年甲子岁阳帝初即位冲及太史臣高至宝奏言 去岁冬至日隐于长经岁皇帝即位与瑶寿命年和习堂 瑶寿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季甲子天镇十一月更需冬至 陛下即位其年即上元第一季甲子天镇十一月更需冬至 正与唐瑶同自放薰以来凡经八上元期间棉带位有人寿 甲子之和锦案第一季甲子太一再义公天目居武德英 杨历鼠病的福同唐瑶承生炳子年寿命指和三无畏弱 己丑甲子之干病六和允一元三统之旗和五季九章之会 共帝瑶同其数与皇堂比其宗姓所谓皇哉堂哉堂哉皇哉者 以仁凤王兰律百官拜表奉贺其后迎或守太为者数寻 于时善至公式甄义凡重冲上表称陛下修得迎或退舍 百疗贺帝大喜前后赏赐将万计时军国多物冲厚地义 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剑像须有改作以示取媚于上大业 六年千内史社人从真辽东拜朝请大夫密书少奸其后 天下乱地出离燕门之恶又盗贼一起地心不自安充富甲 托天文上表辰家瑞以媚于上曰 承文皇天府得皇天府千妻正司三成告应府为弊 下卧路徒而欲前首提万善而化八宏以百姓为心匪以义人 寿庆先天网为所欲后天必奉其时事已出因保利正上 原知记甘之初久又与天命福慧思则圣人名气故能动和 批至一千一百六十 天津景岸去年以来悬向新瑞豪里无爽景路由上天 降降破突厥等状七世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窦出王两北阵落 突厥迎深如崩墙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富有大流星如窦 初雨林向北流阵北方一站平二夜流星坠贼锁贼臂 拜散其三九月四日夜平有两星带如窦出北斗奎向东 北流一站北斗主杀伐贼必败其四岁星主福德平行 京都二处分野一站国家之福其五七月内迎获首雨 零九月七日已退舍一站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六去 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炉 明月迎破其同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 契更北方突厥江王之印也一堪成路河南洛阳并甲 自于甘元出九瑶及上元甲子福和此事福地有魔所绿炫 官网政策文前古彼则时间出今则一朝总翠起飞天赞 有道铸兼凶涅方清九一于东会省武敌于北明告成戴月 无为焚水书奏帝大悦超拜秘书令清呆于逆帝美玉珍讨冲 皆欲知之乃假托心向蒋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换之与文化 即杀逆之计并诸冲十年七十五 史辰曰王少元自幼同气呼白首好学不卷究极群书 近身恰文之事无不推其薄物雅好著述 久在史观济传 书间修随点好鬼怪之说上伪象之谈文词比会体统 凡杂之溃难懂才无千故图凡汉莫不足观才原冲 少在江左出以警务建称为直随朝更以玄向自令并要求 实性干净物入少经营福瑞杂以妖额冲变动心占谬增 鬼影后乌天道乱长五重行资物舍其在似乎且少为何 朔清流冲乃江南望族干梅容力的不以道推其家身良 批至1161 可叹息 批至1162 列传第35 杨选感李自雄赵原书胡思政流原进 杨选感司徒素之子也提茂雄伟每须燃少时晚成 人多为之吃其父每位所清约此而不吃也极常好读 书遍其社以赴军功为至诸国与其父聚为第二品朝会 则列其后高祖命玄赶将义等玄赶拜谢约不亦必下宠 臣之盛许以宫廷展思靖出败隐周次使道官前不耳 穆查常立能不其有善政及脏污者欠借必知之往往发齐 世莫赶期引力明镜福皆称其能后转送周次使父忧去 直遂于启拜红卢清席觉楚国公千里布上书信虽焦距 而爱众文学四海之明之世多屈其门自以累世尊贤有盛名 于天下在朝文武多世父之将立附建朝刚建稳帝又猜忌日 圣内部自安岁与朱棣前谋废帝立秦王浩及从征土御魂 还致大豆拔古时从官狼被玄感玉席及行公其书圣位玄感 约是新上义国为有幸不可图也玄感乃指实地好 征伐玄感玉立威明英求将领卫兵部上书断文正约玄 感是何国恩宠于雅芬自非利效编义何以色则若方于有 封城之景树的直边行政少展司发之公民公兵格式私感 不兴富文正因言于弟弟家之故为群臣约将门必有 将相门必有相顾不须也于是赖物千段礼玉一龙婆 玉朝政批至1163 帝真辽东命玄感玉黎阳都运于使百姓苦意天下思乱 玄感岁宇武奔郎将望重伯极俊赞至赵怀义等谋义玉令地索 军众基内每为豆流不时尽发地池之前使者逼促悬赶 扬言约水路多道贼不可前后而发其第五奔郎将选纵 扬郎将万朔并从信辽东悬赶前前人照之时将军来护而已 周师自东来将入海去平壤成军卫发旋赶无以动众乃浅 加奴伟为使者从东方来谬称护而失军其而返旋赶遂入离 阳县必成大所南夫于是取帆布为木甲属官属皆准开黄 知就遗书邦郡以讨护而为名各领发兵会于仓所以东 光线为原物本为离周刺史照怀意为为周刺史河内郡主布堂 依为怀周刺史有众且一万将席洛阳堂为至河内池往东 都告知月望洞名部尚书凡子盖等大俱乐兵被欲修无限 冥香绿首林清官选赶不得祭祟于极具难度和从乱者如是 数日屯兵上春门众至十余万子盖令河南赞至陪红策巨之 红策战败禅落父老敬至牛九旋赶屯兵上书审美事众约 我身为上驻国家累据万经至于富贵魔所求也经者 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道玄之急救离原之命而重 接月议员们请自孝者日有数千与凡子盖书约 夫剑中立义是有多图剑机而作盖非一魁席一引放 太甲于同宫或光费刘鹤于昌义此并宫度内不能一二批成 高祖闻皇帝但因天命造之屈于在以七正卧经敬以 欲六无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至今上转成宝力一故 红姬乃自觉于天铁明拜得平年四书盗贼于世之多索 再修至名利为之雕竟荒饮酒色子女必备其清单完全 情皆离其独鹏香山或惠公行那邪宁之言度正直之 口家已转书不惜摇曳无其氏族田沟贺海谷碧原也 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居为茂草玄感是河国恩 批据一千一百六十四 卫居上将先供奉一兆约好子孙为我 辅必知恶子孙为我 平处之所以上秉先指下顺明心肺此迎婚更立明哲 四海同心九州回应世族用命如赴丝绸明树相趋一行 宫道天意人士较然可知宫独守孤城市和之九院以前 离在念设计为新物居小李自一一七谁为国家一旦制 此之比山炫研磨所拒 遂境逼都城 刑部上书为旋律众数万字观中来源东都已不齐二万 渡禅剑挑战玄感违背玄竹之伏兵发前军进煤后数 日玄赴雨玄感战兵时和玄感炸令人大呼约官军已得 玄感以玄军捎带玄感雨数千其成之于是大溃雍八千 仍而去玄感骁勇多利美战清运长矛身先士族因乌斥炸 所者莫不震慑设论者方之相羽又善辅玉是乐至死游士 战无不截玄军日促良又静乃兮众决战正于北芒一日 之间战时于和玄感地玄挺中流史而避玄感烧雀凡子盖 副浅兵宫上书审又杀数百人地浅五奔狼将成人公元物本于 黎阳五位将军驱突通屯和阳左翼大将军宇文树发兵寄进 又宵为大将军来护而复来复元玄感请寄于前明部上书李子 雄子雄约驱突通小席兵室若一度合则胜负难绝部 如愤兵巨之通不能寄则凡魏诗原玄感燃之将巨通 紫盖之其谋术及其淫玄感不果净通碎即合军于破林 玄感为两军西抗卫玄东巨驱突通紫盖复出兵于世大战 玄感军平北赴请寄于子雄子雄约东都援军意至我师 屡拜不可久留不如植入关中开永风仓以正平伐三福可 指挥而定具有福库东面而征天下此意霸王之夜慧华 英诸阳请为乡导玄感遂是洛阳西图关中宣言约我已 破东都取关西以宇文术等诸君涅之至宏农功赴老遮 批至1165 说玄感约功成空虚又多激素功之以下进可决敌人之 石退可歌以阳之地玄感以为燃流功之三日成不下 追冰碎至玄感西至宏乡上盘斗布阵更五十里与官军且 战且行一日三败赴阵于董渡元朱军及之玄感大败毒 与时于其窜林墓间将奔上落追其至玄感赤之皆拒而返 走至加卢树玄感窘破毒与地积善不行自知不免未积 善约是败以我不能受人陆辱辱可杀我积善抽刀拙 杀之因自赐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守据送行在所折 其施于东都市三日赴鸾而焚之于西平其地玄奖为一阳 太守将归玄感为郡臣周域所杀玄纵帝万朔自帝所逃 归至高阳指传设监视许华与郡兵直之斩于卓郡万朔 地名行官至朝请大夫斩于长安并聚孝哲公亲请改玄感 姓为萧氏照可知 初选感为东都也梁郡仁寒韩相国举兵应之选感已为何 南道元帅巡月兼重十余万宫飘郡县至于湘城玉选感 拜兵剑溃散为力所值传守东都 李子雄伯海调人也祖伯奔为建议代福复陶之东 平太守于湘人高仲密同归于周关至继周次使子雄少慷慨 友状至若冠从周五帝平以功受帅都督高祖作湘从为 孝宽破位炯于湘周拜上开福次绝见昌县功高祖受禅为 票齐将军罚臣之意以功敬畏大将军力称将二周次使 并有能名人寿宗作事免汉王亮之作乱也阳帝将发幽州 兵以讨之时斗抗为幽州总管帝孔其有二新问可认者于阳 素素敬子雄受大将军拜连周次使持至幽州旨传舍 赵木的千余人抗士素贵不时相见子雄遣人遇之后二日 抗从铁骑二千来一子雄所子雄服甲请与相见殷勤抗 遂发幽州兵部其三万字锦刑以讨量十辆遣大将军流剑掠的 批据一千一百六十六 验照正宫景行相遇于暴毒山下栗战破之千优州总 管寻真拜明部尚书 子雄明辩有气干地圣人之心罗长浅使朝供子雄治朝 唐宇宇宇因问其官至所由其使者曰疲变一向安有大国 君子而不时疲变也子雄因曰中国无礼求诸四仪 使者曰自至以来此言之外未见无礼献司以子雄师 此奏何其是尽作免而而复职从信将都帝以帐位不整 故子雄部五之子雄力指挥六军肃然帝大跃约公征武 侯才也寻转右五侯大将军后座是除名辽东之一帝令 从军自孝因从来护而自东平将指沧海会扬选赶返于黎阳 第一支赵索子雄送行在索子雄杀使者王规选赶选赶美 请寄予子雄语在选赶传及选赶拜福诸及美其家 柏林赵元叔父是魔初是高宝宁后以众归周寿上开 府玉居金赵之云阳高祖建作横点宿位后从晋王罚城 先锋遇欲贼力战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室以元叔媳妇本官 赐物两千段元叔信书但不至业家徒必利后属岁寿 票其将军将之官吾以自己时长安妇人宗连加累千金 是周围三元令有妓女慧而有色连读其之美求贤夫文 元叔如是请与相见连有风以美谈笑元叔一之极致 其家福丸居处拟于江相久憨奏女乐元叔所谓见也元 书辞出连约公子有侠可赴来也后属日赴造之 艳乐更齿如此者再三因为元叔曰之公子肃贫老夫 相继因问元叔所需尽买与之临别元叔再败至谢怜 负败曰曰彼人妾不自量静慕公子今有一女怨为姬走妾 公子一和如元叔赶溃税拼为七连赴送奴婢二十口粮 马时于匹家以坚薄景起及金宝真完元叔岁为妇人及阳帝 四位汉王亮作乱元叔从阳素及平之以恭敬畏 祝国败得 批至一千一百六十七 周四使循转引川太守并有威会应入朝会司农不时那珠 郡租古元叔奏之地位元叔约如清一者即日了 元叔约如成一不过时日地即日拜元叔为司农清那天 下租如炎而了帝月焉礼部上书阳玄感前有志以元叔 可与共乱岁与结交多以金宝辽东之义领将军点宿位 加寿光路代府风格公明年地赴真高以元叔振铃鱼 即玄感作乱其地玄纵自帝所逃归陆金铃鱼元叔出其小七 卫世间玄纵对宴及欢迎与通谋并受玄纵路以及玄感拜 仍有告其事者帝已属立元叔言与玄感结婚所得金宝则为 才拼时无他故卫世赋言出不受经帝清零问簇无词 帝大怒卫世臣曰此则反状和劳众问元叔及卫世句 斩于卓俊及梅其家 河南胡思镇祖春卫太保上书令常山文宣王复徽 散其常侍新菜郡公正名物有器干出为亲卫后以军攻守 以同胜为阳宿所里大业中为上书兵曹郎正有风审美 奏世卫常不称指阳帝月之剑建委信阳玄感兄弟据语之 交辽东之义兵部上书断文正促侍郎明亚赴以罪费地迷 属义寻千兵部侍郎于十外市四宜军国多物正处断变速 称为干礼玄感知返也正与通谋及玄纵等王规一正之计 也帝在辽东将班师穷至玄纵于内部自安岁王奔高 明年帝赴东征高请将求直送阵帝许之岁所振 而还至今诗以正告妙左翼为大将军自文述奏约胡思 正知最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分若同常行贼臣逆子何以 臣诉请辩常法帝许之于是将正出金光门附阵于主 公亲百疗并亲及设鸾割其肉多有但者但后烹煮收其余 古坟而扬之 于汉流远近少好任辖为周里所踪两首各长尺于比 批至1168 垂过西洋帝与辽东之一百姓骚动远近自已相表非常阴 有至岁据众和王命会帝赴辽东征兵无会士族皆 相为约去年无备父兄从地争者全胜之时有死亡太半 海谷不归今天下以罢必士行也无数其无一类以于是 多有王散俊现补之既既而杨玄感齐于离杨元净之天下思 乱于世举兵应之三无苦意者莫不想致寻月众至数万将 渡江而选感拜吴俊珠谢净临馆丛一举兵有众七万贡 银元晋奉以为主具吴俊称天子谢虫具为菩舍属制 百官毗邻东洋会基建安豪杰多职常立以应之地令将 君土万绪光路代府于具罗帅兵桃烟元晋西屯毛蒲以抗官 君平战护有胜负元晋退宝区阿宇珠谢管虫和军重制 十万绪进君逼之相持百于日为绪所败宝于山绪复 破之谢战死元晋影去见安修兵仰氏二将亦以施老顿 君自首额而二将聚得罪地令将都郡成王氏冲发淮南兵集之 有大流星坠于将都未及得而南氏魔符竹木皆有身至吴俊 而落鱼的元晋二之令绝的入二仗的一时进仗于后 数日失时所在是冲季度将元晋将兵具战杀千余人士 冲炯及退宝严林炸元晋浅兵人各持毛因风纵火是冲 大巨江气银而顿御反风火转元晋之重巨烧而退市冲 简锐促演及大破之杀伤太半自视平战折败元晋未管虫 约是即已已已死绝之余是初挑战具为士冲所杀 其众西将士冲坑之余停建死者三万人其余往往保险 为道其后董道冲审法新李子通等臣此而起战争不息 戴鱼随王 李密陪人机 李密自法主真相公演之从孙也祖要周行国功赴 宽销永善战干略过人自周及随数金将领智驻国仆 批至1169 山郡公号为名将密多愁算财兼文武智气雄远长一记 勿为己任开皇中席父爵菩山公乃散家周善亲故养 克里 以贤魔所爱令与杨玄敢为文景之交后更折结下为丹 学 有好兵书 送接在口诗是国子助教包凯寿使记汉 书立金望眷凯门徒皆出旗下大业出寿亲位大都多 非其所号称吉而归 吉阳玄敢在离阳有逆谋 因遣家同志经师照密令与帝 玄挺等同赴离阳玄敢举兵而密至玄敢大喜以为谋主玄 敢谋祭于秘密 秘密约于有三纪为公所则惊天子出真远 在辽外地去幽州玄阁千里南有巨海之县北有湖蓉之患 中间一道礼吉兼为金工雍兵出其不异常驱入即之恶 其侯前有高退无归路不过寻月良必竟举灰一照 其众自将不战而秦此祭之上也又观中四塞天府之国 有位闻生不足为一经一律众精尘物功倾古行物早 西入天子虽还施其经代具显灵之故必克万全之事 此祭之中也若随敬逐便先向东都唐一告之礼固守 隐兵宫战必言岁月胜负书未可知此祭之下也玄感约 不然宫之下祭乃上策以经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步 取之安能动物且精尘不拔河以示威秘祭岁步行玄 赶祭至东都皆皆自卫天下回应公在朝夕即为福寺 又为以复兴是以君旅之事不专闺密福寺即非同谋应战 被指美社仇皆持两端后始作习闻福寺故词不可密 揣之其情因为玄感约福寺原非同盟时怀观望明公出 其大事而兼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物以请展谢众方 可安及玄感约何至于此秘之言之不用退位所清 约楚公号反而不欲圣如何无属经为鲁以后玄感将 西入福寺境王归东都 批至一千一百七十 十里子雄劝玄感肃称尊号玄感以问于秘密约袭成 圣自欲称王张尔剑而被外卫武将求九西巡御旨而剑书 经者密玉镇言还恐追踪二子阿余顺义又非密之本图和 者兵起以来虽负平节至于郡县位有从者东都首遇上 强天下旧兵役至公身先是众早定观中乃玉及自尊崇 何事不广也玄感孝而止及与文术来护而等君且至玄 敢为密约即将安出密约圆红四统墙兵于龙幼金 可扬言其反遣使银功因此入关可得待众选赶遂以密 谋号令其众因引西入至闪现玉为红农功密建之约 宫金炸众入西军事在宿矿乃追兵将至安可基流若前 不得聚官退磨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岁 为之三日功不能拔方引而息至于闻香追兵岁及 玄感拜密兼行入关与玄感从书寻相随逆于逢一寻期 知舍寻为灵人所告遂补求于经兆遇事实阳帝在高阳 与其据颂帝所在图为其图约五等之命同于招禄弱 至高阳必为祖海经道中有可为既安得行就顶或不归逃 必也众然知其图多有经密令出世使者约五等死 日此经并留复公信用香其余及皆报得使者立其经 遂相然许及出关外防禁见持密请通世九十美燕影喧哗 禁系使者不以为一行刺寒丹叶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墙 而顿宇王仲伯王底平原贼帅好孝德孝德不胜礼之被遭击 仅致萧树皮儿时仲伯前归天水秘义怀仰舍于村中便 姓名称刘志远剧图教授经树月密玉玉不得志为五言诗 约经凤荡初节玉露雕碉玲瓷慈系穷图世空枕玉桃心 跳厅梁多感慷慨读占经占经和所谓畅然怀骨疫情俗游 为平汉道将贺迹凡怪市井图销和刀比利一朝时运河 万古传名气既言世上雄须生真可愧失臣而弃下属行 批据一千一百七十一 识人有怪之者已告太守照他献补之密乃王去抵其媚夫 雍秋令秋军名后军名从紫怀翼已告地令补秘密的顿去 军名尽作死 惠东郡贼帅迪让巨党万余人密归之其中有之密是悬赶 王将前劝让害之密大巨乃英王伯以策干让让浅说诸 小贼所致折降下让使径焉照与记是密位让约经兵 众计多良魔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必大敌已临死 王无日未若直去银阳修宾馆古代是马肥冲然可与人真 力让从之于是破经低官略银阳诸县城堡多下之银 阳太守寻王庆及通守张须陀以兵讨让让述为须陀所败文旗 来大巨将远避之密约须陀永而无谋兵又咒圣祭 娇且很可一战而秦宫但列阵以呆宝为攻破之让不得 以乐兵将战密奋兵迁于人于陵墓兼设服让与战不立军 烧雀密发福自后眼之虚陀重溃与让何极大破之遂斩 虚陀于阵让于是令密建崖别统所不密复说让约昏主 蒙尘波荡无越为毛进其海内饥荒民宫以阴劫之才而 统枭雄之旅以阔清天下诸俭群凶其可求食草兼常为 小道尔以京东都市数中外离心留守诸关镇令不一名 公清律大众只眼心落仓发素以正穷乏远近书不归腹百 万之众一朝可及先发至人此机不可施也让约蒲 其拢之间望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蒲领诸君辩 为后殿的仓之日别一只密语让领经兵七千人已大 夜十三年春出阳城北渔方山自罗口席新落仓破之开 仓自明所取老弱腹强道路不绝 月望洞五奔狼江流长宫律部齐二万五千桃秘密一战破 知长宫仅已生免让于是推秘为主秘城落口周回四十里 以居之房燕早说下遇周东都大据让上密号为为公密出辞 批至一千一百七十二 不受朱江等故请乃从之社坛场即位称元年至官署 以房燕早为左常使丙元真右常使阳德方左司马镇德韬 司马拜让司徒封东郡其将帅封拜各有叉长白山贼梦 让略东都烧封都市而闺蜜攻下拱县县长柴孝何拜为 护军五奔狼江陪人姬以五劳闺蜜英遣人姬与梦让帅兵二万 于仁席回落仓破之烧天津桥碎纵兵大略东都出兵成之 仁姬等大败景以身免密妇清律兵三万逼东都将军断达 五奔狼江高皮刘长弓等出兵七万巨之战于故都官军败走 密妇下回落仓而拒之鹅而得涛德方拒死父以正挺为左司 马正前向为右司马柴孝何说密曰情的祖山带何西楚 被之而王汉高都之而霸如鱼一者令人击守回落敌让手 落口名公卿俭精锐息息长安百姓赎不交迎必有真无 战继克经一夜顾兵强方更长驱小寒扫荡经落传 席指总天下可定但经英雄近起时恐他人我先一招失之 是其何吉密约军之所图仆一丝之久已成为上策 但昏主尚在从兵由众我之所步并山东人既建位下洛阳 何肯相随西入珠江出于群道流之各尽此雄若然者戴江 拜以孝何曰成如公言非所及也大军继位可惜出 请兼行关系密从之孝何与树时其至闪现山贼归之者万 于人密时兵封胜瑞美入院与官军连战会密为流史所中 卧于营内后属日东都出兵及知密众大溃气回落苍规 落口孝何之众闻密退各分散而去孝何清其闺密地遣亡 世冲绿江淮静醋五万来讨密密拒之战不立柴孝何逆死 于落水密圣商之世冲盈于落西与密相聚百于日武阳郡 成元宝藏黎阳贼帅李文香环水贼帅张申清和贼帅赵军德 平原贼帅好孝德并归于密共席破黎阳仓具之周法明举江 知地以赴密郡贼帅帅徐元朗认成大侠徐诗人怀扬太守 批据1173 照他等前后款付以千百数 狄让所不亡如性劝让为大种宰总统众物以夺密权让 凶宽富为让曰天子只可自作安得与人如若不能作我 唯知密闻其言有图让之计会是冲列阵而至让出具 知为是冲所击退者数百步密与丹雄性等律精锐负之是冲 拜走让玉成圣境破其淫晦日目密固止之明日让与数 百人致密所欲为艳乐密巨传以呆之其所将左右各分令 旧时诸门并设备让不知觉也密隐让入座有好功出世 让遂令让设让隐闷将发密浅壮世菜剑自后斩之隐于床 下岁杀其凶宽及王如性并其从者亦有死焉让所不将徐世 既为乱兵所着忠重创密巨子之锦而得免丹雄性等皆 寇头求埃密并适而未遇之于是律左右数百人亦让本营王 博丙元真丹雄性等入营告以杀让之意众无感动者 乃令徐世纪丹雄性王伯芬统其众 为己士冲夜席苍尘秘密拒破之斩五分狼将废青奴 士冲父遗营落北南对拱献其后遂于落水造福桥西众 以及秘密与千奇巨之不利而退世冲英宝其臣下秘简锐促数 百人分为三队出击之官军烧却自相献逆死者数万人 五分狼将杨威王辩或是举留长公良得众董志通等株 将绿皆梅于正式憧憬而免不敢还东都遂走和阳其夜 于血齿于众随之者死亡带静密于世修经拥固成居之众 三十余万妇来功上春门留守为经出巨战密及拜之之今 于正其劝密及尊号密不许及一师为东都密出君争之 交随而退 而而宇文化及沙逆律众自江都北指离阳兵十余万密 乃自律部其二万巨之会越望动称尊号遣使者寿密太位上 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为国公令先平化即然后 批据一千一百七十四 入朝府正密浅使报谢烟化及与密相遇密之其君少实力 在即战固不与交锋又恶其归路使不得西密浅徐世记守 苍城化及公之不能下密与化及隔水而与密述之曰 清本匈奴造力破野头而父兄子弟并受随事后恩负贵累事 至妻公主光荣隆显举朝末二和国事之遇者虚国事报 知其荣主上师德不能死见反应众叛功行杀虐诸籍子 孙傍立之树善自尊崇欲归篡夺侮辱非后枉害无辜 不追诸葛瞻之忠臣乃为或与之恶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 又拥逼良善将欲何之今若素来归我尚可的权后四 化及漠然辅事良久乃称目大言曰共你论相杀是何须 作书与邪秘未从者曰化及雍诺如此呼吁图为帝王 思乃照高圣公之流无辙障屈之耳化及圣修公聚矣 逼离阳苍尘密领清其五百持妇之苍尘兵又出相应焚其功 聚今夜火不灭密之化及良且尽因违与何以弊其重化 及不知物大喜自其兵时寄密窥之会密下有人罪亡 投化及聚严密情化及大怒其时又尽乃度永济取与密 战于同山之下自成达有密为流史所中顿于极限化及掠 及郡北去魏县其江城制掠张同仁等所部兵归于密者前 后相继出化及以资重流于东郡遣其所属刑部尚书王鬼首 知智是鬼举郡将密以鬼为华州总管密引兵而息遣祭 是参军礼简朝于东都直杀阳帝人于宏达以越望洞洞以剑 为斯农少清史之反命照密入朝密至温县文是冲以沙元 文都如楚等乃归金庸 是冲既得善权乃后次将是善至气泻人心见瑞然密 冰少医是冲罚时乃请交易密出南之丙元真等各求私利 递来劝密密岁许焉出东都绝良人闺密者日有数百 至此的时而将人亦少密方悔而止密虽聚仓无福库 批至1175 兵术战不赏右后辅出赴之兵于是众心见愿实浅禀元真 守心若苍元真起自为见信又贪比于文文集之美魏密曰 不杀元真攻难为以密不达而元真之之阴谋叛密 杨庆文儿告密密故宜焉会是冲西众来决战密流亡博首 金庸自引金兵就掩饰北祖盲山以待之事冲军制令数百 其度欲和密浅培行眼律众逆之会日暮赞交而退行眼 孙长乐陈经等肖将时数人皆欲众创密圣恶之事冲夜前辑 师节朝而正密方觉之狼狈出战于是拜祭于万余人池 向落口侍冲夜为掩尸首将正挺为其部下所翻以成将侍冲 密将入落口苍成元真以遣人遣隐侍冲以密因之之而不发其 事应与众谋呆侍冲之兵半计落水然后及之及侍冲军制 密后其不时绝彼将出战士冲军西以祭以密自度不能知 引其而遁缘真净以成将于是冲 密众见离将如离洋人或为密约杀敌让知迹徐事 既己志于死经创由魏父其心安可保忽密乃止时王伯 弃经拥保何阳密以清其自五劳度何以归之魏伯曰 兵拜以酒苦诸君我今自吻请以谢重重皆弃莫能 养世密父曰诸君信不相弃共归关中密身虽溃无功 诸君必保富贵其府愿留谢对约习盆子归汉上时君书 明公与长安宗族有习之欲虽不陪其亦然而祖东都断随 归路使唐国不战而巨经师此亦公之功也重曰然 密碎归大唐峰行国公拜光录卿 河东陪人姬自得本祖伯奉周焚周赐使父定上仪 同仁姬少骁五遍公马开皇初为亲卫平臣之一先登 县正拜仪同赐物千段以本官领汉王亮府亲信阳第四位 量举兵作乱人姬苦见谅大怒求之于玉及量败帝加之 超败护君数岁改授五奔狼将从将军礼锦讨判满相思多余 批据1176 前安以公敬畏迎亲光录大夫赐奴帝百口卷五百匹集图 古魂于张叶破之家寿金子光录大夫斩扣略挖蛇败佐 光录大夫从真高敬畏光录大夫 帝信江都里密聚落口令人姬为河南道讨补大使巨武 劳以聚密集营阳通守张须驼为密所杀人姬吸收其众美誉 密战多所展时随大乱有功者不露人姬见强扣在前 士族劳必所得军资及用分赏兼军玉石销怀尽美意指之 众愿怨怀怀怀怀佑音持人姬长短欲有所奏和人姬聚碎杀 怀怀怀怀怀其众闺蜜蜜已为河东郡公其子行免消永善战 蜜父已为将郡公盛相伟蜜王氏冲以东都时进西众一眼 于蜜决战蜜问纪于诛江任姬队约视冲敬锐而至落下 必须可奋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减金兵三万磅和西出 以逼东都是充阙海我且暗假是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 则此有余力比劳奔命兵法所谓比出我归比归我出数 占乙皮之多方以物之者也密约公知其一不知其 二东兜兵马有三不可泣谢今一也绝技而来二也 十进球断三也我按假叙利以观其必比球断不得欲走 无路不过十日是冲之首可玄于麾下丹雄性等珠江青事 冲皆请占人击苦真不得密难为诸将之言战遂大败人 鸡为士冲所鲁士冲以其父子并肖瑞申理之以兄女妻行演 即见尊号属人鸡为礼部尚书行演为左府大将军行演 没有 攻占所皆披靡号为万人敌士冲但其威名颇家猜 防人鸡之其一部自安遂与士冲所属上书左臣与文如同 上时之常臣签密书臣崔德本等谋反令臣签于上时之计持 匕首以劫士冲行演以兵应于阶下指挥士定然后出越妄动 以辅之士零八将军章同仁之其谋而告之巨为士冲所杀 使臣曰古先帝王之心也非夫至得生人格于天地有风 批据一千一百七十七 宫伯利宏既艰难不然则其道无有以自周邦不尽随运 将龙五元高祖并者大功于王室平南国崔东下总百魁 定三方然后便欧歌千宝顶于石匈奴交巨勾无不朝祭 珍长于池义引马于清卫高祖内随外遇日不暇给伟心 屡于俊杰记者冲于找牙文武真池群策举服华夏之鲁 扫旗之寇俊五月以坐镇四海以为池后则备于狱中 于威震于书俗阳帝蒙顾顾夜剑批基祖伊洛儿顾小寒 跨两兜儿总万国经历属之在几乎王业之间难不误以道序 人将以身为海外运巨剑之至尘是非之便齿折迹之未远 望得一只不休于世凿通渠开迟到树以柳起影以精锤 西出玉门东于结石欠山因古福和达海名利雕竟遥述 无其绿土之心鸟精于溃方西归眼菜难讨流求是总八 狄之师屡见三寒之欲自以微行万物故只无为右功为常 军功高囊列宠不甲鱼外妻全部逮于群下族以令立宣 唐眼吞舟汉子孙万代人莫能窥正骨以来一君则已 遂乃外书猛是内计忠良尺有道妾之身恶闻桑乱之事出 师命将不料众寡兵少力屈者以为诺寿显诸夜成克胜者 以公高盟引路或必封刃之下或允镇毒之中赏不可以有功 求行不可以无罪免为守卫为进退为古比山东之群道 多出思义之中无尺土之资石家之起有陈舍王秦之志 张脚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积寒交切酒 死环蒲末时经其十五之荣安之行师用兵之事但仁自为战 众怒难犯故功无完成也无恒振心离其步以千百数毫 竟因其机已动之臣其事而用之虽有勇敢之事明智之将 连肿赴眉莫之能御阳帝魂气涉旺绝两经谋窜身于将 胡锡永家之旧记记而获生骨下信其周中思早告而莫追 唯请死而可生气南朝之野首玄白旗之上子孙角绝宗 批至一千一百七十八 妙为虚 夫以开皇之初比于大业之甚度土地之广霞料户口之 众寡算甲兵之多少孝苍领之虚十九顶之辟红毛未欲清 众培楼之方松带层贺等极论的显泽辽岁未拟于长江雨 仁谋则勾不谋于成国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阳帝是辽东儿 丧天下其故何灾所为之济同所用之心也高祖北鹊墙 湖南并百月时有于载戎车旅动名义老旨不为无事 然其洞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义之事以明至实雍师 无愿独成在于爱立故其心也薄燕阳帝四成平之姬首以 安之夜四其迎放月用其明示意照如草芥故群臣如叩仇 劳静已是远求明而丧时冰禅未却殿为浮屠为解夜门 漫游不惜天夺之破人意其灾群道并兴百殃聚其自觉 明神之望顾其王也呼烟训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 由心而阳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畏然呼其随之得失存亡 大教与秦相类使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周二是虐用微行 阳帝四行猜独皆或起于群道而身允于匹夫原始要忠若 何福气已 玄感宰相之子和国众恩君之师得解古宫位一致 生仙图问顶碎甲医祸之士将四蟒酌之心人神同吉 拜布炫种兄弟就租海之珠仙人受焚如之库不亦胜忽理 密遭汇风云朵其林一丝风寒谷江戈鸿沟齐月之间重 数十万破化及催世冲生动四方微行万里虽运乖天卷 市区新王儿亦邪人谋雄明克症状已然至性轻较中至 颠覆其度长妾大义成相之际梦于 批至一千一百七十九 列传第三十六 陈杰 亦称圣人大宝约为何以守卫约人又云 历人之道约人予亦然而是之历生成名 在乎人亦而已故 人道不远则杀生亦成人亦重于生则捐生而取亦是亦 逢头趋于下轨比干结结于伤心身垮断毕于装红眼纳干 于为亦缘歹汉之寄信鸾不尽之像雄姬绍凡在立明之 世墨布树基焉至于灵难忘身见为寿命虽斯文不坠而 行之盖寡固之士之所重性在自乎非夫内怀铁石之心外 复灵霜之结熟能安之若命复导如归者也皇辅但等饶 阳之寄见必死之鸡白刃灵景却呼不拔可谓遂寒真薄 疾风尽草迁在之后领领如生起独吻比伯一诺夫立志 一季将来君子有所树基固多彩所闻为臣结传 刘红 刘红自重远蓬城从亭里人为太长青方之孙也少好 学有行简重结盖世行台狼中相成佩郡古阳三郡 太守西楚州次使及王州武帝以为本郡太守为炯之乱 也遣其将袭疲略许掩红勒兵巨之以攻受以同永昌泰 守州长使致在立功不安左直平臣之意表请从军 以行军长使从总管图万叙渡将以攻加上以同封或则献攻 拜全州次使会高智会作乱以兵攻周鸿成守百余日旧兵 批至1180 不至前后出战死亡太半梁静摩索时与士族数百人主兮 甲腰带及包树皮尔时之意无离叛贼之其饥饿欲将之 红抗劫迷利贼西重来攻陈献为贼所害上文儿加探这九 之次物两千段子长信息其官绝 黄辅弹逃魔境招 黄辅弹自旋律安定乌士人也组合为交周次使妇 周随周次使但少刚义有气局周王颖为苍曹参军 高祖授禅为兵部侍郎数年初为鲁州长使开黄中赴入 唯彼步行步二曹侍郎具有能名迁至书是遇使朝成无部 宿旦上以百姓多流亡令但为河南道大使以捡阔之吉孩 奏事称旨上圣阅令判大理少清明年迁上书又臣而已 母忧去职位其启令适逝循转上书左臣时汉王量为并周 总管朝廷盛选了左前后常使司马皆议实名是上一旦 工方著称败并周总管司马总府正事役以资之量胜敬焉 吉阳帝即为真量入朝量用资亦亡魁之谋发兵作乱弹术 见指量不纳但应留替约切料大王兵兹无敌经师者 加以君臣未定逆顺世书是马虽经难以取胜愿王凤赵入 朝守臣子之劫必有松桥之寿类带之荣如更迁延线 深叛逆移挂行书为不依前守不可得也愿查区区之心死 万全之计敢以死请量怒而求之极阳素将质量屯清源 以巨之量主不斗卢欲出但于欲相与邪谋必成巨量量习 急迫之病抗劫而遇害地以弹王申训国家道者九之下诏 约包显明节有国通归家等事中议为令典并周总管 司马皇府但姓李燕通至怀省政校官赞物申机克宣执 狂被够或凶威恐是却训丹臣不从妖逆虽幽执扣守而 雅至迷利岁浅与意图具成抗拒重寡不敌眼至非命可赠 驻国风鸿义公是约明子无义四 批至1181 无义寻为玉阳太守 正盛有身大业令行就决立除 以无义成义之后赐绝平于侯入为刑部侍郎首右五位将军 出汉王亮之反野州县末不回应有兰州司马陶魔凡 令靖昭并抗劫不从 陶魔经召人也姓明明有气干人受出为兰州司马 亮记作乱刺史乔中奎发兵将赴逆魔剧之约翰王所徒步 鬼公和国后恩智卫方博卫结成效命以达辞造起有大 行皇帝子公卫眼翻为利皆中奎失色约司马返邪 灵之以兵辞强不挠逸而是之军力尽约若不斩魔 何以压重心于是求之于欲稀略取资财分次与吉量 平阳帝家之败开辅寿大兴令阳玄感知反野帅兵从未 玄吉之以恭敬卫迎清光路代福促官 敬招自击善和东蒲版人也赴原约州部县中代福招 仁寿中为凡令圣有能明及贼致力战成县贼帅莫必略 其滋而灵之以兵招瓷器不挠必义而指之直送于伟江桥 中癸所中癸是之属为代周总管司马昭正色拒之至于在 三中癸愤然约受官则可不然斩招达约典为 现在遭逢逆乱境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结为辱以多何乃 父以为官相破也死身为命于非所闻中癸怒甚熟是招 约亲不畏死邪赴江沙之会洋溢成军至中癸巨出战 因而大败昭穗的免大业三年洋帝必属焚洋公代周掌使 柳全司马崔宝山上其壮父有司将家包赏会于世纪奏格尔 指后千朝议令为己中 游园 游园自楚客广平任人为五根明根之玄孙也赴宝藏 位置太守元少聪明年十六司徒徐显秀影为参军士周 五帝平之后历寿春令乔周司马具有能明开黄中为 批至1182 殿内侍玉使晋王广为扬州总管以原为法曹参军附优去职 后为内职兼阳第四位签上书渡之狼辽东之义领左销位 长使为盖木道兼军拜朝请大夫兼至书是玉使与文术等 九军拜祭地令元按其玉述时贵姓其子氏及右上南阳公主 侍卿朝廷遣家同造元有所请属原不知见他日述述约 公帝属清贤复兴世纪就身则己以劝氏君乃遣人 相造玉和所道岸之月及人以壮和之地加其功证赐 朝福一席九年奉使于黎阳都运阳玄敢作逆乃未原曰 独夫肆虐天下世代夫干脑徒弟加以献身绝玉之所君良 断绝此一天王之时也我今清律义兵以诸无道清亦如何 原正色达约尊公和国宠林公参佐命高观众陆境 古墨愁宫之地兄亲子交应未结成尽结尚达红恩起 一分土味干清土反世身为民公不取怨私或福之端仆友 死而已不敢闻命玄敢怒而求之履邪以兵尽不屈结 于是害之地圣家探赠迎清光路代夫四间五百匹拜其子 仁宗为正义代夫义杨俊通手 逢慈明 逢慈明自无异性都常乐人也父子从事官至尚书 又仆设慈明在以七属之故年十四为怀阳王开府参军 侍寻补司周主部进除中书社人周五平寿帅都督高 祖寿禅开三府官除司空司仓 参军事类千行台礼部侍郎 晋王广为并周总管圣选辽属以慈明为私事后立立不远外 郎间内史舍仁阳帝即位以母忧去职帝以慈明史事翻顶 后更在台义圣贤之至逝则为一无正副位之官转交旨 郡城大业九年被征入朝时兵部侍郎胡思镇王奔高地 见慈明身为免之而拜上书兵曹郎家卫朝请代府十三年 涉江都郡城市里密之逼东都也照令慈明安吉三禅落追 批至一千一百八十三 兵及密至燕林为密党崔书所执密言慈明于坐牢苦之 因而未约随作已禁区与沸腾无功律义兵所向无敌 东都为吉祭日将下经御律四方之众问罪于将都轻以为 何如辞明达约辞明直到世人有死而以不义之言 非所敢对密不悦记其后改后加里焉辞明前使人奉表 将都及至书东都留守论贼行事密之其壮又亦而是之 出至迎门贼帅迪让怒约尔为使人为我所执位功相待 至后曾无敢代明有位呼辞明勃然约天子使我来 正欲除尔被不图为贼所我岂从乳求活也欲杀但杀 何须骂利因为群贼约如等本无恶心应积锦竹时至 此官军至早为生计让易怒于是乱刀斩之时年六十 八粮郡通守阳王上壮帝叹席之赠迎清光路代负败其二 子敦烹俱为尚书臣雾狼王冲推月望动为主重赠助国户 不尚书昌离郡公事约壮五 长子臣先在东都王冲破里密臣亦在军中遂浅奴赴 副师就一东都申不自颂为己又圣花竹那是时论丑之 张须陀 张须陀红农文乡人也信刚烈有勇略若冠从十万岁 讨西窜以公寿以同赐物三百段阳帝四位汉王亮作乱病 周从阳肃及平之家开府大业中为郡城会兴辽东之 亦百姓失业又属岁骨米永贵须陀将开仓证给官属 约须呆赵赤不可善与须陀约经帝在远浅时 往来必淹岁须百姓有道玄之即如呆报至违钩赫矣 无若以此罪死魔所恨先开仓而后上壮帝之之而不择 也明年贼帅王薄拒结王命数万人扣略俊进官军集之 多不利虚陀发兵巨之薄碎隐军难转略鲁俊虚陀涅之 急于戴山之下薄是骤肾不设被虚陀选精锐出其不一级 批至1184 之薄重大溃因成胜斩手数千级薄收和王散的万余人 将北渡和虚陀追之至灵异覆破之斩五千余及六处 万计时天下陈平日久多不习兵虚陀独永绝善战有长余 抚育的士族兴论者号为名将薄腹北战连斗子贼孙宣雅 十只蛇好笑得等重十余万公张秋虚陀遣周师断其经济清 绿马步二万袭及大破之贼涂散走继至金良妇为周师所 据前后狼狈其家累资重不可胜记漏不以文帝大跃 幽照包扬令使者图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贼赔偿财食子 何等重二万眼至臣下纵兵大略须驼卫辖及兵清律五旗 与战贼近赴之为百余众生中数创勇气迷力会臣中兵 至贼烧阙须驼都军赴战长财败走后属寻贼帅秦军红 郭芳玉等和军为北海兵封胜瑞须驼卫官属约贼自是强 为我不能就无精速去破之必已于是减精兵被盗而尽 贼果无备及大破之斩数万及资重三千两私利次使赔 操之上壮地浅使劳问之十年贼左孝有重将十万屯余墩 狗山须驼列八封营以逼之父奋兵二其要害孝有窘破免 赴来将其党解向王良镇大标李晚等众各万纪须驼 西桃平之威镇东下以公千郡通首领河南道十二郡处置 桃补大使俄儿贼卢明月仲十余万江寇河北赐助阿须驼 邀吉沙数千人贼吕明星帅仁太霍小汉等众各万余扰 即北须驼进军及走之寻将兵据东郡贼敌让前后三十余战 美魄走之转营阳通首十里密说让取落口苍让但须驼步 赶进密劝之让遂与密帅兵逼营阳须驼之让拒而退 须驼臣之主北十余里十里密先扶数千人于陵墓间邀及须 驼君遂拜祭秘密与让和君为之需驼驼跪为辙出左右不能进 出须驼跃马入旧之来往数四众皆拜散乃养天曰兵 拜如此和面见天子乎乃下马战死十年五十二其所不 批据一千一百八十五 兵敬夜豪哭数日不止月望洞浅左光路大夫陪人鸡招俯齐 众一阵五劳帝令其子园被总赴兵园被实在郡狱贼 进步果行 杨善慧 杨善慧自尽人鸿农华英人也付出官至毗邻太守 善慧大业中为书令以清正文俄而山东基景百姓相聚为道 善慧以左右数百人逐捕之网皆克截其后贼帅张经称众数万 屯于县界图成飘逸郡县陷莲莫能遇善慧律力所领与贼搏战 或日有数和美错其枫阳帝前将军断达来讨金称善慧禁忌 于达达不能用军敬拜烟达申谢善慧后赋与贼战禁止 亦以谋之于是大克金称赋引伯海贼孙宣雅高士达等重数 十万破离羊儿海军丰盛盛善慧以进兵千人邀及破支 着拜朝请代福清何俊臣金称烧更囤聚以清兵略官式善 慧与平原通守阳原红布其数万众席其本营五分狼将望遍君 亦至金称式官式来源应与变战不利善慧选金锐五百负 之所皆迷辩君赴贞贼退守本营诸君各海鱼石山东 撕乱从道如是郡献为弱献莫相继能抗贼者为善慧而 以前后七百余正为常腹败美恨重寡悬殊未能灭贼慧 太扑杨益成讨金称赴负贼所败退保灵清取善慧之策坪 与决战贼乃退走成盛碎破其迎进服其重金称将数百人 顿逃后归张南召集于善慧追捕展之船首行在锁地 四以上方假说弓箭敬拜清和通守齐年从阳益成展张南贼 帅高士达传守将都攻地下赵包扬之士达所部将斗箭德 自号常乐王来功姓都灵清贼王安组兵数千与箭德相影响 善慧席安展之舰得既下信都妇扰清和善慧逆据之反为 所败因成固守贼为之士寻成献为贼所执箭德士尔理 之用违背周次使善慧骂之约老贼何敢拟一国是恨无 批据1186 历烈不能情如等我启示辱图姑而被敢欲更相利邪灵 之以兵辞弃不挠箭德由欲活之为其部下所请幼之中部 为己用于是害之亲和事数莫不伤痛焉 独孤审 独孤城上驻国凯之地也信刚烈有胆气阳帝再番 圣以左右从内迁为车骑将军及第四位以翻底之旧见见 轻呆类转为右屯为将军与文化及之作乱也陪钱通引兵制 丞相殿宿为者皆是仗而走圣为钱通曰何物兵行事态 也钱通曰是事已然不欲将军是将军圣无动 圣大骂约老贼是何物与不及被假语左右时余人匿据 之为乱兵所杀越望动称至赠光路代辅济国公事约五 结 圆文党 圆文党寻养公孝举之兄子也附孝则周小总宰江陵 总管文党姓耿直明便有气干事周围又是上市开荒出 寿内使涉人利库不考工二曹郎具有能明 卓为上书左臣 转太府少清阳帝四位转私农少清私利代辅寻拜御时大 夫作是免为己寿太府清帝见仁之圣有时之欲大 夜十三年帝信将都公兆文都与段达皇府无意为经等同 为东都留守及帝崩文都与达经等共推越望动为帝动数 文党为内使令开辅宜同三司光陆代辅佐宵魏大将军社 又亦为将军鲁国公继而与文化及立秦王号为帝拥兵志鹏 陈所在想政文党逢动浅史通于李秘秘于是请将应受官 绝里其使圣后王冲不悦因与文党有戏文党知之应有 诸冲之际动赴以文党领域史大夫冲固执而止卢处说文党 曰王冲外军亦将尔本非留守之徒和得欲无事且落口 知败罪不容诸经者敢怀跋扈载致时证此而不除方为 批据1187 国幻文党然之遂怀奏入电视零发友人已告冲冲时 在朝堂聚而持海寒家陈谋作乱文党平浅呼之冲称吉部 复制夜作乱攻东太阳门而入败于子为官下动浅人为之 曰何为者冲曰原文党领处谋相杀害请斩文党 归罪思寇洞见兵事件程度中不免为文党曰公自荐 王将军也文党牵延而气动浅其属将军桃树直文党已出 文党顾未动曰成今朝王陛下意系及动痛哭而浅之 左右莫不明莫出至新教门冲令左右乱斩之诸子并见害 卢楚 卢楚捉郡犯洋人也祖井座为司空愿处少有才学 耿机口持言语色难大业中为尚书又斯郎朝政色胜 为公卿所淡及地性将兜兜兜官僚多不奉法处美存纠矩 磨索回避岳望动称尊号以楚为内使令左辈申将军设上 书左辰右光路带府封桌郡公与原文兜等同心陆立以拂有 主及王冲坐乱兵攻太阳门五位将军皇府无意斩官逃难 忽楚同去除未知约朴与原公有约若设计有难事已拒 死经舍去不易及兵入处逆于太官属贼职之送于 充所充分魅令斩之于是丰刃交下肢体迷随 刘子义 刘子义捧城从庭里人也复遍徐州司马子义少好 学破解属文姓刚简有力干事殿中将军开皇出为 南河城类转秦州司法参军士十八年入考工尚书又蒲舍 杨素贱而之奏为士玉使十永应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 外寄其后父更别取后妻至世而王何兼流炫以无辅御之恩 亦不解认子亦伯之曰 传云寄母如母与母痛也以佩父之尊居 母之未障之之皆如亲母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其 批至一千一百八十八 抱其者自已本身非书亲之羽 即也父虽自处傍尊之地于 子之情犹虚隆其本重是已令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病 解观身其心丧父促母嫁为父后者 虽不服亦身心丧其 继母嫁不解观此专居嫁者身闻而将之继母再父之世则 至同亲母若未非有福欲之恩痛之行路何福之有呼福计 有之心丧焉可读三审令指其义圣明经言令许不解 何其甚谬且后人者为其父母其未有变革以亲计亲计计等 故之心丧不舒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福其不已 出母族绝推而远之继母配父隐而亲之呼子思约为 即也七世为百也母有为单即也七世不为百也母定 知福以民众情应父亲所以圣人敦之以孝辞弘之以明义 事使子以明福痛之亲母即以义报等之己生如未继母之 来在子初之后至有浅身者考之经传未见其文辟出后 知人所候者出王后之者使至此父可以无福欲之恩而不服 众呼袭长沙人王必汉末为上纪一经诗纪而无畏隔绝 必于内国更取身子昌必死后为东平相使之无知母王辩 情细居众不设直适逝于十亿者不以为非然则继母之与钱 母于情无别若要以服欲使身服至王昌妇何族云呼又尽 正难将军阳护五子取弟子依为子护轰一不服众护七表 文依词曰伯生存养己依不敢为然无负命故还本身 上书彭权义子之初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处世为叛子 于是下诏从之然则心服之至不得愿恩而生也 论云理者称情而立文仗义而社教还以此异欲 比之情称情者称如母之情仗义者账为子之一名一分 定然后能尊负顺名从里赌进狗以母养之恩使成母子 则恩有比制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合的呆父命又云记 母慈母本时路人灵己养己同之骨血若如丝炎子部 批据1189 由父纵有恩欲的如母呼其辞济虽在三年之下而居其 之上里有伦利福以称情济母本以名福起及恩之后 伯也 至于兄弟之子游子也思逆之心时疏理福之志无二比言 以轻如众自以不同词谓如众之词即同众法若使 轻众不等何的为如律云准王法者但准其罪 以王法论者即同真法律以必行 理以设教准者准拟之 明以者即真之称如以二字意用不输理律两文 所防是亦将此名彼族见其亦取辟伐科何远之有 又论云取子为后者将以功臣挑妙奉养己身不得 始宗子归其故宅以子道是本父之后期也然本父后期因 父儿得母称若如来指本父亦可无心丧乎何直父之后期 论幼云里研究君其尊其父君乎以去其位非父纯臣 须研究以书之别有所重非父纯效故言其以见之 目以其父之文是明也词又非通论何以言之其 就训书所用意别就者一心之称 其者应彼之词安得以 乡内灾至如里云其父悉心其子不克父贺传 云未虽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其君父有乎 思不然以思不然以精炫感为理乖令五圣干法使出后知 子无情于本身明义之分有亏于风俗训是非于明是强 梅念于理经虽欲扬己漏才不绝言之商礼 誓奏尽从子义之义人寿终为新封令有能明大业 三年除大礼正盛有时之欲着寿至书是欲使美朝廷仪 义子义为之便惜多出众人义表从信将都执天下大乱 地由不务子义应是切剑游是武指令子义为丹阳留守寻 浅于上江都运为贼无其子所录子义说之应以众首付浅 领守贼清江玉阳帝被杀贼之而告之子义服信斩所言者 贼又欲请以为主子义不从群贼之子义至临川城下使告成 批至一千一百九十 中云帝以崩子义反其言于世见害十年七十 姚军肃成效义张继松云 姚军肃为郡汤因人也扬帝为晋王时君肃以左右从 及四位类千吉郎将大业之末到贼封起人多流亡君 宿所不独权后从宵魏大将军驱突通聚义兵于河东而而通饮 兵南盾以军肃有胆略属领和东通守义师前将吕绍综为 易捷等功之不克及通军败至臣下乎之军肃见通须兮 流涕碑不自胜左右皆耿业通义气下占经英卫君肃曰 吴君以拜义其所指莫不回应事事如此清早降义 取富贵君肃达曰公找牙之计为国大臣主上伟公 以官中代王副公以设计国座龙替玄之于公奈何不思报 孝以致于此纵不能远残主上公所成马及代王所赐也 公和面目臣之灾通约欲君肃我力屈而来君肃 约方经历由魏屈和用多言通残而退时为圣即行 礼断绝君肃乃为木质表于景句论事是福之和言 留而下河阳守者得知达于东都越望洞见而叹息于士臣 致败君肃为金子光路代福密遣行人劳苦之间门之隔禹 五位将军皇府无意前后自东都归义俱造臣下为臣力害大 唐又赐金劝呆以不死君肃促无将心其妻又致臣下为之曰 随是以王天命有属君和自苦申取或拜君肃曰 天下是非妇人所知引公社知应贤而道君肃义之事弊 不济然要再守死不亦美言及国家为常不虚惜常为将士 约无事翻底就成类蒙讲卓至于大义不得不死金谷 知数年时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随是清拜天命有归 无断头以赴诸君也使百姓苦随日久及逢一举人有席 兼之妄然君肃善于统领下不能叛岁于颇得外申口臣 中围之将都亲父又粮食罚绝人不聊生男女相识众心离 批至一千一百九十一 害白红将于府门兵器之端夜皆光剑月于君肃为左右 所害 何东臣效益少有至上若冠以真戒之名大业出为鲁 郡司法书左郡内号为连平太守苏微长欲杀一求效益故见 至于再三微不许效益应解一请先受死两九微一乃解 解而浅之见家里尽及微微那演奏效益为是遇使后以赴 幽去直居桑过里有白路训扰其卢时人以为笑感知应味 其启寿燕门俊臣在俊菜时居朝夕哀琳美一发声味 长不觉到柴毁鼓力见者哀之于时阵行日稳长力多贼乌 效益清洁迷力发奸制服动若有神力名称之阳帝姓江兜 马逸流五周杀太守王仁公举兵作乱效益帅兵与五奔狼将旺 至便讨之战于下馆成返为所败五周岁转攻棒郡百姓凶 凶江怀叛逆前郡陈阳常人燕门令王雀等并结霞为五 赖所归谋应五周效益因之之足灭其家郡中战力莫赶 至额而五周引兵来攻效益拒之美至克截但孤城独守 外无声援效益直至是已必死美浅时将都道路隔绝境 无报命效益一支地必不返美但目向赵赤库辅辅留替悲动 左右为成百余日良静为校尉张伦所杀已成归五周 今召张继父祥少为高祖所知其后引为丞相参军事 开皇中类千病周司马仁寿莫汉王亮举兵返遣其将流箭 略得燕赵至锦行祥乐兵具首剑公之父纵火烧其郭下 详见百姓惊骗其城策有西王母妙祥登成望之在拜好弃而 言曰百姓何罪至此焚烧神其有灵可降与香酒言 契妙上云其虚于咒与其火碎灭士族感其至沉默不用 命成为岳于李雄援军至贼碎退走以公寿开福利如周 四十零五太守入围兜水尖醋关继少慷慨有志劫大 叶末围吉郎将其辅巨基山围固与洛口连接及李密 批至一千一百九十二 狄让攻陷苍城浅人呼之计骂密及口密怒浅兵攻之 连年不能克十密众数十万在其城下计四面阻绝所领布 过数百人而直至迷故事已必死经三年资用尽乔苏无 所得彻乌而窜人皆血处既抚循之意无离叛良静 士族雷并不能聚战岁为所献祭作听是颜色自若密浅 兵勤诵之群贼业既令拜密既曰吾虽为拜君之将 由是天子找牙之城和荣拜贼也密状而是之敌让从之求 经不得遂杀之十年二十八其地众眼大叶末为上落令及义兵其律令人成首部 下杀之以归义众眼帝从为千牛左右与文化及之乱遇害 既加速忠烈兄弟据死国难论者贤之 北海松运姓刚列众名义为石门府对镇大叶末有 贼阳后拥徒作乱来攻北海县运从郡兵讨之运清其掺贼 为后所候令运未成中云郡兵已破已早归降运未许之 既至城下大呼约我士松运为官军掺贼卸后被执飞 力区也经官军大来并已至以贼图寡若但目勤俭不足 为优贼已刀柱晕口引之而去欧及交下晕骂后约 老贼何敢至乳贤良或自己也言为醋贼已斩断其腰臣 忠望之末不流涕二万锐气亦被北海醋顽羊帝浅护草郎 郭子剑讨后破之以晕王申训捷接到不以上表奏之忧 赵包扬赠朝散大夫本郡通手 使臣曰古人以天下智大放生则小生为众以比义则 轻然则死有众于泰山生以理权者也生有轻于红毛死于 义何者也然死不可追生无在得故处不失节所以为难以 杨亮玄敢李密反行以成兄威方赤皇甫但由袁讽词 明灵为不顾誓死如归可谓勇于倒意以独孤圣原文兜 卢楚瑶君素岂不知天之所废人不能心甘就租海之诸以 批据一千一百九十三 殉忠中贞之节虽宫未存于设计力无就于颠为然是比狗免之 图冠三光而动九泉已须驼善会有温序之风子亦松晕 倒解阳之列国家昏乱有忠诚成灾思炎也 批据一千一百九十四 列传第三十七 孝义 孝金云夫孝天之今也的之意也仁之行也 论语云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孝替也者其为人 知本与吕兰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物万世之 刚迹也之一数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顺者其为孝乎 然则孝之为德至以其为道远以其化人身以故圣地名王行 知于四海则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其名诸侯清代福行之 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掌守其路为匹夫匹复行之于旅言 则波为列于年阳修名于千在此皆之唇至已感悟故圣哲 知所众田亦郎方贵等却击谷之学无俊伟之才并能认 其自然情无角适度于天性情其四体解骨功之力敬爱 静知心自足西下之欢望怀宣勉之贵不言之化人神通感 虽获为登台府决烈王侯陆积万中马于千四死之日曾 不得与私人之徒利孝之大也不其然忽顾树其所行为 孝义传 陆燕诗 陆燕诗自云防卫俊林张人祖西到魏定周赐始父 子张中书兼燕诗少有行俭为帮族所称长而好学解数 文卫相成王元旭尹为参军是以赴兼去直哀悔待不胜丧 与养鲁鱼于墓赐附土成坟公轻众之多旧墓测存问会说 批至1195 知记车马不绝文宣文尔家探经表其驴号其所著微笑 中理中书令和坚行少表见之未报彭尘王游维斯周墓照 补主部后立中外府东阁记九兄养媳妇使平侯以燕诗坤 地中最右表让封烟燕诗故辞而指时称有替效益总脆衣 门迁中书设人寻转通直散其侍郎美臣使致必令高选主 客宴师所接对者前后六倍立中书门侍郎已不阿患者 欲禅初为中山太守有会正数年征为立布郎中周五平 受宰师下大夫宣帝时转少纳言次绝临水县南凤时 幽济恶而高祖为臣相燕诗欲及请嫁孩业为炯江为乱 燕诗为之之岁为妻子前归长安高祖家之寿内使下大夫 拜上宜同高祖寿禅拜上书佐臣敬绝为子燕诗宿多病 为己以物聚集动起解锁之有照听以本官就地岁于转 丽布侍郎随陈州至官吴清卓燕诗在职凡所任人颇真 别于世述论者美之后父已并出为焚州赐使促官 田德茂 田德茂 官国公人公之子也少以孝有著名开皇初以 父君公赐绝平原郡公寿太子千牛被申丁复兼哀悔古历 卢于目测复土城坟上文儿家之浅缘外散其侍郎原至旧调 燕赴将书曰皇帝谢田德茂之在穷极哀悔过李义 卢木索富土城坟正效李天下司鸿鸣明教父与汝通家情 亦诉众有文校赶家探监深春日宣和气力和四一字意 戈以李自存也并刺监二百匹米百石腹下照表其门驴 后立太子设仁义周司马大夜中尾给侍郎上书驾步狼 促官 薛训 薛训自道则刑部上书内阳公咒之从祖地也复演 周魏南太守训少丧父早姑养母以孝文又好学有志行 批至一千一百九十六 巡师于长安时出平江陵和妥归国剑儿之寿已今夜 周天和忠习绝于成侯丽那炎上士兴风令开荒出卓拜 尚书于部侍郎寻转考宫侍郎帝文训侍母至孝以其母老 四于伏击杖四十真卫时荣之后其母及训茂甚幽翠 亲顾伏之时也寄丁母兼兆红卢监护桑士归藏下阳于十 隆冬及寒逊衰蝶图险冒犯双雪自经及香五百余礼族 冻坠止血流离朝野为之伤痛周李凤柱一无所受寻 其令逝世迅旅程程款请中丧至幽照不许及至今上见 其毁及过盛为之改荣故为群臣约无见薛迅哀悔不绝 悲感伤怀皆久之迅竟不胜丧并且促其地魔石为尽 王府兵曹参军是在扬州迅疏书与摩曰 无以不造幼丁尖库穷犹约处旅绝丹嫖瓢晚生早孤 不闻师李赖奉先人以绝之讯秉母是圣善之归附 己果粮不但兼远从师就业欲罢不能抵行利心困而迷 赌福音教义元智长臣自是磊登朝于兹二十三年已虽 官非文达尔陆洗带青树宝其仪的棕色养和图精尘无感 祸库见真兄弟具备夺秦山卢弥生哀肃适用寇兴气血云 气催魂者也继而创具性深不慎徒独起手起足性及权规 使夫死而有之得从先人于地下以起非至愿灾但念而临拼 孤幻远在蝙蝠故此恨恨如何可言是已有书记的语如 面诀忍死呆如以利益寻辱即未来变成金谷缅然永别 为恨何言免之灾免之灾 书臣而绝十年四十二有斯以文高祖为之谢替祥史 册书调记曰皇帝兹故考公侍郎薛逊于细维尔操吕珍 和气叶祥敏允因列宿勤俭克章及构司兼演从毁灭 加尔陈孝敢于正淮殿类有加一维朝典故遣使人止身 网命魂而有灵星资容卧乌乎哭哀哉讯性清简死之日 批至一千一百九十七 加无疑资讯初为童而时与宗中诸而游戏于剑兵剑一蛇 有教集族赵群而共逝了魔剑者讯以为不祥归大忧瘁 母逼而问之讯以时对时有胡森一宅起时讯母步而告之 森曰此乃儿之极应且是儿也早有名为然寿不过六七 而言中而出忽然不见时之计而终于四十二六 七之言于是燕以子甘府五安郡司苍书佐 王班 王班自警验太原其人也祖神念梁左卫将军赴森 便太魏班少替躺有文武干局其父平侯仅留班值于京 周玉原帝为周师所献班应入官文其父为成武帝所杀好 痛而觉时请乃苏哭泣不觉身悔及鼓励制服却长不依 书时即稿而卧周明帝家之兆受佐世上世类千汉中太守 寻拜一同三司开皇初以平满公家开府封蛇丘献宫 取臣之策上懒儿之兆与相见炎儿虚息尚为之改容 即大举罚成班自寝行律徒数百人从韩晴先锋业绩立战 被伤恐不堪负斗悲感污夜夜中因睡梦有人受药比悟 而创不痛时人以为孝感及沉灭班密兆富时士族的千余 人对之替气其坚壮士或问班约郎君来破成国灭其舍 既愁此以血而悲哀不止者将为霸仙早死不得手刃之邪 请发其丘垄断趁粉谷一可生孝心以班顿嗓臣蟹额 静流血达之曰其为帝王坟淫盛大孔一销发绝不及 其师更致明朝是乃张漏若知何诛人请聚敲叉一旦 皆翠于事业发其邻剖关键成五帝须并部落其本皆出自 古中班碎粉谷取灰头水而隐之计而自负归罪于敬王 王表其壮高祖曰正以一平成王班所为异孝一之道也 正贺忍罪之舍而不问有思路其战功将家驻国赐物武 千段班顾词约成员国威灵的血院尺本兴训思非是 批据一千一百九十八 为国所加官赏中不敢高祖从之败代周次使圣友 惠正母忧去之后为周次使促官十年五十二帝魁 建文学传 杨庆 杨庆自博越和奸人也祖玄傅刚并以至孝之名 庆美姿一姓便会年十六国子博士徐尊明健儿之吉 长颇社书记年二十五郡查笑联以释养步行其母有吉 不解经代者七旬及居母忧哀悔鼓力富土成坟文宣帝 表其门驴刺钵三十匹棉石屯素五十十高祖寿蝉佳 包赏卓寿以同三司板寿平阳太寿年八十五中瑜伽 郭骏 郭骏自宏义太原文水人也家门雍木七夜共居犬 史同汝乌通朝十人以为义敢致印周县上其世上浅平 昌公宇文毕义其家劳问之志书域使柳域寻省河北表其门驴 汉王量为并周总管文而家探刺兄弟二十余人一个一席 田义 田义不知何许人也信至孝养母以孝文其后母我及 岁于一清一造师母实则使母不实则不实母患报利益 为众毒岁清长恶及母忠义一痛而觉其七亿不慎哀而死 湘人后共葬之 纽回 纽回自孝镇和东安一人也信至孝周五成中父母 丧卢于目测附土成坟卢前身麻一株高涨许为之河拱 枝叶玉冒冬下横清有乌七其上回举声哭乌及悲鸣时 人之周五帝表其驴着受甘糖令开黄出醋 子侍雄少直直孝有丧父父如于目测附土成坟齐 亭前有义怀树先圣玉冒及侍雄居桑树岁枯死福却还宅 批至一千一百九十九 死树妇荣高祖文之探其父子至孝下赵包扬号其所居为 类得理 刘士郡 刘士郡彭成人也信至孝丁母丧绝而复苏者数矣 少隐步入口者七日如鱼目测附土成坟列之松波胡狼迅 扰违之取时高祖寿蝉表其门驴 狼方跪 狼方跪淮南人也少有至上与从腹地双跪同居开黄 中方跪常应出行玉与淮水犯常于经所忌度传人怒之 我方跪必辞辞至家其帝双跪经问所由方跪据言之双跪会 恨遂向经欧及传人至死守经者直送之县官案问其状矣 方跪为首死双跪从座留兄弟二人真为首做献丝 不能断送一周兄弟各引就周不能定二人真欲赴水而死 周壮以文上文儿之特缘其最表其门驴次物百断后 为周主部 狄普林 狄普林 狄丘人也姓仁孝氏倾以孝文周郡辟命皆 故此不就公根色养香灵未为 狄丘先身后父母及亲一造 师不解一者七寻大夜出父母 剧中哀悔戴江灭姓如鱼 目测父土为焚盛东不一 曾旭围着丹虽而已家有一乌犬 随其在目若普林哀灵犬一杯好见者皆焉有二朝其 卢浅百数美入其卢迅侠侠摩所经据大夜中私利巡查奏 其孝赶着受孝阳令 李德饶 李德饶赵俊博仁人也祖彻位上书又陈傅纯开黄 中为借州长使得饶少聪明好学有志性宗敬之若冠 为教书郎人职内使审参长文汉转监察玉使纠正不必贵 批据一千两百 七大夜三年千私利从事美巡四方理学冤网包扬孝涕 虽未至未通其得行为时所重凡与交接接海内毛艳性 至孝父母请及折中日不时时寻不解一及丁幽水浆布 入口五日哀痛呕血树升级送葬之日会众冬积雪行四十 于李丹虽图显号永基绝会葬者千余人莫不为之流涕 后甘露降于亭树有纠朝其卢纳沿阳达巡河北一其卢调 未知应改所居村民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后为今何尝未知 官职群道封起贼帅阁迁孙宣雅等时余头聚重于渤海 时有赤许其归首千等聚不敢将以得饶性行有文浅史奏曰 若使得饶来者及相律归首帝于是浅得饶往渤海为御珠 贼行至官是会他到宫县县城得饶见害 其弟得招姓仲然诺大叶末为离时郡司法书佐太守 养子虫特礼之吉义兵起子虫遇害弃师臣下得招父枯敬 哀收之至借修义一师请葬子虫大将军家之音赠 子虫官令得招为使者往离时里葬子虫焉 华丘 华丘及郡林何人也幼丧父侍母以孝文家平庸令 为养其母欲换丘容冒毁萃须并顿改周礼皆之吉 母中之后遂觉至目发净突落炉于目测腹土成粉友人 欲助之者丘折拜而指之大叶出吊胡皮郡献大友依 兔人竹之奔入秋炉中逆秋西下人至炉所而免之 自尔此兔长肃炉中训其左右郡献家其孝感具以状文阳 地乡使劳问表其门驴后群道起长往来炉之左右相解 曰悟犯孝子乡人赖秋而全者慎重 徐孝素 徐孝素及郡人也宗族数千家多以毫尺相上为孝素 性简约是轻以孝文虽在右中间没有真诵皆致孝素 批至1201 所评论之为孝素所短者无不引咎而退孝素早孤不食妇 即常问其母腹状应求公图其形象够妙置之而定省焉 硕望想即养母至孝素十年家人未见其有份会之色及母 老及孝素轻易造施幽翠数年见者无不卑道母中孝素 如书饮水圣东丹虽毁及鼓立祖父母父母目皆附土成坟 如于目所四十余载被发土显碎已深中 其帝得被聪明通涉五金和朔兼称为如者得被中 此处莫又如于目测一叶称孝燕 使臣约袭者红爱敬之礼必及王公大人敬古敦孝有之 情多茅屋之下而艳失道则或家传应免或身世山河 遂乃富土成坟至毁灭性虽乖先妄知至亦观过已知人矣 狼贵昆帝真死而生权田义夫妻聚丧而名利得饶人怀群 道德昭义感兴王义族称也扭回刘俊之轮迪林华丘 知被或冒草家树荣枯于亭雨或走向秦迅霞于卢木飞夫 孝涕之至通于神明者乎 批句一千两百零二 列传第三十八 巡礼 古之善目人者养之以人使之以意教之以理随其所 辨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 如兄之爱帝闻其姬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 知爱而亲之若子之理正国子贱之居担负甲丛之目济 周文翁之为蜀郡皆可以续其哉患导以忠后因而立之 惠而不费其惠应千四身方不觉夫何为哉用此道也然 则五第三王不义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力 无不可化之人高祖因运辅屠除凶境乱日干望十四脉前 王然不敦诗书不上道德专任法令严查灵下立存苟免 喊文宽慧成时设立者多以一切求铭记扬帝四心至存远 掠车者马记将遍天下刚记持稳四为不张其或善于卿 于强于包歌诀一照之命遂一人之求者为之奉公即时 身着其或顾名节存刚记一夺阳之心已从百姓之欲者 则为之父下炫及诸以夫力之亲于得其所欲虽重其境 由或为之力之亲平施其所欲虽重其赏由或不为矿于 上赏其间下得其欲求的连结不易难呼燕光等力严查之 草属昏狂之主之心平允中行人数于风仪爱眉而不忘 宽慧之英族已传于来夜固列其行事以细寻力之偏而 梁燕光 PG1203 梁燕光自修之安定乌世人也祖茂为秦华二周刺 始父显周刑周刺时燕光少其已有志性其父每位所亲 曰此而有风骨心无宗七岁时父欲赌及依云而 五时可月时求子时应不得燕光忧脆不知所为忽于圆中见 一物燕光所不识怪而持归及子时应也亲属贤之以 为至孝所敢为大同末入太学略设经时有归减造刺壁 以礼解赫密书郎十年十七周受禅迁设人上世五帝时 类千小玉夏大夫母忧去之毁萃过李魏几起令氏世帝 建其毁胜皆探九之平盟魏玉后转小内石下大夫建德中 为玉镇下大夫从地平以公寿开辅扬陈县公义千户 宣帝即位拜华周刺史晋丰华阳俊公增义五百户以扬 公转丰义子巡禁卫上大将军千玉镇上大夫而拜祝国卿 周刺史属地崩不知官及高祖寿产以为其周刺史兼领 其周公兼增义五百户通前二千户圣友会振家和连礼 出于周近开黄二年上性其周月其能乃下赵约赏矣 劝善意兼训物雁光操屡平直实用宁远不振其下威慧 在仁连圣之玉闻于天下三载之后自千至恐其匮乏 且以今善可赐速五百户雾三百段玉散一枚数时有感症 新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约官人目高山而养指文清风 而自立位己幼次前五万后属岁转香周刺史燕光前 在其周其俗颇直以静正之和静大话奏可怜罪为天下 第一极居香不如其周法业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 称其不能理化上文而浅之境作免遂于拜赵周刺史燕 光言于上约臣前呆醉香周百姓呼为戴帽行臣自分废处 无父依官之望不畏天恩父垂收采请父为香周改弦异调 数有以便其风俗上达龙恩上从之父为香周刺史豪华 者闻燕光自请儿来莫不吃笑燕光下车发斋兼饮有若神 批据一千两百零四 名于是狡猾之徒莫不前窜和静大害出王后衣冠 世人多千官内为继巧商贩及乐护之家仪食周锅游世人情 显避望起风瑶速送官人万端千遍艳光玉阁其必乃用 至奉之物招至山东大如美香利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 常以祭月召集之清灵厕士有勤学等聪令有闻者升堂 社传其于并坐廊下有好证送舵夜无臣者坐之亭中舍 以草聚集大臣举行兵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 资之于世人皆克力风俗大改有辅养人交通信续久事 清理却为从地所送艳光福之罪将至周学令关于孔子庙 于十庙中有韩伯于母帐不痛哀母利若对母悲气之相通 遂感悟即悲且溃若无自容艳光训遇而浅之后改过例行 促为善事以德化人皆此类也利人感悦略无赠送后数 遂促官十年六十赠计定清吟四周次始事约香 子文千四 文千红雅有富丰以上驻国底子力受以同开黄十五年 拜上周次始阳帝即位转饶周次始岁于为婆阳太守称 为天下之最真拜护部侍郎辽东之意领五奔郎将寻以本 官间俭孝太府为为二少清明年又领五奔郎将为卢道 君父慧阳玄敢作乱其第五奔郎将玄纵先立文千玄敢反问 魏智儿玄纵选宗逃走文千不知觉做事配方桂玲儿促十年五十 六 少子文让出封阳臣县宪后为阳郎将从魏玄及阳玄 敢于东都力战而死赠通义代夫 凡书略 凡书略 凡书略陈留人也赴欢是魏为南衍周次使阿阳侯 鼠高氏专权将谋心腹之计为高氏所诸书略实在调碎 被辅行给始殿审深长九尺致气不凡颇为高氏所计内 批据一千两百零五 不自安岁奔关西周泰组建而弃之影至左右寻寿都都 习决为侯大总载与文户执政影为中卫输略多计数小习 时势护建伟姓之间都内外类千票其大将军开辅一同三 司护诸后王献尹为远远兼实现素有吞关东之志疏略 因是树禁兵谋献圣其之舰得五年从五帝伐输略不律 精锐美战深仙士族以攻加上开辅进封清香县攻一千四 百户败变周四十号为明觉宣帝时于洛阳迎见东京矣 书略有巧思败迎购兼公式制度皆书略所定公位就而定 崩位窘之乱高祖令书略正大梁窘将与文威来寇书略及 走之以公拜大将军赴为变周四十高祖受禅家位上大将 军进决安定郡公在周数年圣有生玉业都俗保号约南 华朝廷已书略所在著称千乡周次使政为十第一上将 书包每之次悟三百段素五百十般是天下百姓为之语 约至无穷亲相公上下正凡安定真败私农亲吏 人莫不留替相与利悲送其得正自为私农凡种植书略别 为条至皆出人一表朝廷有一至公亲所未能觉者书略者 为平礼虽无学术有所依据然施心独见案与礼合胜为 尚所亲为高窘阳素义礼欲之书略虽为私农往往参都九 亲世性颇豪齿美食必方丈被水陆十四年从慈泰山 刑至洛阳上令陆囚图巨状将奏成起至玉门于马上报 促时年五十九上到喜九之赠伯周四始始约乡 赵鬼 赵鬼河南洛阳人也复苏未亭为亲鬼少好学有行 简周蔡王尹为济世以亲苦闻千为周至中高祖受禅转 周别嫁有能名其东陵有丧任落其家鬼遣人稀时还其 主借其诸子曰无非以此求名义者非积住之物不愿轻 仁如等以以为借在周四年考祭连最迟劫使者和阳公 批至一千两百零六 梁子公状上高祖家之刺物三百段米三百十针鬼入巢 父老乡送者各徽替约别嫁在关水火不与百姓交事一步 敢一壶酒乡送公亲若水请浊一杯水奉剑鬼兽而饮之 既至金师赵与其张公牛红传定律令格式十位王爽为元周总 管上见爽年少已鬼所在有身受元周总管司马在道夜行 其左右马一入田中报仁和鬼驻马呆明访和主仇职而去 元周人立文之末不改操后属年千霞周四使伏击蒙仪 甚有恩惠寻转寿周总管长使韶杯就有五门宴无惠不休 鬼于是劝客人立更开三十六门冠田五千余请人赖其礼 至满归乡里足于家十年六十二子红安红致病之名 房宫义 房宫义自圣言河南洛阳人也赴摩利不上书公 义姓省申有局量达于从政市市贺开府参军市利平 恩令既因守并有能明慧王不得调位窘之乱公义 欲烟窘败费于家开皇出利不上书苏威贱之寿新封令 正为三府之罪上文而加之赐物四百段公义以所得赐分给 穷乏为己父赐米三百十公义又以正平人上文而指之 石雍周诸县令美术朝夜上建公义必呼至他前仿以理人之 術苏威众见之超寿则周司马有机赐物百段两马一 匹迁德周司马在直遂于卢凯复奏公义正为天下之最上 圣之父赐百段因为诸周朝及史约如房公义至存体国 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之所有诸其正寡宝能至之乎正 即拜为次使其只为一周而以经天下模范之清等仪师学 也上幼约房公义所在之处百姓是之如父母正若智 之而不赏上天宗庙其则我内外官人已知我亦于世下 赵约德周司马房公义出载百里皮赞二番善正能官标 印轮五班条案布时允签署尾以方月深十句美可使持 批至一千两百零七 解海周诸君是海周四十位己会国子博士和妥奏公义位 窘之不适近微凯二人彭屈相见举上大怒功 亦竟得罪配方领难为几真还经施行至红周欲患促 论者于今渊之 公孙锦茂 公孙锦茂自原为何肩负成人也容貌魁无少好学 博社经史在位查校联社册贾科为乡成王长时间行餐 军迁太长博士多所损一时人称为书库后立高堂令大 李正具有能名即灭周五帝文儿赵剑与语气之授记 北太守以母忧去职 开皇出赵针入朝访以正数败汝南太守郡费转槽 周司马在植树年以老并起海谷幽赵不许而迁徙周四时 法令清静德化大行时属平成之意真人在路有疾病者 警茂册彻简凤禄为沾州汤要分阵记之赖权活者已签数上 文儿家之召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姓洛阳警茂夜见十年 七十七上令申殿座问其年级警茂以时对上哀其老街 叹九之警茂在拜约旅旺八十而欲文王臣于七十而封闭 下上圣月赐悟三百段召约警茂修身解己其速步 窥坐木画人身及显著年终考校独为称首一身荣制 监禁翻条可上以同三思一周次使明年以及真利人 好气于道极及岳父其海骨又不许转道周次使息一致 奉买牛毒鸡珠散会孤若不自存者好单其寻人家至互入 岳氏百姓夜有修理者于都会使乃包羊称树如有过恶 随即殉岛而不张也游士人行义让有吴君通男子乡住根 云妇人乡从访击大村或数百户皆如一家之物其后请政 世上幽召听之人寿终上明公杨继出使河北见警茂神力 不摔海以壮奏于世就拜资周次使赐以马玉辩道之官 批据一千两百零八 前后立直皆有德政论者称为梁木大业出促官年八十七 誓约康生死之日诸周人力富丧者数千人或不及葬皆忘 焚痛哭也寄而去 新公义 新公义隆西迪道人也祖辉为徐周次使父继庆亲 周次使公义早孤为母式所养亲受疏传周天和众选良 家子任太学生以秦苦著称武帝十兆入漏门学令受道义 每月及遇前令与大儒奖论数倍皆十倍目之见得出手 宣纳中士从平内千长至上士扫寇将军高足坐相守 内使上士参长机要开黄元年处主客侍郎社内使社人士 四决安阳县南亿二百户每城使来朝长奉兆接宴转嫁部 侍郎使往江陵安及边境七年使勾捡诸马目所十余万 匹高祖喜约为我公义奉国庆兴从军平成以公除 明周次使徒俗未并若一人有疾及何家必知父子夫妻部 相看养孝异道绝犹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便其俗因 分遣官人寻检部内凡有疾病皆已床于来安置世蜀月 一时病人获至数百郎西满公义轻舍以踏独坐其间 中日联系对之礼士所得至奉禁用誓药为淫医之功 劝其饮食于是稀叉方照其亲戚而欲之曰死身由命部 官乡者前乳气之所以死而经我聚病者坐卧其坚若言 相染纳的不死病而复差如等物复性之诛病家子孙残 解而去后人有欲病者真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流养之 使相慈爱此封岁阁和静之内呼为慈母后千目周次使下 车仙至狱中应漏坐牢策亲自厌问时于日间绝断静 方海大寿领新宋街布立文案浅指左聊一人策作训 问是若不静应虚静者公益及素事中不还何人或见 知曰此事有成使君何自苦也达曰次使无得可以 批之一千两百零九 岛人上令百姓系于林语其有近人在遇而心自安忽罪人 文之自款服后有欲证送者其香驴父老巨香小曰祠 盖小氏何人勤劳使君送者多两让而指十山东陵语字 陈汝至于沧海皆苦水灾境内犬崖独磨锁笋山出淫 知以赵水布狼楼则就公益倒焉乃文空中有金石丝竹之 想人受元年追冲扬扬州到处至大使御张王兰恐其部内官僚 犯法未入州禁御令署公益公益达约奉兆不敢有私 及至执扬州皆摩所纵舍兰贤之及扬帝即为扬州长使王 洪入围门侍郎因言公益之短禁去官吏人守却诉冤香 既不绝后属岁地悟除内使侍郎丁姆幽为己其为私 历大夫简兰郎将从甄至柳城郡促十年六十二 子荣 柳简郭炫禁宿 柳简自道约河东解人也祖元章卫斯周大中正乡 华二周次使父遇周文喜令简有局量力行轻苦为周礼 所尽虽至轻易五感辖五周代力宣纳上士姬伯代夫及 高祖受禅卓拜水部侍郎峰律道县博为己出为广汉太守 甚有能名额而俊费时高祖出有天下丽金丝正妙简良能 出为木载以简人名著称卓拜彭周次使御送者亭遣不为 文书约束左使从荣而已欲无戏求蜀王秀时正义周列 上其是千穷周次使在职时于年蒙一月俘蜀王秀之得罪 也简座与交通免职及还乡里程碧车雷马七子一时步 善见者叹福燕阳帝四位真之于时已功成任职穆周 领郡者并带融资为简起自良利帝加其积用特寿朝散大 复拜洪化太首次物一百段而浅之简清节于历大业五年 入朝郡国籍地位纳严苏威力部上书牛洪曰其中卿 明天下地义者为谁威等以简对地又问其次威以卓郡臣 批至一千两百一十 郭炫尹川郡臣禁宿等二人对第四简薄二百匹炫宿各一 百匹令天下朝及时送至郡底已经焉论者美之极大业 莫盗贼封起数被攻逼简府截人一蹴无离叛境以保全 集义兵至长安尊立功地简与留守李灿搞肃于周南向痛哭 继而归京师向国赐简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将军遂于簇于 加十年八十九 郭炫和东安一人也加速韩为初为上书令使后以军 公拜一同隶属周司马长使皆有能明大业出行部上书语 文必寻省河北隐炫为父阳帝将有事于辽东以卓郡为冲耀 访客任者文炫有干局拜卓郡成立人月服术载迁为通 首尖领留守及山东道贼起炫竹补之多所克时朱郡 无复完者为卓郡独拳后将兵及斗剑得于何兼战死人力 哭之数月不息 竟素自洪简和东蒲版人也少以贞戒之名是贺州主 不开皇初为安邻令有能明着拜秦周司马转兵周掌使 人寿中为魏周司马俱有姬阳第四位牵引川郡成大 夜五年朝东都帝令司力代辅削道衡为天下群官之壮道衡 壮称宿曰心如铁石老而弥堵石左翼为大将军与文术 徒用式其意在尹川美有书属宿宿未常开封折令使者 持去树宾客有放纵者以法神之魔所宽带游士树贤之 八年朝于卓郡帝以其年老友至名将卓为太守者树已辙 为树所毁不行大夜末其海谷幽照许之去官之日加 无余才遂于终于家十年八十 流矿 流矿不知何许人也信仅后美以陈树应勿开皇初 为平相令丹其之官人有证诵者者丁应小义一礼不佳神 和各自引旧而去所得奉禄正师穷乏百姓感其得化更 批据一千两百一十一 相读立约有君如此何的为非在职七年封教大恰 欲中无戏求真诵绝席陵与静皆生草亭可张罗及去官 历人无少长好弃于陆江宋数百里不绝千为灵引令清明 善证为天下帝以上书佐蒲舍高炯严其壮上赵之极引荐 劳之曰天下宪令故多以轻能独于众粮足每也故 卫世成约若不输讲何以为劝于世下幽赵卓败举周 四始 王家 王家和兼章五人也开黄末为周行参军初五族称 后被周时宋琉求李参等七十余人一经施时至流人并家所传 宋家行赐阴阳哀其辛苦稀乎而为之曰清贝济犯国行 亏损名教身因雷义此其职也经负重劳元醋民独不愧于 新灾餐等辞谢家曰如等虽犯宪法家所亦大辛苦 无欲与如等托去行至今师总及能不为其不皆拜谢曰 必不敢为家于世兮托其家庭元醋与其曰某日 至今师如至前却无为辱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月 依其而至义无礼盼上文而经之赵建宇与称善久之 于是西赵留人并令邪妇妻子聚入赐宴于殿亭而设之乃下 赵曰凡在有声含林秉姓之好物并实是非若林矣 至成名家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千善往以海内乱离得 教费绝官人无慈爱之心诏树怀奸诈之义所以欲诵不惜 焦薄南至正寿命上天安养万幸斯尊圣法以德化人朝 细资资亦在于此而加深时正义成心宣导参等感悟自 赴献思明是绿土之人非为南郊梁士官人不加小事至令县 罪无由自心若使官进王家之仇人皆理参之被行错不用 其何远哉于是卓家为雍令正有能名 卫德申 批据1212 卫德申本巨路人也组充是周围行不代福建周刺史 因家红农妇皮玉玲令得申出为文帝晚郎后利逢一书佐 五阳思护书佐以能千贵乡长为正清静不言而智慧与辽 东之一真税百端使人往来则成俊献于十王刚持稳利 多赃慧所在真脸下不堪命为德申一现有无相通不解 其力所求皆给百姓不饶称为大智于十道贼群起五阳 诸臣多被沦陷为贵乡独全郡成员宝藏受赵主捕盗贼美战 不利则气泻毕竟者蒸发于人动以军法从事如此者数以 其凌晨营造皆具于是利人地相督则昼夜喧嚣有不能 既得申各问其所欲认随便修营官府既然恒若无是为 约束常立所修不须过甚于现实百姓劳苦然在下各自劫心 常为诸献之罪寻转管陶常贵乡历人文之相语言及其事 皆须西流涕与不成声即将赴任清晨诵之好气之声道 路不绝既至管陶和敬老幼皆如见其父母有华人员外郎照 君使与郡成员宝藏身相交结前后领常位有不受其指挥者 自得申至县君使平处于是未尝者敢出门逃窜之徒归来 如是贵乡父老茂设奸显义却请留得身有赵许之管陶父 老父义郡相送以贵乡文书为诈郡不能绝会持劫使者为继 渡证等至两县一时送之乃段从贵乡贵乡立人歌呼满道 互相称庆管陶众树和敬碑枯因而居住者数百家宝藏身害 其能会越望动真兵于郡宝藏遂令得身帅兵千人赴东都额 而宝藏以五阳归李密得身所领接五阳人也以本土从贼 念其亲戚者处都门东向痛哭而返人或为之曰李密兵马 尽在金庸去此二十余礼汝必欲归谁能相敬何为自苦如 此其人皆垂气约我与魏明府痛来不忍气去其一道 路坚难呼其的人心如此后与贼赞眉于正贵相管逃 人数至今怀之批至一千两百一十三 时有立阳令渤海高市横销令蓬陈流高陈高令红农流赤 具有恩惠大业之末常立多脏污恒高及赤清洁于利丰 较大恰欲无戏求为利人所称 使尘曰古与云善为水者隐之使平善化人者辅之 使尽水平则无损于低防人尽则不犯于献章然则亦俗一风 辅教从亦不资于明察必及于寻良者也艳光等皆内怀之道 至尘呆悟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至于谨茂之恶恶扬善 公义之辅士及并流筐之化行所不得生之爱结人心虽性成 杜师正魂语不能寄也诗云凯替君子仁之 父母企图沿灾公义所在有吕简帝心追忌往之一审 遂流亡于道路习呼流简去观妻子不善照鬼至闷浊水 见离轻已 批之1214 列传第39 库吏 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约仁义二约理智三约法令四 约刑罚仁义理智政之本也法令刑罚政之末也无本部 立无莫不诚然教化远而行罚政可以助化而不可以专行 可以立威而不可以凡用老子曰其政查查其人缺缺 又曰法令资张道贼多有然则令之凡科力之严苦 不能治理百代可知考懒前载有时而用之以习情刃欲立 这依满道汉阁其封脚罔过阵境罔疏破碎漏吞州大间 据华犯义清理顾刚克之力催拉凶邪一切尽兼已救时 避虽垂教义或有所取焉高祖因其平易江左四海九州 福教从义至于微行郡国立哲公侯陈传妇人探完卓立者 所在灭闻焉无恼时之必义以明以士闻等功不足迹才行 无闻遭遇时来刀窃非拒似其贬性多行无礼君子小人 离其独凡觉所立莫不凛然居其下者视之如蛇挥过 其尽者逃之如叩仇与人之恩心非好善家人之罪是非 及恶其所吃辱多再无辜查其所为豺狼之不若也无尽 兼除华之至四残月又见之心君子恶之故编为库立传 也设独士闻 设独士闻代人也祖干左丞相附近五位将军 批据一千两百一十五 四周次使世闻姓孤直虽邻里至清末与通霞少读书在 席封章五郡王官至领军将军周五帝平山东一关多盈周 师为士闻闭门自首帝其之寿开府一同三司随周次使 高祖寿禅加上开府封湖碑县子寻拜被周次使性轻苦 不受公料家无余才其子长但观处秉士闻家之于欲泪日 帐之一百步送还金同利五敢出门所买菜必于外境 凡有出入皆封属其门清就绝迹庆调不通法令严肃力 人骨占道不时已有戏过必身闻陷害常入朝遇上至久 高会赐公亲入左藏认取多少人皆急重视闻读口闲卷一 匹两首各持一匹上问其故事闻约成口首具满于无 所需上之别加上勿劳而浅之是闻至周发至尖影 常立此不申诉之脏魔所宽带的千余人而奏之上西佩房领 男亲戚相送哭泣之身便于周静至领南欲藏历死者十八 久于是父母妻子为哭是闻是闻闻之令人捕捉窝垂淫前 而哭者迷胜有金兆为坤为贝周司马和东兆达为亲和令二 人并苛刻为常使有惠证实人为之与约赐使罗沙正司 马富舌田常使含笑叛清和声痴人上闻而叹约是闻 知报过于猛进作免为己已为雍州掌使是闻为人 约我向法身不能亏后要贵必死此官以及下车职 法言正不必贵欺宾客莫敢至门人多愿望是闻从父妹为 是平有色灭之后赐薛国公长孙懒为妾懒期正逝性 杜赠之于闻后后令懒离爵士闻耻之不予相见后应 周次使唐军民居母幽拼以为妻游士士闻军民并为御史所 和氏文姓刚在御树日奋会而死家无余才有子三人 朝夕不计亲友无内之者 田氏 田氏自显标逢异下邦人也祖安心赴常乐侍卫 批据1216 据为本郡太守是姓刚果多五亿权勇决人周明第十年 十八寿都督领香兵后属载败为南太守镇上严猛利 人众族而立无敢违法者千本郡太守亲故平纪请托不行 五帝文而善之敬畏以同三思次决信兜献功卓拜严周次使 从地平以功加上开辅喜为建周次使改封梁权献功高 祖总百魁为窘作乱叶成从为孝宽及之以功拜大将军进 绝武山郡功及受禅拜湘周总管专以立威为物美事事于 外壁盛气以待其下官署鼓励无敢仰视有犯禁者虽至 卿逆摩所容带其女婿经兆度您自长安省之事借您无出 入您久之不得还窃上北楼以唱基斯事之之吃吃您五食 其所爱奴常义是白室有崇尚其依惊挥袖扶去之事已为 曼己力傍杀之或辽力尖赃部内截道者无问轻众西进 地牢中请处奋会令其苦独自非生死中不得出美设书 到周氏为辖独先兆玉族杀众求然后宣誓百姓其刻报 如此由氏为上所遣除名为百姓氏残会不食妻子至其所 折怒为氏同二人给始左右从家中所交遇以自杀家人不 与阴遣所适同一事买毒药妻子又夺而弃之事会卧其子 信实为宜同志事前刘涕曰大人既是朝廷旧臣又无大过 比剑公卿放辱者多已炫富身用大人何能久忽乃至于此 是虚然而起抽刀拙信信聚走壁之刃终于遇上之之 已是为罪己之身父其官爵寻拜广州总管促官 雁荣 雁荣自贵公华英红农人也赴侃州大将军荣信刚 言有武义是周围内是上侍从武帝法以公寿开府一同 三司封高义县公高祖寿禅为大将军封落从郡公拜 近周次始从何坚王红及突厥已公拜上驻国千青周总管 荣在周选爵有力者为武伯利人过之者必加结问者处他 批据1217 知创多见古坚道平济境内肃然他周献人行经其借者 为若寇仇不敢休息上圣善之后应入朝靖特加劳免容 以母老请每岁入朝上许之及祠上赐宴于内殿赵王公 作师以剑之法臣之意以为行军总管律水军自东来傍海 入太湖取吴郡即破丹阳无人共力消为主组兵于禁灵 为宇文术所败退宝宝山荣律经甲五千叶之败走为荣 所执禁灵会姬西平俭孝阳周总管寻征为幼武后将军 凸决刀以为行军总管屯邮周母邮去殖明年起为幼 周总管荣姓严库有微荣常使剑者莫不黄巨自施反扬 如是代为者姓荣皆属为利醋以驱辱之边吃左右动至千 树流血淫淺淫淡自若长按步道刺剑从今堪为吃锤 命取之者已是仁仁或自成无旧荣约后若有罪免 而及后泛系过江窝之人约前日被葬使君许有罪 又知荣约无过上耳旷有过血绑垂如旧荣美循 审馆内闻官人及百姓妻女友美色者舍其事而迎之贪暴放 纵日圣世时圆红四被除为幽周长使巨为荣所辱故此上 知知赤荣约红四账十以上罪皆须奏文荣奋约 数子何敢弄我于是浅红四间那仓素羊的一康一笔 折罚 知美吃虽不满时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数如是利年怨戏 日购荣岁收腹欲尽绝其凉红四积累抽一序杂水燕之 其妻亦却撑冤上浅烤公侍狼流氏持一居问奏容阅读非虚 幼贼惠狼及岁珍海经师赐死仙世荣家寝世无故有屈述 胡从地坟出未己荣死于屈出之处有子寻 赵仲卿 赵仲卿天水隆西人也赴冈州大将军仲卿性粗暴 有屈立州王献胜李之丛及功林秦统荣威远福 张碧等武臣敬平之又即将断孝先于遥乡成苦占联 批至1218 日破之以公寿大都独寻点素未平之意以公迁上仪 同间赵郡太守入维基伯中代府王谦作乱仲卿使在丽州 及与总管斗卢济发兵聚首为千所攻仲卿都兵出战前后一 十七镇及千平静卫大将军封长元县公益千户高祖寿 禅静觉和北郡公开黄三年突厥范赛以行军总管从何间 王红出赫兰山仲卿别道聚敬无鲁而还赴正平良寻拜时 周次使法令言猛欠为之师摩索容舍边吃长使者至二 百官人战术力无敢违犯盗贼秉席称其能牵眼周次 使为之官拜朔周总管于十赛北圣兴屯田仲卿总管统之 唯有不理者仲卿者赵主掌踏其兄辈或解一道业于荆棘中 十人为之猛士多克寄游士收获碎广边数无愧运之忧 会突厥其名克寒求婚于国上许之仲卿因世间其骨肉碎香 攻击十七年起名炯破于随使掌孙盛头通汉镇重青帅齐 千鱼池元之达头不敢逼前前人又至其名所不至者二万余 加齐年从高炯指白道以及达头重青帅兵三千为前锋至 足离山与鲁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起伏伯覆破 之鲁千鱼口杂处万计突厥西仲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 巨战今五日会高炯大兵至河及之鲁乃拜走追杜白道 于秦山七百余礼时突厥降者万余加上令仲卿处之恒安矣 公敬为上驻国赐悟三千段朝廷律达头演习其名令仲卿 兵二万矣备之代周总管韩红永康公里要王位周赐使流龙 等将不齐一万镇恒安达头其十万来扣韩红军大败众青 自乐宁镇邀及斩首鲁千鱼及明年都役驻京和定乡二臣 已居其名时有表言众青库报者上令御史王伟案之病时 习其公布罪也因劳之约之公卿正为下所恶次悟无 百断众青义自由逝免官人寿终简孝司农亲属王秀之 得罪奉赵网易周穷案之秀宾客经过之处众青必申闻制法 批据一千两百一十九 周县掌励作者太半上以为能赏毙弩五十口金二百两 米宿五千十其宝杂物称是阳帝四位叛兵部公布二朝上 书是其年促十年六十四是约宿赠物五百段子洪寺 崔洪度帝洪生 崔洪度自摩喝眼柏林安平人也祖凯卫司空妇说 周夫周次使洪度屡立决人一茂魁暗虚面胜伟性严苦 年十七周大总载宇文护尹为亲信寻寿都督类转大都督 十户子中山公训为蒲周次使令洪度从燕长与训登楼至上 曾去的四五丈府灵之训约可谓也洪度约辞 何族魏虚然直下至第五损伤训以齐全结大齐之后 以战勋兽以同从五帝灭禁位上开辅业献公赐物三 千段肃三千十奴必百口杂处千计寻从汝南宫宇文神 举破卢昌其于范阳轩第四位从云国宫为孝宽金略淮南宏 杜宇化正宫宇文心思水贺楼子干至肥口陈江攀称帅兵数千 来聚战阁水而振兴浅洪度欲以祸福称致系而顿进攻守 杨将成守将吴文立洪度攻罪以前后勋敬位上大将军 席父绝安平县攻击位窘作乱以洪度为行军总管从为孝宽 讨知洪度慕长安肖雄数百人为别队所无不披靡洪度美 先是窘子为妻及破夜城窘窘破深楼洪度直上尾追之 窘湾宫将设洪度洪度托兜谋位窘曰相是不今日各图国 是不得顾思以亲戚之情井恶乱兵不许亲辱是是如此 早为生计和所呆也窘直攻于的骂大臣向疾口而自杀 洪度顾其帝洪生曰如可取窘头洪生遂斩之敬位上驻 国时行军总管立封国公洪度不时杀窘至纵二言由示将 决一等为五湘郡公开黄出突决入扣洪度以行军总管出 原州以拒之鲁退洪度竟屯领五月余儿还拜华州刺史 那其媚为秦孝王妃寻千襄州总管洪度宿贵欲下言及洞 批据一千两百二十 行锤阀利人哲气闻其身末不战利所在之处另行禁止 盗贼平纪梁王萧从来朝上以洪度为江陵总管政经周洪 杜魏至尔从叔父严拥居仁以盼洪度追之不及成人但洪度 亦不敢窥金周平臣之意以行军总管从秦孝王出襄阳道及 陈平次悟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乱妇以行军总管出全门道 立于阳宿洪度与宿品铜而年长宿美屈下之一旦立宿 亦胜不平宿颜多不用宿亦幽荣之及海俭孝元周世人 领行军总管已被胡五鲁而海上圣礼之父以其弟洪生女为 河南王妃仁寿终简孝太府亲自以一门二妃魔所降下 美借其辽利约人陈树无的七狂皆约诺后 常时侍者八九人洪度依依问之约美呼人拒之 皆与美红度大骂约雍奴何敢狂我辱出味时 安知其美巨帐八十官署百公见之者莫不留汗无感期 隐时有驱突盖为五后票其一言克长安为之语曰您隐 三身坐不见摧红度您如三身爱不逢驱突盖然红 杜丽家如官子弟斑白洞行锤楚闺门整肃为时所称 为己秦王妃以罪诸河南王妃父辈废宏度幽慧谢并于 家诸弟乃与之别居迷不得致阳帝即位河南王为太子 帝将父丽崔妃浅宗使旧帝宣旨使使者亦洪生加洪度不知之 也使者返帝红度有何言使者曰红度称有吉 不启帝莫然其事尽请红度幽愤为己促 洪生自上刻在周围又是上世为窘坐乱香周与凶红度 吉之以公拜上以同寻加上开府封台献侯一八百户 高祖寿禅绝为公寿票其将军宿为十余年以勋就签辞 周次时数岁转正周次时候以七属之故帝玉月龙千香 周总管及河南王妃最费洪生意免官阳帝即位立即周次 史性兜太守禅绝帝附转捉郁帝转捉郡太守辽东之意 批据一千两百二十一 简孝左五位大将军是指平壤与宇文树等同拜祭奔还发 病儿促十年六十 原红寺 原红寺河南洛阳人也祖岗位于阳王妇京周于阳 郡公红寺少席爵十八位左清位开皇九年从晋王平成 已公寿上已同十四年除关周总管常使在周专以严俊认世 历人多愿之二十年转幽周总管常使于十艳荣为总管寺 虐于红寺每被吃辱红寺心不服荣碎尽红寺于玉江沙之 及荣诸死红寺为正库又甚之每推居囚图多以作冠笔 或单一旗下俏无感引擎兼尾秉席人寿莫寿木公兼修 赢东都大业出阳帝前有曲辽东之一浅红寺往东来海口间 造船诸周一丁苦其垂处官人都一昼夜丽于水中略不敢 席字腰以下无步身躯死者十三四巡千门侍郎转殿 内扫尖辽东之一敬畏金子光路大夫明年帝附增辽东 会奴贼寇拢佑赵红寺及之极悬赶作乱逼东都红寺屯兵 安定或告知谋应悬赶者代王佑浅使之之送行在所以无 反行是第一步解除明喜日难道死十年四十九有 紫人官王文彤王文彤今召隐阳人也姓名便有干用开皇中以军 公拜仪彤寻寿贵周司马阳第四位真为光路少轻以五指 初为恒山郡城有一人豪华美持长力长短前后首令弹之 文童下车文其名照而树之音令左右善目为大绝埋之鱼 停出齿鱼四角各埋小绝令其人薄心于目绝尚赋四绝鱼 小绝以棒欧齐被印石溃烂郡中大害利人相试射弃及 地真辽东令文童巡查河北朱郡文童见沙门借菜食者已 为邀望皆收细域彼至和监照朱郡官人小有迟为者者 批至1222 皆负面于的而追沙之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 百人文童以为巨节或重镜斩至幼西裸森尼燕有银壮飞 童男女者数千人赴江沙之郡中世女豪哭于陆朱郡惊 各奏其世帝闻而大怒浅使者达西善意耻所之斩于何间 以谢百姓仇人抛其官鸾其肉而但之思虚尽 始成曰玉之良者不在于凡策政之善者无取于言行 故虽宽猛相资得行护赦然不言而化前者所重视闻等运 属清明时无节辖为贤道德实怀残忍贼人积体同诸目 始清人性命胜于除狗长恶不圈先有不疾故或申因罪 路获幽惠颠迁返百君子以为有天道烟乌乎后来之事 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呆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 批据一千两百二十三 列传第四十 如灵 如之为较大以其利物博以赌负子政君臣上终结 众人亦贵连让剑贪比开正化之本原凿生明之耳目摆 亡损亦以贯之虽是或乌龙而斯文不坠精邦至至非 一时也设其留者无路而赴怀其道者无畏而尊顾众迷 顿挫于鲁君梦可亦阳于后寻清见真于强楚孙取贵于 龙汉其余处赌贵贵安漏相而亲王公者可慎数哉 自靖世分崩中原桑乱五胡椒珍金吉道禁卫世发季戴阴 金银和朔得之马上资到魏弘继夫太和之后慎修文教 尽深朔学及己吟嘲讽亦俱如往往杰出其雅告奥一颂 吉良不能上也南北所致张句好上互有不同江左舟 一则望府四上书则孔安国左船则渡元凯和洛 左船则福子圣上书周易则正康成师则病主 于毛公里则同尊于正式大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辈 学生无穷其之夜考其中使要其会归其力生成名书方 痛志以原字捍卫朔学多清通歹呼近古巨如必比俗 文武不坠红之在人起独于必于金而皆明哲于往袭 在呼用与不用之与不知而然囊之必邪数姬必举得于红如 近代左右邦家贤取士于刀笔纵有学忧入士情于赐古名 高海内浊地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亲子或树江运船 批至1224 碧尾气于草则燃则古之学者陆在其中经之学者困于平 见明达之人至实之事安肯至于所习以求平见者在此 所以如喊通人学多比俗者也席列康庄之地多是如灵 宴起劫时之公群因自远世之俗 亦风仪必由上之所好非 夫圣明欲是亦无以正思颓俗以自正朔不依将三百年师 说分轮摩所取正高祖因其转力平一环与顿天网以言之 奔金伯以李之社好决以迷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呆问之事 迷不及焉天子乃整万成绿百辽尊问道之以官世殿之 李博士庆悬河之辩世终结众席之奥考证王一言合同 姬至群一焕然兵世于是超着其秀后赏诸如今一达忽似 方皆奇效鲁赵魏学者由多富及追师不远 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周儒雅之圣自捍卫以来 一时而以极高祖慕年精华稍结不悦如树砖上行明职 正知徒非赌好记人寿兼遣岁废天下之学为存国子一所 弟子七十二人阳帝即未复开详续国子俊献之学圣于开 皇之初真辟如深远近至始相语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 那言定其岔次依以文奏烟于时就如多以刁王二流拔萃出 类学通南北伯及金谷后身钻养墨之能厕所至诸经矣 书竟身贤失踪之计而外事似以戎马不惜师徒带散道 贼群其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微小人空有见学之 明儿无红道之时其封建坠以至灭王方领举步之徒以 多转死沟壑凡有荆棘自此皆淹没于微臣已岁时后尽之事 不复文诗书之言皆怀壤夺之心相语献于不易 传曰学者将执不学者将若然则甚衰是细心王 幽在有国有家者可不胜于诸如有生眉道存疑风可想皆 采其余论坠之于此偏云 原善 批至1225 原善河南洛阳人也祖差位是中赴罗出为梁周次 史及差被诸奔于梁关至珍北大将军清纪二周次使善 少随赴至江南信号学岁通设五经由明左侍传及猴 谨之乱善归于周五帝圣离之以为太子公引赐绝江阳县 宫美执经已受太子开皇出拜内使侍郎上美望之曰 仁伦以表也凡有夫奏 慈弃一阳关者属穆成使缘雅来 聘上令善就管寿书雅出门不拜善论就是有拜之以雅不 能对岁败成礼而去后千国子祭酒上长清陵式殿命善 蒋孝经于是夫成义礼兼之以讽见上大跃约文将 阳之说更起振心赖卷百匹一一席善之通伯再何妥 之下然以风流运及抚养可观阴运清朗听者望眷犹是 为后尽所归妥美怀不平心欲屈善应善讲春秋出发 提诸如及善思未妥曰明望以定性无相苦妥然 知己就讲四妥碎隐古今至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生贤之 二人游是有戏善以高迥有宰相之巨常言于上曰阳素粗 淑苏微妾彭元咒原明正四鸭尔可以附设计者为独 高迥上初然之及迥得罪上以善之言为迥游说身则旺 知善幽惧先幻消可于世及动而促十年六十 新燕之 新燕之隆熙迪道人也祖世续为梁周赐始父灵府 周华周赐始燕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射金始与天水牛 红同志好学后入关税加经召周太祖建而弃之隐为中外 府里曹次以以马诸玉石国家草创百度以史朝贵多初五 仁修定以祝为燕之而以寻拜中书侍郎及周敏帝受禅 燕之与少宗伯卢便专长以至明武实力指点四太祝勒 布玉正四曹大夫开府以同三司奉使营突厥皇后还赖马 二百匹次厥门县公一千户寻进厥五元郡公加一千户 批至一千两百二十六 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寿缠除太长少清改封任陈郡公 竟未尚开府寻转国子继九岁于拜礼部尚书与秘书兼牛 红传心里无心省众名为朔学高祖常令燕之与众论议 众不能抗于是必席而谢曰新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 是高祖大悦后拜随周次使于十周目多贡征完为燕之 所贡并贡之物高祖善之故为朝臣曰人安得无学 燕之所贡积古之力也迁路周次使前后具有惠正燕之 又重信佛道于陈内力浮屠二所并十五层开黄十一年周 仁章元报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心购一堂至极重 原问其故人云露周次使心燕之有功得造此堂以待之燕之 文儿不悦其年促观 是约宣燕之转粉点一步六观 一步注文一步心药一步心理一步五经 亦一步并行于是有子重观至一是令 何妥肖该包凯 何妥自欺凤西成人也父系胡通商入蜀岁加皮县 是两武林王妃主之金伯因至巨父号为西周大甲妥少鸡 仅八岁由国子学助教顾梁系之曰 辱祭姓何是何叶之 何为是何水之何应生达曰 先生姓故是眷故之故 是新故之故众之十七以祭巧是湘东王后之其聪 明照为宋书左右十蓝灵霄一有俊才助青阳相妥住白 阳头十人为之与约是有两俊白阳和妥青阳霄 其见美如此江陵县周五帝由众之寿太学博士宣帝出狱 立武后以问如者心艳之对约后与天子匹体尊不宜 有五妥伯约帝库四非顺右二非一赫常述游士 封香陈县伯高祖寿缠除国子伯是家通直散其尝试尽绝 唯公妥性尽及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时那言苏微长言于上 约成仙人美戒成云为独孝精一卷足可立身至国 批之一千两百二十七 何用多为上亦然之妥尽约苏微所学非止孝精 绝父若信有此言,微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 是其不成不成不孝何以是君且夫子有云不读师 无以言不读理无以利其容苏绰教子读反圣人之训乎 微时兼领五直上圣轻众之妥因奏微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 绿度皆不称之妥又上八事已见 其仪式曰成文之人则则为帝南之孔子曰举之错 诸妄则名服举妄错诸直则名不服有此言之政之治乱 必胜所举故禁贤受上赏必贤蒙贤露查经之举人良于 此无论产之墨则贤于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刃易须 易须必白手狼鼠之官人之不服时由于此成文绝人于朝 与世共之行人于世与重器之福见流心欲送爱人如子 美应觉欲无不寻访群攻行之不烂君之名也行既如此 决意宜然若有貌公俭在地心者便可着用自私以降弱选 众官必须参以重义悟性义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愿望 其二是曰孔子云是查阿则罪无眼必诱曰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彼而不周所谓彼者及阿也为 心之所爱既以光华融显犹家提窃心之所恶既以神至屈 乳宝言必怒提窃即臣必相言必则欺上之心身已屈辱 即家则有怨恨傍独之言出以服怨广家替访物使彭路 开威恩自仁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是曰成文顺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凯也即其贤 明里幽今日由负责才受任不相亲烂固得四门庸墓术 即兮金官员及多用人甚少有益人身上乃尖数值为事 国无人也为世人不善也今万臣大国茅艳不少众有名哲 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鲁丝言 信以金官之人不度得量力即无屡望复说之能自负 批据一千两百二十八 傅言之水之气不律优身则众为为总领不多安思重任 清笔全走好至颠绝时此之游一约顶折足复公 素其行卧凶言不胜其刃也成文穷力举重不能为用 扶愿更任贤良分财参长使个行有余力则数是康哉 其四是约成文李云兮言破律乱民改作之左 道已乱政者杀孔子曰人就冠何必改作福建笔年 以来改作者多已至如范威陋客时载不成照一尺称妻 年方绝公孙继欲但依方废于巨万徐道庆回护子五迷好 隐时长名破律多利岁时亡卧乱民曾无忌及张山居位 知心未浅已柔及太长草位祖不使北辰金富林立太时末 不用其短见辩自夸皮妖舍名誉后相污往请今日以后 有如此者若其言不厌必加重罚恕令有所谓既不敢轻奏 狂简 其余文多不载时苏微全尖数思仙长引武功故妥言字 复复言之水之气以此基上书奏威大贤之十二年威 定考文学又与妥更相喝底威勃然约无和妥不律无薄 其后上令妥考定中律妥又上表曰 陈文明则有李悦悠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末 净于李悦又云乐至则无怨理至则不争一让而至天下者 李悦之谓也成文乐有二一约坚深二约正深夫坚深感人 而逆弃应之逆弃成相而迎乐心焉正深感人而顺弃应之顺 弃成相而何乐心焉故乐行而伦青而目聪明血气和平移 封义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正深远宁人故正位 宋诏之身出内则发及外则伤人事已公乱则荒其军交 伤乱则悲其关坏缴乱则悠其人怨真乱则哀其事情 与乱则为其才潰伍者皆乱则国王无日已为文侯问子下 批据一千两百二十九 约无端缅而听古乐则欲昧听正位之音而不知卷何也 子下对约夫古乐者使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极佳 平均天下正位之音者兼身以乱逆而不只摇杂子女 不知父子经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应也夫乐与应相近而 不同为人君者仅审其好物按圣人之作乐也非指苟月 而木耳已已遇使在宗耀之内君臣痛听之则莫不合尽在乡 礼之内长幼痛听之则莫不合顺在闺门之内父子痛听之则 莫不合倾此先妄立乐之方也故知生而不知因者情是也 知因而不知乐者众数是也故中大吕贤歌干七童子皆 能武知能知乐者其为君子不知生者不可与言因不知 因者不可与言乐之乐则己于道以咒为无道太师报乐器 以奔周进君得薄师旷顾习清真 上古之十位有音乐古父及攘乐在其间一约 先妄作乐崇德应见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帝座 持专须作六经帝库作五音瑶作大张顺 作大少雨作大下汤作大或五王作大五 从下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身不可得文字应至周 被于师送故自圣贤以下多席乐者至如福西俭色 文王族秦仲尼及庆子路古色汉高及住原地吹销汉高 祖之初 书孙通因秦悦人至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家至 之乐有古将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 行步之节有古采祭四下也甘斗上剑奏登歌 之乐有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在中奏修成之乐美 神想也皇帝就东相坐定奏永安之乐美丽成也齐 修成永至二曲 书孙通所至也和高祖庙奏武德 文史五行之五春秋时成公子完奔成是顺后 故有韶月孔子在文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情 批至一千两百三十 史皇灭的韶月和高祖灭秦韶传于和高祖 改名文史已是不相习也五行五者本周大五 乐也史皇改曰五行即于孝文副作四十之丹五已是 天下安和四十顺也孝景采武德武以为昭德孝宣 又采昭德以为圣德虽便其名大帝皆因勤旧是至 于魏禁皆用古乐为之三祖并至乐祠自永加波月五 都清荡月深难度是以大贝江东宋以来至于两代 所行乐是游阶 传古三雍四十时称大圣及侯景串逆月师分散其四五 三条西渡尾是虽之传授的屈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陈少好英律留意管贤年虽其老婆皆祭一及东土刻定 乐人稀反访其斗六果云是良人所交经三条四五并皆有 守虽不能经熟一颇具雅生若令教习传授数数的流传古乐 然后取其会归搓其只要因寻损意更至家明歌圣得于 经传雅正于来夜起步美语景句录三条四五取名又至 歌词如别其有身躯流荡不可以沉于殿亭者一息腹之余后 书奏别赤太长取妥节度于是坐清平色三条身佑 坐八亿丙夺金服四五仙是太长所传宗 妙雅乐数十年为坐大吕沸中妥又以身乖古义乃奏请 用中照下公轻一从之而而妥子为为秘书郎有罪行 上哀之简死论事后恩李建宝六年初为周刺史时有 父级由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为刺史真乐于周门外 在职三年以及请还照许之父之学是时尚方时苏奎在太 常参议中绿奎有所建议朝是多从之妥独不同美颜奎 之短高组下其一朝成多排妥妥妥上风是指尘德师大 理论时政损义并指射是彭于是苏威吉利部尚书卢凯 侍郎薛道恒等皆作得罪除一周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九 批据1231 促观世约宿传周一讲书十三卷孝经一书三卷 庄子一书四卷即与沈仲等转三十六颗鬼神感应等大义 九卷风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及十卷并行于是 兰陵萧该者梁婆杨王辉之孙也少丰幽侯梁京周县 与何妥同志长安信赌学师书春秋礼祭并 通大义由金汉书胜为贵有所离开皇初赐绝山阴县 公拜国子博士奉赵书与妥正定今使然各执所见地相是 非久而不能就上浅而罢之该后传汉书及文选英 亦为时所贵 东海包凯自和乐其兄于明武经凯西传其业 又从王仲通授史记汉书由称经纠大业中为国子 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肖包二人为宗将剧图教授 助路者数千人促门人为其坟利结焉 房辉远 房辉远自崇如恒山真定人也是传如学辉远又有志 行至三里春秋三传诗书周易间善图 尾痕以教授为物远方复及而从者洞以千计南阳王挫 唯定周次史文其名照为博士周五帝平搜访如俊辉 远首应辟命寿小学下士及高祖寿禅太长博士太长卿 牛红美称为五金库立部尚书为士康建之维太学博士寻语 佩功正义修正月章丁母忧解任后属岁受田寇将军赴 维太长博士为己卓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 并悉见举将卓用之计测问契博士不能实定脏否计九元 善怪问之辉远曰江南和北毅力不同博士不能辩设 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及所长博士各个自疑所以久而不绝也 即久因令辉远考定之辉远兰比辩下出无一致或有不服 这辉远问其所传译书则为是莫颂之然后出其所短字是 批之1232 五感是非者所是四五百人数日便觉诸如莫不推其通博 皆自以为不能测也寻奉赵玉修令是高祖常为群臣曰字 古天子有女乐呼阳素以下莫之所出遂言无女乐辉远近 曰成文窑窕淑女中古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者 于亚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仁受中促官十年七十 二朝廷接习燕奉赴圣后赠援外散其尝试 马光 马光自荣博武安人也少好学从诗数十年昼夜部 习图书称尾莫不揽由明三里为儒者所踪开荒 初高祖珍山东一学之士光与张仲让恐龙斗士荣张黑 奴流祖人等巨制并受太学博士十人昊为六如然皆彼也 无疑犯朝廷不知贵也是荣寻病死众让为己告归乡理者 书十卷字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树颜玄相是周献烈 上其壮镜座珠恐龙张黑奴流祖人为己亦被遣去为光 独存长英式殿高祖亲信国子学王公以下集光生作讲 李启发张门以儿诸如生以次论男者十余人皆实朔学 光剖析一致虽慈非俊辩而李亦红善论者莫测其浅身 共推幅上家儿劳燕山东三里学者自雄安身后为宗 光益人初教授迎博尖门徒千数至世多妇及从入长安 后属年丁母幽归乡里岁有中焉之至以及足于家十年期 十三 刘超 刘超自是原姓都昌廷人也父恰郡公曹超兮俄 被望高是远聪明省身若不好弄少与何间流炫结盟为友 同寿师于痛骏流鬼思寿佐传于广平郭茂常问理 于父陈雄安身皆不足夜而去五强交金桥流至海加速多焚集 超与炫旧之读书向今时载虽一时不济焰如也岁已如学 批至1233 知名为周博士赐使赵炯尹为从事举秀才设策甲科语 著作狼王少同修国史兼参议律令人执门下审已呆顾问 而除原外将军后与诸如于秘书省考定群炎应甲还乡理宪 令为之夜隐为宫曹寻附入金与左仆设阳树立部尚书牛红 国子纪九苏微国子纪九元善博士肖该和妥太学博士房 辉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则等于国子共论古今至一前贤所不 通者美生作论南风起皆不能屈阳素等莫不服其金箔 六年运落阳时经至今诗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赤语 刘炫等考定后英国子世殿与炫二人论一身错诸如怀 杜恨遂为非张所傍除名为名于是悠游香里专以教授者 数为物滋滋不倦甲马王阵所传张句多所是非酒 张算数周壁七要立书十余不推步日月之经良度 山海之术末不合其根本穷其密傲者积极实卷力 书十卷五经数亦并行于是刘炫聪明博学明亚于超 故时人称二流焉天下明如后尽之以授业不远千里而至者 不可胜数论者已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如无能出其佑者 然怀抱不旷幼色于财不行术修者未常有所教会时人已 此少知废太子永文而照之位及敬业照令是属王妃其好 也久之不至王文而大怒遣人家送于属佩之君房其后 典校书及王妃最费超幼与诸如修定李律除云其未扬帝 即未千太学博士额以及去植树年妇贝珍以呆故问应 上所者立书与太史令张纣玄多不同被博不用大业六 年促十年六十七刘炫为之请示朝廷不许 刘炫 刘炫自光博和尖井成人也少以聪明见称与姓都留 抄壁户读书十年不初炫 某子精明是日不炫强祭末时 末语为仇左方右远口送墓术耳听武士同举 批据一千两百三十四 武友仪师周五帝平营周四史与文抗颖维护曹从事后次 使礼会属李曹从事以利干之名 遂于凤赤与著作狼王少彤 修国使额直门下省以呆故问又与诸述者修天文律力奸 由内史审考定群延内使令柏林理得林圣理之训随便执三审 竟不得官为宪司则其父易训自成于内史内使诵易利布 吏部尚书为士康问其所能炫字为状约周里里记 毛诗尚书公养左传校金伦与孔正 王和福度等住凡十三家虽亦有经粗并堪讲授周 亦以李古良用功差少使子文及家严美式 宋于新天文律力穷和为妙至于公司文汉未常假手 力不尽不详是然在朝知名之事时于仁宝明炫所成不谬于 事除殿内将军 石牛红奏请购求天下一亿之书炫碎伪造书百余卷题为 连山一鲁史记等路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送之 经赦免死做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物太子永文而照之 既至今师赤令士蜀王秀千言不枉蜀王大怒家送一周 既而配为帐内美史之帐为门卫而而是之典教书史炫英 你屈原补居为仕途以自己 即属王费与诸如修定五里受吕其为吏步上枢牛 红建义以为李诸侯绝棒其大夫将义等经之上驻国虽补 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关在第二品义将棒轻义等义者多 以为然炫博之曰古之事者宗义人而以数子不得尽 由是先望重视其宗子有分路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由福 虽三月良由受其恩也经之事者为以财身不限事术语 古迹何将之有经之贵者多乎尽轻若或将之名得之 书自此十一岁请其是开皇二十年费国子四门及周县 学为智态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选上表言学校不宜费 批至1235 请李慎切高祖布纳开皇之末国家英慎朝野皆以辽东为 义炫以为辽东不可罚作府一论以讽焉石墨有误者 即大业之计三针不克炫炫方燕 阳帝即位牛红尹炫修律令高祖之事以刀比例类多小 人年久长监视使然也又以风俗灵持妇人无节于事力 隔周县左使三年而代之九品七无的再教训者论以为部 可红竟从之朱骏至学官及流外给令皆发自于炫红长 从容问炫约暗周里是多而辅使少经令使百倍于前 判官简则不计其故何也炫对约古人委任则成岁中 考其殿罪暗不中孝文不凡西辅使之任长药木而已故 经不同若此之相选也是凡正必指此之由红又问 为之时令使从容而已 经则不遑宁舍其事和尤炫 对约是立周不过数十三辅行台地相同领文书行下 不过十条经周三百其凡亦也往着周围至刚纪郡至首尘 现为令而以其所据了则长官自辟受赵赴任美周不过数 时经则不然大小之关系由立不欠借之计皆属考工 其凡二也审官不如审是审是不如清心官是不审而望从容 其可得呼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纳言阳达举炫博学有文 张设策高地除太学博士岁于以平碑去任还至长平 奉斥追忆行在所获言其无形地碎霸之归于何间于时群 道风起古时永贵荆棘道习教授不行炫与妻子相去百里 深问断绝欲欲不得志乃自为赞约 通仁司马香如杨子云马记长镇康城等皆自序峰辉 船方来业于其赶养君先达一笑众昆呆以日破丧于大命 将近故有飘零门徒与散客死昭露埋魂朔也轻故莫照 其心后人不见其忌待及于传宝颜兄义以及行脉传世 周礼使夫将来俊哲之于彼至尔鱼从晚发以来弃于白首 批据1236 因还为慈亲所述垂处未常家从学为名师所经甲处福之极 寄乎敦序帮族交捷等一众物轻生先人后己息再又弱 乐参长者缘及其爱述皆后生学则福而不厌惠则劳而不 眷幽请寡氏心事方为内审生平顾寻中使其大性有四 其身恨有疑性本于必加业凭据为父兄所饶策近身之末 岁的博览典告窥涉金谷小善者于丘缘须名闻于邦国旗 信义也引显人间审服世俗数填徒劳之之久之承诞之书 名不挂于白简是不染于丹比利生利行残御十多起首起 足数积可免其信二也以此拥须履动神卷以此卑鉴 美身天府标记录比翼红枕相宿于凤池记严动于零 隔餐页载浮造请群公后李书恩增荣改嫁其信三也 咒漏方静大蝶以皆退返出福归还顾李完文史以遗神 月鱼鸟以散绿关省也误登陵远找缓步带车无罪为贵 其信四也养修名之圣是凯道教之灵迟导先如知亦鬼伤 群言之无惠池物焚点离改辟谬修传使徒逝世成天 为人愿徒不我于世路为以学校尽费道不备于实业 不传于身后贤恨全壤实在滋乎其身恨一也 实在郡臣两想断绝其门人多随道贼哀炫穷乏义郡 臣下所炫郡官乃出炫与之炫为贼所将过臣下保卫己 贼为官军所破炫姬恶魔所依附头献成长力一炫与贼相知 孔为后变岁闭门不纳事实业兵寒因此动内而死时年流 十八其后门人士约宣德先生 炫姓造尽颇排斜多字经法好轻武士为执政所仇 游士官徒不遂者伦宇数一十卷春秋功妹十卷五 金正明十二卷孝金数一五卷春秋数一四十卷 上书数一二十卷毛诗数一四十卷柱诗续一卷 算数一卷并行于是 批至1237 主辉 吴郡主辉自高明以三理学称于江南阳帝十卷 天下如数之事西极内史审相赐讲论辉博便无能屈者 游士卓为太学博士传理书一百卷 顾标 于杭顾标自众文明上书春秋阳帝十为秘书 学士传古文上书书二十卷 鲁士达 鲁士达 于杭鲁士达阳帝十为国子 读教传 十二卷行于是 张冲 吴郡张冲自书玄是成为左中郎将非其好也乃谈思 经典传春秋一略于度是七十于是桑浮一三卷 孝金一三卷 轮雨一十卷前汉 因一十二卷关制 汉王是独 王孝吉 平原王孝吉少好学博览群 言辨至五金颇有文干 与和尖流炫同志友善开 黄中赵入秘书驻王少修国史少 不知理在审多年而不免输税孝及郁郁不得志奏纪余礼 不上书牛红曰 妾已读试食夫则生但不媚积寒切体意醋碎无聊和 则痛苦难以安平穷意为醋矿怀抱之内兵火朔之高凑 礼之间风霜青骨髓安可舌尖唇吞生饮气恶生吟之响 忍酸心之酷哉浮为名上书 宫洞哀精之色开宽欲之怀可妥 足以活哭灵吹嘘可用非穷语分娇兰之气暖不薄之词许 小人之请闻大君之听虽附山川不远鬼神在资信而有真 言无不履有孔枕逆持于援手就惊缓于浮足呆悦人之周集 批至1238 求鲁匠之云梯则必选于稿树之之梅于深渊之底以夫以依 借平仁七年只审刻意不免庆赏不沾麦共语之田公事 知之废有若子之类伐强凶之家以老母在唐光阴池目 寒暑为雀观山超远必为其前途于秒以驴之望朝夕 以情谢向儒之并无关可以免发霉伏之狂非先所能必 仇集圣乎历鬼人身夫今时迎魂且散恐是与无憎恨 入名则虚缘恩故此乃王姬所以至言应侯为之不乐也前 并法之内居眉睫之间子也未曾闻离诸所不见省伦东关 刘智南始终无见影永同埋病三世不宜虽游及末十年 不调十法之己夫不释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成贤 知臣也以夫不释出而逢不万一此小人所以为名上书信也 做人物之缘运权衡之禀反披胡白不好自依此小人为名 上书不取也习经欲为剖月便何之足百里为用遂情习之 守居的言之地有能用之之增而目之名无手足之醋但 而夫为熟之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是或未生其屈以夫且 亦与流天下劳不见徒安能无妄唐并未及死狂还刻念 汉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辞济至于前修通心于来者使千载 知下哀其不欲追究直是有清晨则不孝之躯死身为 泪小人之罪方且未堪愿少加怜悯留心无呼 红一知其有学业而尽不得调后归乡礼以教授为业 忠于家著上书及诗遭乱零落 使尘曰古语云荣体不足官永利不足士族性不足 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文四方流生后应者其为学乎 幸灾思炎也挥远荣博之徒笃至不倦自求诸几岁能闻 道下风称珍惜上或具图千百或福免成宣建众名时时 为击谷之力也将阳从荣雅望风运弦远清谈高论及审 年燕之敦经月使地生力行至存点自动道规矩和妥通 批据1239 社俊爽神情谨悟雅有口才兼善此彼然皆以为直施如 者之风烟流超道观境深数穷天象既精且搏动悠久为 名声致远远流不测数百年来私人而以流炫学时通如 财堪诚物九流七略无不该揽虽探则所应不歹于超财 诚意说闻雅过之病道雅生之时不我与或财登于下世 或哪弃于勾壳习以子下有言死身有命富贵在天 天之所欲者聪明所不予者贵世上甚且由不免超炫其如 命和 批据1240 列传第41 文学 一曰关乎天文以查时便关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传曰言生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顾遥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圣得者患乎之美然则闻之 唯用其大以灾上所以夫得教于下下所以达情至于上大 则经为天地作训垂犯刺则封瑶歌颂匡主和名或离禅放 逐之城图穷后门之士道感科而未欲致欲异而不身份 积伟曰之中非文卫阙之下奋训尼子自治清云正审逆于 一朝流风生于谦在往往而有事以凡百贵君子莫不用心焉 自汉卫以来气呼敬送其体旅便前哲论之祥以祭用 明天间之祭太和天宝之间洛阳江左闻雅游胜于 诗作者继阳江燕吴俊沈约勒安任访继因温子生和奸 行子才具陆魏博企等并学穷书普斯及人文入彩玉于云 侠义享正于今时英华秀法波兰浩荡笔有余力此无结 原方朱章蔡曹王毅各一时之选也闻其封者生词 谨慕然彼此好上互有同将左宫商发月贵于清启和 说辞义真刚重呼气至气至则理胜其词清启则闻过其意 理生者便于实用文化者已于用歌词其南北词人得诗之大教 也若能多比清因减资类聚各去所短和其两长则闻直 兵兵敬善敬美以梁字大同之后亚道轮缺见乖点则真 批据1241 持心巧见闻香东起其迎放徐陵与信分路扬彪其 亦浅而凡其闻逆而采词上清显情多埃斯格以严林之听 盖义王国之音呼周氏吞并梁金此风善于官幼狂减斐然 成俗流荡望返摩索取才高组出统万机美念雕为谱 发号施令去浮华然时俗此早由多迎故县台执法 吕飞双俭阳帝出席一文有非清策之论即呼即位已变其 风旗与岳公书见东都照东至寿朝诗即拟引马 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点至虽亦在交银而此无浮荡 故时坠闻之事碎的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 义君子不以仁废言也源自东地归秦歹呼清盖入落四语 即九州幽同江汉英灵验照其郡并该天网之中据为大 国之宝言亦其楚片善无一润目原流不能时数才之难 也不其然呼时之文人见称是则范阳卢斯到安平里 德陵河东靴道横照俊里原操俱路未但会基于士基河 东柳辨高阳许善兴等或阳河朔或独步汉南俱晨光 并驱云路各有本传论而续知其攀辉万寿之徒或学忧 而不切或财高而无贵是其未可得而悲其名不可因梅经 总之于此为文学传云 刘真 刘真自宣至佩国乡人也赴显良寻阳太守真年时 八举秀才为少林王东革纪九元第十千中书社人江陵 县莫复归萧妾已为中书 侍郎周种载与文护辟为中外伏计 世君书与席多臣其守后围露门学士受大都督风绕阳 县子力蓝田令姬伯下代辅高祖寿禅为以同三思佐 蒲瑟高窘之法臣也以珍随君典文汉静绝为伯皇太子永 隐为学士圣谢霞之真无力干又信恍惚丹月经时终日 谈思至于世世多所遗忘有留那者亦任以痛惧为太子学 批据一千两百四十二 世情好胜密真著臣南那著臣东真常欲寻那位从者曰 辱之刘怡同家乎从者不知寻那位真还加 达曰之 于是引之而去寄寇门真上位物为之那家乃具安大 忽曰刘怡痛可出以其子营门真经曰此如意来 曰其子达曰此事大人家于世故盼酒之乃物赤 从者曰辱大无亦无欲造流那尔性好但显已因同赴 惠乎为扁罗其书放多此类也经于两汉书时人称为 汉盛开皇十八年促年七十二有及时卷行于世 王魁 王魁自锦文周四始班之地也年数岁直将临陷 随诸凶入关少好游侠年二时尚不知书为其凶于所则怒 于是感激使读孝经伦语敬业不眷遂读左传 李毅师书乃探约书无不可读者情 学类宰碎便通五经揪其只去大为如者所称解罪文善 谈论年二十二周五帝尹为漏门学士没有一绝多愧所为 而魁信实真名经历不眷好读诸子篇记书代称为薄 勿佑小兵法亦有纵横之志 每探不逢时常已将相自诩 开皇五年寿著作左廊巡令于国子讲授会高祖清陵试殿 国子继九元善奖孝金魁语相论难辞一封其善往往见 屈高祖大齐之超授国子博士后座视解直配防领难述 宰寿汉王亮辅资亦参君王胜李之时亮剑防领及情书二 王相赐费处前有至魁遂应劝量善至兵甲极高祖崩量 遂举兵反多魁之计也魁后属尽其策量不能用阳素致薅 则将占魁为其子曰弃后书不加兵必败如可随从我 继而兵败魁将归突厥至山中尽路断绝之必不免位 其子曰无知计数不减阳素但作严不见从岁至于此 不能作受情之以陈述子民也无死之后辱圣悟过亲骨 批至1243 于是自杀之石窟中其子数日不得十岁过其故人敬为 所秦阳素求魁师得之斩首萧于太原十年五十四传 五经大义三十卷有及十卷并因兵乱无复存者 崔彪 崔彪自其书清和五成人也祖修为清周四十负重 文高阳太守是为者姓标年十六太守请为公曹不久 少于范阳卢斯到隆西新德园同志友善美以读书为物赋事 才的忽略是人大数其互约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词 是数年之间随博览群言多所通设解数文在举秀 才为园外散其侍郎迁殿中士御史寻宇雄安申马静德等 义武礼兼修律令寻兼散其侍郎聘于臣史海呆兆 文林管理殿中善部园外三曹郎中标宇顿丘李若据见称 众识人为之与约经师浊浊催标李若王归乡 李氏郡为公曹州补主部开皇寺年征寿给侍郎寻间内 史社人后属年间通知散其侍郎聘于成海寿元外散其侍 郎阅国公阳宿时方贵信众标门的为子玄纵取其女为妻 聘礼圣后清营之使公卿满座宿令其营标单顾必其依 观其驴儿致肃推令上座标有清宿之色李圣巨言又不 迅速愤然服依儿起敬霸座后属日标方来泄肃呆之 如初仁寿宗足于经师十年七十二子世纪 诸葛颖 诸葛颖自汉丹阳健康人也祖全梁林林太守复归 易阳太守颖年八岁能属文起家梁绍林王参军事转继事 侯景之乱奔呆赵文林管理太学博士太子设人周五 平不得调 诸葛颖不出者十余年习周一图伟仓 雅庄老婆得其要轻便有郡才竟王广宿文起 明颖为参军事转继事及王为太子除要葬监阳帝即位 批之一千两百四十四 千住座郎圣见亲信出入卧内帝每次之躯 验者与皇后平 欲联席共踏影音见系多所赠毁事已时人为之也格 后陆恩就受朝散代府帝常赐影师奇促张约参汉长洲 院士讲述城门名李穷颜和英华字讨论石鹿资平允传 方岛后昆其剑待遇如此后征途遇魂加正义大夫后从 驾北巡促于到年七十七 隐姓贬及与柳辩美相分系地屡则怒之而犹不止于后 第一宝之友集二十卷转鸾驾北巡祭三卷信将都到 礼祭一卷洛阳古经祭一卷马鸣路二卷并行于世 有子嘉惠 孙万寿 孙万寿自先其信都五强人也祖宝为散其常侍父 灵徽国子博士万寿年十四旧父陈雄安身寿五经略通 大义坚博社子史善署文美谈孝伯林李德林健而其之 在年十七奉朝请高祖寿禅藤穆王颖为文学作医官 不整配方将南行军总管与文术照典军书万寿本字书生 从容文雅一旦从军御御不得志为五言诗赠经一之有约 甲义长沙国区平乡水兵江南战利的从来多逐成月 于非巧患少小捉谋生于非无甲义斯明不值成如何载笔 是番做妇歌人飘飘如木偶气至同胸狗失鹿乃兮扶飞 狂义东走晚岁出寒官方春度金口石成林聚天金望牛 斗牛斗圣腰分宵竟已成群兮超出入木王灿史从军果 梁楚山既备甲吾将问吾将一号荡楚山和纠纷金波上见 日桥木下凌云及月横姿便玉鼠及非纹鲁连为旧患吾 燕不争勋及由岁月酒归丝长骚首飞官不述宣起为吾碑 酒树载词相线三丘别亲友壮志后风云衰并仙蒲流星 续乱如司空怀席时席时由地里若遂逢知己屡时难管 批据1245 中非盖西元礼合兼本好书东平为爱事应变皆天人清 严栋明李凤池时玉直林阁长游指圣地圣兵辽景相邪 昭州范昕昕昕昕水旗只为金桥浮除零霸案公帐出东交仪 陈运使首阳迪屈心调绕树屋提叶构至非潮系陈梁下 洛长秀掌中交欢于三乐至怀抱百忧消梦想犹如拓寻 思九季聊一朝千世网万里竹波朝回伦长自传玄佩不堪 摇登高世经代相关白云外回首望孤城仇人意不平滑 停销立幽谷早明断绝新南续场谎魂吕金群继通家 好邹鲁故乡情若直南非燕时能访死身 此诗至今甚为时之所迎送天下好事者多殊彼而完之 后归香里时余年不得调人寿出真败欲章王常使非其好 也望转风于即为王文学时诸王官署多被遗灭游 世迷不自安因谢并免久之寿大理斯执足于官时年五 十二有即时卷行于世 王真 王真自孝义梁郡东流人也少聪明 七岁好学善茅 诗里记左侍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懒善 蜀文词不至夜美以讽读为于开皇初遍周次使凡殊略 尹为主部后举秀才受限为非其好也谢并于嘉阳帝籍 为王蓝镇将都闻其名以书赵之曰 夫山藏美玉光照狼舞之间的运神剑气扶心汉之表 世之毛岁影拖意赶平原孙惠文词来迁东海固寻寡宝 有怀毛燕及盛清风为日久以为匹敌梁申住持比高 天流火早印梁镳临云仙掌方程清漏响设未优以雨时 修世前缘后谱从容秋贺之情左秦右书消散烟霞之外 茂林谢并非无风禅之文 彭则以荣仙有归来之作 悠游如雅和乐如之鱼鼠翻平轩调阳乐作堂听诵 批至1246 视觉永歌攀贵痴词卷言高顿至于阳京北主非盖西元 脱城阀印流至李雀深目被怀之兵图文其语屈焰之 可汗之其人清道观阳生高凤举如墨全海词张愿有 七尺横密怀宝弥邦训资独善良以于一经浅行人俱宣 网易策望起于甚于几可想便清举付此虚心无信投石 知谈空目凿坏之一书不敬言更惨此废 即真至王以克里呆之朝夕浅问安不佑所闻即真起 谢曰 蜀贺得人宣教须少来所有捉闻习公但知才亦能是鬼 神夫子之文章信于天道雅至传于游下于波谷于蛆 宋雕之记聚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宜 出门分路便清应于正史提高至于原康言坐卧蛇诸谁 许读为灵脚笑意身于战争之记长于封城之事学无半古 才不带人网属修名寸因已则虽居可封之乌美怀平见之 此事焉隐而迷途入寒丹而师不归来反复心灰岁寒起 为横溢过时需成锐揽网高车已载西费明珠已淡却岁的 果粮三月中高门之余地被怀千里望张台之后臣与玄离 而并似将俊继而同赴中朝及否匪中之所携日暮却行 和前人之能及故想平身处途多感旦已几年省故一望日 九桌死所存才成三十三卷养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亏 而不睹使之由盛之难指耻天人周章不侠不胜真之将 残过百使之归府指臣情形神耸月 王懒所上及善之赐两马四匹真父上将兜父 王赐钱十万 王赐钱十万 王赐 춤